好疼 陈景坐在市医院门口的马路牙子上捂着后脑勺 疼得呲牙咧嘴 他此刻脸上的神色很复杂 带着愤怒 无奈和苦涩 脑震荡 还有这种后遗症吗 陈景看着双眼前不断出现丝丝缕缕的金色光芒 看起来有些神奇 还有些眩晕 他使劲摇了摇头 眼前的异样才消失不见 草泥马的张瑞 这仇我记下了 陈景愤怒地骂了句 陈景愤本是昌城大学这座全国都闻名的高等学府的大三学生 虽出身农村 家境不好 但成绩优异 表现突出 能力也不错 也算是有些前途 但就在不久前 一场无望之灾落在了他的头上 说起来 陈景长得还算不错 又因为一些原因 学校里一个可以说是校花级别的女孩 一直都很喜欢他 甚至是在倒追了 但陈景一直是拒绝的 她是个很有自知之明的人 那女孩家境优渥 她很难匹配得上 况且她也没钱谈恋爱 女孩家人也不会同意 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原本这都没什么 但学校里一个叫张瑞的富二代 最近开始追求那女孩 被拒绝后 知道女孩喜欢陈景 立刻就找到她 各种言语讥讽 让陈景不要赖蛤蟆 想吃天鹅肉等等 这些都还好 但张瑞越说越过分 什么下等人 农村土鳖等等 最后甚至开始辱骂陈景的家人 这下 陈景就忍不住了 当场把张瑞暴打了一顿 可就是这么一打 打出了陈景现在的境地 原本陈景最多挨个处分 但张瑞家里有钱有势 动用关系 硬是让她被开除了 这个结果 对陈景而言 何止是晴天霹雳 她愤怒 想要反抗 但农村出身的她 又有什么能力和资本去反抗呢 被开除后 陈景也不敢回老家 她不知道该怎么面对 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她身上的父母 她只能选择在昌城硬扛着 带着身上仅剩下的八百多块钱 准备先找个工作 但张瑞却并没有就此放过她 找人给陈景来了一闷棍 好在只是打了个轻微脑震荡 陈景心中怒骂 这对她来说 真真就是无妄之灾 说句凡尔赛的话 笑话喜欢她 关她什么事啊 愤怒了一会儿 陈景还是冷静下来 面对现实了 报仇什么的 其实以陈景的现状而言 是不现实的 一个农村考出来的三无学生 拿什么和有钱有势的张瑞豆啊 陈景拿出手机看了眼 刚才在医院检查 花了三百多块 身上就只剩下五百出头了 当务之急 还是得想办法找个工作 总得活下去 才能考虑其他的 人的第一要务就是活着 陈景打开了个招聘网站 满怀希望的开始浏览了起来 但她很快就面露无奈 这几乎稍微好一点的工作 都有着本科学历要求 就算学历要求不高的 也需要掌握相关技术 实在不行 就先找个立即活 或者服务行业 陈景难难自语 她本来是想 找个有发展前景的工作 至少能学一些技术 她毕竟是大学生 眼界还是看得很远的 这时 一条招聘信息跳入了她的眼中 昌州古安街高鼓楼 招聘学徒若干 男女不羡 18岁至30岁 高中学历及以上 月薪2500-3000 这条招聘让陈景眼前一亮 学历要求她过关 工资不算高 但能保证生活 最重要的是 古董行当有发展前景 古董行当 陈景虽说没接触过 但没吃过猪肉 总是见过猪跑的 这些年随着各种健保节目的盛行 谁还不知道 古董有很高的价值 非常值钱呢 要是能学会健保 以后说不定能赚大钱 被前世欺辱过的陈景 心中无比渴望 能够变得有钱有势 念及至此 陈景不再犹豫 乘坐地铁 快速赶往昌城古玩街 昌城 位于国家东部 算是国内发展的 极好的大都市之一 同时因为历史原因 昌城的历史底蕴浓厚 古街 古建筑保留了不少 其中昌城古玩街 就是典型的古街 古色古香 颇具韵味 是小有名气的旅游景点 同时 古玩街也是全国收藏家 古董商 古董爱好者的聚集地之一 今天虽说是工作日 但古玩街的人依旧不少 街道两边摆着地摊 吆喝声 讨论声 讲价声夹杂在一起 配着这条古街 竟有几分身在古代的错觉 陈景急匆匆赶到古玩街 也没心思多看 按照招聘信息上地址 找到了高鼓楼 高鼓楼是间店面 不大不小的店铺 古市屋子 里面摆放着数个博古架 上面放着各式古玩 瓷器 玉器 木质百件等等 四周的墙壁上 还挂着旧纪斑斑的字画 店铺里一个年轻的男人 看到陈景走近了 立刻问 想买什么 随便看啊 陈景闻言 赶忙道 您好 我是看到了招聘信息 你们这儿是招学徒吧 年轻男人听到这话 忽视抬眼打量了下陈景 脸上浮现出一抹笑意 啊对 招学徒 陈景心里松了口气 还没招满就好 他又问 您是老板 男人看起来年轻 不像老板 年轻男人笑道 我不是 我是这儿的店员 老板有事情出去了 稍顿 他补充道 不过 招学徒这事 我也能决定的 你等等啊 说着年轻男人 自顾自的 走进了店铺后面的储藏室 陈景心中有些奇怪 招学徒 店员也能决定 很快 年轻男人 抱着一个大箱子走了出来 放在了陈景的脚边 箱子里面装着的 居然是一堆古丸 瓷器 玉器 还有古钱币之类的 看起来都很是陈旧 这批物件都是最近收来的 你选一件买下来 要是真品 那就说明你有天赋 我们高股楼就招你当学徒 陈景威冷 心底更觉奇怪 但对方说的的话 似乎也有些道理 古董鉴定 肯定是需要天赋的 陈景不再多想 仔细看起了箱子中的物件来 他也想知道 自己有无天赋 但其实 陈景现在对古董一窍不通 就算有天赋 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来 所以 陈景只能无奈地 随意选了个漂亮的青花瓷碗 道 我就选这件 年轻男人瞧了眼 脸色微喜 道 这可是青花瓷 价值三万 三万 陈景感觉心都猛烈跳动了下 他哪有这么多钱啊 年轻男人健壮 心里暗叹 可惜 不是肥扬 但他还是说着 兄弟 古董行很有前途的 你就把这三万当做学费吗 陈景摇了摇头 我 我还是重新选一件 有没有 便宜些的 年轻男人顿时不耐烦了 随意指着箱子中的一个黑褐色 形似茶杯的此碗道 这是最便宜的了 三百块 陈景嘴角抽了抽 拿起小瓷杯看了几眼 摸在手里 感触有些粗糙 灰不溜秋的 远没有青花瓷好看 就这玩意儿 三百 尼玛的 扔大街上都没人捡 陈景心里不免吐槽 他这会儿也反应过来了 这高鼓楼根本不是在招学徒 是下的套 在骗钱呢 他刚想把手中的小瓷杯 放下告辞 就在这时 陈景双眼陡然一花 之前那浮现在眼前的 丝丝缕缕的金色光芒再次出现 并且围绕着小瓷杯转了几圈 然后再回到他的双眼前 接着 金色光芒居然化作一排排的文字 此物为 宋代剑瑶兔豪斩 此物漱口 邪区壁 小圈足且极浅 陆胎处成灰色 内里满右 外师又不到底 腹下步又垂流较后 斩颜成者褐色 质地凝色 在下结晶适出而下流 形成丝丝兔豪 宋代人因此称之为兔豪斩 是典型的剑瑶特征 此物历史价值 宋代人崇尚豆茶 饮茶前先把半发酵的茶糕饼 研磨成细末 放在茶碗里 再以出费的开水点住 水面泛起一层白色的末 观察白末的浓度 亮度及白末 保持时间的长短 以定豆茶的输赢 苏东坡在《宋南平千诗》中有记载 道人绕出南平山 来试点茶三妹湖 湖经五斩兔豪斑 打出春吻鹅儿酒 可见 见摇斩颇为珍贵 兔豪更是名贵 这些金色光芒组成的文字 在陈景眼前一一浮现 他整个人直接呆立当场 陈景看着眼前的文字 确定不是幻觉后 又看了眼那年轻男人 发现其明显没有看到异样 也就是说 只有陈景自己 能够看到眼前的文字 这些文字 像是在鉴定这个慈悲啊 陈景心跳开始无限加快 如果这些文字的鉴定是真的 其他的古董 是不是也能鉴定的 万一 万一是这样的话 陈景觉得自己的人生 或许要迎来一个巨大的转折了 我说 你不会连三百都没有吧 年轻男人见陈景待住 忍不住讥讽问着 陈景文言 强行压下了波动的情绪 冷静道 我就买这个了 不管是真是假 先把这慈悲买下来再说 他决定赌一把 年轻男人这才笑道 对了吗 一会儿我帮你鉴定下 要是你选的物件是真品 那你就是我们高古楼的学徒了 以后前途大大的 他说这话的时候 讥讽嘲笑 就插写在脸上了 这高古楼的学徒招聘 正如陈景所料 就是一个骗钱套路罢了 古董行当水深四海 各种套路是层出不穷的 高古楼这种套路 都算是小儿科 也就只能骗骗那些 对古董行当抱有憧憬的年轻人 不过套路虽简单 但还是有些讲究的 比如拿出来卖的这些物件 都是高古楼 从其他地方便宜收来的 原因很简单 古董嘛 虽说不讲真假 只言新旧 但高古楼要是自己 拿验品出来套路人 就有制造验品的嫌疑 那肯定是不行的 而拿从其他地方 收来的物件套路人 就没有那么多麻烦了 当然了 这些便宜收来的东西 自然基本不可能 有什么真品物件 都是些论经卖的低劣东西 高古楼的老板也从不在意 陈景也没多说 直接付账 把小慈悲买了下来 然后那年轻男人 就直接笑道 很遗憾 你选中的是验品 你没天赋 我们高古楼 不能招你当学徒 他连看都没看那小慈悲一眼 陈景早有预料 他心里藏着事 也不想在这儿多待 只说了句 那确实挺遗憾的 然后静止走出了高古楼 年轻男人看到他 毫不犹豫的背影 微震了下 忍不住道 这人怕不是个大傻子吧 这都不知道 自己是被套路了 高古楼这个套路 已经用过很多次了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 最后不闹着退钱的人 虽说最后都没有什么用 嘿 这种大傻子可不多见 可惜是个穷逼 年轻男人吃笑了声 有些可惜 有些嘲笑 这边 陈景手里小心翼翼的 拿着小慈悲 心底暗道 找个地方鉴定下这个慈悲 如果这慈悲是真品 那 陈景觉得自己要发达了 陈景正想着 去什么地方鉴定的时候 高古楼对面的一家 名叫那古具的店铺中 走出了个穿着古风长袍的 中年男人 正在店门口贴着什么 陈景心中一动 走过去看了眼 却是个招聘广告 招聘学徒 公资面谈 这招聘就突出个简洁明了 但却显得更加真实 嗯 中年男人见着陈景 笑道 小哥是想买物件 陈景打量了他一眼 戴着眼镜 约莫四十五六的年纪 身形销瘦 透着一股书卷气 陈景应道 您好 我看您贴了招聘 我能应聘吗 你要应聘 陈景连连点头 不久后 陈景坐在那宝居中 赵正给他倒了杯茶 有些不屑的道 就是高福那种人的存在 才败坏了我们古董行的清誉 赵正 就是那中年男人 也是这那宝居的老板 他口中的高福 却是高鼓楼的老板 他听到陈景要应聘 便简单了解了下陈景的情况 又知道了刚才的事情 很是气愤 陈景文言 眼中有些高兴 看赵正这个态度 应该是个正直的人 能跟着正直的人学习 是件好事情 这么想着 陈景便有些期待地问 赵老板 我 我能不能在您这儿当学徒 赵正笑着点点头 行啊 说实话 小陈 我看你还挺投缘的 说话也稳重礼貌 你要是不嫌弃工资低 那就到这儿当学徒 工资待遇刚才赵正已经说了 月薪三千 包吃不包住 如果说是正式工作的话 这待遇稍差 但当学徒 却是很不错了 毕竟能学到东西 陈景立刻满脸欣喜的道 谢谢 谢谢赵老板 赵正笑道 叫我赵叔吧 赵老板太生分了 学徒并不是徒弟 陈景还不能叫师父 主要这古董行当 还是相当讲究师徒名分的 这方面的规矩很多 并不像一些行业那么随便 毕竟平时接触的都是古董 多数古董行人都是重古 上古的 从赵正穿着的古风长袍 就可见一般 好嘞赵叔 陈景也顺竿往上爬 稍顿 陈景犹豫了下 把一只小心拿着的小瓷碑 放在了茶桌上 说道 赵叔 这是我刚才在高古楼买到的物件 我觉得有些不一般 您能帮我瞧瞧不 赵正文言 摇了摇头 小陈 高古楼那是套路骗钱的 卖给你的东西 怎么可能是真品 你不要抱着什么幻想了 陈景笑了笑 道 那您和我说说 这瓷碑和真品的差距吧 我学习一下 赵正道 也好 那这就算我给你讲的 第一个古董知识吧 边说着 赵正边随意地拿起了 茶桌上的黑褐色小瓷碑 瞧了两眼 道 首先 古代瓷器的气形和现代工艺品 是有很大差距的 你看你这个小瓷碑的气形 他 他 赵正踏着踏着 脸色忽然变了 不对 不对 赵正神色呼的 变得凝重 惊讶了起来 陈景见状 立刻意识到了什么 同样脸色激动 赵叔 怎么了 赵正却没回应他 而是拿出了随身的放大镜 仔仔细细地见 别起了那小慈悲来 扮赏后 就在陈景期待又忐忑的时候 赵正满是惊讶的道 小陈 这是真品啊 真是没想到啊 高古楼拿来套路骗人的物件里 居然有真品 你这是剪漏了啊 真品 陈景豁然站了起来 赵叔 这是真品古董 赵正点点头 指着手中的黑褐色慈悲 道 这气形归整而简洁 触手略感粗糙 右色如金炭 兔豪星星点点 是典型的宋代剑谣茶展 我们行内称作兔豪展 宋代剑谣兔豪展 此时此刻 陈景脑海中只剩下了一个念头 是真的 那些文字是真的 我的双眼 真的能够鉴定古董 这意味着什么 陈景心里很清楚 他心中满是狂喜 赵正又笑道 高福啊高福 这下可是阴沟里翻船了 小陈你刚说你 花了三百 买到这兔豪展的对吧 这下 你可赚了不少啊 陈景听到这话 立刻问着 赵叔 这 这宋代兔豪展 价值多少 赵正稍作思考 兔豪展本就珍贵 剑谣也是宋代著名的 以稍造黑幼瓷器 而闻名于世的瓷谣 你这只兔豪展保存的不错 按照现在的行价 卖个五万左右 不是问题 只有茶展没有茶展拖 凑成一套的话 还能多卖个两三万 五万 陈景震惊不已 他买这个兔豪展 才花了三百啊 结果居然价值五万左右 这 这价值直接爆翻了一百六十多倍啊 这就是古董行当的捡漏吗 有多少生意 能够比得上这样的收益 哈哈 瞧你那没出息的样子 五万块的漏算不得什么大漏 你赵叔 我当年可是捡过上百万的漏 还有厉害的人 上千万的漏都捡过呢 赵正见着陈景如此激动 乐呵呵 带着些得意和追议的说着 陈景听到上百万 上千万的漏 下意识眨了眨眼 他似乎看到了 向张瑞报仇的希望 自己的命运 也将要迎来巨变 赚钱 在古董行当赚大钱 这个想法 瞬间在陈景心里扎了根 当然想要赚到大钱 现在全靠他似乎 获得了某种神意的双眼 念及至此 陈景迫不及待的 想要再去试试自己的双眼 是不是真的可以鉴定古董 不过在此之前 陈景德先把简陋到的 宋代剑谣兔兔豪盏给卖出去 他身上就只剩下两百来块 无比的需要钱 赵说 您知道什么地方 可以把这只兔豪盏给卖出去吗 陈景看向赵正 他现在刚接触古董行当 什么都不懂 自然只能求助赵正 赵正似乎预料到了陈景会说这事了 他刚才也简单询问了下陈景的情况 知道他现在的处境 小陈你卖给我吧 我这也是古董店铺不是 这宋代剑谣的兔豪茶盏 不多见的 闻言 陈景俊朗的脸上满是感激 他知道赵正这是在帮自己 哪怕其中却有做生意的成分在 但这份恩情 陈景无论如何都得认 谢谢您 赵说 陈景真诚的感谢 不久 陈景从那古剧中离开 他还要去安顿一下 明天才来上班 赵正站在门口 手上小心地把玩着那兔豪盏 笑道 这小子运气是真不错 这时 有个体型微胖的男人刚好路过 见着赵正便道 赵老板这是简陋了 笑得这么开心 见着胖男人 赵正脸上笑意更盛 高福啊 我没捡漏 不过我刚招的学徒 倒是从你店里捡了个漏 说着 他示意高福看了眼兔豪盏 道 多行不易必自闭 这真品的宋代剑 摇兔豪盏到了你手里 你也无福留住 胖男人正是高鼓楼的老板高福 听到赵正的话 他脸色立刻变了 皱眉问道 赵正 你什么意思 赵正却不再理会他 转身回了店铺中 高福脸色阴沉如水的返回了高鼓楼 很快 就听到高鼓楼中那个年轻店员惊恐的叫声 什么 那个慈悲是真品 这 这不可能啊老板 不可能 赵正都买去了 你跟我说 不可能 高福冷笑出声 难怪 难怪那个家伙跑得那么快 原来他看出来是真的了 那杀笔半猪吃老虎 他耍我 半猪吃老虎 你是老虎 滚蛋 明天不用来上班了 高鼓楼中发生的一切 陈景自是不知道的 他此刻正坐上了出租车 前往古玩街附近的一个小区 本来是准备坐公交的 不过考虑距离不远 只是起步价 再加上赚了五万块 陈景干脆奢侈一把了 看着车窗外的街景和行人 陈景俊朗的脸上都是喜色 刚才离开了那古居后 他就在一些古玩地摊上 试验了下自己的双眼 是不是真的可以鉴定古董 结果 是让他欣喜如狂的 他的双眼真的可以鉴定古董 只要他认真凝神看向某个物件 那金色光芒就会出现鉴定古董 然后在他双眼前形成文字 不过他这双神异的神眼 也有着限制 他在地摊上连着鉴定了两件宴品后 准备鉴定第三件的时候 眼前却是出现了 今日不可再使用的字样 显然 陈景的神眼每天只能使用三次 但他也相当知足了 毕竟这鉴定的能力 实在是堪称逆天的 在陈景心中想着的时候 出租车已经是到了地方 位于古玩街附近的天雪山小区 从这里到古玩街 也就十来分钟的路程 陈景来这里 自然是准备在这里租房子落脚的 赵政那边并不包住 天雪山是老小区 但环境不错 房租还不算很高 毕竟这距离市中心不近 若非如此的话 陈景还真租不起这的房子 来之前 陈景就在网上联系好了中介 他到的时候 中介也在等着了 后面就是看房子 是一处不大的独居室 一是一厅一味 装潢简单 但配套齐全 相当满意 所以也没废话的给钱签合同 月租2200 压一负三 这租金在昌城这种大都市 是真的很便宜了 虽说地段不好 而且因为是零几年左右的老小区 没有电梯 但陈景已经相当满意了 要知道之前 他都准备去找个地下室的 签好合同 中介笑眯眯的走了 陈景则简单打扫了下卫生 然后下楼找到超市买了些蔬菜肉 还有米面之类的 陈景是穿鱼人 他们老家的风俗 搬家后的第一顿 一定是要开火做饭才行的 忙活了半天 陈景回去的时候 已经是傍晚六点出头了 他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走得不快 身边忽视飘过一阵好闻的香风 伴随着的 还有高跟鞋走在地上 哒哒哒的声响 清脆好听 却是一个身材高挑的女人 从旁边走到了陈景的前面 出于本能 陈景下意识打量了下女人的背影 女人挽着头发 穿着洁白的女士衬衫 下半身是工整的西服包臀裙 肉色的丝袜从裙底延伸出来 包裹着千细的小腿 透出几分成熟 极有韵味 陈景心里暗自赞叹 光看着背影 就知道各是成熟漂亮的大美人 年轻小姑娘的背影 绝对不会有这种成熟韵味 陈景忍不住多看了几眼前面的背影 其走动间 腰背挺直 极显气质 也相当优雅 隐隐还能看到 那凹凸有致的轮廓 当真是赏心悦目 看美女果然能让人心情愉悦 陈景这么想着的时候 突然发现前方的美女 似乎还和她住在同一栋楼 哒哒哒 美女踩着黑漆红底的高跟鞋 踏上楼梯 声响密集响起 她似乎突然有些着急了起来 陈景不急不缓地也爬着楼梯 她住的房子在四楼 呀 刚转过一个拐角 陈景就看到 先一步上楼的美女走得太快 脚下踩空了 整个人往后倒下 这可是在楼梯上 真要摔下来 运气稍稍不好点 说不定就要去医院了 陈景下意识放开了手中提着的东西 伸手接住了她 瞬间 那美女倒下来的冲力 连带着把陈景也往后推了几步 好在她是山里长大的孩子 从小在山里也惯了 这体魄还是不错的 硬生生抵住了冲力 陈景松了口气 然后 她才回过神来 感觉到了怀中的柔软 乌黑的发丝腑在陈景脸上 带着淡淡的发香 还有些痒痒的 最重要的是 此刻美女几乎完全贴在了陈景的怀里 某些挺翘的部位压在陈景的腹部 陈景突然觉得有些热 脑海中冒出了一个水果的名字 蜜桃 这时 美女终于从惊吓中回过了神来 她连忙从陈景怀里起身 她又突然痛呼了声 蹲了下去 捂住右脚踝 似乎是刚才崴到了 陈景正了正神色 压下心中的异样 问着 那个 没事吧 美女抬头看向她 陈景也终于看到了她的长相 心中暗道 果然啊 她玩起来的长发 刚才崩散了 此刻柔顺地披在了背后 有些贴在洁白的脸颊边 好似黑色的丝绸 约莫二十八九岁的年纪 五官精致 嘴唇涂着浅红色的口红 唇线柔和 此刻微微皱着绣眉 但依旧能感觉到 那种独属于玉姐 亲熟大姐姐的婉约之感 这真真是个成熟漂亮的顶尖大美女 没事 谢谢娘 亲熟美女强忍着痛楚 对着陈景微笑道谢 声音柔美中 带着这个年龄段女人 特有的内敛和大气 陈景看了眼 她捂着的脚踝 即使隔着肉色的丝袜 也能很明显地看出来 已经红肿起来了 你崴到脚踝了 需要我送你去医院吗 陈景好心问着 亲熟美女犹豫了下 摇了摇头 不用了 我家里有红花油 涂一些应该就好了 边说着 她边想要站起身来 但脚踝立刻传来一阵刺痛 她红唇微张 疼得小声地吸着凉气 尝试着走动 但根本做不到 陈景点了点头 这些小忙她 还是愿意伸出援手的 更何况 对象还是个漂亮的 亲熟大姐姐呢 把自己买的东西 一只手提着 腾出一只手 搀扶住亲熟美女的手臂 过程中 陈景的手很规矩 保持着分寸 这让亲熟美女 暗自松了口气 眼中闪过了一抹赞赏 谢谢你 我住在四楼 亲熟美女带着感激地说着 陈景一愣 那咱们还是邻居呢 我今天刚搬过来 我叫陈景 亲熟美女威证 但也没多奇怪 天雪山小区的综合条件 是不错的 所以这里来来往往的 租客很多 她只是点了点头 说着 嗯 我叫孔雪 都说远亲不如近邻 以后有什么麻烦事 可以找我 这话说的分寸极好 亲近中带着客气 更多的 还是在感激陈景的帮忙 陈景笑着应声 心底感叹 不愧是大姐姐 说话是真的好听 从听觉到心里 各种意义上的好听 搀扶着孔雪 上楼的速度并不快 走到三楼的时候 陈景发现 她有些不对劲 孔雪微微咬着红唇 一只手无意识地 放在了平坦的小腹上 温润的眼中 显出几分焦急 甚至 陈景都能感觉到 她的身子在微微颤抖着 似乎在强忍着什么 并不是忍痛的那种 陈景心中有些奇怪 随即联想到 孔雪刚才上楼的时候 突然加快脚步 她瞬间懂了 陈景莫名觉得有些异样 又开始有点燥热了 好不容易走到了四楼 孔雪就住在陈景的对门 算是邻居的不能再邻居了 孔雪从胯在肩上的皮包中 掏出了钥匙 焦急地开门 她已经有些憋不住了 陈景也适时地放开了她 谢谢你啊 小陈 孔雪再次感谢 然后就准备迈动脚步进屋 但刚走动两步 她就腾得走不动了 这歪脚后的一段时间 确实是很难走动的 再加上孔雪穿着的 可是高跟鞋 更是严重鞋 那个 用不用我扶你进去 陈景犹豫了下 问着 孔雪脸色有些发红 最终还是说道 麻 麻烦你了 陈景便再次把她扶住 这做好了决定后 孔雪也不扭捏了 说道 小陈 麻烦你 把我扶到卫生间 陈景没说话 只是照做 这种时候 说得越多越尴尬 小心地把孔雪扶进了卫生间 陈景也没多看 退出去关上了门 只不过在关门的瞬间 她目光下意识 就真的是下意识地瞟了一眼 看到了什么 嗯 白 咔嚓 陈景深呼吸了下 稍稍走远了些 她也转移注意力士地 打量着孔雪这房子 格局倒是和她那边差不多 只不过布置得更加温馨 打扫得也很干净卫生 这就是亲熟大姐姐 和年轻小姑娘的区别啊 陈景这么想着 手几乎是响了起来 她拿出了一看 眉头瞬间紧皱 因为打来电话的人 正是那个喜欢她的笑话 看着手机来电显示上的名字 陈景犹豫了片刻 还是接通了 陈景 对不起 我这几天家里有事不在学校 我不知道张瑞会去找你的麻烦 电话刚接通 就听到一阵清脆悦耳 带着焦急的声音 满是歉意地说着 陈景打断了她 沈兴悠 你不用和我道歉 是我自己倒霉 沈兴悠听到她这么说 更觉得内疚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我也没想到 张瑞她会去找你 我会想办法让学校不开除你的 文言 陈景脸上露出一抹苦笑 现在还来得及吗 她知道 沈兴悠家里也有些背景 如果是最终处理结果还没下来之前 或许还可以改变结果 但现在已经来不及了 陈景的开除结果已经通报全校 并且上传到上面去了 这种情况 除非背景通天 不然谁来都没有用 沈兴悠其实也知道这点 不然就不会是打电话来道歉 而是直接去帮她了 手机那边 沈兴悠沉默了下去 陈景摇摇头 你也不用内疚 或许有些事情是注定的吧 如果没有这件事 她也不可能拥有现在的一双神眼 事情最终是好是坏 陈景也说不清楚 随即 虽说事情不能怪到沈兴悠的头上 但这无妄之灾的源头 确实也是沈兴悠引起的 陈景可以不恨她 但要说半点埋怨都没有 那也是扯淡的 她陈景又不是圣人 多年寒窗苦毒一朝尽丧 除了圣人 怕也无人可以做到心如止水了 因此她并不想和沈兴悠产生太多交集了 总有一天 我要把本该属于我的一切 亲手拿回来 陈景在心中暗暗发狠 她现在或许没能力去做 但至少有资格去说了 这时 卫生间响起了冲水的声音 然后就是孔雪柔和大气的声音 小陈 还得再麻烦你一下 陈景整理了心情 转身走向卫生间 她也没用直接推门进去 而是先敲了敲门 进来吧 孔雪应声 里面带着赞赏 陈景进去后 发现孔雪用手扶着洗手台 单脚站立着 她的脚踝位的不轻 短时间内 还是很难独自走路的 今天还好遇到小陈你了 不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陈景把孔雪小心地 扶到客厅的沙发上坐下 孔雪漂亮的脸上 带着感激地说着 小事情 孔雪姐你 不用放在心上 陈景也客套地说着 孔雪鸣嘴一笑 叫我学姐吧 孔雪姐叫着挺麻烦的 一字之差 却增添了几分亲切 少了些疏离 这种亲熟大姐姐 在处理人际关系上 确实是很厉害的 不突兀 与其还保持着该有的分寸 陈景心里不免感叹 难怪那么多男人 都喜欢大姐姐了 相处起来 是真的很轻松 嗯 学姐 以后就是邻居了 多多照顾啊 陈景的回应 也很有分寸 孔雪漂亮成熟的眸中 赞赏更浓了些 点点头 好 看你的年纪 应该是刚大学毕业 出来工作吧 我在昌城待了快十年了 也有些人脉关系 有事的话别客气 陈景自识点头 转说道 学姐 你得赶紧涂下红花油 不然会更严重的 还得麻烦 你帮我拿一下 就在我卧室的床头柜 第一层里 孔雪漂亮的脸上 带着浅浅笑意 让人很难拒绝 本也是顺手的事情 陈景也没道理拒绝 便起身 走进了孔雪的卧室 她的卧室不大 装潢也只是普通 深蓝色的被褥 衣柜也关的岩石 窗台上摆了一瓶鲜切花 让整个卧室 看起来显出了几分温馨和舒适 陈景没有多看 打开了床头柜第一层 然后脸上就有点尴尬 因为里面除了一瓶 还没开封的红花油之外 还有两件黑色的贴身衣物 摆得很规整 但在这种环境下 确实有点刺动陈景 这个年轻男人的心 陈景深呼吸了下 不再多看 赶忙把红花油拿了出去 给 陈景也没在坐下 把红花油的瓶带拧开 站着递给了孔雪 孔雪到了声线 也没有立刻开始涂抹的意思 陈景健壮立刻道 那学姐 我就先回去了 孔雪点点头 再次道歉 嗯 今天真是谢谢你了 改天请你吃饭 不用的 陈景客套了句 转身快步走了出去 还顺手把门给关上了 听到门关上的声音 孔雪眨了眨眼 看了眼手上 已经拧开了瓶盖的红花油 嘴角微微上扬 还真是个细心的小弟弟 这边 陈景回到自己的房子中 跑到厨房 放下手中提着的食材 然后第一时间 打开水龙头 洗着冷水脸 没办法 陈景才二十出头的年纪 血气方刚嘛 刚才浑身可燥热了不止一次 甚至到了现在 陈景脑海中 都还在闪过 那一抹惊人的 白河孔雪床头柜里的黑 再联想到孔雪的那脸大气 陈景甚至情不自禁地想着 这样的女人 不管是当女朋友 还是老婆 那都是完美的 这个念头刚冒出来 陈景就给了自己一下 想什么呢 我现在这个情况 怎么能去想谈恋爱和结婚的事呢 他现在没有时间 去想什么狗屁爱情 他只想搞钱 明天开始上班后 先找赵书 要一些关于古董鉴定的书来看 逐渐积累相关知识 随后 陈景边给自己做着晚饭 便在心里做着计划 虽说他现在有了一双 可以鉴定古董的神眼 但且不说 每天只能鉴定三次这点 陈景也不知道 这双神眼 会不会再某一天 忽然消失了 所以他不能过度依赖神眼 自身的古董鉴定能力 也必须提上去 打铁中虚字身硬 人还是得靠自己啊 当晚 陈景给自己做了几个爱吃的菜 还喝了些酒 就这么自争自饮到微醺 他这既是在悲伤 免怀自己多年的苦毒被废 也是在庆祝自己 拥有了一双 可以鉴定古董的神眼 看到了报酬 和拿回一切的希望 有了希望 明天的太阳 才会照常升起 时间总是过得很快的 转眼间 陈景就已经在那宝区 上了一个周的班了 这一个周的时间 让陈景对古董行当 有了个基本的了解 这古董行当 就是典型的 三年不开张 开张吃三年 那宝区每天都开门 但来看的人不少 买的却一个都没有 开始的时候 陈景还替赵正担心 生意不好呢 后来还是赵正告诉他 就在一个多月前 那宝区刚做了一桩 价值120万的生意 确实是足够吃上很久了 然后就是 陈景这个周下来 却是半件漏都没有捡到 倒不是他的神眼 出了什么问题 而是他这几天 能是一件真品物件 都没有发现过 这也让陈景明白了过来 捡漏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古董行当的水 本来就深 要是能算作漏的古董 满大街都是 那才是见鬼了 不过陈景的心态 摆得也很正 毕竟他深具神眼 只要能碰到真品物件 那就肯定是有机会简陋的 这天上午 赵正并没有店里 这段时间 有了陈景这个 认真尽责的学徒后 赵正是经常不在店里的 他对陈景 很是放心和信任 上午也没什么客人 陈景坐在柜台前 认真看着一本 明清瓷器鉴定 这是赵正给他推荐的书 因为瓷器在古董行当 是大热物件 也是最容易碰到的 这时 一个月末50岁左右 皮肤有黑的男人走进了店里 他左右打量了下 开口问道 请问 你们这里收东西吗 陈景闻言 赶紧起身迎了上去 边走边在打量眼前的男人 一身很陈旧的白色衬衫 上面有些发黄了兜 脚下穿着一双 沾满了泥土的绿色胶鞋 怀里鼓鼓囊囊的 似乎装着什么东西 陈景目光微动 心里瞬间有了计较 这应该是个农民 要么是来卖传家宝 要么就是无意中 得到了什么好东西 想要出手的 这种情况 在古董行当中很常见 赵正就和陈景讲过 那宝居也做过不少类似的生意 也是最好简陋的 收啊 来来来 大哥您先坐 陈景心思急转 嘴上招呼着男人坐下 又给他倒了杯水 陈景上来并不直入主题 转而问着 大哥您怎么称呼 男人也没喝水 双手把怀中的东西护得更紧了 神色警惕的硬道 你叫我老刘就行了 你 你们这儿到底收不收东西 见他如此警惕的模样 陈景心中一动 看来是真有祸啊 念及至此 陈景稍稍有些激动 要是自己今天能帮赵叔 做成一桩大生意的话 也算是报答了赵叔 对他的恩情了 收 我们这是古董店铺 当然是要收东西的了 刘大哥 你要卖什么 要不拿出先给我上上演 陈景笑着开口说道 也没有显得过于热情 太热情了可不行 万一这老刘的东西 是真挺古董 那后续谈价 就不好谈了 老刘点点头 再次很是警惕地 看了看四周 然后从怀里取了 个被红布包裹着的物件 他小心翼翼地掀开红布 露出了里面的物件 却是一个巴掌大小的瓷碗 准确地说 是一个被青花覆盖满了的 青花瓷碗 瓷器在古董行当里 还真是很常见 陈景心里这么想着 也不免有些激动 青花瓷的名头谁没听管 只要是真凭 价值不会低的 刘大哥 麻烦你把这瓷碗放在桌子上 我才好看 陈景还是保持着理智和谨慎的 老刘点点头 把那青花瓷碗放在了桌上 就在陈景准备上手瞧瞧的时候 又一个人走了进来 胖乎乎的身材 圆脸上带着笑意 见着店内的情况 就笑眯眯地道 哟 小陈 这是有生意啊 见着来人 陈景立刻就皱起了眉头 高老板 有事 来人正是高鼓楼的老板高福 他因为之前店里的东西 被陈景给剪漏了之后 一直都怀恨在心 赵正多次提醒陈景要小心他 高福笑着硬道 也没什么事 就是过来看看 你们的生意怎么样 这人说话间总是带着笑 看起来很和善的样子 但了解高福的人都知道 他就是个笑面虎 用这张和善的胖脸 不知道套入了多少人 文言 陈景眉头紧锁 他和高福本来就有仇 要是老刘拿出来的青花词碗 是真品的话 那对方肯定是会出手抢夺的 这会儿赵正不在 以陈景可以动用的店里资金 恐怕是抢不过高福的 相处了一个周 赵正对陈景非常的信任 甚至是让他在自己 不在店里的时候 可以动用八万钱的店里资金 高老板 你现在也看到了 我们店里有客人 正在谈生意 你能不能回避一下 陈景冷着脸不客气地说道 高福脸色笑一微顿 眼中闪过脑怒 但很快又笑着道 小陈啊 你才入行多久 能有几分眼力 这位大哥的东西 要不要我帮你长长眼 文言 陈景暗道不好 看样子 这高福是真要动手抢生意了 这 这位老板也是古董行当的 你收不收东西啊 这是 那老刘回头看了眼高福 开口问着 高福大笑起来 收啊 我是对面高鼓楼的老板 这位老哥 要不要让我也看看你的东西 稍顿 他还补充了句 老哥 这小子就只是个学徒 他看不明白的 而且也动用不了多少资金 你的东西要是好东西的话 卖给他那可是亏惨的 但老刘文言却没理会他 对着陈景道 小兄弟 你看看我这东西能值多少钱 这下 陈景倒是对这个老刘生出 些许好感来 貌似是个老实厚道的人 好 我这就帮您看 您放心 要真是好东西 价格一定不会让刘大哥 你失望的 危急 陈景便小心地从桌子上 拿起那青花瓷碗 高富在旁边不屑道 哼哼 就你能看出什么来了 好笑 他似乎有些愤怒 刘老布把青花瓷碗给他看 肥脸上的笑容也不见了 陈景没有理会他 只是装出认真鉴别的模样 但却悄悄动用了他的一双神眼 经过一周的熟悉 他现在对自己的神眼 也算是运用的熟练了 下一刻 金色光芒在眼前浮现 继而围绕着他手中的青花瓷碗 转了几圈 最后回到陈景眼前 形成了一排排的字样 陈景看了眼鉴定结果 脸色立刻一变 此物为 仿青前龙观摇青花瓷碗 此物历史价值 几乎为零 这只是一件现代工艺 制作出来的仿制品 且仿制的水准不高 此物除形状外 无论是胎幼 青花 款制的制作水准都偏低 与真品的差距较大 这是金色光芒 在陈景眼前形成的鉴定文字 陈景看到的瞬间就反应过来 自己是又碰上套了 还是在古董行当 较为常见的套 给手上的宴品编故事 或者买家自己伪装身份 就像现在 眼前这个老刘 一身朴素农民的打扮 再加上 那小心翼翼的警惕模样 很容易让人联想到 他是来卖家里传家宝 或是无意中 得到了什么好东西 光是这个身份 就容易让不懂行 或者警惕心低的人 还没上演物件 就先信了三分 后续要是鉴定眼力再差点 那就很容易打眼上套 陈景看了眼面前 满脸期待的老刘 心里不免冷笑连连 这演技用来骗人不是可惜了 去当个演员 不比这转的更多 小江 看了半天 看出什么来了 啊 就你那点眼力 就别在这丢人现眼了 这时 高福脸上 带着讥讽的吃笑出声 文言 陈景心中微动 没直接说 青花此晚是赝品 故意道 高老板 我还真确实没看出什么来 眼力低微啊 要不你帮我看看 高福听到他这话 肥脸上明显神情顿了下 但很快就被他掩盖 开口道 我刚才就说了 你那点眼力不行 逞强做什么呢 来 我帮你长长眼 陈景脸上带着笑 也没多说什么 把青花此晚 重新放回了桌上 高福拿出了随身的放大镜 小青拿起那青花此晚 鉴定了起来 那模样 确实是要比陈景专业多了 陈景见着 也在心里暗想 以后在假装的时候 自己也得弄个放大镜 看起来也更让人幸福一些 片刻后 高福似乎是鉴定完了 他神色有些激动的 把青花此晚放回桌子上 显得非常的小心 然后激动道 小陈 你这运气是真好啊 你知道这青花此晚是什么吗 陈景见他这样子 心里彻底明白了 今天这套是怎么回事 心下冷笑不已 面上却露出疑惑的问 哦 高老板这意思 难道这青花此晚是真铁 高福连连点头 依旧激动 对 不仅是真铁 而且是非常少见的官邀啊 你看到碗底的款制了吧 大清乾隆年制 这是乾隆时期的官邀瓷器啊 瓷器种类繁多 可但凡带上了官邀这俩字 无论什么气形 无论什么朝代 那都是非常非常珍贵的 乾隆官邀 陈景也装作相当激动的大喊了声 高福道 对 乾隆官邀青花此 小陈你这是碰到大生意了啊 泽泽 你小子在古董行有运气的 咱们这行运气也很重要 我看好你的前途 这边 那老刘也激动的脸色通红的道 我这古董是真的 那 那得值多少钱啊 高福文言看了他一眼 又看向陈景 还隐晦的给他使了个眼色 然后才应道 老哥 咱们都是时尚人 也不骗你 你这瓷碗 按照现在的市场价 应该在七八万左右 七八万左右 听到这个价格 老刘还没有做出什么反应 陈景心里先冷哼了几声 这价格还真是够微妙的 不多不少 刚好是他能够动用的电力资金 这么多 那 那真是太好了 小兄弟 我这瓷碗你收不收啊 你要是收的话 我就帮他卖给你了 老刘激动的声音 都有些发抖的说道 陈景嘴角勾起个弧度 刚想说什么的时候 旁边的高福又道 小陈啊 我觉得这价格不错 可别错过好机会 你才入行几天 就能做这么一笔生意 赵正以后肯定更加重视你 重视 这笔生意要是真做了 就算赵叔不说什么 他陈景自己 都没脸再待下去了 眼前这青花瓷碗 要真是乾隆时期的官瑶青花瓷 八万块能到手的话 那就是最少几十万 甚至上百万的大漏了 这种情况 要真是个普通的 才入行没几天的人 还真有可能被骗了 但陈景自视不同 他看了眼高福和老刘 没说话 老刘似乎有些急了 又道 小兄弟 我们农民做事都讲究个厚道 我是先来问你的 所以我就卖给你 不管你转手可以赚多少 烧盾 他咬了咬牙补充道 我跟你说实话 这个此碗是我祖上传下来的 轻易不能卖的 要不是我媳妇得了重病 需要救命钱 我肯定不会拿出来卖 文言 陈景好像很同情似的 拍了拍他的肩膀 说道 原来是这样 那既然是救命钱的话 我就不能收你这此碗了 原本老刘听到前半句 有黑的脸上 还闪过了一丝得意 旁边的高福 也笑得更加灿烂了 却没想到 陈景忽然来了的 180度大转折 直接把老刘和高福 给整猛逼了 啊 喂 为什么啊 老刘有点愣神地问 陈景叹了口气 说道 刘大哥 我也是农村人 做事也讲究个厚道 你媳妇既然都等着 卖这此碗的钱救命了 那你八万块 把这个此碗卖给我就太便宜了 我良心过意不去啊 你应该去其他地方卖个高价 这样 你媳妇的救命钱 也更有保障不是 听到陈景这么说 老刘是彻底梦了 旁边的高福 却已经反应了过来 肥脸立刻阴沉下了下去 小兄弟 你不用过意不去啊 八万块钱 够我媳妇的救命钱了 我就卖给你 刘老显然还没意识到问题 有些着急地说着 蠢货 你给我闭嘴 高福黑着脸 直接开骂了 随即 高福看向陈景 有点难以置信地问 小子 可以啊 你是怎么看出问题的 陈景瞥了眼老刘 又看向高福 冷笑道 高老板你这套路 倒是环环相扣 但只可惜 东西太假了一点 而且 你来得太巧了 再加上你 居然不和我抢 你这种人 能做出这么高风亮节的事情 还有 价格也不合理 再怎么厚道的人 明知道手里的物件是真品 会不想卖个最高的价 还就只要八万 高老板 还有这位所谓的农民 你们自己脑子有问题 就以为所有人脑子都有问题 拆穿高福的套路后 陈景言语间 是半点都不客气 这次之后 他和高福的仇怨 无疑更深了 也完全没有必要客气 你个小学徒 算这么什么东西 居然敢骂我 今天算是你运气不好 不过你不是每次 都有这么好的运气 我和你的事没完 陈景听了个明白 显然因为上次 自己捡漏那兔豪展的事情 让高福觉得自己成名多年 结果在他身上翻了船 李子面子都丢了 是铁了心 要把场子找回来 听到高福的话 陈景自也不甘示弱 要是其他的事情也就罢了 但在古董上 他伸去神眼 自然不会怕了高福 没完 高老板还真是厉害 和一个出入行的小辈 如此计较 就在陈景准备回应的时候 赵正却是回来了 赵正一向平和的脸上 也带着怒气 走到陈景身边 又拿起桌上的青花瓷碗 看了眼 怒不可遏的道 高福 看来你是要和我做过一场 高福闻言 肥脸上却是露出些忌惮 继而笑道 赵老板 你这话就严重了 我可没有针对你的意思 只不过是帮你看看 你这学徒的成色如何把了 赵正丝毫不客气道 我的学徒还用不着你来看 还有 小陈现在是我奈保居的人 你搞他就是搞我 赵老板真要搞他 为了一个小学徒 值得 高福脸色也难看得起来 乘声问道 赵正皱着眉头 吐出一个字 滚 见着赵正态度坚决 高福脸色难看到了几点 但眼中始终带着几分忌惮 最终什么狠话也没说出了 只是道 赵老板 还有你小子 咱们山水有相逢 告辞 高福转身出了那宝居 那个明显是他找来演戏的老刘 也灰溜溜地跟了上去 陈景见状 护士道 以后别再说自己是农民了 你是在侮辱农民 等到两人都走后 赵正气得不轻地骂了句 这个高福 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小人 败坏古董祥的清狱 随后 赵正又看着陈景道 小陈 高福这人反复无常 手段阴狠 以后你还是要小心些 陈景点点头 我知道的赵叔 不过他估计也没想到 今天给你下这套 能被轻易看穿了 看来小陈你在古董上 还是很有天赋的 不错不错 赵正又满脸笑意地夸赞道 这夸赞听得陈景有些不好意思 他在古董上有没有天赋 是个未知数 反正今天能看穿高福的套路 靠的肯定不是天赋 全靠了他的神眼 说完高福的事情后 赵正又和陈景 随意闲聊了几句古董上的知识 然后就泡了茶 悠哉悠哉地喝了起来 陈景自然是 拿起刚才的书看了起来 总之 不管他在古董上有没有天赋 努力用功学习总是没错的 就算没有天赋 也可以情能捕捉吗 转眼就到了下班时间 赵叔 那我就先走了 好 回去好好休息 赵正依旧在喝着茶 随意地回了去 陈景也没多说 出了内宝居 不过他并没有立刻回去 而是例行公事般的 在古玩街中逛了起来 这几天的时间 陈景每天下班后 都要在古玩街中逛上一圈 把每天的三次鉴定机会给用完 虽说都没有发现真品古董 但运气这事说不准 万一就碰上了呢 就算没有碰到 多看看赝品 以后也更好分辨吗 陈景并没有去那些古董店铺 只是在街边的地摊上随意看着 古董店铺里肯定是有真品的 但人家也知道 简陋的可能性很低 而且古董店铺里的物件 价格也都偏高 他也买不起 逛了半个多小时 陈景都没有用今天 还剩下两次的鉴定机会 主要是多数地摊上的物件 实在是假的厉害 假到陈景这个刚入门的水平 看着都觉得不可能是真品 自然也没有必要浪费鉴定机会 就在陈景觉得 时间有点晚了 准备随便找两个物件 鉴定一下碰碰运气的时候 他突然看到 街角有个摊主 看起来有点熟悉 陈景戏看了两眼 很快就认出了这个熟人 全是之前高古楼的那个年轻店员 真要说起来 上次还是从他手里捡的漏 不然去他那看看 陈景心中想着 反正都是碰运气 在哪碰都是碰 便禁止走了过去 安兄弟买古董啊 看看我这些 那可都是好东西 唐宋元明清 什么朝代的真品都有 买到就是赚到 年轻男人没仔细看陈景 下意识开口招呼着 陈景脸上带着冷笑 这不是高古楼的店员吗 怎么几天不见 都沦落到摆地摊了 年轻男人文言一愣 抬头仔细看着陈景 立刻就把他认了出来 惊声道 是你 然后他就情绪激动地站起来 怒气冲冲道 都是你害我被开除的 你还敢来找我 陈景吃笑了声 是你居心不良套路我 被我捡漏 也是咎由自取 现在还恶人先告状 你捡漏 你他妈根本就是走了狗屎运 我也是倒霉碰到你了 你一个刚入行的厨 运气好捡了漏 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 年轻男人大声鄙视道 陈景心里好笑 面上也不反驳他的话 只是看向了他地摊上 摆着的不少物件 怎么 还想在我这捡漏 痴心妄想 年轻男人 轻蔑不屑地说着 陈景戏看了两眼 从地摊上拿起了块圆形的玉佩 他是觉得这玉佩 看起来玉色盈润 外面还有包浆 好像有那么点意思 随即 陈景动用了自己的神眼 鉴定其手中的玉佩来 下一刻 金色光芒出现 围绕着玉佩转了几圈 再回到他眼前形成字样 此物为 人工纺制甲玉玉佩 此物历史价值 毫无 这是一件以玻璃通过高压烧铸成的甲玉 而制造出来的纺制品 此物与真玉相比 上面有着明显的气泡 在触摸之时会产生温热质感 与触摸真玉时所产生的温良质感 截然不同 且质量较之真玉也倾尚许多 看了手中玉佩的鉴定结果 陈景立刻哭笑不得 看来 他现在的眼力 还真是几乎没有啊 一块人造玻璃甲玉 他居然会觉得 有那么点意思 怎么 看上这玉佩了 行啊 十万块钱卖给你 年轻男人开口讥讽道 陈景掂量了下手中的甲玉佩 道 十块钱我都嫌贵 说完他就准备起身走了 在这家伙这儿来碰运气 也是他想多了 年轻男人见状 又嘲讽道 买不起就别装 走狗屎运捡个漏 真以为自己行了 搞笑 陈景懒得和这种人计较 刚准备走 忽然目光扫到了一个 和刚才高福拿来套路 他的那个青花瓷碗很像的瓷碗 也是青花覆盖了大半个碗面 陈景下意识拿起来瞧了两眼 气形确实类似 只是底部并没有款制 但他总觉得 这个瓷碗和之前高福那个赝品 有点不同 但具体在什么地方不同 他也说不出来 就只是一种感觉 算了 也懒得跑其他地方了 在这种感觉之下 陈景还是对着手中的瓷碗 动用了鉴定神眼 反正今天也就剩一次机会了 下一刻 金色光芒浮现 围绕瓷碗转圈 最后回到陈景双眼前 形成字样 此物为 清代雍正青花瓷碗 此物历史价值 清雍正时期虽然短暂 但经济发展 财力雄厚 制瓷工艺突飞猛进 在继承康熙朝制瓷工艺的基础上 又有了许多创新和提高 青花瓷在雍正时期 虽不是官窑的主流产品 但其质量之精美 花色品种之丰富 艺术水准之高超 都是清代其他各朝所无法比拟的 唯有清一朝瓷器之最 这件青花瓷碗 青花橙色青子 与官窑橙色纯蓝不同 但又不同名窑粗气般橙色灰蓝 此是一件名窑精品 其气形极佳 胎骨洁白晶莹 胎臂壁坝坚硬 用手轻敲会发出清脆的金属声音 修胎更是一丝不苟 看不见玄硝痕 大量的鉴定结果字样 在陈景双眼前快速浮现 让他都有些看不过来 说句实话 这关于青花瓷碗多数特点的描述 以陈景现在的古董知识底蕴 是看得有些迷糊和不明白的 但这些不重要 重要的是 这青花瓷碗竟然是真挺古董 这个瞬间 陈景心里立刻激动了起来 这真是没想到 这家伙的地摊上竟然有真挺 还真应了那句话 有心栽花花不开 无心叉柳柳成衣 呼 冷静 冷静 同时 陈景心里不停地提醒自己 要冷静 绝对不能把激动表现在脸上 这混迹古董行的人 其他的先不谈 察言观色的能力 都是不差的 要是陈景忍不住把激动表现了出来 年轻男人多半能够看出不对劲 那他想要把这青花瓷碗买到的手 希望就不大了 说不定反倒是便宜了年轻男人 不过就是现在 陈景想要把这青花瓷碗买到手 也有点难度 毕竟这年轻男人和他有仇 就在陈景心思急转想着办法的时候 年轻男人见他一直在看着那青花瓷碗 急笑道 怎么 又看上这青花瓷了 陈景文言先把手中的青花瓷碗随意放了回去 开口道 你这儿的东西全是赝品吧 年轻男人冷哼道 关你屁事 说的你特么能看明白似的 走狗屎运的家伙 说起来 咱们之间还有一笔账没算 陈景脸上露出玩味的笑容 年轻男人一愣 你什么意思 你上次套路我 要不是我运气好 可就上你敌档了 这笔账是不是该算算 陈景眯着眼睛 面色变冷 原来你来找我是为了这个 哈哈 你特么你以为你是谁 还想和我算账 你配吗你 年轻男人勃然大怒 直接开骂 陈景脸上反倒是带着笑意 你知道赵正吗 赵正 年轻男人威正 然后就皱起了眉头 你认识他 我现在是内宝剧的学徒 你不会不知道吧 赵书还相当器重我 陈景的脸上 故意露出得意的神情 年轻男人脸色有些变了 你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威胁我 见着年轻男人的反应 陈景心里暗到了句 果然 那高鼓楼的高福 在赵书面前都不敢多嚣张 眼前这家伙自然更怕了 心里有了底气 陈景又接着道 你觉得我是什么意思 那我就是什么意思 现在 咱们能好好算算账了吗 年轻男人脸色阴晴不定 最终还是咬着牙道 你 你想怎么算 陈景这才把目光看向他的地摊 故作迟疑的道 上次你想要套我三百块钱 那我也不占你便宜 给我六百 这账就算是算清楚了 烧盾 他又补充道 不过我不要你的现金 省得你说我敲诈你 这样吧 你这地摊上的物件 我挑几件好看的 刚好拿回家当个百件 冲冲门面 年轻男人黑着脸道 你拿东西 就不算是敲诈了 这会儿 陈景已经是把那青花瓷碗 连带着其他几个 看起来外形漂亮的物件 都拿在了手里 然后说道 嗯 你说的也有道理 说着 陈景摸出了身上的五十块零钱 说道 那我就出五十块吧 我拿这几件东西 五十块钱 你说不定还有赚呢 他说话间 带着讥讽嘲弄之意 年轻男人 也以为陈景是故意在羞辱自己 但他碍于陈景搬出来照正 冷是没胆量发脾气 只能咬牙切齿道 小子 算你狠 我认栽了 陈景得意的哈哈大笑 也不再多说什么 转身就走了 那样子 是真的很像是来故意羞辱年轻男人的 草泥吧 年轻男人看着陈景的背影 低声破口大骂 年轻男人自己都觉得 陈景是故意来羞辱自己的 主要他根本就没有想过 自己地摊上的物件有真品 毕竟全都是他花了两百块钱 从另外一个不准备在古董行混迹的老摊主哪里收来的 说起来 从年轻男人的收购价来看 陈景五十块买他那几件东西 他还真是小赚的 陈景快步走出了古玩街 然后赶忙小心翼翼地把青花瓷碗拿好 生怕不小心磕到碰到的 他虽说不知道手中这青花瓷碗的具体价值 但想必再差也不会差到什么地方去 万一磕碰坏了 那陈景就得欲哭无泪了 还好赵树的威名够大 这次借了他的事 才吓住了那家伙 不然这青花瓷还真不好到手 陈景欣喜之余 心中也是暗道侥幸 同时 陈景心里也不免有些憧憬和期待 他也想 有一天能够变成赵树那样的人物 仅仅靠名字 就能够让别人忌惮害怕 这会儿时间不早 赵正应该也关门回家了 陈景便打了车 快速回往住处 想着明天再把青花瓷碗给赵树看看 回到出租屋 陈景小心得 不能再小心地 把青花瓷碗放在了客厅的茶几上 又不放心地拿了沙发上的抱枕 放在旁边保护 然后 陈景才终于绷不住情绪 满脸的激动和开心 哈哈 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啊 陈景看着 静静摆放在茶几上的青花瓷碗 心中的激动 简直难以用言语形容 之前看还不觉得 现在仔细端向 只觉得眼前的青花瓷碗 异常的精美 看得陈景心里 只剩下深深的赞叹 珍品和艳品的区别 真的是太大了 对比着今天高福 拿出来的那艳品青花瓷 眼前这个真品瓷碗上的青花 活灵活现 仿佛真要从碗面上 生长出来一般 感受着这青花瓷碗的精美 陈景隐隐有些明白了过来 古董古丸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喜爱 甚至为之沉迷了 每一件真品古董 除开其背后的金钱价值之外 更能给人带来一种 纯粹的美妙感觉 实在是让人享受 更别说真品古董 独有的历史价值 和历史沉淀积累 古董的魅力 他甚至冒出了个想法来 如果 如果以后赚够了钱 他是不是也能不再单纯的 把古董当作赚钱的工具呢 就在陈景想得入神的时候 忽视响起了敲门声 他赶紧先把青花瓷碗 放到了卧室中 随后 陈景才是快步走到门口 边开门 边下意识地问 谁啊 还不等门外的人回应 陈景就已经看到了来人 穿着一身浅红色的 保守分离式睡衣 能遮住脚踝的那种 一头丝绸般的黑发 随意披散在肩上 精致漂亮的脸蛋上不着粉袋 但依旧好看异常 浑身上下透着一股子成熟的魅力 来人 正是陈景的对门邻居 亲属美人孔雪 呃 学姐 陈景打着招呼 又有些疑惑地问 你找我有事吗 孔雪轻轻笑了笑 倒是没什么大事 就是想请你吃个饭 你应该还没吃吧 陈景确实还没吃 甚至刚才因为过于激动 都忘记买菜回来了 他本来都准备 晚上下碗面随便对付一下 还 还没 陈景犹豫了下 还是老实硬道 孔雪点点头 几缕头发调皮地落在了脸颊旁 他便风情万种地 伸手把长发扶到耳后 便道 那就过来吧 嗯 就在家里吃 小陈你不会嫌弃吧 孔雪好看的脸上 带着落落大方的笑容 陈景连连摆手 怎么会不嫌弃不嫌弃 他心里则忍不住赞叹着孔雪 不愧是成熟大姐姐 孔雪这顿饭 明显是在感谢上次陈景帮他的事情 亲自下厨 既显得隆重 还很贴合对门邻居的关系 更不会让陈景多想 单身男女一起到外面 餐厅去吃饭 确实也容易显得暧昧 随后 陈景又一次到了孔雪的家里 依旧打扫得很干净 房子里的布置 看起来也相当的舒服 先喝点东西吧 我菜还没下锅呢 孔雪带着陈景坐到沙发上 又问着 嗯 你要喝什么 我这里只有咖啡喝茶 陈景稍稍有点拘谨的道 白水就好了 讲道理 让他和孔雪这种漂亮的成熟大姐姐独处 还真有些放不开手脚 总觉得两个人之间有些距离感 这种心态其实很正常 来人在面对漂亮女性 尤其是比自己年纪大一点的漂亮女性时 多数都会这样 孔雪见她的样子 却也没说什么 只是给她倒了杯水 然后系上围腰 走进了厨房 见她进了厨房后 陈景才松了口气 这时 孔雪柔和大气的声音 又从厨房传来 小陈 陈景应道 学姐 我没什么忌口的 至于吃辣 我是川鱼人来着 啊 孔雪有些惊讶 随即笑道 那倒是巧了 我是湘南人 那我就多放辣椒了 好 陈景点头应试 那边孔雪又继续随意和她聊着 你是川鱼哪里人小陈 我以前还去川鱼玩过呢 我是唐城那边的 唐城啊 我倒是没过去 不过也听说过 你们那儿的皮蛋很出名 孔雪边坐着饭 边和陈景聊着一些关于她的家乡 自己家乡的话题 不知不觉间 等陈景反应过来的时候 才忽然发现 心中的那种距离感没有了 整个人也没有那么拘谨了 我去 这就是大姐姐的魅力吗 陈景只觉得自己的心跳有点加快 知冷知热 润物细无声 贴心至极 这种大姐姐随意显露出的优点和魅力 简直是要人命 尤其是陈景这种大男孩的命 不久后 孔雪端着最后一个菜 放在了餐桌上 招呼着陈景 小陈 可以开饭了 陈景赶忙起身去厨房洗了手 然后坐在了孔雪的对面 这顿饭孔雪做得很丰盛 四菜一汤 既有常见的家常菜 也有湘南名菜剁椒鱼头 和永州血压 色香味俱全 光看卖相就让人食指大动 尝尝看 虽说湘南和串鱼都爱吃辣 不过你们那边要偏麻辣一点 我特地多放了花椒 孔雪笑意盈盈地说着 陈景也没客气 拿起筷子尝了尝 然后就是眼前一亮 孔雪的手艺出于意料的好 估计一般的餐馆厨师 都比不过她 长得漂亮 身材好 气质好 还是知心大姐姐 做菜还好吃 陈景心里忍不住感慨 这他妈谁能娶到孔雪 那上辈子一定行善积德了 在孔雪家的一顿饭 陈景吃得很饱 甚至吃完后 都得站起来走动着消食 没办法 孔雪的手艺真是没得说 这要是天天吃 肯定得长胖 孔雪则在收拾着碗筷 陈景本来想帮忙 但两个人的碗筷 也用不上帮忙什么的 他要是过去 反倒显得有点怪 虽说孔雪对他很亲切 但陈景还是能从中感觉到一些 这位亲熟美女把控制的分寸 其实这很正常 两人真说起来 就是邻居关系 这顿饭吃完 勉强算是稍稍有些了解情况的朋友 但也就仅此而已了 小陈 你要是想抽烟的话 我这倒是没有烟灰缸 不过 你可以去阳台 孔雪把碗筷收进厨房 又探头出来说着 陈景应道 呃我不抽烟的 雪姐 孔雪笑了笑 点点头 没再多说其他的 陈景在客厅走动了几步 觉得有些闷 干脆走到客厅旁边的小阳台上透透气 阳台不大 摆放着一些清洁工具 还晾晒着几件衣服 陈景下意识打量了下 发现这些衣服的 风格整体都偏深色 好看是好看的 但少了几分亮丽 不过考虑到孔雪的年纪 这种风格倒也正常 另外 衣服的款式都很保守 哪怕是裙子也都是长裙 再联想到孔雪身上的睡衣 很明显她是个相当保守的女人 估计也就穿工作装的时候 才会穿集袭裙吧 不过集袭裙其实也蛮保守的就了 除了正常衣服外 还有几件贴身的衣服 陈景没好意思多看 呼吸了下新鲜空气 觉得没有那么闷之后 就准备回客厅 就在这时 一阵不小的风吹了起来 好巧不巧的 把一件黑色的贴身衣物 连带着衣架吹到了地上 陈景愣了下 犹豫了会儿 还是弯腰拿着衣架 把衣物捡了起来 刚准备挂回去的时候 小陈 要不要喝点茶消消食 孔雪柔和大气的声音 从客厅响起 陈景 他真的就只是顺手 想把衣物挂回去而已 完全没想到 孔雪刚好出来了 完了 这下不会被当成变态吧 孔雪见着陈景手里 拿着的衣架 和上面的衣物 也是这么想 那个 学姐 我 我 不是 刚才有风把他吹到地上了 我顺手 想把你挂回去 陈景窘迫无比的地说着 孔雪目光落在了 他拿着衣架的手上片刻 然后轻笑道 那谢谢你了 小陈 陈景见他没说别的 心里松了口气 赶忙把衣架挂了回去 脸都感觉有些发烫 这实在是太特么尴尬了 好在回到客厅 孔雪神色如此 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异样 反而拿出茶具泡了茶 又给陈景倒了一杯 也不知道你喜欢喝绿茶还是红茶 所以就泡了普尔 孔雪闽唇微笑着说道 普尔是黑茶 也算是介于两者之间了 陈景此刻还有些尴尬呢 应道 我都可以的 他才二十出头 对茶什么的 确实没什么喜好 也不会品茶 孔雪自己也端起洁白的茶杯小口喝着 红润的唇沾上些许茶水 隐隐泛着水光 带着一种致命的魅惑感 陈景低头不敢多看 一口把嘴里的茶喝完 只觉得入口微色 然后渐渐回甘 两人的气氛一时间有些沉默 很明显是因为刚才的意外事件 好伴想后 孔雪踩红唇轻起道 小陈 刚才的事情不用多想的 我知道你是个很不错的男生 不会有那些龌龊心思 这是在宽慰陈景呢 顺便还夸了他一番 陈景虽说听得心里松了口气 觉得孔雪没有误会就好 但同时 心里却忍不住生出一丝淡淡的失落感来 是个不错的男生 这用词的意思挺明显的 孔雪还只是把他当成一个小弟弟 在看待呢 人家自然不会误会什么的 陈景便点头 嗯 谢谢斜姐的夸奖 两人又坐了会儿 陈景见着天色见晚 便主动告辞了 等陈景走后 孔雪走到阳台 把晾晒着的衣服都收了起来 回卧室整理着 当整理到那件黑色的贴身衣物时 他似乎想起了刚才的事情 孔雪忽然笑了一下 不找粉黛的脸庞 在这笑容下 依旧美得不可方物 他却是想到了 刚才陈景在阳台上 那结结巴巴的窘迫模样 忍不住轻声说了句 还真是个可爱的小弟弟 这边 陈景回到自己的房中后 边走进卫生间洗漱 边把脑海中的一些杂念都清除掉 男人嘛 总是这样的 面对优秀的异性时 总会有些本能的遐想 当这种遐想不成立的时候 失落也是正常 不过陈景调整心态的能力 还是很强的 他洗了把脸 看着镜子中的自己 伸手狠狠点在上面 你现在的目标是搞钱 一日 陈景特地找了个纸盒 又在里面塞满了棉布 才把那青花瓷碗放了进去 瓷器本就容易损坏 容不得陈景不小心 等拿着盒子到了那宝居的时候 赵正刚开门不久 正如往常一般坐在茶桌边 悠闲惬意地喝着早茶 陈景打了声招呼 就拿着盒子坐到了他面前 赵正原本还认真喝着茶 见陈景拿着盒子坐过来 便好奇问道 小陈 看你这架势 是到手什么好东西了 陈景笑道 赵叔 您这眼睛还真是厉害 一眼就看出来了 赵正也笑道 不是我眼睛厉害 是你满脸激动的样子 就差把我捡到好东西 写在脸上了 这可不能怪我呀赵叔 是我感觉我可能又捡漏了 陈景自然不会把话说死 只是说着可能 文言赵正摇了摇头 道 小陈 你才入古董藏 想简陋的心我能理解 谁都是这样过来的 但简陋真不是那么容易的 你上次就是运气好 但不是每次都能有那么好的运气 这简陋也不是光靠运气的事情 这话的言外之意 就是在说陈景这次肯定没有简陋 让他不要期望过高 赵正的反应也是常理之中 陈景不可能反驳 只是笑道 赵叔 您就帮我长长眼 说说赵品和真品的区别也好啊 上次您可没有说成 赵正文言也觉得有道理 便点点头道 也行 上次确实也没有说成 那就这次和你好生说道说道 随即 赵正打开了纸盒 但他一看到里面的青花瓷碗 就直摇头 青花瓷啊 小陈你就别多想了 这要是其他的物件 那还有那么一点点可能简陋 但这青花瓷 是绝对不可能让你简陋的 陈景有些疑惑 问着 为啥呀 赵正解释道 这现如今的古董行啊 因为瓷器和玉器 算是最热门的种类 又好仿制 简陋是基本不可能的事情 稍顿 赵正又补充了句 小陈你以后就算想着简陋 也最好不要把目标 放在瓷器和玉器上 这次就当花钱买了个教训吧 原来是这样 陈景恍然大悟地点点头 又道 那赵书您瞧瞧这青花瓷碗 和我说说艳品的特点 赵正文言有些无奈地笑了笑 然后拿出了随身的放大镜 你小子还是不死心 古董行的水很深 小陈你还把握不住 来来来 我给你说说 这艳品的问题所在 陈景见着赵书的模样 心里其实是有些好笑的 他是知道这青花瓷碗是真品的 等会赵书看出来后 估计有的尴尬的了 不过 陈景也没办法 他又不可能斩钉截铁地告诉赵正 他简陋的青花瓷碗是真品 那根本没办法解释 随即 赵正就拿起那青花瓷碗 随意地看了起来 然后赵正看着看着 脸上随意的神情 就逐渐变得了凝重起来 他原本是想看两眼 找出这青花瓷碗的问题就行了 但冷是没找到 而且越看越像真品 好办想后 赵正才变得小心翼翼地 把青花瓷碗给放回了纸盒中 然后脸上表情相当精彩地说着 小陈 你 你好像真的又简陋了 陈景立刻装出惊喜无比的激动模样 赵书 您的意思是 这青花瓷碗是真品 对 这青花瓷碗确实是真品 看风格应该是清朝雍正时期的 虽说不是官窑 但看这品像 也是个民谣精品了 赵正点点头 脸上也带着惊讶和些许尴尬 刚他还说陈景是花钱买了的教训呢 谁知道下一刻就被打脸了 这哥谁都尴尬 陈景闻言心中却是惊叹无比 开口道 赵书 您这鉴定眼力真是厉害 他是靠着鉴定神眼才知道 青花瓷碗的具体时期的 但赵正可是自己看出来的 赵正应道 我本就擅长鉴定瓷碑 要是这都看不明白了 那这么多年古董行 岂不是混到狗身上去了 稍顿 赵正又开口问着 小陈 这青花瓷碗 你是花多少钱买的 不到一百 陈景说了的大概价格 赵正立刻惊声道 什么 不到一百 他嘖嘖出声 你小子这次 还真是捡了个不小的漏啊 你是怎么看出来 这青花瓷碗 有可能是真品的 这问题还真有些 把陈景给问住了 他是全靠自己的一双神眼 鉴定出来的 论级专业的古董鉴定知识 他现在基本就是个小白啊 想了想 陈景只能是把神眼 给出来的鉴定信息 说出来门混过关了 赵书 我最近不是在看 您给我推荐的那本 明清瓷器鉴定吗 刚好看到有些青花瓷 用手轻敲 会有清脆的金属声 我当时看到这个青花瓷碗 心里就感觉有些不一样 所以就悄悄试了下 结果真有金属声 就干脆买下来了 赵正听完 脸上带着惊讶 他并不是惊讶陈景知道 用手轻敲青花瓷这点 而是惊讶另外一点 小陈 你确定你看到这个青花瓷碗的时候 心里感觉不一样 陈景点了点头 印道 是啊 这个确实是真的 不然他当时也不会动用神眼鉴定 文言 赵正脸上的神色更为惊讶 开口说道 小陈 你小子还真是天生 就该吃古董行这碗饭的 陈景听得有些迷糊 为什么这么说啊 赵书 你看到真品古董 心里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这就说明 你对古董的直觉很敏锐 这是多少人都羡慕不来的 稍顿 赵正又感叹道 直觉这种事情 说来玄妙 谁也不知道准不准 但又确实存在 对于我们古董行的人来说 有时候准一次都是赚的 就像你这次的直觉准了 所以 你就简陋了 听到这话 陈景也觉得玄乎异常 真要深究 谁也说不清 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也没多想 只是笑道 嘿嘿 要是我每次直觉都准的话 那就好了 赵正哭笑不得 你小子还真够贪心的 然后 陈景就问出了他 最为关心的问题 赵书 我这青花此碗价值多少啊 赵正稍稍思索了下 印道 按照现在的行情 卖个二十万左右不成问题 就是可惜不是官窑 不然那就得上百万了 二十万 陈景心里一跳 满脸都是激动 这别说上百万了 二十万对于现在的他来说 那都不是小数目了 如果按照 他正常的人生轨迹 大学毕业 然后找工作 要赚到二十万 都需要不短的时间 赵说 您知道什么地方能出手吗 陈景再次开口问着 赵正文言倒是犹豫了下 说道 我倒是也收 不过 我不是买来收藏的 给你的价格 肯定到不了二十万 陈景一愣 刚想说价格低点 卖给赵叔也可以 毕竟赵叔对他有恩 但赵正不等他说话 又接着道 这样吧 我给你介绍的买家 他喜欢收藏青花瓷 价格不会开得太低 烧顿 赵正又补充道 小陈 你也不用想些有的没的 说实在的 我也不缺 这十几二十万的生意 而你还年轻 能多赚钱 就要多赚钱 听到赵正的话 陈景心里不免感动 赵叔真的是个很好的人 能遇到这样的老板 或者说老师 确实是陈景的幸运 这边 赵正已经是拿出手机 打了个电话 行 李大师对你这青花瓷丸 有些兴趣 他刚好有空 一会儿就过来了 赵正挂断了电话 脸上带着笑意的说道 陈景威正 李大师 赵正点点头应道 对 李大师 这可是咱们昌城古董行的 大牛之一 有名的收藏家和鉴定大师 赵正边说着 边给自己和陈景读倒了杯茶 继续说道 小陈你才刚入行 自然是不知道李大师的名头 我跟你说说 半想后 两人喝了半壶茶 赵正也将昌城古董行 几位鉴定大师之一的李勋 给陈景详细说了得清楚 陈景听完后 心里忍不住感叹 那位李勋李大师 确实是个大牛人 其纵横昌城古董行数十年 不说人家捡过上千万的漏 单说人家从未打眼过 就当得上鉴定大师这个名头 李大师真是厉害 陈景开口赞叹了一句 赵正笑了笑 看着陈景说道 李大师确实是厉害 不过我觉得 小陈你也很有天赋 这才入行多久 就接连捡了两次了 只要你努力学习 假以时日 未必不能也成为鉴定大师 陈景文言倒是谦虚笑着 赵叔 我这都是运气好 其实陈景心底 对于自己将来成为鉴定大师 还是有些信心的 他靠着自己的鉴定神眼 肯定不是什么大问题 李勋来的不慢 约莫半个多小时的样子 就到了那宝居 但他却不是一个人来的 还带了个年轻人 居然自己不收 反而找我来 李勋刚进店 就哈哈笑着说着 这位李大师 长相颇为儒雅 是个中年老帅哥 浑身气质不俗 一看就知道 不是个简单人物 赵正指着桌上的纸盒 笑道 不是我到手的 是我店里的学徒 说着 他边指着陈景给李勋介绍道 陈景 我刚招的学徒 很不错的一个年轻人 小陈 这位就是李勋 李大师 陈景赶忙懂事地 喊了一声李大师好 然后就规规矩矩地站在 小说话总是没错的 李勋对着陈景和蔼的笑了笑 然后也指着 跟自己来的年轻人 给赵正介绍道 老赵 这是我准备收的徒弟黄杰 小杰 这是你赵说 黄杰戴着个眼镜 一身的西装革履 看起来文质彬彬的 文言也是给赵正问了声吼 就是态度不像个晚辈 显得有些巨傲 徒弟 哈哈 老李你居然要收徒弟了 赵正微微有些惊讶 笑着说道 李勋回应道 是啊 咱们年岁也都不小了 这一身的鉴定本事 总得找个一波传人吧 我家里的晚辈 又对古董行不感兴趣 那就自己收个徒弟 稍顿 李勋又道 刚好你给我电话说 有好东西让我瞧瞧 我就带他过来看看 长长经验 也厚厚眼力 赵正点了点头 也没有再说其他 指着桌上的盒子 做了个请的手势 说道 老李 你先上上眼 李勋作为买家 自然是要自己长长眼的 就算他和赵正关系不错 但该鉴定 还是要鉴定的 就算二十来万对他不算什么 但也不可能随意拿出来 买个宴品 随即 李勋便拿出放大镜 小心从盒子中 取出青花瓷碗 神情专注 认真仔细地健保了起来 只能说 大师不愧是大师 他鉴定的时间 比赵正快上很多 很快就把青花瓷碗 放回了盒子中 儒雅的脸上 露出一模了然 怎么样 还不错吧 赵正见他鉴定完 便开口问着 但李勋并没有立刻回答他 而是看向身边的黄杰 说道 小杰 你之前也学过 很多鉴定知识对吧 你来看看这个青花瓷碗 要是你鉴定对了 那我立刻就收你为徒 要是没对 那你还得再磨练磨练 他却是没有 直接说真厌的意思 文言 黄杰脸上露出了 激动和紧张的神色 他为了拜李勋为师 那可是费尽了心思 现在终于要成功了 老李 你这是 赵正稍稍有些疑惑 李勋笑道 顺便看看 这小子的眼力如何 稍顿 他看向陈景 笑着问着 小陈 借你这青花瓷碗一用 不介意吧 人家是前辈 话还说得客气 陈景也没有拒绝的理由 便点头答应了下来 他也不担心什么 就算出点什么意外 人理大师也赔得起 老李 你收图标准还挺高 赵正听明白后 乐呵呵地说道 李勋摇摇头道 不高 小杰已经学过 好几年的古董鉴定了 这件青花瓷碗特点鲜明 不算难鉴定的 随即 李勋把放大镜递给了黄杰 来 小杰你瞧瞧 黄杰点点头 然后紧张又激动地 拿起青花瓷碗 仔细鉴定了起来 这黄杰鉴定起来 对比起李勋和赵正来说 就不算快了 他拿着放大镜 把青花瓷碗从头看到尾 再从尾看到头 恨不得看出朵花来 陈景三人足足等了将近十分钟 茶水都喝了几杯了 黄杰才是鉴定好了 鉴定好了 说说看 李勋眼中闪过一抹期待 开口问着 黄杰脸上 带着不加掩饰的得意之色 似乎对自己的鉴定结果相当自信 他直截了当 斩钉截铁地道 这青花瓷碗 是艳品 听到这话 陈景立刻微微摇了摇头 这黄杰认真鉴定了那么久 居然还鉴定错了 李勋闻言 神色倒是没什么变化 只是点了点头问着 你既然觉得是艳品 那你说说 这青花瓷碗 具体验在什么地方 黄杰见着李勋点头 还以为自己鉴定的没错 脸上神色立刻更加自信了 他也不直接回答李勋的问题 反而看向陈景问道 刚才赵叔说 这青花瓷碗 是你到手的 对吧 陈景一愣 有些没明白 黄杰问这话是什么意思 但还是硬了声势 闻言 黄杰脸上 顿时露出了一抹讥讽之色 黄杰脸上的讥讽之色 展露的相当明显 他甚至根本没有掩盖的意思 陈景见状微微皱眉 心里觉得有些莫名其妙 师傅 我之所以觉得这个青花瓷碗是赝品 主要有两点 一是青花的橙色问题 这要是观瑶的青花瓷 青花会橙色纯蓝 而明瑶则会橙色灰蓝 这件青花瓷碗没有款制 显然不可能是观瑶而是明瑶 但青花橙色却是青紫色 这既不是观瑶又不是明瑶 那肯定是赝品无疑 这黄杰当真是自信无比 对李勋的称呼都已经变成了师傅 稍顿 他又继续说道 二就是 这青花瓷碗 是这位陈景陈先生买的 他说的好听点是学徒 但实际上就是个普通店员 能懂什么鉴定古董吗 他肯定是被人给骗了 这青花瓷碗自然只可能是赝品 陈景脸色有些阴沉了下去 他真是觉得有些莫名其妙 他可半点都没有得罪这黄杰 对方却硬要来贬低他 再好脾气的人遇见这种情况 也得有几分火气 偏偏黄杰说完后 还对着陈景笑着说了句 当然了 我没有贬低陈先生的意思 就是实事求是而已 他这话更是把陈景说得火大 直接冷声道 实事求是 黄先生怎么就认定我那 青花瓷碗是赝品呢 黄杰吃笑了声 不然呢 难不成你还能买到真品 简陋不成 我说陈先生 你这做梦还是做的实际点吧 你一个小小学徒 根本就不懂古董鉴定 还想简陋啊 他这话说出来 不仅陈景心生怒气 旁边的赵正 脸色也是相当难看了起来 李勋也同样微微皱起了眉头 陈景其实是个喜欢以和为贵的人 但这不代表着他不是个没脾气的人 别人尊重他 他也就尊重别人 像黄杰这种莫名其妙 凸显着优越感来贬低他的人 陈景也不可能惯着他 真给你脸了是吧 黄先生 你自以为很懂古董鉴定是吧 那我还就告诉你了 我这青花瓷碗就是真品 陈景冷笑着说道 黄杰文言却是立刻哈哈大笑了起来 哈哈 陈先生 你还真是够有自信的 但再怎么有自信 还是得认清楚现实 我帮你鉴定过了 你这青花瓷碗 绝对不可能是真品 陈景也笑了起来 黄先生也很有自信 既然你这么认定 我这青花瓷碗是艳品 那咱们要不干脆赌点什么吧 赌点什么 黄杰威正 陈景点点头 对 咱们就赌我这青花瓷碗 到底是真实验 敢赌吗 哪知道黄杰静直接不屑道 你一个小学徒 有什么资格和我赌 再说 这种必赢的赌局也没什么意思 或许是因为陈景言语的不客气 黄杰静当着李勋的面 直接毫不掩饰地表示 瞧不起陈景这个小学徒了 就这脑子 难怪学了好几年鉴定古董 都还能说那青花瓷碗是艳品 黄杰 你懂不懂尊重人 学了几年古董鉴定 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 这是 本就心中微怒的赵正 也终于忍不住怒火 历生喝道 且不说赵正知道那青花瓷碗是真品 就算他不知道 陈景也是他店里的学徒 容不得黄杰如此瞧不起和贬低 赵正本觉得自己 再怎么也说古董藏的前辈 是可以镇住黄杰让他道歉的 却没想到黄杰依旧冷横道 赵书 我可没有不尊重陈先生 只是告诉他事实罢了 稍顿 黄杰又满脸笑容地对着李勋道 师父 我的鉴定没问题吧 他虽这么问着 但师父师父的叫得是相当顺口 李勋看了他一眼 神色没什么异样 也没回应他的问题 反而道 小杰 既然小陈要和你赌一下 那你就赌吧 黄杰一愣 然后脸上就露出得意笑容 他还以为李勋是站在他这边支持他的 便道 好 我听师父的 陈先生 说吧 咱们赌什么 黄杰满脸轻松地对着陈锦轻蔑地说着 他本来就自信 现在觉得李勋都支持他了 那必然是稳赢啊 陈锦心下冷笑 这个黄杰的智商是真有问题吧 这还没看出来李勋的态度有问题 这样吧 如果我的青花瓷碗是真品 那你就得给我道歉 九十度鞠躬那种 至于要是赝品 那我随你怎么样 陈锦才是真正的稳坐钓鱼台 黄杰呵呵笑道 是赝品的话 那你就得承认自己是白日做梦 还得感谢我 让你认清楚了现实 也要九十度鞠躬那种感谢 敢吗 陈锦都笑出声来 好啊 稍顿 陈锦看向李勋说道 还麻烦李大师您来说说 我这青花瓷碗 是真还是烟 李勋看了眼黄杰 满是失望的摇摇头说道 小杰 这眼力不行 甚至天赋不行都不是大问题 因为都是可以通过努力来解决的 可要是人品不行那就是大问题了 一听这话 黄杰脸色瞬间狂变 心中终于开始意识到了问题 下一刻 李勋指着纸盒中的青花瓷碗 严肃无比的道 这只青花瓷碗是真品无疑 不 不可能 黄杰文言立刻难以置信 不愿相信的惊叫出声 他看向李勋大声喊道 师父 您是在和我开玩笑的对不对 这青花瓷碗怎么可能是真品 绝对不可能啊 李勋继续摇头 开口道 你为什么会觉得是赝品 按照你说的理由 是这只青花瓷碗的青花橙色问题 那简直可笑 没错 民谣青花瓷的青花 确实多数是橙色灰蓝 而非青子 但那都是民谣粗气 民谣的精品青花瓷 是会橙色青子的 小陈这只青花瓷碗 就是货真价实的 清朝雍正时期的民谣精品 这在鉴定青花瓷的知识中 是不算多高深的点 你连这点都弄不明白 我真不知你那几年的鉴定知识 都学到什么地方去了 还好意思瞧不起小陈 黄洁闻言 还是不愿意接受现实 不可能的 就算 就算橙色没有问题 那这只青花瓷这么新 怎么可能是雍正时期的 听到黄洁居然说出 那只青花瓷碗的那么新 不可能是雍正时期的古董 李勋都气笑了 真实欲不可及 朽木不可刁眼 这是什么物件 这是瓷器 瓷器只要是保存的好 就是光洁如新也很正常 况且 若是一味的用外表的新旧来鉴定古董 那永远都只会打眼 因为赝品往往做的比真品还要老旧 黄洁彻底没说话了 其实他也清楚 以李勋的鉴定功力 都说陈景的青花瓷碗是真品 那肯定就是真品无疑 黄洁也就是下意识的不服气罢了 师父 黄洁慌乱了起来 他没有鉴定队 岂不是无法败入李勋的门下了 这可是 他费尽心思才得到的机会 李勋失望透顶的挥手道 别叫我师父 我是不会收你做徒弟 原本你鉴定错了都没什么 为何要故意捧高自己 贬低小陈 为人张扬 损人利己 你的性格不适合当我的徒弟 其实李勋的话都说得足够客气了 黄洁一听这话 立刻就崩溃了 猛地跪在了李勋的面前 哭喊着 师父 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我求求您了 我下次一定能够鉴定队的 他居然还没有意识到 自己到底错在了什么地方 明明李勋方才都把话说得那么清楚了 李勋都有些无奈了 叹了口气 小洁 我说过了 鉴定错了没什么 但鉴定古董需要的是一颗谦逊的心 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自大自傲 黄洁文言抱住了李勋的大腿 继续哭喊道 师父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以后会虚心学习的 也 也不该故意贬低陈先生 李勋没有说话 态度非常坚决 古董行多数人都上古 重古 对于收徒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视的 虽说不至于像古代那样 把徒弟当成亲儿子 但也不会差上太多 就这种情况下 李勋在看清楚了黄洁这个人 怎么可能还会收他当徒弟呢 黄洁更慌了 他又道 师父 我 我这就给陈先生 还有赵叔道歉 我愿赌服输 愿赌服输 说着 他站起身来 走到陈景和赵叔面前 九十度鞠躬的 给陈景和赵正说了对不起 最后他又跪在李勋面前 各种认错 就差磕头了 但李勋依旧摇头 小洁 你我没有师徒缘分 你另寻明示吧 这一次 李勋话语中的坚决 连黄洁都听了出来 他终于明白 自己没有机会了 失魂落魄地站起身来 一句话都没有再说 转身就走了 但他走出那宝居 立刻就嚎啕大哭了起来 像个没长大的孩子 愣是把陈景三人 都给听得一正正的 滚完街上的路人 见到黄洁的模样 不少人好心围上去 问他怎么了 然后就听到黄洁 故意大声地 把刚才的事情说了一遍 还连说自己知道错了 陈景他们这才明白了 黄洁的心思 还是心存侥幸 希望李勋 见他如此以为 他是真的知道错了 再给他一次机会呢 但李勋是老江湖了 自然不会吃他这套 直接摇摇头 转而看着陈景说道 小陈 你这青花瓷碗不错 我要了 他来这儿的本意 就是来买青花瓷碗的 陈景文言 就是脸色一喜 李勋要买青花瓷碗 对他来说 肯定是个极好的消息 那您 陈景想问他出多少钱 但又觉得 似乎太过直白了 旁边的赵正笑着摇摇头 替他说道 小陈刚入行 这脸皮还是不够厚 咱们这行什么时候 都可以脸皮薄 就谈价格的时候得厚 老李你能出多少 陈景尴尬的摸了摸脑袋 他还年轻 别说是才入古董墙了 此前一直都是在校园中 他是才出社会 各方面显得稚嫩 也很正常 好在遇到了赵正这种老江湖 李勋也笑道 对小陈 谈价的时候 不要顾及太多 这关乎切实利益嘛 就是亲兄弟 都得明算账的 稍顿 李勋又拿起那纸盒中的青花瓷碗 见赏了几眼 才道 二十三万 二十万左右 这个左右就是说 有可能不到二十万 现在李勋出二十三万 已经是个高价了 不过 陈景也没有立刻答应下来 而是看了眼赵正 赵正对着他 微微点了点头 表示这个价格可以接受 行 那我这青花瓷碗 就卖给您了李叔 陈景当即开口硬了下来 李勋笑道 哈哈 今天我也算没白来 收到了的好瓷器 还看清了黄杰的为人 算是我赚了 随后 李勋丝毫不墨迹 立刻就是 拿起出手机 给陈景转了账 说了句有空一起喝茶吃饭的客套话后 就转身告辞了 李勋走后 赵正倒了杯茶喝了口 说道 二十三万 这里面起码有两万块 是老李因为刚才的事情给的 这个老李 做事还真是滴水不漏 这说到底 黄杰那小子 还是他带来的 他出个高价 也算是表达歉意了 陈景笑了笑没说什么 其实他也能看明白这点 他社会经验不足 脸皮薄是一回事 但这些人情事故 还是能够看得明白的 没办法 从小贫苦出身的人 人情冷暖 事态炎凉见得多了 对这些事情 还是比较敏锐的 赵说 晚上我请您吃个饭 陈景也坐了下来 摸了摸裤兜里的手机 高兴地说着 这赚了二十三万 他是非常高兴的 这事儿 赵叔也帮了不少忙 其他的感谢陈景 现在还没有能力 但请吃饭还是应该的 赵正也没拒绝 那是肯定的 你小子捡了漏 能不请吃饭 两人说说笑笑的时候 古玩街上也挺热闹 因为黄杰之前 在街上哭诉的原因 那宝居 一个叫陈景的小学徒 简陋了青花词的事情 慢慢传开了 简陋这等事情 在古董行本就是喜闻乐见 同时陈景这个名字 也第一次出现在了 昌城古玩街人士的耳中 昌城古玩街一处街角 前高鼓楼店员 现在的地摊摊主 前横百无聊赖的 坐在摊边抽着烟 这古玩地摊的生意不好做 他愁得要死 说来讽刺的 是他这几天唯一的收入 还是之前陈景那五十块 哥们接个火 剧自己没火呀 然后才把不情不愿的 把打火机递了过去 那借火的摊主笑着到了县 点燃烟吞云土雾起来 哥们 咱们这些摆地摊的不好混啊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个头 要是能捡漏就好了 借火的摊主开口闲聊着 说起捡漏 前横就下意识想起了陈景 冷哼了声 捡漏是那么容易的 嘿 你还真别说 我听说那宝居赵老板刚收的学徒 就捡漏了个青花词 听说转手卖了二十多万呢 这就是咱们古董行的魅力了 要是能捡漏 那就是大传 前横文言一愣 那宝居的学徒 是啊 听说叫陈景 才二十来岁呢 真是年少有为 羡慕啊 听到这话 前横猛地站了起来 你 你说他捡漏了什么 青花词啊 怎么了 借火摊主 被他突然站起来 吓了一跳 得到确认 前横脸色立刻精彩万分了起来 有愤怒有难以置信 他立刻想要去那宝居 把自己卖给陈景的青花词丸 给要回来 但他刚走了两步就顿住了 要回来 怎么样啊 任陈景给了钱的 他当时有没有反对 更重要的是 谁能证明 陈景捡漏的那个青花词 就是之前从他这买的 虽说前横连想到 当时陈景说的话 心里已经确定了 他当时的目的 就是那个青花词丸 什么羞辱都是假的 好伴想后 前横颓然地再次坐了下来 默默地又点了根烟 脸色难看又绝望 哥们 怎么了这是 是不是羡慕过头了 嘿 人家能捡漏 那是人家的本事 羡慕也羡慕不来的 借火摊主见他的样子 还好心地安慰了两句 滚开 钱横抬头骂了句 借火摊主被骂得一愣 然后也怒骂道 你他妈是不是有什么大病 老子招你惹你了 随后 借火摊主骂骂咧咧的好几句 钱横倒是都没有什么反应了 他才呸了一口 回到了自己的摊位上 钱横这边 却是一根烟接一根烟地抽着 那样子 像是恨不得把自己给抽死当场 他此时此刻 确实是有点想死的 两次 两次啊 陈景从他手上剪漏了两次 他也漏保了两次 尤其是那青花瓷碗 更是他让心痛的在滴血 偏偏他还只能看着 根本就没有办法做什么 那小子明明才入行啊 钱横心底不服气 觉得陈景是运气好 但那青花瓷碗 他没有看出来是真品 陈景却看出来了 这又让他心里很有种挫败感 要不还是转行吧 被一个刚入行的小子 从手里剪漏两次 我还混什么古董行啊 陈景浑然不知道 古董行的心思 就算知道了 他估计也只会拍手叫好 毕竟钱横和高福 都是一丘之和 这种人在古董行 越少才越好 当晚八点多 陈景仗红着一张俊朗的脸 身形有些不稳的 回到了天雪山小区 以后再也不和赵叔 这样喝酒了 陈景脑袋晕晕乎乎的 找到自己出租屋所在的楼房 一边上楼一边说着 下午赵正早早关了门 就和陈景吃饭喝酒 庆祝他简陋去了 但让陈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赵叔居然是个好酒人士 拉着他从菜都还没有上就开合 而且还是度数不低的白酒 陈景虽说会喝酒 人也年轻 但哪里顶得住赵正那种酒厂高手 一杯接一杯的白酒下肚 陈景现在能坚持着 没有不省人士都很不错了 四层楼 陈景也不知道 自己走了多久才到 好不容易走到出租屋门前 陈景掏出药是想开门 但那锁眼 好像特么会分身似的 他拿着药是插了半天 冷是没插对 晃晃悠悠 晃晃悠悠 白酒的后劲越来越大 陈景最后还是没坚持住 倒在了地上 彻底醉了过去 迷迷糊糊间 陈景口干舌燥 下意识喊着 睡 睡 过了几秒钟 陈景就感觉到 有人把自己扶了起来 然后就是一道柔和的声音 张嘴 陈景下意识张开嘴 干涩的嘴唇 就感觉到清凉的水 他赶忙大口大口地喝了起来 慢点喝 别呛着 柔和的声音继续说着 好半想后 陈景才停了下来 嘴巴喉咙都舒服了不少 脑袋也清醒了过来 他这才发现 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睡在卧室里了 身上还搁着薄背 而照顾他喝水的人 赫然是孔雪 醒了 怎么喝得那么醉 孔雪见着陈景 神色清明了起来 笑着说着 陈景赶忙作证 有些尴尬 又有些好奇地问 学姐 是你把我扶进来的吗 孔雪有些好笑地道 是啊 我那会儿正在客厅看电视 忽然听到什么烹的一下 还以为怎么了呢 开门就看到你倒在地上 我只好帮你开了门 又把你扶进来了 陈景听完 脸上露出感谢神色地说道 谢谢你了学姐 孔雪落落大方地一笑 不用 你都叫我姐了 我还能让弟弟在地上睡一夜不成 随即 孔雪站起身来说道 时间也不早了 那我就先回去了 哦对了 客厅有热茶 一会儿自己喝点醒新酒 陈景也赶忙起身 学姐 我送送你 孔雪笑道 就在对门 有什么好送的 等到孔雪回去后 陈景才看了眼时间 发现已经是凌晨两点多了 她是八点多回来的 也就是说 孔雪把她扶进屋里后 还在这照顾了她四五个小时 也不知道是不是怕她 万一吐在身上 或者吐的姿势不对 吐出来的东西回流 产生什么危险 一时间 陈景心里不免涌现出些复杂情绪 又走到客厅 发现电视开着 只是声音调得很小 茶几上摆放着茶具 和一壶热茶 茶具很熟悉 是孔雪的 陈景走过去坐下 鼻尖除了茶香 似乎还一股说不清的 淡淡幽香营绕 很好闻 茶壶里泡的是养味的红茶 估计是考虑到陈景刚喝了酒 胃会不舒服 陈景的心跳又开始加快了 尤其在鼻尖 营绕的那股好闻的幽香之下 她甚至都能听到自己 扑通扑通的心跳声 这时 忽想起了敲门声 伴随着孔雪的询问 小陈 我的手机好像掉在沙发上了 你看看有没有 陈景赶忙看了看 果然看到了沙发上有个手机 她赶忙拿起过去打开门 在这儿的 孔雪接过手机 浅浅笑着 嗯 早点休息吧 以后喝酒机的试度 看着孔雪精致漂亮的脸 听着温和关心的话语 陈景突然有些上头 情不自禁开口道 学姐 我 学姐 我喜欢你 这是陈景原本情不自禁 想要说出的话 她确实是被孔雪 这个亲熟大姐姐的魅力 给弄得心动了 但在最后关头 陈景还是忍住了 她只说出了个喜字 就顿住不再言语了 孔雪看着她 疑惑问着 怎么了小陈 陈景应道 没事学姐 我就是想再谢谢你 她终究还是没把后面 两个字说出来 因为她自己都能猜到 结果是什么 都说了不用谢的 姐姐照顾弟弟 应该的不是吗 孔雪大方地笑着 然后摆摆手回了 自己的出租屋 当房门关上后 陈景正正地站在原地半想 才叹了口气 也关上房门 有些话确实是 没必要说出来的 因为孔雪和她不一样 年轻人的心动 来得总是突然而迅速的 陈景会这么快 就对孔雪心动很正常 但孔雪的年纪和阅历 就注定她不可能 那么容易对异性心动 她早就过了那种 因为一时的好感 就怦然心动的阶段了 这种亲熟大姐姐 对待感情 是理智冷静的 所以陈景知道 就算刚才表白 也基本是不可能成功的 就好像孔雪自己说的 她对陈景的照顾 是姐姐对弟弟 算了 顺其自然吧 陈景摇摇头 不再多想其他 退一万步讲 就算陈景想要追求孔雪 以她现在的条件 也差了点意思 她现阶段最重要的 还是得让自己 变得更优秀 更成功 说白了 还是得搞钱 今秋九月 昌城的气候不冷不热 正是游玩的好时间 古玩街的玩客 和来自各地游客 也逐渐多了起来 从早到晚的人群 是络绎不绝 那宝居这几天的顾客 也不少 虽说买的人依旧不多 但陈景也都要接待一下 在这个过程中 陈景的社会经验 也在快速增长着 因为每个客人都是不同的 说话方式 性格等等 这天午后 那宝居中并没有顾客 陈景和赵正在喝着 茶聊着一些 古董鉴定方面的知识 基本都是陈景在问 赵正在答 他对于古董鉴定知识 是非常渴求的 除开自己看书学习外 只要抓住机会 就会询问赵正 赵正也不是 闭扫自争的人 都会给陈景耐心的讲解 两人正说得热烈 赵正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 他接通后说了几分钟 脸上带着笑意的道 赵正下意识问 赵书什么好玩的地方 赵正脸上满满笑容的硬道 大多数男人 都会喜欢去玩的地方 会让人情绪相当激动起来 而且很刺激 这话把陈景听得一愣一愣的 然后脸上有些尴尬的道 赵书 这去那种地方 会不会不太好 可这大多数男人 都会喜欢去玩的地方 又让人情绪激动 还刺激 陈景自然是联想到了 某些需要戴上手牌的地方 赵正忽是哈哈大笑了起来 小陈 你这思想不纯洁啊 闻言 陈景既好笑又无奈 赵书这是故意拿他开涮呢 那咱们到底是去什么好玩的地方 陈景又好奇地问着 赵正却神秘一笑 故意迈着关子 等到了你就知道了 如此 陈景心下 不免更加好奇了起来 不久后 赵正让陈景稍微收拾了下店铺 然后就关门带着他出发了 这段时间虽说顾客不少 但基本就没有真正买东西的 关门半天也无所谓 让陈景没有想到的是 赵正说的好地方 居然就在古湾街区域 距离那宝居也很久 两人走了约莫十来分钟的样子 穿过了一条隐蔽的小胡同 就抵达了地方 这是一个仓库式的大房子 隐隐能听到 里面传来闹哄哄的声音 显然里面的人不少 门口居然还站着两个大汉 估计是安保 这阵仗让陈景更加疑惑了 开口问着 赵书 这到底是啥地方 这都到了地方 赵正也不卖关子了 笑着硬道 斗曲曲的地方 斗曲曲 这事陈景也知道 据说京城不少人都喜欢玩 也算是流传很多年的娱乐活动了 但眼前这地方 显然有些不一般 地方隐蔽不说 外面还站着两个安保呢 赵正四是看出了陈景的奇怪 又接着说道 到这儿来斗曲曲的人 都喜欢挂点小彩头 所以弄得这么隐蔽 这么一说 陈景立刻就明白过来了 斗曲曲没什么 但挂点小彩头什么的 那可就是违法的了 念及至此 陈景脚步就有些犹豫了 开口说着 赵书 来这种地方玩 不太好吧 赵正笑道 放心 没你想的那么严重 这是一群昌诚的富二代 闲得蛋疼弄出来的 算是会员制 一般人来不了 就他们圈子里人玩 而且挂的小彩头 还是通过交易古董来结算 再加上这斗曲曲 也就只有秋天时节 所以一般也没人管 斗曲曲也叫秋星 斗促之等 因为曲曲的寿命 只有百天左右 所以只有秋天才能斗曲曲 甚至在古代汉字中 秋这个字 正是曲曲的象形 陈景听明白了 这就是在打擦边球呢 再加上圈子够小 时间不长 又是一群有钱有势的富二代 只要不太过分 确实也没人来管 那照说 咱们过来是怎么玩 赵正编带着陈景走进去 那两个安保看了眼 赵正也没拦着 他又编道 这儿玩法很多 可以在旁边压别人的曲曲 也可以自己买曲曲上去斗 稍顿 赵正补充道 咱们就别压住了 毕竟再怎么说 也是在打擦边球 咱们自己买曲曲上去斗 陈景问着 有什么区别吗 自己买曲曲上去斗 就不和人挂彩头的斗 要是斗赢一两场的话 那些富二代觉得 你的曲曲厉害 会来买的 价格还都不低呢 陈景眨了眨眼 开口说道 那这不就跟简陋差不多吗 赵正哈哈一笑 对 要是能买到厉害的曲曲 确实就跟简陋一样 斗曲曲还能简陋 陈景也觉得这地方 确实还挺有意思的 两人快步走进仓库 才发现里面的人确实不守 人声鼎废 数人聚在一起 激烈地喊着加油 给我干他之类的话 哈哈 赵叔你可是挺久没来了呀 还得我给你打电话 这时 一个年轻人走到陈景和赵正面前 笑着打招呼 赵正也笑着硬道 这不是最近有些忙 今天才有空吗 年轻人点点头 看向陈景问着 这位兄弟是 这是 我刚招的学徒陈景 很有潜力 才入行 不久就捡了两个漏 赵正介绍着陈景 又指着年轻人说道 小陈 这是许玲 就是他介绍我来这儿的 他没有过多的介绍许玲 但陈景从他简短的话语中 也听明白了 这许玲就是他刚才说的 那群昌诚的富二代之一 陈景和许玲 都是友好的点头事宜 算是认识了 陈兄弟 看来你还是个古董鉴定高手啊 我虽说不太了解古董型 但也知道 简陋很难的 许玲满脸笑意地夸赞道 陈景自视谦虚道 我哪里是什么鉴定高手 就是运气好而已 两人相互客套了几句 赵正开口问着 小许 你今天又和薛小龙斗了 听到这话 许玲脸上露出不服气的神色 开口说道 当然要斗了 我就不信赢不了他 薛小龙那只赤虚 可是长胜将军 今年除了你 还要敢和他斗啊 你不都连输六场了吗 还找他斗 那不是给他送钱吗 赵正摇摇头 开口劝说着 许玲看了眼仓库中央位置 围着的一群人 依旧满脸不服气的道 操 我就是因为连输了六场 所以非要赢他一次 不然这口气我可咽不下去 那你今天有把握没有 现在还没有 不过我等会挑之厉害的蛆蛆 我就不信斗不过他那只赤虚 赵叔 陈兄弟 你们玩开心点 我去挑蛆蛆了 说完 许玲就急急忙忙的 跑到仓库卖蛆蛆的地方去了 这些富二代啊 还真是不把钱当钱的 赵正感叹了句 又道 这地方许玲就是牵头人之一 因为他们挂的彩头 要用古董结算 所以就准备找个长期合作的古董商 刚好我在昌城古董行的信誉不错 他就主动找到我了 我本来不想掺和 不过他们给的价高 又只要些有个样子的赝品 再加上 我只管成批次的卖给他们 其他都不关我的事 最后也就答应了 陈景点了点头 也不觉得有什么 这些闲的蛋疼 不把钱当钱的富二代的钱 不赚白不赚吗 稍顿 赵正摇摇头又说道 这许玲向来和另外一个叫薛小龙的不对付 每年都要和他斗 但偏偏输多赢手 这几年算下来 估计输了得有六七百万了吧 六七百万 陈景闻言一惊 心中更是暗自则舌 自己这简陋 赚个二十三万 就激动高兴得很了 可人家六七百万 根本不放在眼里 跟完事的拿来输掉 这人和人的差距 还真是有点大的 不过每个人的出身都是注定的 也是没有必要羡慕的事情 陈景相信 靠着自己努力 靠着自己的鉴定神眼 他以后也能到达 不把六七百万放在眼中的地步 薛小龙那只赤须 很厉害吗 陈景好奇地开口问着 赵正点点头 应道 到目前为止都还没输过 怕是重亡级别的 我带你去看看吧 赵正边说着 边带着陈景 往仓库中央走了过去 这会儿 薛小龙正颇为嚣张自得地 站在人群中 大声说着 今年我的赤须绝对是最强的 还有没有人敢来和我的赤须斗 这些富二代物质生活丰富 就喜欢追求些精神上的满足 比如让自己的蛆躯 成为每年他们秋斗的第一 陈景凑过去看了眼 薛小龙那只赤须 就放在他旁边桌上的一个陶罐里 上面还盖了个玻璃罩子 那叫做赤须的曲曲 就趴在陶罐里 不时鸣叫上两声 头部声的极大 整体也是雄剑彪悍 看起来就知道非常骁勇煽动 这更多的特点 陈景自然是看不明白 据说具体还要从曲曲头的颜色 甚至是脑门上的纹路 去辨别品项 里面也有着不小的学问 就在陈景看得挺认真的事实 他的双眼前忽然出现了金色光芒 下一刻 金色光芒冲出 围绕着那陶罐中的曲曲转了几圈 然后回到陈景的双眼前 形成了一排排文字 此物为 蟋蟀 无脊椎动物 昆虫钢 直赤木 一称促之 俗名曲曲 夜名虫等 此物历史价值 蟋蟀是一种古老的昆虫 至少已有一 四亿年的历史 更是古人娱乐玩斗 赌博的对象 这只蟋蟀耐力上等 斗性上等 绝力上等 牙前上等 可称蟋蟀王者 凭词 双须唇 斥饶精神 青头 倾向 青满身 虚昊宗思 长过尾 玉珠牙 前白 四银 陈景看着眼前的鉴定信息 人有些发猛 他的鉴定神眼 居然还能够鉴定曲曲 这不应该啊 陈景之前也不是没有实验过 用自己的鉴定神眼 去鉴定除开古董之外的东西 但基本都没有任何反应的 却没想到 居然能够鉴定曲曲 难道是因为这些曲曲 也具备价值 而且带有简陋的特性 陈景心里冒出这么个猜测来 但也不敢确定 毕竟他对自己莫名出现的 鉴定神眼了解其实不多 也没有办法去做更多的了解 最终 陈景也只能摇摇头 不再去多想这点 反而想着 这既然能够鉴定曲曲 鉴定信息中 还能看到这曲曲的各项能力 厉害不厉害 那他能不能试着简陋曲曲呢 反正这简陋曲曲 也是能赚钱的啊 小陈 小陈 怎么了你 赵正见着 赶忙硬道 没什么 我就是觉得这只曲曲 看着真是彪悍 长盛将军吗 能不彪悍吗 赵正笑应了句 又说道 再带你到卖曲曲那边看看 哪里的曲曲更多 赵正带着陈景到了仓库 卖曲曲的角落 这里摆着好几个架子 上面密密麻麻的摆满了小罐子 都盖着玻璃罩 里面则是各式各样的曲曲 想在这逗曲曲 那曲曲就必须在这现买 而且还不能带走 得养在这里 赵正一边看着曲曲 一边开口说着 陈景文言不免好奇地问道 为啥呀 赵书 赵正应道 为了防止有人给曲曲为激素食物 起到类似兴奋剂的作用 这群富二代 还是相当讲究公平的 毕竟他们斗曲曲 就是为了争输赢 踩头反而就真的是为了加点趣味 陈景点点头 也开始挨个看起了架子上的曲曲来 他对曲曲一窍不通 也看不怎么明白 心里暗自想着 就剩下两次鉴定机会了 想要简陋也不容易 还得看运气 陈景刚才的想法 确实是有点欠考虑了 他今天就剩下两次鉴定机会 想要简陋一次厉害的曲曲 概率是不大的 赵书 这次他们斗曲曲 还要斗多少天 陈景心里折磨着简陋的可能性 又开口问着 赵正应道 还有十来天吧 曲曲寿命不长的 十来天 那就算十天 除开今天的话 还有三十次鉴定机会 陈景心里算着 又看了眼架子上摆着的小罐子 粗略地数了一下 怎么得也有五六百只曲曲 大概能鉴定二十分之一 运气好点的话 有机会简陋一只厉害的 随即 陈景又开口 问着赵正 赵书 要是能买到一只 像赤须那样厉害的曲曲 大概能卖多少钱 一般是十万块左右吧 不过得看你卖给谁了 你要是真能选中 不比薛小龙那只赤须差 甚至更厉害的 我想许玲肯定愿意 花大价钱买的 赵正乐呵呵地说着 陈景文言心里也有数了 暗自想着 不说简陋价值十万的 稍差点的五六万也不错 不过还得看这些曲曲怎么卖 赵书 这里的曲曲是怎么卖的 陈景立刻开口问着 赵正四世看中了一只曲曲 伸手从架子上取下一个小罐 应到统一价六千六 这么贵 陈景吓了一跳 这价格要是买中 厉害的也就算了 可要是买中不厉害的 那可就血亏了 赵正笑道 你以为呢 现在的富二代 从小接受的教育都很好 基本没有草包 就算是为了玩 他们也不会干完的 陈景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 这其实也是最让普通人绝望的事情 家里有钱有势的富二代 不仅先天条件极好 他们接受的教育也都是最好的 普通人想要逆袭他们 真是地域难度 我可选好了 你要不也选一只 赵正示意了下陈景自己手里的小罐子 开口问着 赵正是知道陈景情况的 也没有强迫他买的意思 陈景看了眼赵正选中的曲曲 个头也很大 看样子应该还挺彪悍的 他便问着 赵叔 您懂怎么选吗 我也不是很懂 这如何看曲曲也是一门需要研究的学问 京城那边还有人以此为生的呢 赵正摇摇头 然后笑着说道 你就凭感觉选 或者看个头嘛 一般来说个头大的 都不会差 陈景点了点头 也开始认真选了起来 没一会儿 陈景就看到了一只个头不小 鸣叫声也相当大的曲曲 他随即把小罐子拿起来 动用了自己的鉴定神眼 很快 金色光芒就在陈景的眼前 化作了一排排文字 此物为 蟋蟀 陈景直接掠过了前面相同的鉴定信息 看向后面重要的 这只蟋蟀耐力下等 斗性下等 绝力中下等 牙签中下等 可称蟋蟀小足 凭此 虚无为短最堪伤 崇大中虚不是强 腿长找力还倒差 文明竟说两头枪 陈景有些尴尬的把小罐子放了回去 他觉得看起来还行得一只曲曲 结果是个外墙中干的样子 这只曲曲谁买了 谁倒霉 陈景心里忍不住有些好笑的想着 可偏偏这个时候 许玲从旁边走了过来 他看见陈景放下的小罐子 先是好奇的也看了看 然后就是眼前一亮的道 陈兄弟 这只曲曲看起来不错呀 你要不要 不要我可就买了 许玲一副见烈欣喜的模样 陈景正了下 摇摇头道 我不要 不过许兄弟 你真要买这只 他刚还心想 谁买这只样子或谁倒霉呢 当然了 我觉得这只看起来就相当凶猛 肯定能斗银薛小龙那只赤须 许玲这么说着 还真直接把那小罐子拿了起来 走到付费的地方给钱了 走 看看那只曲曲能不能斗银赤须 赵正饶有兴趣的说着 陈景心里是知道结果的 但还是有点好奇 这斗曲曲的过程也就跟了上去 许玲拿着那只样子货 兴奋的找到了薛小龙说道 来来来 我又选了一只 这次必把你的赤须斩于马下 许玲 你还真是投铁啊 还敢来挑战我的赤须 今年的秋斗我的赤须绝对是第一了 你是真不拍书 薛小龙满脸得意的看了眼许玲手中的曲曲 不屑的说道 许玲同样很自信 你嚣张什么 没斗之前输赢可说不定 七 那你这次想要输多少给我 薛小龙吃笑了声 又问着 许玲稍稍想了想 应道 五十万吧 还有什么叫输给你 老子这次必赢 这是我今天听到最好笑的笑话 这彩头谈好了之后 两人就开始准备了 旁边的人也纷纷开始压住 许玲的赔率很高 但基本没人压她 除了一些看重高赔率 准备博一把的 几分钟后 两只曲曲被放在了一个桃制的曲曲罐中 两人拿着银草 在曲曲的头部胡须上 刮动了几下 然后 两只曲曲就开始震翅鸣叫 卷动着长长的处须 不停地旋转了起来 给老子杀 许玲显得相当激动地大声喊着 周围人也在加油呐喊 声浪如潮 这氛围确实容易带着人的情绪激动 而且看起来还真挺刺激的 这时 就见着薛小龙的赤须 忽然呲牙咧嘴 猛烈鸣叫了一声 呼地往前扑杀了过去 许玲嘴里还在喊着加油呢 就见着他买的那只曲曲 开始四处逃窜 根本不敢和赤须斗了 哈哈 许玲你又输了 薛小龙得意至极地 哈哈大笑了起来 按照斗曲曲的规则 这种曲曲窃斗的情况出现 那确实是薛小龙的赤须赢了 许玲刚选中的曲曲 果然不出陈景所料地 败在了薛小龙的赤须之下 草 许玲不甘心地骂了句 但脸上依旧还是不服气的 薛小龙笑得开心得意 嘲笑道 我说许玲啊 你就算要和我的赤须斗 也选个稍微厉害那么一点的嘛 你这只就会逃跑 你不会真是故意 想要输钱给我吧 刚好我最近想换一辆新讨车 看来你是准备给我赞助了 哈哈 许玲被薛小龙嘲讽得满脸通红 怒气冲冲地道 你克服别得意 老子今天非要斗赢你不可 文言 薛小龙笑得是相当开心 他等的就是许玲这句话呢 好啊 我今天本来还有事情 不过现在我不去了 就在这陪你 让你说个够 说得心服口服 薛小龙对自己的赤须 是自信无比的 故意继续嘲讽着许玲 看来他是真想换新跑车了 许玲冷哼了声 转身又跑去选新的区去了 这边赵正见状忍不住摇头说着 许玲上头了呀 不过那赤须确实厉害 多半是今年这儿的秋斗第一了 今年许玲这个场子 是肯定找不回来了 陈景神色闪烁 看了眼薛小龙的赤须 又看了眼再选区去 不服气到极点的许玲 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赵叔 我再去选一下区去 陈景开口说着 赵正点点头 去吧 我先去找人斗一下 万一我选中的也很厉害呢 哈哈 随后 陈景又走到了卖区去的地方 不远处就是满脸怒气 正挨个挑选的区去的许玲 现在许玲正在气头上 要是我能选到 一直能斗因赤须的区去 那他肯定能出个极高的价 陈景这么想着 心里也不免一动 但他今天就剩下一次鉴定机会 想要在五六百只区去里面 选中一直能赢过那堪称重亡的赤须 概率实在是太小了 不过陈景又不想放过眼前这个 明显能把利益最大化的机会 最后 陈景想到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 那就是赌运气 或者说赌直觉 之前捡漏那青花瓷碗的时候 他当时的感觉是立了大功的 直觉这东西本来就说不准 赌一把 陈景心里下了决定 反正赌中就大赚 赌输了也没什么损失 随后 陈景就深呼吸了几下 把自己的思维放空 什么也不去想的 凭着自己的直觉 从每个装着区区的小罐子前走过 一步 两步 三步 当陈景走到第十四步的时候 上次那种看到青花瓷碗的感觉 突然冒了出来 他立刻抓住了这感觉 停下了脚步 看向了距离自己最近的一只区区 这只区区个头不算小 但也说不上很大 头部颜色有些古怪 不青不黑也不黄 又好像每种颜色都有一点 不时也鸣叫两声 只是听起来并不给人多彪悍的感觉 这只看起来有点一般啊 陈景见着小罐子中的区区 稍稍有点迟疑 要不要动用鉴定神眼鉴定一下 算了 左右也都是碰云锦 陈景没有犹豫多久 最终还是选择相信了自己的直觉 动用了鉴定神眼 金色光芒浮现 围绕区区转了几圈 又回到陈景双眼前 变成一排排的文字 陈景来不及多想 赶忙先把小罐子拿在了手里 这次的直觉竟然又对了 陈景心中除了激动高兴之外 还有点疑惑 如果一次能说是巧合 但这次他特意凭直觉选区区 居然还选对了 那用巧合来说就有点牵强了 而且自从上次简陋那青花瓷碗后 这几天他每天还是会去地摊上闲逛 但那种直觉却从来没有出现过 最关键的是 陈景以前也从来没有过这种神奇的直觉 这种直觉 应该还是鉴定神眼带来的玄妙能力 陈景心里猜测着 也只有这个猜测比较合理一些 说不定也是神眼的能力之一 类似于鉴定能力 就是不知道是每天都可以用 还是有间隔时间得找机会实验一下 陈景心里思索了话 也就没有再去多想 现在他得把手中这只曲曲卖个大价钱 随后陈景赶忙走到付费的地方 把手中的曲曲买了下来 他看了眼还在挑选曲曲的许玲 并没有现在就找他 而是找到了赵正 这会儿赵书正和人斗着曲曲呢 陶制的曲曲惯理 两只曲曲斗得相当激烈 但几个回合后赵书的曲曲 就开始四处逃窜败下阵来了 哎呀可惜了 赵正连连摇头开口说着 和他斗曲曲的似的年轻人也认识赵正 他笑着道 赵书你这挑曲曲的眼光一贯不行啊 赵正应道 嗨人老了 比不得你们年轻人有眼光 这时赵正看到陈景手里拿着小罐子 开口问道 小陈选好了 陈景点点头 把手中的小罐子给赵正看了看 或者说道 看起来一般吗 小陈你怎么不选的大点的 我感觉这只应该不错 陈景笑呵呵的随意应着 赵正道 那行 你来和小刘的曲曲斗一下 看能不能对我报仇 好啊 陈景自是直接应了下来 他过来找赵书 本来就是想和其他人的曲曲斗上一斗 先赢个几场 好把许玲吸引过来 刘兴年轻人兴趣正浓 也点头应下 然后 陈景就把自己的曲曲 放在了陶制罐子中 赵正把自己手里的草影递给了他 陈景刚才看了斗曲曲的过程 现在也就一葫芦画瓢 用草影在曲曲的头部胡须上 刮动了几下 刘兴年轻人字也是如此 很快两只曲曲就斗了起来 陶制曲曲罐中 刘兴年轻人的曲曲率先发动了攻击 猛地扑杀了过去 漂亮 给我冲 刘兴年轻人激动地大喊了起来 陈景则显得淡定 他对自己的曲曲非常有自信 毕竟鉴定信息中他的评价可是重簧啊 果然 刘兴年轻人的曲曲看似凶猛 但刚扑杀到重簧曲曲面前 竟瞬间就被掀翻了 仰面倒在罐子里 直接无法翻身了 好 赵正忍不住喊了出来 激动道 小陈你这曲曲好像很厉害 一个照面就把小刘的曲曲给秒了 刘兴年轻人的曲曲确实是被秒杀了 他自己都有些发愣 说着 我去 兄弟你这曲曲有点彪悍 陈景满脸笑容地把自己的曲曲收了回来 说道 承让了 刘兄弟 刘兴年轻人魂不在意地摆摆手 然后兴致盎然地道 兄弟 你这只曲曲卖步 我出八万 他也看出了重簧曲曲的厉害 陈景还没来得及拒绝 小刘你别急啊 小陈这只曲曲才斗了一场 等多斗几场你再出嫁 很明显 赵正也看出来重簧曲曲的厉害了 想帮陈景立一最大化呢 刘兴年轻人点点头 兴致勃勃地道 走走走 我和你们一起去看看这只曲曲和其他曲曲斗 走吧小陈 再去和其他人的斗一下 我估计你这只曲曲再差 怕也是将军级别的 你小子又简陋了 赵正也开口说着 脸上带着笑意和感叹 他是觉得陈景的运气是真不错啊 尤其是在简陋这种事情上 不仅可以简陋古董 现在连曲曲都能简陋了 陈景点点头 又看了眼还在挑选曲曲的许玲 估摸着再赢个几场 就能把他给吸引过来了 现在这情况 基本只有许玲来买他这只虫黄曲曲 才会出个最高的价格 小陈 给你这只曲曲曲个名字吧 赵正忽视开口说着 陈景想了想 说道 要不就叫混沌吧 赵叔你看他头部的颜色鼓鼓怪怪的 不黑不青不黄 又好像都有一点 混沌成一片 赵正看了眼小关中的曲曲 赞叹道 不错 混沌这名字合适 随后 赵正带着陈景 以及他的混沌在这仓库中 开始四处找人斗曲曲 结果自然是连战连结 混沌实在是猛的不像话 连斗了八场 八场都是轻松斗赢 有的曲曲在混沌面前 还能反抗一两下 有的则根本不敢和混沌斗 刚开始就四处逃窜 这连赢八场后 赵正的神色都变了 悄悄和陈景说着 小陈混沌怕是真不比薛小龙的持续差 你要卖的话 最好卖给许玲 那小子出上头了 肯定出高价 从刚才开始到现在 已经有不少人想要买混沌 最高价已经出到了十六万 如果没有许玲在的话 陈景肯定已经出手了 他对斗曲曲什么的兴趣不大 再加上曲曲寿命很短 现在出手卖掉 是最好的选择 嗯 我也是这么想的 陈景也低声硬着 这说曹操曹操道 两人正悄悄说着的时候 就见着许玲快步走了过来 满脸激动地问 陈兄弟 听说你的曲曲连赢了八场 陈景面色不变地点头应道 是啊 许兄弟有兴趣 赵正在旁边笑而不语 我先瞧瞧 许玲接连输给薛小龙 现在是一心要弄个极厉害的曲曲 陈景把手中 装着混沌的小罐子递给他看 许玲看了两眼后 还有点疑惑 这只曲曲看起来挺一般的呀 怎么就能连赢八场的 人尚且不可貌相 更何况是曲曲呢 赵正笑着说了句 许玲点点头 说道 也是这个道理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斗过薛小龙的赤须 算了 试试就知道了 许玲现在也没选到更好的 陈景这只混沌 至少让他觉得有些希望 便又道 陈兄弟 我出二十万 卖给我吧 二十万 已经是最高出价了 果然卖给书上头了的许玲 才能利益最大化 陈景刚准备答应 心里忽然又冒出了个想法 犹豫了下说道 许兄弟 我倒是有个提议 怎么说 许玲威正 疑惑的开口问道 你买我这只混沌 是想要斗赢薛小龙的那只赤须 要是斗不赢的话 你花二十万买 那就亏了 不如你先拿去斗 要是输了的话 许兄弟给个六千六的成本价就行了 要是赢了的话 陈景的话还没有说完 许玲就明白了他的意思 哈哈大笑 要是赢了的话 我就出更多的钱买混沌 是这意思吧 对 陈景也不遮掩 直接点头英试了 这是他上次刚学会的社会经验 赚钱吗 不寒衬 脸皮必须要后 才能真正的把利益最大化吗 虽说这样弄会有点风险 但陈景对混沌有信心 再加上从鉴定信息来看 风险也确实不大 退一万步讲 就算混沌没赢 许玲成本嫁用他 这只混沌去斗 再怎么也得成他的情嘛 这种风险不大 收益却大的事情 陈景没道理不做 好 陈兄弟你很对我的胃口 那就这样 要是混沌能斗赢 我就再加十万 三十万 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了 当然对于许玲而言 肯定是不算什么的 谈好了这点 许玲就迫不得已的拿着混沌 找到了还在等着他的薛小龙 陈景和赵正也跟在了他后面 小陈 你对混沌很有自信啊 赵正边走边和陈景说着 陈景应道 嘿 赌一把吗 这边 许玲已经找到了薛小龙 哟 这么快又来给我送钱了 怎么样 这次准备输多少给我 要不干脆来个两百万 我明儿就能去提新跑车了 薛小龙见着许玲 又抱着个小罐子来了 立刻满脸嘲讽地说着 许玲冷笑了声 说道 这次看我怎么斗赢你 薛小龙看了眼小罐子中的混沌 立刻不屑道 就凭这只小蛆蛆 哈哈 我看你是在白日做梦 旁边过来围观的人 和准备压住的人 也都发出了些笑声 显然是都不怎么看好 混沌能斗赢的 别说那么多 咱们斗过才知道 另外就像你说的 这次咱们挂两百万的彩头 许玲咬了咬牙说道 他现在也是拼了 薛小龙一愣 随即高兴道 好好好 你非要给我送薄大的 那可就别不怪我不客气了 随即 两人就各自把混沌和赤须 放进了陶制区区罐 准备开斗 随着混沌和赤须 被放入陶制的区区罐中 众人惊讶地发现 这两只区区 根本都不需要任何引导 他们自己就剑拔弩张了起来 同时 呲牙咧嘴地发出巨大的鸣叫声 也开始围绕着区区罐旋转了起来 陈景看得心中微动 立刻就明白了过来 赤须的斗性是上等 混沌更是几等 碰到差距太大的区区时 他们可能都还比较放松 但这王和黄湘队 他们却都是激发出了 几乎本能的斗性 下一刻 两只区区几乎是同时发动了进攻 猛然扑杀在了一起 然后互相决立了几秒钟 又再度分开 围绕着区区罐旋转起来 都在重新找着最合适的进攻时机 第一个回合 赤须和混沌斗了个不分上下 漂亮啊混沌 许凌激动的差点跳了起来 兴奋的狂喊着 薛小龙则有点慌 今年他选中这只赤须后 可从没有哪一只区区 能和赤须上来都个不分上下的 混沌有点猛 赤须加油啊 周边观战的人 也都情绪激动的大喊大叫了起来 连带着陈景也忍不住 喊话给混沌加油 就连赵正这个老江湖也同样如此 可见斗区区这种娱乐活动 能流传那么多年 不是没有道理的 短短几秒钟 混沌和赤须又是连连决力了好几个回合 根据鉴定信息 这两只区区的决力都是上等 在这点上确实是难分胜负 但在其他几个方面 混沌是强过赤须的 果然 又几个回合后 赤须明显开始后劲不足 已经慢慢跟不上混沌的进攻节奏了 混沌混沌 我的宝贝 给老子杀 许凌激动到了极点 高兴的手舞足蹈 薛小龙是彻底慌了 大声吼道 赤须你在干什么 但他猴腿再大声也改变不了结果 混沌趁着赤须后劲不足 发动了快速而猛烈的攻击 数次扑杀后 赤须终于是不敢再斗了 开始疯狂逃窜 如此胜负一分 黄中就是黄 漂亮 陈锦长出了口气 三十万到手了呀 赵正也有些惊讶的说道 小陈你这运气是真的好啊 居然真让你选到一只比赤须还强的 至于许凌已经是高兴的 不知道该用什么语言形容了 直接双手插腰道 薛小龙 屁虚 有我的混沌一半厉害吗 薛小龙脸色相当难看 现在轮他仗红脸的说道 你特么就赢了一次 得意什么 嘿 你不服 可以再去选曲曲来和我斗啊 不过 你能找到比混沌还强的吗 哈哈 现在轮到许凌肖章得意了 哈哈大笑个不停 赤须本来就很厉害了 但依旧比不过混沌 薛小龙也知道 今年的秋斗他估计很难找到 比混沌还强的曲曲了 但依旧嘴硬道 得意什么 笑到最后的才是笑 你给老子等着 不过这薛小龙嘴硬归嘴硬 愿赌服输还是能够做到的 主要这这么多的人 他也没人耍赖皮 很快就付了两百万的彩头 许凌高高兴兴地收了钱 对着陈景说道 陈兄弟 来来来 我给你转三十万 你这选曲曲的眼光真是绝了 陈景心里也高兴 又赚了三十万呢 他嘴上谦虚道 我也是运气好 哎 陈兄弟何必谦虚呢 等明年的秋斗 你再帮我 选个和混沌一样猛的 钱绝对不会少了你的 许凌乐呵呵的开口说道 周边众人听到这话 也都反应过来了什么似的 纷纷对着陈景开口说着 陈兄弟 明年也帮我选个曲曲啊 陈兄弟我也要 旁边的薛小龙 是现在才知道 混沌是陈景选中的 看了他一眼 冷哼道 走狗屎运的家伙 明年老子选的曲曲 必赢你选的 陈景笑了笑 开口应道 明年的事情 现在说可太早了 说实在的 只要他把自己那极准的直觉 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了 像选曲曲这种事情 薛小龙是基本不可能赢过他的 不久后 人群才是散开 许凌则拿着混沌 开始挑战全场 嚣张得很难 不过他现在靠着混沌 确实是有嚣张的资本了 陈景泽和赵正随意看了看 已经是准备离开了 他今天的鉴定机会也用完了 再加上今年这地方的秋斗第一 基本就是混沌了 后续也就没人会再花钱买曲去了 自是没有必要还在这了 两人边往仓库外面走着 赵正边感慨道 所以说 赛翁施马焉之非福 小陈你之前的遭遇 现在看来也不能完全说是坏事 你看这才不到一个月 你前前后后 可赚了有小六十万了 陈景也点了点头 性子沉稳的他 也忍不住面露欣喜高兴 小六十万 准确的说应该是五十八万 这钱都足够在昌城偏远点的区域 付个首付了 陈景以前读书时的梦想之一 可就是在昌城买套房子 然后把父母接过来享福的 不过他自己都觉得 那可能需要花上很久的时间 他原本想的是 三十岁之前达到目标 却没想到 现在竟然已经能够实现了 赵叔 一会儿我请您吃饭 陈景又开口说着 这赚钱了吗 他也想小小的庆祝下 不过稍顿 陈景补充了句 赵叔 这次可不能喝太多呀 他是真怕了赵叔这个酒懵子的 哈哈 好好好 赵正听得忍俊不惊 心里其实也很替陈景高兴的 就在这时 许玲急匆匆的 开口说道 陈兄弟 这顿饭给我来请啊 这次要不是你 那我这场子 估计是怎么都找不回来了 对许玲来说 输赢那点踩头反倒是其次 场子面子才是重要的 陈景和赵正对视了下 都是点了点头 说白了就是一顿饭而已 谁请客都一样 离开了仓库 许玲本来想带着两人 去高档地方吃饭的 不过赵正觉得没有必要 三人干脆就在古玩街中 找了家档次也不错的中餐厅 这种饭局 酒桌文化和酒桌社交 就体现了出来 一顿饭吃完 陈景和许玲的关系熟络了不少 在长城也算是多了条不错的人脉 饭局后 陈景直接回了出租屋 他这次倒是没有喝醉 只能说是微醺 冲了个热水澡 陈景坐在沙发上 拿出手机看了眼自己现在的余额 俊朗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加油加油 争取早日 挣到人生中的第一个一百万 陈景给自己加油鼓劲的同时 心里也充满着 对未来的憧憬和向往 他距离挣到人生中 第一个一百万的目标说远不远 说尽也不尽 但陈景现在很有自信 肯定能够挣到 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而已 定下了现阶段的小目标后 陈景起身给自己接了杯水喝着 这喝酒后总是会觉得口渴 但喝了几口 陈景觉得白水喝着 貌似不是那么解渴 让他忍不住想起 上次醉酒后空雪给他泡的红茶 陈景心底有些异动 看了眼时间也猜不到八点的样子 要不去雪姐家喝杯茶 陈景忍不住这么想着 但他又有些犹豫 这突然跑到人家那里去喝茶 貌似有些奇怪的样子 喝个茶有什么的 不是说是姐弟吗 陈景自己开始劝说着自己 但他转念又想 我这什么理由也没有 就去找雪姐家里喝茶 雪姐肯定能看出些什么 陈景无疑是陷入了纠结中 他不否认自己喜欢孔雪 但又觉得孔雪只是把他当弟弟 平时偶尔遇到时 打招呼说话什么的 孔雪的分寸永远把控得很好 他更觉得自己没啥希望 因此更不想让孔雪 看明白他的心思 就这么纠结了会儿 陈景最终还是站起身 自语道 就是喝个茶 有什么好纠结的 再说就是被看出来又怎么样 喜欢他 又不是什么最大恶极的事情 想明白了这点 陈景立刻把头发吹干 然后就跑到对面敲了敲门 谁啊 很快 孔雪的声音就从门里问着 雪姐 是我 陈景开口硬道 孔雪过了几秒钟才开门 似乎是在从猫眼中确认是不是陈景 怎么了小陈 有事吗 孔雪还没有休息 不过也已经洗漱完了 穿着一袭浅蓝色的保守分体式睡衣 长发随意披散着 但依旧美得惊人 陈景都有些不敢看孔雪 他怕暴露了自己那明显不对劲的目光 微微低头硬道 那个 我今晚喝了酒 有些口渴来着 所以想喝两杯雪姐你泡的茶 感觉很解渴 其实白水不能解渴吗 肯定是能的 陈景不是口渴 他是心渴 他想喝的也不是茶 他只是想要看看孔雪罢了 孔雪眨了眨眼 然后就轻轻一笑 好啊 刚好我也挺无聊的 咱们喝喝茶聊聊天 文言 陈景心里松了口气 还不免有些高兴 两人进了屋 孔雪就去取出茶具 开始泡着茶 陈景看了眼 他泡的果然是养味的红茶 今天怎么又喝酒了 你的工作很需要应酬吗 孔雪熟练的泡着茶 一双千细白金的手 在茶盘上摆弄着 非常的好看 陈景目光忍不住的看过去 边开口应道 我的工作倒是不怎么需要应酬 今天是赚了些钱 庆祝一下 他也没说 自己今天赚了三十万 如果面对的是个二十出头的小姑娘 那陈景把这事说出来 效果估计不错 但现在他面前的是孔雪 陈景要真是得意的说 自己今天赚了三十万什么的 那孔姐姐 估计反而觉得他不够沉稳 过于张扬 另外就是 陈景虽说不知道孔雪具体是做什么工作的 但也隐隐能看出来 他的经济状况应该是非常不错的 他平时穿的衣服拿的包包 都不是便宜货 这种情况 陈景怎么好意思在孔雪面前炫耀 是吗 那很好啊 你这么年轻 能赚钱总是好事情 孔雪点了点头 又伸手把一缕落在脸颊边的长发 扶到耳边 然后满上一杯茶 放在了陈景面前 陈景喝了口茶 入口其实是有些苦涩的 但心里却酸酸甜甜的 感觉非常的奇妙 学姐你泡的茶 很好喝 陈景开口夸赞道 孔雪奄然一笑 唯心话 我就是自己平时泡着喝的水瓶 怎么会有多好喝 没有 我说的是真心话 陈景俊朗的脸上反倒显得相当认真 孔雪看了他一眼 漂亮的信念眨了眨 点点头后就自然的转移了话题 对了小陈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在一家古董店铺做学徒 算是从事古董行业吧 陈景老老实实的硬着 孔雪文言倒是微冷 古董行业 那你应该懂古董鉴定吧 哦我知道了 你刚才说的赚钱肯定是简陋了吧 那这样的话 小陈你鉴定古董应该很厉害 陈景谦虚的笑了笑 开口说着 我还行吧 他自己现在不行 但靠着鉴定神眼 说自己鉴定古董还行 那绝对是谦虚了 说起来 我妈妈也很喜欢收藏古董 不过她什么都不懂 老是被人骗 等她下次再来找我 小陈你能帮我 给她说说古董常识吗 也省得老是被人骗 孔雪喝了口茶 红唇微润 又开口问着 陈景自时开口硬了下来 好啊 这没问题的 不久后 陈景从孔雪的出租屋 回到了自己的出租屋 她脸上的神色复杂 有点开心 有点惆怅 开心是因为和孔雪喝了茶 聊了不少话 惆怅嘛 自然是因为孔雪 对两人之间关系的分寸 依旧把控得很好 刚才好像被看出来了 陈景有些苦笑地摇了摇头 相较于孔雪 陈景至少在感情上 显得有点稚嫩了 孔雪确实看出了她的心思 对面 孔雪喝完了茶杯里的一点茶 精致漂亮的脸上 带着几分笑意 边收拾着茶具 边略带自嘲地说了句 快三十岁的女人 还有大男孩喜欢 是现在的年轻人 都喜欢姐弟恋了吗 孔雪是没有过 要姐弟恋的想法的 至少目前是没有的 大姐姐很会照顾人 但不代表着 大姐姐会很愿意照顾人 谁不想自己 才是被照顾的那一方呢 除非能让大姐姐爱极了你 她才会选择 心甘情愿地照顾你 一日 陈景很早就到了古玩街 这会儿古玩街上 都还没有什么人 只有零星几个 来得早的地摊摊主 正在铺开摊位 陈景昨晚有些失眠 不知道是因为在孔雪哪儿 喝了不少茶的原因 还是因为孔雪本身 总之左右 睡得不太安稳 她单脆早早起床了 这个时间 赵正还没有来开门 陈景也就没有去往那宝居 而是在古玩街上闲逛了起来 同时她也准备试验下 关于自己 那玄妙直觉的能力 陈景学着像昨天那样 把思绪放空 什么也不去想 随意地在古玩街上走动着 希望能够再次出现 那玄妙的直觉 但走动了半个多小时 却丝毫没有出现 任何异常的迹象 看来应该是有时间限制的 陈景在街边一家早餐店 买了些包子和豆浆 边吃着 心里边暗自琢磨了起来 从简陋那青花瓷碗到昨天 中间间隔了七天左右 如果这是那玄妙直觉能力的 间隔时间的话 那就再等几天再试试看 如果七天后 依旧不能使用玄妙直觉能力的话 那陈景就得从其他方向去研究 总之 陈景觉得自己 那突然冒出来的玄妙直觉能力 大概率是来自于自己的鉴定神艳 随着时间推移 古玩街上的人也逐渐多了起来 陈景见着时间差不多 几口把手里的包子和豆浆解决了 就准备去上班 他走过一个拐角 忽然听到旁边的一家店铺里 传来了吵闹声 两千块钱 你把我当傻子是吧 我这可是祖上传下来的宝贝 最少也传了两百年 你才出两千块 啊 那你想要多少 最少 最少也要十万 十万 明天要不要啊 我看你真是想钱想疯了 要不是你这东西 确实有些年头 我连两千块都不想出 听到这争吵声 陈景心下忍不住好笑 这对话在古董行 也算是常见了 相当经典的祖上传下来的宝贝 这话要是放在三四十年前 那还有点可信度 但现在 这个时代嘛 十个有九个半 都是骗子 陈景听了两句后 也没驻足看热闹的心思 直接往那宝居走去 却没想到 那店铺里的争吵升级了 一个中年男人 被人从里面推了出去 他自己又没站稳 踉呛着摔在地上 刚好挡在了陈景面前 这可是 你自己摔倒的呀 和我可没关系 店铺门口站着个 看起来不算大的男人 估计是店铺里的学徒 或者店员之类的 陈景微微皱眉 顺手把中年男人扶了起来 开口问着 大哥 没摔着吧 中年男人却没回应他 反而极为紧张地 先看了眼自己怀中抱着的东西 确定没有什么问题后 又冲着那推他的人吼道 你小子不识货 我这真是好东西 不信你给你们老板打电话 让他来看 好东西个屁 你这就是个 有些年头的普通验台而已 我都能鉴定明白 还需要我们老板 就两千块 你爱卖不卖 那学徒呸了句 不屑地说道 倒是陈景听得心中微动 艳台 他这段时间 除开学习古董鉴定知识之外 就是在恶补一些古董型的常识 倒是对艳台也有点了解 艳台是古董行中 较为小的一个类别 不管是存饰量 还是收藏热度 都没办法和瓷器 玉器之类的相比 不管虽说有些冷门 但并不代表艳台的价值不高 一些特殊食材 或是具有历史价值的艳台 也是非常珍贵的 极好的艳台 也有在拍卖行 以数百万价格成交的 当然了 那得是极好的艳台才行 多数普通的艳台 就算有些年头 价值其实也就几千块左右 我要是两千块钱 就把传家宝卖了 我祖宗得从坟里爬出来抽我 中年男人怒气冲冲地说着 不卖算了 那学徒也懒得和他多说 转身就回了店铺 中年男人见状叹了口气 这才看向陈景开口说道 小兄弟 刚才谢谢你了 陈景摇头示意不用 目光则有些好奇地 看向他怀中紧紧抱着的包裹 大哥 您这艳台真是传家宝 陈景开口问着 中年男人点头 情绪还有点激动 当然是啊 这艳台 我家传了四五代人 你不信 他激动的模样 看起来还真有点不像是假的 陈景也在心里暗自算了下 就算他家传了五代人 一代算六十年的话 那也是三百年左右了 如果中年男人没说谎 那他的艳台 应该就是清朝雍正 或者康熙时期的古董 这年头还是不错的 就怕只是个普通的艳台 那价值必然是不高的 至少他想要卖十万 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不过康熙或者雍正时期的艳台 要是保存的好 应该也能卖个几万块钱 陈景心里琢磨了下 就开口道 大哥 你这艳台能给我看看吗 陈景想要先确认下 中年男人有没有说谎 如果没有的话 那他倒是可以试试看 能不能一万块左右 把艳台买到手 这样转手 也能赚个两三万 这个收益 已经算是个还行的小漏了 陈景从来都是个脚踏实地的人 他不会因为之前 捡漏一次性赚了二三十万 就变得膨胀 只想着捡大漏什么的 两三万不是钱 中年男人文言一愣 你想看 陈景点点头 认真地说道 对 不瞒你说 我也是从事古董行业的 大哥你这艳台 要真是好东西的话 我可以买 中年男人狐疑地看他一眼 你这么年轻 能懂古董鉴定 陈景笑道 大哥你给我看看就是了 就算我不买 你也没什么损失不是 或许是因为刚才陈景扶了他一把的原因 中年男人对陈景的印象还不错 虽说觉得他太年轻 不像懂古董的人 但还是点点头印下了 然后 中年男人就把怀中的包裹打开了 露出了里面的一方椭圆形 带点淡绿色的艳台 这艳台形状还挺好看 中间有个圆形 大概占着整方艳台三分之一的凹槽 是用来研磨的 旁边雕刻着几朵秀美的梅花 梅花下竟还有两只极精细 做跳水状的青蛙 看到中年男人怀里的艳台后 陈景的神色立刻更认真了几分 因为这艳台的品相非常不错 保存得很好 而且 旗上的梅花和两只跳水青蛙雕刻记忆都不差 如果真是老物件 就算制作的食材比较一般 几万块钱多半还是有机会卖到的 怎么样 是好东西吧 中年男人见陈景看得认真 有些得意地说着 陈景笑了笑 也没现在就回应 而是宁神看向艳台 动用了自己的鉴定神艳 金色光芒出现 围绕着艳台转了几圈 双眼前化作一排排的鉴定文字 此物为 清代康熙梅花图齐阳艳台 此物历史价值 清代是艳台制作的辉煌时期 同书画的繁荣一样 文人个性化的艳台 也是空前的繁荣 艳是上乘历代 百花齐放 风格多样 雕工手法精湛 艳雕精细繁入为历代所不及 清代初期的艳上乘明末是灵一封 有儒雅之封 而明清两代致艳 可称历朝之罪 这方艳台乃是齐阳石艳 遗产于齐阳境内的齐阳石雕琢制成 常被称为齐阳石艳或齐阳艳 齐阳石制作的艳台 发墨如油 磨磨磨易浓而不干 荡笔提风而不损毫 寒冬除水不冰 立下除水不腐 且其与四大名艳之一的端艳颜色 质地非常接近 甚至可以说是无限接近 由此可见 其品质实属不凡 看到眼前的鉴定信息 陈景立刻陷入了惊喜之中 对于这方艳台可能是老物件 陈景是有所预料的 但他却完全没有想到 这方艳台不仅是老物件 而且制作的石材 还相当不一般 乃是齐阳石 齐阳石艳也是名艳之一 而且还无限接近 四大名艳之一的端艳 可见其价值不凡了 艳一称言 乃是传统手工艺品之一 艳于笔 墨 直 就是常说的文房四宝 古代文人的必需品 而艳台的珍贵程度 手看所用的石材 刺看雕刻技艺和品项 其中 又以四大石材所制作的艳台为罪 并称为四大名艳 分别是岳省赵庆的端艳 丸省赦县的赦县 龙省浊泥的陶河艳 秦省降县的承尼艳 而齐阳石艳能被称为 无限接近端艳的存在 其价值就算无法和四大名艳相比 但也不会差上太多 如果说四大名艳是顶级 那齐阳石艳再怎么也算是一流 所以 陈景看见鉴定信息后 才会直接陷入了惊喜之中 不过他的面目表情 还是控制的相当好的 并没有露出什么异常来 不知道大哥贵姓 陈景开口问道 中年男人应道 免贵姓周 周健 陈景点点头 脸上带着一些笑意 周大哥 你这艳态确实是好东西 他并没有否认这一事实 周健文言脸上神色 有些高兴和得意的说道 是吧 我家里传了这么多代的宝贝 怎么可能不是好兄弟 刚才那小子 真是有眼不识金香玉 他确实是不识货 两千块钱太少了 陈景依旧表示认同 但下一秒 陈景画风一转 不过两千块钱 确实是少了 但也到不了十万那么多的 他自然是要压价的 虽说就算十万 买下这方奇洋实验 陈景也能大赚一笔 因为这又是个不小的漏 艳态虽说是冷门收藏品 但这两年 在拍卖市场上的成交率 却是相当高的 尤其是一些 好食材制作的名艳 原因倒也简单 因为一些知名的食材 被开采过度 已经接近枯竭 在上架的艳态价值 自然是连年往上涨的 毕竟有限的东西 总是比无限的东西更贵的 就去年昌城一家 拍卖行的春季拍卖会上 一方端艳的成交价 就突破了百万 这还是在历史价值 不算高的情况下 而奇洋实验本 就是无限接近端艳的 再加上还是清代康熙年间的 具备一定的历史价值 本身的雕刻品项 也非常不错 价值就算到不了百万 六七十万总还是有希望的 如此就算十万到手 转手也能赚上五十来万 这已经是陈锦入古董行 后遇到的最大的漏了 不过这该讲价 还是得讲价的 主要他估摸着 周健的心理价格 应该是可以在十万的 基础上面降低一些的 卖东西吗 上来肯定都是 喊得心理最高价的 果然周健听到陈锦的话 虽说皱起了眉头 但也没有立刻说不卖 只是问着 你说到不了十万 那你觉得能值多少 陈锦看了他一眼 心里稍稍琢磨了下 开口印到五万左右 他直接砍了一半 什么 周健惊叫出声 然后连连摇头摆手 太少了 太少了 五万我怎么也不会卖 见着他这么激烈的反应 陈锦也知道 五万这个价格有些太低 便打起了太极 那周大哥 你再说个实价 咱们都是厚道人 要是价格合适 我可以立刻付钱 听到这话 周健犹豫了起来 先问了句 你真可以立刻付钱 他目光中还有点怀疑 可能还是觉得 陈锦太过年轻了 没办法 年轻既是陈锦的优势 有时候也是劣势 周大哥 我说的话你不相信 钱你总能相信吧 一会儿看到钱 不就知道了吗 陈锦俊朗的脸上 带着笑意的说道 也是 周健也觉得是这个道理 然后又开口道 最少也要八万八 这数字也极力 陈锦眯了眯眼 然后开口说道 周大哥 我和你实话实说啊 你也就是遇到了我 要是到其他古董店铺去 我估计多数老板 连五万块都不会出的 这一点虽不能说是绝对的 但还真是大概率的 真以为古董行中赵正 那样的人很多 多的是高福那种人 你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外行人 绝对是要被疯狂忽悠压价的 某些所谓专家几百钱 买走人家上千万的古董 这种事情 也不是没有发生过 周健文言也迟疑了下 刚才那学徒出的价格 也让他有点这种感觉 因此便道 那 那小兄弟你直说吧 你最多能给多少 七万五 七万八吧 数字极力 不行就算了 周健咬了咬牙 最终说道 陈锦也知道差不多了 终于点头 好 成交 说出这句话后 他心里立刻涌现出一股高兴喜悦之情 只要能把这方青 带康熙梅花图齐阳艳态给出手了 那他说不定立刻就能完成 不久前才定下的目标 挣到人生中的第一个一百万 谈好价格之后 陈锦也怕夜长梦多 当场就拿出手机 给周健赚了七万八千块钱 周健看着手机上的道账信息 立刻咧着嘴 开心地笑了起来 同时也把手中的齐阳实验 拿给了陈锦 合作愉快 陈锦心下高兴 俊朗的脸上也露出笑容的说着 周健也笑道 哈哈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随后 陈锦又和他随意寒暄了几句 留下了联系方式 还说着 周大哥以后要是在卖什么东西 还可以找我 周健摇摇头道 没有了 我家就只有这么一件老东西传下来 要不是儿子要结婚 还差几万块钱彩礼 我是怎么都不能会卖的 陈锦点点头 也没多问 只是说道 这也说不定吗 周大哥回家再找找 说不定还有什么老物件呢 这当然是陈锦随意的一句话 他自己也没怎么放在心上 那周大哥 我就先走了 陈锦见着时间差不多 打了个招呼 就静止快步去往内宝居 周健站在原地 看着手机上的道账信息 开心的自语道 彩礼就差四万块钱 还多赚了三万多 嘿嘿 嗯 大家都是后道人啊 不久后 陈锦到了内宝居 赵正刚开了门 正在忙活着泡茶呢 小陈来了 赵正打了个招呼 又继续泡着自己的茶 然后就发现 脸上都是高兴的笑 赵正愣了下 问道 你小子咋笑得这么开心 昨天赚了钱 还没缓过来呢 陈锦乐呵呵的道 赵叔 你先坐稳 坐稳 赵正更疑惑了 奇怪的问道 你小子啥情况 赵叔 刚来的路上 我买了个东西 您给长长眼 陈锦边说着 边把那奇阳实验台 放在了茶桌上 赵正微证 下意识到 你不会又简陋了吧 他脸上也都是满满的金茶 我也不知道 不过我觉得这验台有点意思 最差也应该是老物件 陈锦的话 自然不能说得太详细了 他现在自身的真实鉴定水平 也确实不能说得太详细 赵正拿起奇阳实验台 拿着放大镜边看边说道 小陈 你这要是又简陋了 那我可要怀疑 你是不是老天爷的私生子了 这显然是句玩笑话 赵正心里其实是觉得 陈锦拿出来的验台 应该价值不高 哪有才入行这么短时间 就接连简陋的 然后赵正看着看着 脸色就变得相当精彩的起来 好办想后 看着陈锦开口问道 小陈 你和我说实话 你该不会真是老天爷的私生子吧 陈锦心里憋笑 面上故意装出惊喜至极的样子 赵叔 这验台的价值很高吗 很高 算是你到目前为止 捡到的价值最大的漏了 赵正先是惊讶 又感叹地说了句 然后又道 不是 你小子这运气也太好了吧 陈锦开心笑着 可能是之前太倒霉了 所以现在转运了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只能这么解释了 还真有可能 这人的运道时好时坏 胜即必衰 衰即必胜 可能小陈你 现在就是在走大运了 赵正反倒还挺认可陈锦的说法 陈锦没在这话题上多谈 直接问出他现在最关心的问题 赵叔 这验台能值多少 赵正稍稍思索了下 说道 验台是冷门收藏品 不过这两年好验台的价值都不低 你这是七阳十验台 实材很好 年代应该是明末清初的样子 雕刻品项都不差 我估计五十万到六十万之间吧 文言 陈锦心里暗道厉害 赵正对验阳实验台的鉴定 几乎和他的鉴定神眼是一样的 也就是没有鉴定出具体的时期 但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毕竟没有具体的款制 或者什么独特的时代标记 确实是很难判断出古董的具体时期 另外 验阳实验台的价值 也和陈锦所预料的相差不多 这时 赵正又开口说道 可惜你这不是四大名宴 不然的话 你小子就要减到上百万的漏了 嘿 这也不错 陈锦倒没有想那么多 五六十万的价值 他已经是相当惊喜和高兴了的 毕竟他刚开始想的 只是赚两三万嘛 确实不错 你小子才入行多久 这简陋赚的钱 足够找个地段不错的地方 付个首付了 赵正也点点头 感叹地说着 陈锦只是开心地笑着 稍顿 他才开口问道 那赵叔 我这验台该怎么出手啊 他毕竟才入行不久 在古董行还没有什么人脉 出手渠道更是没有 只能求助赵正 赵正思索了下 应道 要说出手的话 私下找收藏家 还真不容易 这验台收藏毕竟冷门 我认识的人里 好像也没有收藏验台的 陈锦闻言也微微皱眉 这验台价值再高 不能出手也是白大 好在赵正又接着说道 这样吧 我建议你拿去拍卖行拍卖 虽说要被抽取一些用金 但验台在拍卖会上的成交率 向来不错 运气好的话 说不定还能一价成交 总比你放在手里 强 要是陈锦不缺钱了 这方齐阳试验台 放在手里也就放了 说不定过几年价值更高了 但他现在还没到那个地步 简陋后的第一选择 肯定是变现 也行 不过赵叔 我对昌城的拍卖行都不熟悉 要不您帮我联系一下 陈锦点点头 再次开口求助 不过他也不是不懂事的人 赶忙又补充了句 到时候 我分10%给您 赵正免费帮忙出手一次 那是他为人好 但第二次乃至更多次 就算赵正不说什么 陈锦却不能不由所表示了 哈哈 你小子 赵正笑着摇了摇头 却也没有拒绝 只是开口道 10%太多了 5吧 赵正都这么说了 陈锦自然点头应试 到时候 我带着你一起去 你顺便也认识一下拍卖行的人 咱们混骨董行的 有两种人是一定要认识的 一是个人收藏家 二 就是拍卖行的人 赵正再次开口说着 听到赵正要带着自己一起去 陈锦立刻感激地道 谢谢您 赵叔 这感谢 他表达得非常认真和正式 这也是应该的 因为赵正这 等于是把自己的人脉关系介绍给他 关系其实才是最值钱的东西 赵正随意地笑了笑 说道 谢什么 你早晚也要和拍卖行的人打交道的 话是这么说没错 但有赵正这个古董行的老江湖带着 肯定是要比陈锦以后 自己去结交和经营来得轻松和容易很多的 陈锦嘴上没再说什么 但心里却是记下了这份恩情 暗自想着以后有机会 一定要报答赵叔 赵叔 那我这宴台就先放在您这儿吧 这样您联系起拍卖行那边来也方便 陈锦开口说道 赵正文言却摇摇头 稍顿他神情显得严肃了起来 又道 小陈像这种具备不低价值的古董 除了至亲的人 任何人都不能交给他保管 别人给你保管也不能答应 财博动人心 人心在前面前是最复杂的东西 陈锦文言有些发愣 然后心里深深想了片刻 才点头应道 我知道了 赵叔 嗯 你才刚从学校里出来 这些事情要记牢了 别等以后吃亏了才懂 赵正表情认真而严肃 说实在的 陈锦能遇到赵正这种老板 其实才是真的走大运了 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 遇到这种粮食一友 可能是比简陋还难的 随后 赵正说起了拍卖行的事情 最近有几家拍卖行 应该在准备秋季拍卖会 我明天都帮你联系一下 估计都会感兴趣 到时候选一家综合条件最好的 赵正泡好了茶 给了陈锦一杯 然后说着 好 我听赵叔您的 陈锦喝了口茶 开口硬道 他现在就处于一个学习阶段 赵正也不会害他 看赵正怎么做 认真学习总是没错的 当天 陈锦都处于一种兴奋的状态中 毕竟 只要那齐阳实验台 能成功拍卖出个不错的价格 那他就能挣到人生中的 第一个一百万了呀 这种成就感 是足以让人兴奋至极的 虽说一百万在这个时代 算不得什么 甚至都只能在昌城 还算不错的地段付个首付 但这对于陈锦这个 出身贫苦的人来说 一百万不是个小数目 况且对他而言 这是一个重要的起步 好的起步 才能给人巨大的动力吗 下班后 陈锦还特地买了 不少自己喜欢吃的菜 准备庆祝一下 顺便犒劳犒劳自己的 回到出租屋开门的时候 他隐隐听到 对门孔雪家里 传来了谈话和笑声 应该是孔雪家里来客人了 这个瞬间 陈锦脑海里 下意识冒出个念头来 也不知道是男的还是女的 但转念 他就摇了摇头 有些自嘲地想着 这和我好像也没什么关系 以他现在和孔雪的关系 人家的客人是男是女 他也确实没啥资格去在意的 只不过他原本高兴的心情 却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些影响 甚至接水洗菜的时候 盆里的水一出来了 都没有发现 哎 怎么了我这是 陈锦有些无奈地苦笑摇头 其实这也不能怪他 陈锦本来就没有谈过恋爱 自然不懂爱情 这玩意儿的酸甜苦辣 窈窕淑女 妩媚求知 求知不得 妩媚私服 悠哉悠哉 辗转反侧 失惊 官居倒是恰好能够形容 陈锦此刻的状态 不过陈锦的调整能力 还是很强的 他洗了把冷水脸 强迫着自己不再去 多想其他的事情 等陈锦把菜都洗好切好了之后 刚准备下锅开炒的时候 忽视响起了敲门声 陈锦听到声音 立刻就是心中微动 在这里会来敲门的人 基本就只有孔雪了 等陈锦走过去打开门 门口站着的果然是孔雪 薛剑 怎么了 陈锦开口问着 顺便也悄悄打量着身前的孔雪 他穿着一身居家休闲装 风格依旧保守 腰间还系着围裙 长发盘起 有一缕俏皮的落在脸颊边 整个人看起来成熟知性中 带着俏丽 孔雪是真的很漂亮啊 找你帮的忙 孔雪先应了句 脸上带着些许无奈的笑 又开口道 我朋友不小心把厨房的水龙头弄坏了 你会修吗 陈锦闻言稍稍犹豫了下 硬道 我得看看才知道 他也不是专业的 不过男人嘛 在这方面总是比女人要强的 只要不是特别大的问题 一般都能修好 那就麻烦你了哦 孔雪微笑着点点头 陈锦到了句小事 然后先把手里还拿着的锅铲放好 跟着孔雪到了他的出租屋 刚进屋就听到一道女生传来 小雪儿 你不是去搬救兵吗 这么快就回来了 是忘记拿什么东西了吗 小雪儿 陈锦微正 下意识看了眼孔雪 一向落落大方 成熟端庄的孔雪 也微微红了脸 开口说道 乱叫什么 叫你等着吃饭就行了 非要来帮忙 还弄坏了我家的水龙头 谁乱叫 那女生边说话边也走了过来 然后就看见了陈锦 她也愣了下 然后就有些尴尬的闭嘴了 她也没想到 孔雪这么快就带着人回来了 还是个年轻的大男孩 这种情况下 她喊出了自家闺蜜的闺名 那确实是有些不太好的 嘿嘿 孔雪 这是维修宫吗 孔雪白了她一眼 开口介绍着 这是住在对门的邻居陈锦 非常优秀的一个男生 小陈 这是我好朋友沈静 陈锦在看到沈静的时候 心里其实就莫名的松了口气 此刻也俊朗的脸上 也露出笑容的打着招呼 沈姐 你好 沈静的年纪看起来和孔雪差不多 身材高挑 一头气肩短发 显得相当干练 巫衣也是个很漂亮的大姐姐 哦 小陈你好呀 沈静也是微笑点头 两人算是认识后 陈锦就主动说道 学姐 我先去厨房看看 嗯 麻烦你了小陈 孔雪再次认真的道谢 那怕陈锦不一定能修好水龙头 陈锦走进厨房 发现是洗碗柜的水龙头坏了 不过问题不大 只是有些松动导致漏水而已 他把水龙头取下来 又重新弄上拧紧 然后打开阀门 开水调试着 就在他休着的时候 沈静拉着孔雪在客厅里说着悄悄话 哎哎哎 这个就是你说的那个大男孩吧 沈静满脸八卦和笑意地问着 孔雪有些无奈地硬道 嗯 你又想说什么 哇 真是他 我觉得还不错呀 个头挺高 长得也蛮帅的 而且看着还挺靠谱的 你真不考虑考虑 沈静眨了眨眼 表情相当夸张地说着 刚才孔雪和他聊天的时候 随意提了一嘴沉静 但并没有说得很具体 考虑什么 孔雪伸手戳了戳沈静的脑袋 接着说道 你知道我比他大多少吗 就考虑 沈静笑得眯起了眼睛 哈哈 年轻还不好啊 年轻说明身体好 你以后肯定能很幸福的 你这死丫头说什么呢 孔雪气得都想打沈静两下了 哈哈 我说认真的 沈静笑出声了 然后又说着 不过呀 姐弟恋什么的 确实有好处也有坏处 年纪小不懂照顾人 这话倒是说到孔雪的心坎上 他也微微点头 是啊 而且咱们这个年纪了 要是恋爱 那就是奔着结婚去的 年轻人可还没完够呢 我们哪有时间和年轻人好 沈静应道 确实也是 你都不知道 我现在都不敢接我妈的电话 每次说上两句 就要开始催婚 简直头都大了 说起这个 孔雪脸上也露出无奈的神色 摇摇头道 谁不是一样呢 我妈还整天想给我安排相亲呢 每次都得说 工作忙没时间 才能搪塞过去 啊 真是没天理 小雪儿你说 我们到底差在哪里了 怎么就找不到个好男人结婚呢 沈静哭丧着脸 半开玩笑 半认真的说着 这个时候 陈景刚好从厨房里走了出来 开口说道 学姐 已经修好了 沈静见状 又有点尴尬的咳嗽了两声 孔雪倒是没显出什么异常 浅笑道 谢谢你来啊 小陈 不用 陈景应了声 然后开口说着 那学姐 我就先回去了 边说 她就边往门口走去 孔雪出声拦住她 小陈 你也还没吃饭吧 要不过来一起 嗯 不用 我菜都切好了 陈景稍稍有些犹豫 这毕竟是孔雪和好朋友聚餐 她是有点不好意思加进去的 孔雪似乎看出了她的顾虑 柔声说道 那你就把菜拿过来 我一起做了 刚好我们买的菜有些少 是吧沈静 沈静文言也笑着点点头 对啊 一起吃吧小陈 人多也热闹 两个大姐姐都这么说了 陈景子也是不好拒绝了 再说她只是不好意思 但心里还是挺想和孔雪一起吃饭的 随后 陈景就把自己切好的菜拿盘子装了过来 放在厨房 孔雪刚想说 让她去客厅看会儿电视等着 旁边的沈静忽然问了句 哎小陈 你会做饭吧 嗯 陈景点点头 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 他很小的时候 就学会了做饭 而且穿鱼男人少有不会做饭的 沈静见他点头 便笑道 那干脆你和孔雪一起做饭吧 这样既能多种口味 速度也能快点不适 陈景微冷 然后也没多想得应道 好啊 我都可以 倒是孔雪有些无奈的 悄悄白了眼沈静 后者也几眉弄脸的做着表情 不过孔雪最终还是没说什么 算是默认了下来 等沈静去客厅等着开饭 陈景和孔雪两个人 在厨房独处的时候 他才反应过来 这是沈静故意再给他制造机会呢 念及至此 陈景心思立刻有点异样了起来 同时对沈静也生出些感激 小陈 既然也要做几个菜 那我这次就做纯正的香男菜咯 孔雪忽视开口说着 陈景应道 好 那我做串鱼菜 这和孔雪独处 他不可避免的有些紧张 同时又想做点什么 或者说点什么 但孔雪的话并不多 只是认真做着菜 陈景心里暗叹 自己真是笨啊 早知道就该和以前那些恋爱大师同学 请教几招了 也不至于现在抓下 小陈 能帮我拿下酱油吗 孔雪抬手指着陈景手边的酱油瓶 开口说着 陈景自视应声 赶忙拿起地给孔雪 就在这个传递的过程中 两人的手稍稍触碰了点 陈景心跳立刻微微加速 只觉得手背传来了一点温凉细腻的触感 但孔雪看起来 好像并没有任何异样 只是神色如常的接过酱油 陈景悄悄摇了摇头 心底有些失落 也不再胡思乱想 转身在灶台的另外一边 开始准备自己要做的菜 他没有看到的是 在他转身过去后 孔雪抿了明好看的唇瓣 悄悄尝出了口气 不久后 满满一桌子的菜肴做好 这不管是香菜还是串鱼菜 总是少不了辣椒的 菜肴摆放在餐桌上蜡红一片 看起来就让人相当有食欲 沈景早就等得饿了 拿起筷子 先尝了口孔雪做的 然后满足地说道 小 嗨嗨 孔雪你的厨艺还是这么好 以后谁娶了你 那可真是幸运 然后 他又尝了口陈景做的菜 咀嚼了几下后 也是眼睛发亮的道 小陈 你的厨艺也很好啊 现在除了厨师之外 居然还有男人做菜好吃的 陈景谦虚地笑了笑 应道 沈姐太过奖了 我的厨艺和学姐的没半比 她的厨艺确实只能说还行 可孔雪还是有些差距的 哪知道沈景摇摇头 又说道 你这话太谦虚了 做菜像你这么好吃的男人啊 以后谁嫁给你 那可真是幸运 他这夸奖孔雪和陈景的两句话 连句式都没有改 想要表达的意思 那简直不要太明显了 陈景文言后 都忍不住看了眼孔雪 孔雪则白了沈景一眼 没好气地说道 有得吃 还堵不住你的嘴是吧 稍顿 他又对着陈景歉意地笑了笑 沈景就是喜欢开玩笑 小陈你别介意 孔雪的话让陈景心情复杂 但他也知道这是正常的 勉强笑着应道 没事的 还得谢谢沈姐这么夸奖我 沈景文言还想说什么 但被孔雪瞪了一眼 也只好老老实实吃饭了 一顿饭吃的 还算是气氛不错 三人说说笑笑地 聊着一些有的没的 只不过话题都是孔雪在引导 他显然是不想让沈景 再说出一些 给陈景助攻的话了 陈景看在眼里 心里还是不免失落的 因此吃完饭后 他并没有多呆 也婉拒了孔雪 提出留下喝两杯茶的邀请 禁止回了自己的出租屋 等陈景走后 沈景帮着孔雪收拾碗筷 还忍不住说道 泽泽 小雪儿你可真是心狠啊 小陈那失落的模样 看得人心疼哦 孔雪文言气呼呼地打了他两下 说道 你还好意思说 对于给陈景助攻出卖自己的闺蜜 孔雪真是又气又好笑 沈景笑嘻嘻道 哎呀 我也不是立刻就转变立场的 你不是担心他不会照顾人 但他都会做饭 而且厨艺还不错 现在他这个年纪的大男孩 有几个比得上的 我觉得他应该挺会照顾人的 所以才撮合 你们一下嘛 孔雪白了他一眼 说道 会做饭就是会照顾人了 况且 我和他年纪差距真有点大了 要是只差两三岁 我可能还会考虑一下 听到这话 沈景脸上露出醋侠的笑 这么说 你其实不是对小陈没有感觉 只是因为年纪差距才不考虑他的 去去去 要么就帮我洗碗 要么就出去泡茶 孔雪避而不答 低头认真洗刷着碗筷 沈景见他这样子 其实也就知道答案了 笑得眉眼弯弯的说道 虽说我对小陈接触不多 不过看你这样子 应该真的是个相当不错的男人 你呀 要不就试试呗 刚好还能应付下阿姨 给你安排相亲 孔雪被他说得有些羞恼 白皙如雪的脸蛋上 少见的浮现一抹红韵 好似精致白瓷染上红柚 美得不可方物 你光知道说我 你夸得那么厉害 那你怎么不去试试 沈景哈哈大笑了起来 哈哈 我倒是想哦 可是人家小陈肯定不愿意 刚才吃饭的时候 你没见他 眼睛里只有你吗 这话让孔雪的脸蛋更红了几分 彻底不想和沈景聊陈景了 直接把他推出了厨房 泡茶去吧 都快成红娘了你 一晃数日 这几天里 倒是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 沈景正常上班下班 每天也都会把三次 鉴定机会给用掉 只不过并没有傻收获 另外经过了上次 在孔雪家吃饭的事情 沈景觉得 孔雪的态度表达的挺明显的 心里失落又有些气馁 这几天都在调整心态呢 但偶尔在楼道里碰见孔雪 沈景每次都还是不免心绪激荡 感情这种东西 是压抑不住的 这天上午 那宝具没有什么客人 沈景正认真看着 古董鉴定方面的书 赵正起身接了几个电话后 就对他开口说道 小沈 收拾一下 咱们出门 沈景一听 立刻就问道 赵叔 拍卖行那边联系好了 这几天 赵正是一直在忙着 他那齐阳实验台拍卖的事情 只不过都停留电话联系的阶段 还没有正式过去商谈 赵正笑着点点头 对 三家拍卖行 今天都过去看看 麻烦赵叔了 沈景心里高兴 嘴上也不忘感激 麻烦什么 我也要分成的 害怕 赵正随意摆了摆手 笑着说道 随后 陈景拿上了这几天 一直随身带着的 齐阳实验台 和赵正关了门 出发先去往 三家拍卖行中最近的一家 两人坐的是赵正的车 一辆宝马七系 陈景坐在副驾驶 左右仔细看了看 那是什么的 俊朗的脸上 情不自禁地露出些羡慕神色 男人嘛 有几个不喜欢车的呢 赵叔 您这车多少钱 陈景开口问着 赵正边发动车 边应道 一百多万吧 你小子也别羡慕 以你的天赋 我估计很快就能买得起了 或者等你那齐阳实验台 成功拍卖就行了 那还是差了点的 陈景摇了摇头说着 赵正又道 差得也不多 不过我建议你 还是先买房 车是贬值的 房虽说不能完全说是升值的 但也不至于贬值 这就是赵正的人生经验了 陈景也听得进去 嗯 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 不过小陈 你以后要是买车的话 我是建议你先买辆跑车玩玩的 赵正点了点头 又满脸笑意的说道 陈景微冷 问着 为啥 你还年轻啊 应该感受一下跑车的引擎轰鸣 而且现在的姑娘也喜欢啊 你要是开个跑车出去玩 漂亮小姑娘不知道多主动呢 哈哈 赵正说到后面 也笑出声了 陈景则有些无奈的摇了摇头 他喜欢的人对跑车什么的 估计没太大的感觉 两人说笑着 二十分钟左右 也就到了第一家拍卖行 鼎盛拍卖行 算是全国性的拍卖公司 也有几十年的历史了 虽说和那些知名的国际拍卖行 没办法比 但在昌城 还是相当有实力的 赵正作为古董行的老江湖 在古董行的江湖地位也不低 所以来接待他的人 还是鼎盛拍卖行 秋季拍卖会的负责人林财良 后续商谈的过程 陈景就只负责 把西洋实验台拿出来 让鼎盛拍卖行的 鉴定师鉴定了下 然后就是赵正和林财良 谈及具体的细节了 这要是陈景自己找上门来 什么寄存费啊 之类等等 杂七杂八的费用 是少不了的 但赵正来谈 自然是不一样的 商谈的重点 其实就两点 用金抽取比例 以及拍卖前的宣传力度 前者都还好 后者其实是相当重要的 无论是什么时代宣传的作用 都是巨大无比的 一件不错的古董 要是宣传和营销做得好 是非常容易 最终一价成交的 和鼎盛拍卖行的商谈 持续了半个小时左右 过程中 无奈是赵正还是林财良 都显得颇为强硬 谈得的是相当激烈 甚至陈景在旁边看着 都怀疑他们下一秒 会不会真的吵起来 这也是陈景一次看到 平时总是乐呵呵的赵正 展露如此模样 不过这正像之前 赵正教陈景的那句话 这谈价或者说谈利益的时候 脸皮的厚 不要顾及那么多 等商谈结束后 赵正又和林财良 友好的说说笑笑 约着下次一起吃饭什么的 好像刚才的激烈谈判 根本就没有发生一样 这就是社会老江湖吗 陈景大受震撼的同时 心里也在暗自学习着 随后赵正还给林财良 认真介绍了下陈景 老林 这是陈景 我们昌城古董行的后起之秀 再过些年头 昌城古董行 就是他的天下了 赵正介绍陈景的时候 夸赞得相当夸张 更没有提及 他是那宝居学徒的事情 陈景明白赵正这是故意的 好让林财良更加重视他呢 林财良文言后 对陈景果然带了几分重视 热情地和他握手 开口说着 陈先生年少有为啊 这次希望我们鼎盛 能和陈先生合作 刚才的商谈 只是谈好了条件 还没有最终确认下来 毕竟还有两家拍卖行 没有去呢 我也很希望 能和贵公司合作 陈景也是笑着硬道 话也没有说得太满 客套了几句后 陈景和林财良 留了个联系方式 赵正就带着他 先行告辞了 两人去的第二家拍卖行 和鼎盛的情况 其实是差不多的 最终商谈的结果也类似 等两人从第二家拍卖行出来 坐到车上后 赵正才开口说到 鼎盛和嘉云 要抽取的用金都差不多 宣传力度也都答应给一档 如果等会 新世纪给的条件差的话 那就在鼎盛和嘉云里面 选一家就行了 拍卖行那边 对于拍品的宣传力度 也是有分档的 特档最好 往后依次是一二三档 陈景的奇洋实验台 肯定是拿不到特档宣传的 也就介于一二档之间 这有着赵正的面子 鼎盛和嘉云 倒是都给了一档宣传 陈景点了点头 有点期待地问着 赵叔 新世纪那边 要是条件给的差不多的话 肯定是最好的选择吧 当然 毕竟新世纪是 昌城本地唯一的 国际性拍卖公司了 赵正边启动车 边是硬道 国际性拍卖公司 这也就意味着 新世纪拍卖行的业务 是发展到国外去的 他们的拍卖会上的拍客 也就不局限于 昌城附近区域的收藏家 富豪 拍客越多 实力越强 拍品成交和溢价的机会 也就越大 更别说 新世纪拍卖行 自身的实力问题了 如果让陈景选 他肯定是想选 新世纪拍卖行的 不过 还是得看那边 给的条件如何 不久后 两人抵达了 新世纪国际拍卖 有限公司 赵正告知 前台来意后 前台就带着两人 到了会客厅 给两人倒了水 然后说着 两位稍等一下 沈部长正在开会 很快就来 好 赵正点了点头 等前台走后 他才感慨式地说道 小陈 新世纪是不一样 我的面子 在其他两家拍卖行 都能约到他们 秋季拍卖会的 负责人来商谈 在新世纪 就只能约到他们 瓷器工艺品部的部长了 这话陈景也不好接 只能笑了笑 好在赵正 也就是随口一说 转而又道 不过沈部长的权力也不小 是能决定一档宣传的 就看他看不看中 你那奇洋实验台了 陈景文言 也有些期待地说道 希望能拿到一档宣传吧 两人等了不到十分钟 就听到外面 传来了高跟鞋 走动的声音 很快就有两道人影 走进了会客室 走在前面的是个身材高挑 约某二十八九岁 穿着女士西装 留着期间短发的女人 不好意思啊 赵老板 临时有个会 让你久等了 女人刚走进来 就满脸歉意地说着 赵正白白手笑道 没事没事 这时 陈景却有些发愣 因为这女人 居然是沈静 嗯 笑称 沈静也在同时看到了陈景 脸上露出几分惊讶 陈景是真没想到 会在新世纪遇到沈静 而且 对方还是新世纪 次气工艺品部的部长 他赶紧开口道 沈姐 沈静看着他 脸上带着笑意地说道 还真是挺巧的 你在古董行工作 嗯 我是赵书店里的学徒 陈景老实应道 面对沈静 他也就没什么好吹嘘的了 毕竟孔雪 是知道他在古董行的 真实情况的 是吗 孔雪怎么也不和我说一声 咱们从事的行业合作机会 可是很多的 沈静有些责怪地说着 其实孔雪没谈及 这里也正常 要么是他 可能没想到那么多 要么就是他觉得 陈景现在还只是个学徒 和拍卖行短时间内 应该是不会有什么接触合作的 谁能想到 陈景刚入行 就接连简陋呢 赵正见两人聊了两句 才开口问道 小陈 你认识沈部长 嗯 之前和沈姐一起吃过饭 陈景也不知道 该怎么说和沈静的关系 朋友貌似也算不太上 那就只能说 一起吃过饭了 当时沈静笑着说道 小陈 你是我闺蜜的朋友 也是我朋友 文言 赵正脸上露出了笑意 开口说道 那今天还真是巧了 早知道小陈认识沈部长 今天我都不用来了 哈哈 听到这话 沈静危证 疑惑地问着 赵老板这话的意思 难不成拍品是小陈呢 对 这小子简陋的 他很有天赋 运气也不错 才入行 不久就简陋好几次了 赵正夸赞起陈景来 总是不予余力的 沈静有些惊讶地看向陈景 说道 小陈 没想到你这么厉害 真是深藏不露呀 呃 我 我就是运气好 陈景面对沈静这个孔雪的好闺蜜 还是相当谦虚的 寒暄了几句后 几人就开始谈起了正事 陈景把七阳实验台拿出了 给沈静带来的鉴定师鉴定了一番 确认没有问题后 就开始正式商谈起条件了 沈静进入工作状态后 整个人显得相当严肃和认真 和赵正谈判的时候 也很强势 给了他相当大的压力 陈景在旁边安静看着 心里却是忍不住的 想起孔雪 也不知道学姐工作的时候 是不是也这么强势和厉害 陈景很难想象 平时那个柔和大气的孔雪 严肃和强势起来是什么样子 这边 赵正坚持地说着 沈部长 燕台收藏虽说较为冷门 但这两年在拍卖会上的成交率是很高的 溢价也不少 这说明 燕台的价值是非常高的 我觉得 一档宣传是没问题的 沈静摇了摇头 说道 赵老板 你说的那些成交的燕台 多数都是四大名燕 小陈这方燕台可不是 虽说也是非常不错的沈阳实验台 但到底不是四大名燕 如果给一档宣传的话 我是要承担风险的 他确实是有决定一档宣传的权利 但同样也得承担相应的风险 要是给了一档宣传最终流拍了 那就是工作上的重大失误了 赵正又道 沈部长 小陈这燕台可还具备历史价值呢 明末清楚的物件 雕刻品项也很好 我是觉得 不会差四大名燕多少的 赵老板 我们新世纪的二档宣传 其实不比昌城 其他拍卖公司的一档宣传差了 那怕是二档宣传 小陈这方 齐阳实验台成交的机会也非常大 沈静不接赵正的话头 转而说起新世纪的优势 可一档宣传终究更好吗 要是一价成交 沈部长在这次新世纪秋拍的业绩 不也能更好吗 风险和收益是成正底的 赵正继续坚持要一档宣传 沈静文言心下不免无奈 像赵正这种了解行业规则的老江湖 是真的很难对付 其实陈景的齐阳实验台 确实是定可以一档宣传的 只不过有些风险 沈静风格比较求稳 很少在工作上冒险 我考虑一下吧 沈静开口说着 赵正点点头 没有再多说 陈景在旁边喝了口水 他也没有说话的意思 至于什么用孔雪来说是 让沈静给他一档宣传这些想法 他是压根就没动过的 一是他和孔雪的关系 还没到那份上 二则是他要真这么做了 沈静对他的印象 估计要大打折扣了 如果孔雪现在是陈景的女朋友了 那沈静的关系不用白不用 因为关系到位了 但关系不到位 事情说出来就很尴尬了 沈静在认真思考着 只不过头绪不多 他随意看了眼 坐在旁边安静等着的陈景 嗯 长得确实是挺帅的 鼻梁高挺 眉眼俊朗 是那种长辈看了 都会很喜欢的帅气长相 同时也确实很年轻啊 看起来也就二十岁出头 身上还带着一股少年感 虽然年轻 但看起来倒是蛮沉稳的 沈静心里这么想着 又想到之前孔雪面对自己问他 是不是对陈景有感觉时的避而不谈 他心里下了个决定 算了 就冒险风险吧 毕竟小陈以后 说不定是我闺蜜的老公呢 这也算是自己人了 念及至此 沈静便笑着开口说道 赵老板 你说的也有道理 那小陈这方齐阳实验台 就定一档宣传吧 文言 沈静和赵正脸上立刻都露出了笑容 哈哈 沈部长不会为这个决定后悔的 赵正起身说着 沈静也事事说道 谢谢沈姐 不用 我看好你 嗯 还有你的齐阳实验台 沈静也眉眼弯弯的说着 话里还藏了一层意思 条件谈好 新世纪还给了一档宣传 那沈静也就没有什么好犹豫的了 直接和新世纪这边签订合同了 有赵正这个老江湖帮着看合同 沈静也没什么可担心的 确定没有问题后就签了合同 然后沈静就叫人来拿走了齐阳实验台 后面的一些展览宣传都是需要用到的 这有合同在 也不担心新世纪拿走齐阳实验台会出什么问题 而且出了问题对沈静来说其实还是好事 新世纪给齐阳实验台的估价是55万到60万 要是东西出了问题 他们可是要以估价的数倍赔偿的 小沈 合作愉快 合同签好 沈静笑着起身和沈静握手 沈静则满脸感激的说道 沈静 再次感谢 沈静又道这刚好到午餐时间了 我想请沈姐吃了个饭 不知道沈姐你有空吗 嗯 刚好今天也没什么事了 沈静点点头硬了下来 心底子暗自点头 为人处事也蛮不错的 旁边的赵正也给沈静投去了赞许的目光 午餐并没有去很远的地方 就在新世纪附近的一家四星级酒店吃的 吃饭的时候 三人随意聊了些拍卖会的情况 以及齐阳实验台后续的一些宣传想法 气氛算是相当不错 也没有冷场 等吃完饭 沈静结了账 赵正刚准备带着沈静回去的时候 沈静忽视说道 小陈 能不能送我回公司 沈静一愣 有些疑惑 赵正则笑了笑 直接说道 那我就先回去了 小陈你一会儿自己打车回来 嗯 好 沈静也反应过来 沈静应该是有话要和自己说 等赵正开车走后 沈静就和沈静漫步走回 就在附近的新世纪拍卖行 刚走了几步 沈静就开口说道 小陈 我问你个问题 你老实回答我 认真地应道 你喜欢孔雪 是不是 文言 沈静稍稍犹豫了下 还是老实说道 喜欢 很喜欢 沈静笑了起来 还要加个很喜欢 嘖嘖 孔雪的魅力还真是大 调侃了句好闺蜜后 他又问 那我问你 如果你和孔雪谈恋爱 你会奔着结婚去吗 结婚 沈静其实是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的 倒不是说他有其他想法 而是现在 他都没有看到 能和孔雪谈恋爱的希望 怎么可能去想结婚的事情呢 别和我说 你只是想和孔雪谈恋爱 不想结婚 沈静见他愣住 立刻微微皱起了眉头 小陈 孔雪的年纪已经耗不起了 他现在谈恋爱 就只会奔着结婚去 你如果只是想玩玩的话 沈静皱着眉头说着 不过他的话还没有说完 就被沈静打断 沈静 我 我不是不想奔着结婚去 其实我从来都没有谈过恋爱 我是很想初恋 就能步入婚姻殿堂的 我只是 只是没有想到那么远 因为学姐不喜欢我的 说到最后 沈静有些失落地叹了口气 听到他这么说 沈静有些惊讶 又有些好笑 你没谈过恋爱 不会吧 小陈你条件不错的呀 长得也帅 现在的年轻小姑娘 应该特喜欢 你这种类型的 沈静苦笑着摇头硬道 我以前很穷 哪有钱谈恋爱 好吧 沈静点点头 又开口说道 我和孔雪是很多年的好朋友了 我挺了解她的 只要你是奔着结婚的目的 和她谈恋爱 那你就有机会 可 沈静迟疑了下 还是说道 沈静目光中满是笑意地看了眼沈静 心里暗自想着 她要是真只把你当成弟弟看待 之前就不会对我的问题避而不答了 不过这话她并没有说出来 转而这么说着 她不喜欢你 你可以追求她 今成所至今时为开 相信我 你是有希望的 如果你半点希望都没有 我也不会和你说这么多 沈静还是隐晦地表达了 总之沈静肯定是有希望追求到孔雪 甚至希望还不小 因为孔雪对沈静也是有感觉的 她只是在顾虑年纪差距罢了 沈静其实心里本来就存了点想法 只是一直有些犹豫而已 现在沈静这个学姐的好闺蜜摆明 是在支持她 沈静自也起了行动的念头 那沈静 我该怎么追求学姐啊 沈静直接开口问着 沈静文言 脸上笑意更多了 开口应道 孔雪呢 你别看她 平时端庄大气的 但其实心里也很喜欢浪漫 只不过她喜欢的浪漫 不是那种送花呀 惊喜呀什么 她喜欢的是平淡中的浪漫 沈静这个感情 出个厅的有些迷糊 就是说 你追求孔雪 其实不用太刻意的表现什么 注意细节 多关心她 有机会就照顾她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 有点小浪漫什么的 那基本就成了 沈静耐心给沈静解释着 沈静点了点头 这下是明白了过来 心里也开始琢磨了起来 两人走回新世纪拍卖行的路上 沈静大致把孔雪的一些喜好之类的 都和沈静说了说 让她对症下药 当然了 沈静也没有把好闺蜜卖得很彻底 虽说沈静 现在就她观察下来 确实是个不错的男人 但毕竟观察的时间不长 后续还得再看看 所以沈静才没有直接告诉沈静 其实孔雪对她也有感觉 算是故意给沈静加了点追求难度 能让孔雪多了解些她 不过就算如此 沈静也相当感谢沈静了 毕竟要不是沈静的话 沈静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 才会下定决心开始追求孔雪 她之前是想着 等自己的事业更成功后 再去追求孔雪 但现在想想 真要等到那个时候 说不定已经迟了 生年不满百 莫要事事都等 事事都犹豫 等错过时 那就真的是错过了 哦对了 明天是周六 我记得孔雪很喜欢到金峰山去看日出 几乎每个周六都会很早上山去 沈静说着 笑意盈盈地看了眼沈静 后面的话 不用我多说了吧 沈静点点头 她只是没什么感情经历 又不是蠢 自然知道 沈静特地说这话的意思 俊朗的脸上满是认真的说道 沈静 谢谢你 要是我成功了 一定请你吃大餐 想吃什么都行 哈哈 那我可就等着了 沈静哈哈一笑 表示期待 稍顿 沈静又开口说道 你那奇洋实验台的宣传工作 我尽力帮你争取到 一档宣传中的最好资源 你放心吧 一档宣传也同样有着差距的 知道沈静决定追求孔雪后 他在沈静眼里 就已经算是半个自己人了 自然更上心了些 对此 沈静只能再次郑重感谢 不久后 沈静打个车回往古安街 沈静边回往自己的办公室 边小声笑着道 小雪 我现在是真成红娘了 哈哈 沈静刚回到奈宝居 赵正见他就调笑道 小陈 你这算不算是出卖色相换来的一档宣传 哈哈 赵叔 你误会了 沈静哭笑不得的说着 不过赵正不了解事情的具体情况 有些误会也很正常 随即 沈静坐在赵正对面 边喝茶边把事情简单解释了下 哪知道赵正听完 依旧哈哈大笑的说道 没想到你小子还喜欢姐弟恋啊 我可真没看出来 沈静被笑得有点不好意思 干脆闷头喝茶不说话 赵正继续说道 不过姐弟恋也不错 比你大一些的女人更成熟懂事 比年轻小姑娘更能体贴和心疼人 恋爱过程中呢 也是她带着你成长 而且愿意带着你成长 这样相处起来会非常轻松 也能让男人把更多的心思放在事业上 这一番话 说得沈静不免露出惊讶的目光 看向赵正 这 这赵叔怎么看起来很懂的样子 赵叔 您谈过姐弟恋 沈静忍不住开口问着 闻言 赵正脸上露出一抹追忆 拿起茶杯喝了口茶 但他的表情却像是在喝酒一般 最后叹了口气道 谈过 不过最后没能成 小陈我和你说 姐弟恋的好处很多 但也不是没有坏处的 尤其是家庭方面的阻力 虽说现在的人总说什么年龄不是差距 但那是指相差两三岁的情况 超过五岁的差距 你父母就会比较难接受了 这些可都是赵正相当纯粹的经验之谈了 不过也不是没有走到最后的情况 终究还是要看你 以及你的那位大姐姐是怎么想的 赵正摇了摇头 感叹式的说了句 就不再多说其他的了 估计是陷入青春回忆中去感怀了 陈景只是喝了几口茶 目光中闪过的都是坚定 然后开口说道 赵叔 我明天想请个假 那宝居不是双休制 毕竟周末生意总是更好些的 9月12号 丁有月 魁亥日 周六 一结婚 入宅 领证 出行等 陈景今天刚五点左右就起床了 他要提前赶到金风山山顶 等着和孔雪偶遇呢 主要陈景考虑到 直接去询问孔雪要不要一起出金风山 有可能被拒绝 再加上目的太明显 很容易暴露了沈静这个隐藏的红娘 偶遇什么的 就没有这方面的顾虑了 到时候都遇见了 他在顺势提出和孔雪一起 看日出什么的 总不会被拒绝 况且 偶遇多浪漫 还能给孔雪一种和陈景很有缘的感觉 不得不说的是 陈景式的感情出根没错 但在这方面 还是相当有天赋和灵性的 起床认真洗漱了下后 陈景穿着运动休闲装就出发了 金风山不算是什么特别有名的旅游景点 外地游客并不多 但在昌城本地的人气不错 因为山顶朝东的方位很好 在这能看到很美的日出 陈景先是打了个车到了金风山山腰位置 后续的路程就得他自己爬上去了 一路上山景秀丽 草木茂盛 秋季泛黄的树叶飘飘凌凌落在山路上 很有种独特的韵味 容易让人心生宁静之胆 这会儿登山的人并不多 或者说年轻人不多 几乎都是些大爷大妈在登山锻炼身体 这倒也正常 年轻人注重锻炼养生的确实也不多 陈景大概快到六点的时候 抵达了金风山的山顶位置 这里专门修建了个不小的观景台 用来观看日出 周边还有些住扎着的帐篷 估计是头天晚上就来这儿等着看日出的了 不知道学姐什么时候到 陈景坐了个位置坐下 往上来的山路观望了眼 心中有些期待和紧张 这次偶遇可是打响他追求孔雪的第一枪啊 陈景是又期待又紧张还忐忑 把感情出歌的幻得幻失体现得淋漓尽致 十几分钟后 东方隐隐开始泛起一抹鱼堵白的时候 陈景终于是看到了孔雪的身影 出现在了上来的山路上 长发扎成马尾便 穿着一身素白的运动休闲服 精致漂亮的脸蛋卫视粉带 整个人看起来素静优雅 端庄美丽 他似乎要比这秋季的山景 还要美上几分 周边不少路人都会或多或少的 把目光投向他 陈景看到孔雪穿着的是素白色休闲运动服 心里立刻有些惊喜和高兴 因为他穿的是纯黑色的 两人衣服的款式 还有些相像 看起来就跟情侣装似的 见着孔雪逐渐走近 陈景赶紧把目光移开 既然是偶遇 那就不能表现得太明显了 孔雪走上观景台后 并没有第一时间就发现陈景 他面朝东方 脸上带着浅浅的笑 整个人看起来很放松 也很开心 好像登山 看日出就是孔雪解压的方式 这时 一缕金红光从东方缓缓射出 把整个观景台和山顶 映照得金灿灿红彤彤的 好似突然往一山水画中 泼了一条其他色彩 透着梦幻般的美丽 孔雪脸上的笑容更多了些 目不转睛地看着东方的日出 那美得醉人的景象 他在看景 陈景却在看他 好美 陈景心中忍不住惊艳 在这种惊艳之下 陈景终于是忍不住走到了孔雪身边 开口说道 雪姐 这要巧啊 孔雪文言微正 转头看到陈景 脸上也露出些惊讶 小陈 你怎么也在这儿 我听朋友说 金风山的日出很好看 刚好今天有空 所以就想着来看看 没想到能碰到雪姐你 陈景脸不红心不跳地说着 脸上还露出惊喜的表情 这样啊 孔雪轻笑着点点头 又道 金风山的日出确实很美 我经常来的 感觉每次到这儿来看日出后 心情都会变得很好 什么烦恼都没有了 陈景心中一动 扶至心灵地道 雪姐 我现在的心情 就已经特别特别好了 说这句话的时候 陈景鼓起勇气地看着孔雪 目光中的情绪大胆而赤裂 既然都决定追求孔雪了 陈景现在也丝毫不沾前顾后 畏畏缩缩的 孔雪本就知道 陈景有些喜欢自己 但她也没有想到 陈景会突然来这么一句 她又不傻 自然听懂话中的暗示 或者说明示了 这有些突然 甚至让亲熟大姐姐孔雪 都有点不知所措 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了 不过孔雪毕竟是孔雪 她很快就微微抿了抿唇 与其平缓道 那你认真看这里的日出 心情还会更好的 她这是故意装着 没听懂陈景的名事呢 嗯 我很认真的在看 陈景点点头 脸色神色 也是相当认真的引导 但她的目光 丝毫没有转向东方的日出 依旧在看着孔雪 这下 孔雪就有些招架不住了 漂亮脸淡上的神色 也有些绷不住 长长的睫毛颤了颤 抿着唇 把自己的目光 专注在了东方的日出景象上 不再多说什么了 好在陈景也没有看太久 她也是知道分寸的 很快也看向了 东方的日出景象 而就在陈景 把目光移开的瞬间 孔雪悄悄地松了口气 白皙如雪的脸蛋有些发烫 想来是羞红一片了 好在此刻正值日出 金灿灿红彤彤的阳光 遮掩住了她羞红的脸颊 等到太阳彻底从东方跳出来 这金风山极美的日出景象 也就结束了 雪姐 一起逛逛金风山吧 陈景再次转身看向孔雪 开口邀请着 孔雪这会儿也恢复了些心绪 稍稍犹豫了夏侯应道 好 这里的风景还是不错的 她确实也不好 拒绝陈景 毕竟遇都遇到了 陈景嘴角略了个弧度 毫不掩饰自己的高兴 说道 雪姐 你经常来金风山 肯定知道什么地方的风景更好 我跟着你走 孔雪点了点头 伸手把一缕并发 捋到小巧精英的耳后 说道 你是早饭了没 我记得这附近有个小市场 要不先去吃点东西吧 陈景自然是没有什么意见的英识 随后 两人便并肩往山下走去 陈景还是保持着分寸的 并没有靠孔雪太近 追求这种亲熟大姐姐 是绝对绝对不能太过心急的 不过 即使两人靠的并不是很近 但那酷似情侣装的穿着 还是让两个人看起来像一对情侣 嗯 姐弟情侣 下山的路上 陈景主动找着各种话题 和孔雪聊着天 天南地北的 什么都聊 而孔雪也都能回应上两句 毕竟她的学历很好 人生阅历丰富 双伤还高 光是随意聊天 陈景都觉得心里很开心很舒服 这就是亲熟大姐姐的魅力啊 金峰山上还有些居民住着的 因此 在山腰位置有个小市场 能够解决山上这些居民的日常生活所需 孔雪常来金峰山 对这里是较为熟悉的 她带着陈景到了小市场 找到一家面馆 开口说着 这里的面味道很不错的 两人点了面 坐在面馆靠外的餐桌上 边等着面煮好 边继续聊着 对了小陈 她边拿着纸巾 吸着病脚和额头上的汗水 边看似随意的问了句 陈景心里微动 隐隐猜到点孔雪问这话的意思 犹豫了下还是应道 今年22 听到这个数字 孔雪神色如常的点了点头 却是沉默了下去 可 那个雪姐你 陈景刚准备顺势问下孔雪具体多大了 但又觉得 这样问异性的年龄不太好 好在孔雪并不在意这点 也听出了陈景想问什么 落落大方的笑道 我今年28了 马上就是30岁的中年妇女了 你都还能说是个少年呢 哪有啊 我觉得30岁是女人最美的年纪 怎么能说是中年妇女呢 陈景听出了 孔雪这是在说 两人的年纪差距太大了 赶忙开口说道 其实她说的也没错 30岁确实是女人最美的年纪 只不过是之一 因为18岁也是女人最美的年纪 18岁是青涩 靓丽 30岁是成熟 纯美 孔雪倾笑了声 对陈景的话不置可否 转而问着 小陈你才22岁 应该还是大三大四吧 怎么就出来工作了 唉 我遇到些倒霉的事情 陈景面对孔雪 也没什么好隐瞒的 趁着吃早饭的时间 把自己被学校开除的遭遇都说了下 孔雪听完后 也是微微皱着好看的秀眉 说道 你们学校真是有点过分了 陈景怂怂肩 没办法 谁让那家伙家里有钱有势呢 我一个穷学生斗不过的 小陈 孔雪神色忽视变得认真了起来 一双极漂亮的眼睛看着她 开口说道 人生总会遭遇各种各样的挫折 有些挫折 可能是你根本就没有想过的 但不要被挫折打倒 我觉得你很优秀 未来也一定会做出一番成就的 陈景闻言 心里有些开心 虽说她早就从被学校开除的挫折中走了出来 但被自己喜欢的人鼓励 心里感觉总还是不一样的 嗯 谢谢学姐 陈景高兴地硬道 两人吃过早饭 其实时间也还蛮早的 陈景顺势提出在这小市场逛逛 孔雪道也欣然答应了 这小市场虽说有个小字 但实际面积不比一些商业街小了 卖的东西也都相对实惠 有些商货在城市里还相当难买到 老板 这茶叶怎么卖的 孔雪在一处茶摊前停下脚步 出声问着 摊主老大爷应道 八十一斤 这是绣芽茶 很不错的 孔雪点了点头 似乎是想买一些 蹲下身子 认真挑选了起来 陈景不懂茶 自然也给不了什么意见 他只好站在旁边等着孔雪 便随意地开着周边 就在这时 一种熟悉的感觉 突然出现在了陈景心里 他先是一愣 然后立刻反映了过来 这是那简陋青花瓷碗和区区的玄妙直觉 这种感觉的出现 也就意味着 附近有具备价值的东西可以简陋 陈景生怕着感觉消失 赶忙放空自己 跟着这玄妙直觉走 很快 陈景就在茶摊附近的一个摊位前 停下了脚步 这居然是个古董地摊 只不过摊位不大 位置还靠在街角 刚才陈景光顾着和孔雪聊天 倒是没有发现 陈景的目光 落在了摊位上的一个物件上 此时这古董地摊上 还有个三十多岁的秃顶男人 在挑选着什么 陈景刚想伸手 把他看到的那物件拿起来的时候 秃顶男人却先一步拿在了手里 陈景心头一跳 但面上神色没什么变化 这是啥东西 拿起物件的秃顶男人问着摊主 摊主瞧了眼 随意道 红宝石啊 这你看不出来 看着是挺漂亮的 多少钱 这是正宗的红宝石 最少八千 摊主黑黑笑着说道 秃顶男人呸了一口 抢劫啊你 这玩意儿能是珍宝石 老子跟你姓 说完他就把手中的物件 放回了摊位上 陈景松了口气 不动声色的也蹲在了摊位边 随便看 都是好东西 摊主见着陈景也招呼了句 这个时候买好茶叶的孔雪 没看到陈景 左右看了看 找到他的身影 也走了过来 脸上带着笑意的说道 小陈 看到什么好东西了吗 他知道陈景在古董行工作 见他跑到古董地摊边 也丝毫不觉得奇怪 秃顶男人见着孔雪 现实愣了愣 然后眼睛都快看直了 我就随便看看 陈景笑着回应着孔雪 便不经意地 又把那酷似红宝石的物件 拿在了手里 孔雪柔和大气地 笑着点了点头 那极美的模样 看得旁边的秃顶男人 眼珠都快掉出来了 他忍不住开口说道 这位美女 能认识一下吗 不能 孔雪看了他一眼 原本带着笑意的脸庞 立刻变得轻盲起来 语气稍冷地说着 他应对这种搭讪的经验 很丰富 秃顶男人僵了下 有些恼怒地哼了声 陈景也回头看了眼 秃顶男人 不过见着孔雪 应付得很干脆 便没说什么 而是专心看起了 手中的物件来 这是个橙色玫瑰红 有些像是水晶的的珠子 约摸半个鸡蛋的大小 虽然色彩鲜艳 但没有什么光泽 摸在手上的触感 也明显不是玉石 就这么看起来的话 倒是有些像是现代 用水晶加工出来的东西 或者是什么劣质的矿石 看起来并不具备什么价值 很像网上十几块钱 就能买到的假宝石 虽说 看起来像是假宝石 但有了前两次 玄妙直觉的经历 陈景自然不会 从这宝石的表象去判断 他果断动用了鉴定神眼 金色光芒出现 围绕着宝石转了几圈 然后回到陈景的双眼前 化作一排排鉴定文字 此物为 清朝嘉庆碧玉玺朝珠 此物历史价值 碧玺又名电器石 是一种珍贵稀有的结晶类矿石 最早出现在清朝 又在清朝的相关典籍中 有着碧霞锡 喜灵石等称呼 而现代社会人们 则称呼这种奇特的宝石 为碧玺 传说碧玺特别受慈禧太后的喜爱 慈禧太后的殉葬品中 就有很多碧玺首饰 同时 碧玺也是清朝一品 和二品官员的 顶带花灵的材料之一 常用来制作他们佩戴的巢珠 这件碧玺朝珠色成玫瑰之红 红色碧玺又有红碧玺之称 有孩面的叫法 又是二品以上官员的顶带之物 具备一定价值 陈锦看完鉴定信息 心中威喜 还有惊讶 这看似贾宝石的碧玺朝珠 具备价值 他是有所预料的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 这还是件真品古董 清朝二品官员以上的官帽顶带之物 这份历史价值还真是不低的 二品官员啊 在古代封建王朝 那基本就是 站在最顶峰的人物了 且不说一品 这当时的各省总督 总兵也就是郑二品的官员 全都是能在史书上 留下名字的人杰 古董的价值评判 其所具备的历史意义 本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 陈锦虽说之前 没有听过这碧玺朝珠的名头 也不知道具体价值 但他估摸着 最少还是能值个几万块钱的 就是按照这摊主开出的价格买下来 也算是个小漏了 不过这能压价 肯定还是要压价的 最重要的是 如果不压价 摊主说不定会觉得不对劲 陈锦心思转动 忽视抬头看向身边的孔雪 笑着问道 学姐 你看这珠子好看不 孔雪微正 有些没想到陈锦会问自己 不过他还是仔细看了看 陈锦手中拿着的碧玺朝珠 点点头道 还挺好看的 那行 陈锦故意说着 又看向摊主道 老板 这珠子我要了 不过能不能便宜点 摊主应道 小哥 这是正宗的红宝石 八千块 已经很便宜了 老板 咱们就别说那些虚的 我也是古董行的人 你这珠子是不是红宝石 大家心里都有数 要不是我女朋友喜欢 你觉得我会买吗 陈锦开口说着 孔雪文言愣了下 有些称怪的看了陈锦一眼 但他也知道 陈锦这是在压架呢 倒也没有开口解释什么 摊主看了眼陈锦 和孔雪身上 酷似情侣装的装扮 犹豫了下说道 那你能给多少 八十 陈锦立刻道 什么 摊主差点蹦起来 大声道 我说小哥 你这是砍架 还是砍人啊 陈锦还没回话 旁边的秃顶男人 忽视冷笑了声 开口讥讽道 毛都没有长齐 说什么自己是古董行的人 还装得很懂的样子 我就是古董行的 怎么从来没有见过你 真是可笑 稍顿 秃顶男人又对着孔雪道 美女 你这找男朋友的眼光可不怎么样 给你买个破玩意儿 也就算了 居然还要讲价 你跟着他可惜了 要不跟着我吧 美女 我在古董行待了很多年了 身家不敢多说 但也有个千万左右 你要是跟着我 以后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文言 我看你才真是可笑 秃顶男人背对的脸色胀红 怒声道 那也比你这个废物小男朋友强 就给你买个假宝石 关你什么事 莫名其妙 孔雪毫不客气地说着 精致漂亮的脸蛋上满是冰霜 显然也非常生气了 这时 陈景却没说什么 只是对着摊主道 老板 大家都是厚道人 你给个十价 可以的话 我直接买了 摊主有点诧异地看了眼陈景 有些奇怪 他怎么不回怼秃顶男人 不过这事和他也没什么关系 东西能卖出去就行 这样吧 八十太低了 你给个八百 摊主稍稍考虑了下开口说道 陈景摇摇头 最多五百 这 摊主故作迟疑了下 然后才点头道 行吧 随后 陈景立刻拿出手机付了钱 俊朗的脸上便露出了笑意 摊主也笑了起来 两个人都觉得自己赚了吗 哼 还真买了 五百 五十我都不买 就你这还好意思说 自己是古董行的人 你也配啊 秃顶男人对不过孔雪 转头继续讥讽陈景 碧玺 朝珠已经到手了 陈景可不会再惯着秃顶男人了 他站起身来 眼睛瞇了瞇 开口说道 你刚说你在古董行待了很多年了 就你这眼力 那真是都带到狗身上去了 以后就别说自己是古董行的人了 丢人啊 秃顶男人文言一愣 然后说道 我眼力怎么了 比你这个废物 不知道强多少倍 一个贾宝石也能花五百买 真是一笑大方 贾宝石 陈景嘴角微微上扬 点点头 这确实是贾宝石 因为它并不是宝石 而是电器石 铺顶男人呵呵笑道 什么电器石 破石头 陈景俊郎脸上笑意更盛 只不过带着几分讥讽 他开口说道 电器石又叫碧玺 你在古董行待了很多年 不知道有没有听过碧玺朝珠啊 哦对了 你这些年在古董行都待到狗身身去了 怎么可能知道呢 还是我来给你解释一下吧 随即 陈景就把碧玺朝珠的信息详细说了出来 这个过程中 秃顶男人越听脸色越难看 夹杂着悔恨 极度和难以置信 而站在陈景身边的孔雪 听他说着碧玺朝珠 看着他轮廓分明的侧脸 一双极漂亮的眼睛 也在不知不觉中 闪动起了异样的光彩 碧玺朝珠具备的历史价值 别说五百了 就是五千八千买来也是赚的 你说这是破石头 哈哈 真是有够可笑的 陈景说完碧玺朝珠的信息后 也半点不客气地 回怼着秃顶男人 他这人向来如此 别人尊重他 他也尊重别人 但要是别人非要搞事情 他也绝不会客气 本来当着这摊主的面 他是不应该说出 碧玺朝珠的真实价值的 不过谁让这秃顶男人 实在过分呢 还波及到了孔雪 陈景不回怼他 就有鬼了 秃顶男人眼睛都红了 心里又后悔又嫉妒 刚才可是他先拿着那碧玺朝珠看的 结果硬是把这个漏给错过了 我 我是没仔细看而已 不然这碧玺朝珠 还轮到你简陋 你怼什么 秃顶男人面子挂不住 嘴硬的说道 陈景吃笑出声 啊对对对 你是没仔细看 狗也是这么说的 你 秃顶男人骂猎句 还想要动手 但看了看陈景 最终还是没敢 他身体虚得很 哪敢和陈景动手啊 小子 有本事告诉我你叫什么 秃顶男人满脸阴狠的说着 他自觉在昌城谷董行 混迹了些年头 还是有些人脉的 想要动用关系 让陈景在昌城谷董行 混不下去 陈景猜到了他的心思 笑道 我叫陈景 陈景 秃顶男人稍稍想了下 确定没有听过这个名字 轻蔑不懈道 好歹 你给我等着 虽说因为之前 简陋青花此晚的事情 让陈景在古董行 稍稍有点了名气 但也就只有一点 多数人还是不知道他的 好 我等着 陈景随意地硬着 他还真不怕秃顶男人搞事情 就对方的鉴定眼力 想来也不可能 是什么古董行的大佬 陈景背后站着 赵正这个 在昌城古董行地位不低的人 怎么可能怕了他 秃顶男人见陈景随意的样子 心里更是怒火生疼 暗自想着 到时候 就算这小子哭着求自己 他也不会放过他 随后 秃顶男人转身就走了 陈景都懒得多看他一眼 刚想和孔雪说什么 那古董摊主哭丧着脸说道 小哥 这能不能给我再加点钱啊 这摊主也后悔啊 毕竟秃顶男人只能说是 错过了避喜巢猪 而他则是亲手卖出去的 而且还相当便宜 陈景笑道 老板 卖出去的东西 哪有在涨价的 摊主闻言叹了口气 说道 算了 也怪我自己没眼力 就是今天没卖给你 哪天也会卖给别人 烧顿 他看了眼陈景 有些佩服的说道 小哥你年纪轻轻 鉴定眼力就这么厉害了 我自愧不如 这古董摊主的态度 还算是不错的 就算知道自己 被陈景给捡漏了 也没有耍无赖反悔什么的 一是东西确实是卖给陈景了 二是 陈景和孔雪 离开了小市场 继续往山下走去 小陈 没想到你 鉴定古董这么厉害 孔雪侧头看了看陈景 由衷地夸赞道 陈景则谦虚应道 没有 我就是运气好 刚好看过 陈景和孔雪 朝珠的相关鉴定知识 不然我也认不出来 这么谦虚做什么呢 你要是不努力学习古董鉴定 也就不会刚好看过 陈景和孔雪 朝珠的鉴定知识了 对吧 孔雪浅笑着说道 不过有一说一 陈景在学习古董鉴定 知识这点上 确实是非常努力的 平时上班的时候 只要有空 那基本都是 在看鉴定知识类的书 陈景被孔雪夸得 有点不好意思 又想起什么的 把手中的臂喜 朝珠递向孔雪 嗯 孔雪微冷 脚步微顿地问着 小陈 你这是 陈景眼中闪过笑意 开口说道 学姐 我刚才不是说 买来送给你的吗 文言 孔雪白了陈景一眼 好气又好笑地道 你刚才说的是 买来送给女朋友 我可不是你女朋友 我是你学姐 陈景也轻笑了起来 她本来还想来的 突然袭击的 没想到孔雪没上当 不过即使如此 陈景心底还是很高兴 她隐隐约约察觉到了一点 孔雪对待她时的态度转变 那就是 没了之前 她刻意控制着的分寸感 在这之前 孔雪在陈景面前 从来都是端庄大器 姐姐对待弟弟的态度 但现在却有些不同了 当女人给男人白眼的时候 其实就只有两种可能 要么是她真的 对男人很无语 很不喜欢 要么就是较为轻易了 孔雪对陈景 自然不是不喜欢 换句话说 陈景距离成功近了一步 这速度是有点快的 学姐 不管怎么说 刚才还要谢谢你的配合 简陋着碧喜巢珠 也有你的一份功劳呢 陈景又乐呵呵地开口说着 孔雪瞅了她一眼 说道 小陈 我才反应过来 你刚才要是说 买来送给姐姐的 好像效果也差不多 你说送给女朋友 是不是故意占我便宜呢 当然了 陈景心里这么说着 但嘴上自然不可能承认 当然不是了 我就是下意识 想说女朋友 可能这是我 潜意识里的想法吧 好家伙 陈景这感情 出个升级的速度有点快 我潜意识里都在想着 你是我的女朋友 陈景这话里藏着的意思 孔雪也听了出来 她抿了抿唇 直接说着 时间也不早了 咱们早点下山吧 说完 孔雪稍稍加快了脚步 走在陈景的前面 陈景危症 见着孔雪这个反应 不免有些担心 是不是自己太急了 不过好像也没有显得太急 话语其实都还是比较委婉 她也没有直白的表白 她不知道的是 孔雪之所以加快脚步 是因为 她又感觉自己的脸颊有些发烫 生怕被陈景看到 飞红的白皙脸颊 学姐 中午一起吃饭吧 我请你 陈景稍稍调整了下心态 又快步追了上去 笑着开口说着 稍顿 她还怕孔雪拒绝 又补充了个理由 算是感谢学姐 刚才帮我捡漏碧喜潮珠 孔雪走在陈景前面 只留给了她一个窑窕好看的背影 但并没有回应什么 就在陈景有些失落的时候 才听到一道柔和大气的声音 轻轻从前方传来 好 就在陈景和孔雪 下山去吃午饭的时候 那秃顶男人 正在怒气冲冲地打着电话 语气阴狠地说着 魏小俊 帮我查个人 名字叫陈景 看起来也就二十岁出头的样子 应该也是昌城古董行的人 手机中传来那边的回话 方哥 那小子惹到你了 问那么多做什么 快去帮我查 秃顶男人冷声说着 那声音里的怒气 任谁都能听得出来 挂断了电话 秃顶男人阴沉着脸自语着 小子 你敢告诉我 你的名字确实有些胆量 但也是真的愚蠢 老子要让你在昌城古董行 混不下去 秃顶男人觉得 以自己在昌城古董行的人脉 拿捏陈景还是相当轻松的 根本就没有想过其他可能性 甚至 他现在都已经在期待到时候 陈景找到自己认错道歉了 不过他不可能原谅陈景 就算他哭着求自己 嘿嘿 就让你这小子知道知道 什么叫做你惹不起的人 就这么想着 秃顶男人都忍不住笑了出来 半个小时左右 秃顶男人的手机响了起来 怎么样 查到了吧 秃顶男人这会儿的语气 已经开始变得兴奋 期待了起来 电话那边却有些沉默 喂 没信号码是 秃顶男人还有些奇怪 看了眼手机发现 信号是正常的 奇怪地问着 小俊怎么不说话 在不在 小俊那边文言才终于回应到 方哥我在的 他声音中带着些尴尬和畏惧 那你怎么不说话 行了 那小子的情况查到了吧 说说看 秃顶男人并没有发现小俊的异样 只是催促着 小俊叹了口气 说道 查到是查到了 不过 不过什么 你怎么说话吞吞吐吐的 有什么就说什么 秃顶男人也终于发现了些不对劲 皱着眉头说道 方哥 那小子有点背景 我觉得 你还是别找他的麻烦了 小俊有些迟疑的劝道 一听这话 秃顶男人微冷 然后冷笑道 有点背景 他能有个什么背景 我会怕他不成 方哥 其实我是说的委婉 直白点说的话 那个陈景 咱们惹不起啊 小俊干脆把话明说了 这下 秃顶男人有些猛 难以道 你说什么 我惹不起那小子 小俊你是不是还没睡醒 方哥 咱们真惹不起啊 他是那宝居的学徒 那宝居的老板 可是赵正啊 那可是尊大佛 小俊开口说着 声音里带些金句 赵正 秃顶男人也被这个名字吓了一跳 然后又冷静下来说道 那小子就是个学徒 说难听点和店员有什么区别 难不成赵正还要死保他 小俊似乎预料到了 秃顶男人会这么说 叹了口气道 方哥 我之前也这么想 所以特地跑了趟内宝居 隐晦地问了下赵正 你知道他怎么说吗 怎么说 动陈景 等于是在动他 后果自负 稍顿 小俊又补充了句 而且 好像李勋李大师也认识陈景 据说还相当看好他 咱们是真惹不起那个陈景啊 嘟嘟嘟 小俊的话刚说完 就发现秃顶男人那边 已经直接挂断了电话 他怂怂间自语了句 这个方哥也真是 这一下惹到惹不起的人了吧 午饭是在金风山山脚一家中餐厅吃的 本来陈景还想着带孔雪 去一些情侣餐厅之类的 毕竟有些时候氛围的烘托也很重要 但孔雪也不知是看出了他的心思 还是单纯地觉得跑太远很麻烦 直接在附近选了家 还不错的中餐厅 两个人吃饭的时候 孔雪已经看不出什么情绪波动了 好似恢复了以前和陈景相处时的状态 聊着些随意的话题 每当陈景言语稍微暧昧的时候 他总是不动声色地转移话题 这让陈景有些无奈 但心底倒是没有那么失望 因为他也隐隐感觉到 孔雪对自己也不是全然没有感觉的 但孔雪有顾虑 而这个顾虑 基本可以肯定就是两人的年龄差距 偏偏这个顾虑吧 是客观因素 陈景没办法去改变啊 难不成穿越回去 让父母早上他几年啊 总之这是个大难题 也可以说是把孔雪 变成他女朋友之路上的最大boss 陈景得想办法 让孔雪不在意两人的年龄差距才行 而想要达到这个目标 他得先弄清楚 孔雪顾虑年龄差距具体的点有哪些 比如像沈静说的那一点 觉得他太年轻 可能还只是想着 谈恋爱不是奔着结婚去的 先解决了这点 陈景心里这么想着 吃过午饭 两人回往天雪山小区 坐的还是孔雪的车 这还是陈景第一次看到孔雪的车 是一辆红色的奥迪A5 看起来很漂亮 同时也确定了孔雪的经济状况 确实是不错的 能开得起六七十万的车 经济状况是超越大部分的人了 包括现在的陈景 也难怪那个徒顶男人说 他自己身家千万可以让孔雪 想买什么就买什么的时候 会被孔雪那样回怼了 陈景坐在副驾驶上 心里忽然有些好笑的想着 我要是真把学姐追到手了 貌似是找了个真正的漂亮欲姐富婆啊 这自然是玩笑话 陈景其实是个自尊心挺强的人 别看他心里还在和自己开着玩笑 但其实是感觉到压力的 还是得努力多赚钱 更成功才行 不然就算孔雪不在乎两人在经济上的差距 陈景自己也会在乎 孔雪的车开得很稳 速度也不快 午后的阳光透过车窗洒进来 有些暖洋洋的 还带着几分催眠的味道 在等一个红绿灯的时候 陈景阻止了夏宇言 开口说道 学姐 你家里人催你结婚吗 孔雪文言微微侧头看了他一眼 然后点点头硬道 当然催了 我妈妈每次打电话都会催 说什么我都快三十岁了 再不嫁人就要嫁不出去了 陈景笑道 学姐要是都能嫁不出去的话 那这个世界可太魔幻了 稍顿他忽视话锋一转 其实我父母也催我结婚呢 啊 孔雪听到这话 明显惊了下 极漂亮的眼睛连眨了好几下 小陈 你别开玩笑了 你才多大 你父母怎么可能催你结婚呢 孔雪微微摇头 表示不相信陈景的话 陈景立刻应道 真的 我们那边因为比较落后嘛 思想也都挺保守的 长辈都觉得早结婚更好 我好多初中高中同学 现在孩子都会打酱油了 他这话算是半真半假 真的是陈景老家那边思想观念 的确是信奉早婚早育的 其实很多小地方都是这样的 假的自然是他父母并没有催过他结婚 毕竟他之前还在念大学呢 思想再怎么陈旧 也不可能催他一个大学生结婚 不过要是像他的那些初高中同学一样 没有念大学 那肯定也会被催婚的 陈景给的解释也没什么问题 孔雪点了点头 饶有兴趣地问着 那你自己是怎么想的呢 肯定不想这么早就结婚吧 毕竟你才22岁呢 他不知道的是 陈景等的就是他这句话呢 没有啊 其实我也挺想早点结婚的 我觉得和自己喜欢的人组建家庭 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孔雪文言抿了抿唇 眨了眨眼 居然沉默了下去 陈景健壮 知道他听到自己这话 心里估计有些波动了 他的顾虑中本就有担心 陈景不是奔着结婚去的这点 现在陈景却打消了他这点顾虑 他有些动摇也很正常 孔雪沉默了半想 陈景也没有再说什么 这个时候他说其他的也没有用 我才不信呢 孔雪忽然说着 精致漂亮的脸蛋上却带着笑意 陈景赶忙认真道 真的学姐 我发誓我没有骗你 反正就是不信你 你发誓我也不信 男人的嘴 骗人的鬼 孔雪极漂亮的眼睛中 闪动着笑意 依旧表示不相信 陈景还想再说什么证明一下 孔雪抢先说道 好了 不要说话了 我要认真开车了 啊 陈景张了张嘴 还是没有说什么 只是心底有些疑惑 他敏锐地感到 孔雪对他的态度又有了新的变化 但这个变化是好是坏 他有点不敢确认 等会得试探一下 陈景心里这么想着 不久后 陈景和孔雪回到了天雪山小区 各自回出租屋的时候 陈景忽然喊住了孔雪 学姐 下周六我们再一起去看日出吧 孔雪脚步微顿 然后摇了摇头 下个周六我没空 听到这句话 陈景的心瞬间凉了半截 骏朗的脸上露出失落的神色 这时 孔雪眼中闪过了一抹狡辖 然后再次开口说道 不过我周日有空 要不要一起 陈景闻言立刻反应过来 惊喜道 好啊 他心里高兴的同时 也知道孔雪是故意在捉弄他呢 随后 孔雪就回了出租屋 陈景也没有提出 去他家喝喝茶什么的 因为今天已经差不多了 凡事过犹不及 嘿嘿 陈景打开门 情不自禁地笑了几声 他感觉到自己的机会 貌似越来越大了 距离把孔雪这个几乎完美的 亲熟大姐姐 变成他的女朋友更近了 另外一边 孔雪关上门后 并没有立刻走进去 换了鞋站在门口 把丝绸般的头发 披散在肩上 砰的一声 这是陈景关门的声音 孔雪眨了眨眼 想起了刚才故意捉弄陈景时 他俊朗的脸 从失落变作惊喜的模样 扑痴 孔雪忽然是轻笑了一声 那极好看的脸 如同百花盛开一般 美的连还没开灯的房间 似乎都亮了几分 只可惜 此刻无人能看到绽放微笑 美得惊人的孔雪 傻乎乎的 孔雪笑着低声说了句 然后伸了个懒腰 舒展了下那凹凸有致的 极好身段 接着才走进了屋里 陈景回到自己的出租屋后 先把小星收着的 碧玺巢珠拿出来看了看 虽说不像宝石那样带着光泽 但细看下来 发现其光华那脸 也非常美丽 仔细算算 今天距离上次简陋曲曲 刚好经过了七天 陈景心里暗自思索了起来 这事儿 他一直放在心上 本来是准备和孔雪看完日出后 下午或者晚上再去试验一下的 现在看来倒是不需要了 玄妙直觉的能力 基本可以确定 也是他的鉴定神眼带来的 而且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这玄妙直觉的能力 应该是有两种出发方式 一是陈景主动 二就是附近出现具备价值 可以简陋的东西时 有可能会被动出发 之所以是有可能 却是陈景考虑到 上次简陋曲曲的时候 这玄妙直觉能力 并未被动出发 这其中具体是因为什么 陈景现在自然弄不明白 关于这玄妙直觉的能力 他还得多试验几次 才能弄清楚具体情况 好在现在能确定 这能力的剑锁时间是七天了 等七天后 我再试验一下 陈景握紧了手中的碧玺巢珠 暗自想着 一日 陈景照常上班 俊朗的脸上都是笑容 他的心情自然是非常之好 除开孔雪的原因之外 毕竟还简陋了吗 到那宝居的时候 赵正依旧如同往常一般 在泡着茶 这会儿时间还早 没有什么客人上门 陈景看了眼店里 也没什么需要打扫的地方 他便静止坐到了赵正的对面 赵正看了他一眼 笑道 小陈 看你这脸上的笑容 昨天的进展肯定不错 之前陈景请假的时候 倒也和他说了原因 嘿嘿 还行 陈景高兴地硬着 然后把装在小盒子中的 碧玺巢珠 放在了茶桌上 赵正微棱 这是 我在金峰山上捡的漏 应该是个真品 不过我也不是很确定 赵叔您帮我瞧瞧 陈景笑着开口说道 赵立没有把话说得太满 可嗨嗨 赵正嘴里的一口茶 差点没喷出来 连连咳嗽了好几下 才满脸难以置信道 小陈 你小子什么情况 去登个山看日出 都能捡漏的 陈景赶忙又给赵正倒了杯茶 然后才说着 赵叔 您别激动 我只是说 有可能捡漏 不一定就真的捡漏了 赵正对陈景的话不置可否 他现在是越发怀疑 陈景到底是不是老天爷的私生子了 这次是个什么误件 赵正拿出放大镜 边拿起茶桌上的小盒子 边开口问着 陈景应道 应该是碧喜潮珠 嗯 赵正威正 打开小盒子 拿出那半个鸡蛋大小的碧喜潮珠 然后说道 你小子居然还知道碧喜潮珠 这是比艳态还冷门的物件 陈景神色不变地应道 刚好前段时间在书上看到过 赵正点了点头 也没有多说什么 拿着碧喜潮珠 认真的鉴别了起来 陈景给自己倒了杯茶 边喝着边 安静地等着赵正鉴定 说起来 也不知道是不是几乎每天 都和赵正一起喝茶的缘故 陈景现在也有点喜欢上喝茶了 那种入口微苦 后有回甘的味道确实不错 而且透着几分人生的意味 这世界上 大多数的人不都是先苦后甜的吗 小半想后 赵正小心地把碧喜潮珠 放回了小盒子中 满脸惊讶地说道 小陈 你还真的又简陋了 这碧喜潮珠是真品无疑 你这是什么运气啊 陈景黑黑一笑 说道 我也不知道 就是碰巧看到的 当时 他把在金风山上的事情 简单说了下 哪知道赵正听完后 竟露出了恍然大悟的神情 说道 难怪方伟的人 昨天会来莫名其妙 来打探你的消息 我正准备问你 是不是和方伟有什么过节呢 原来是因为 你从他眼皮底子下抢饱了 陈景闻言有些疑惑 问着 赵叔 那个秃顶男人 您认识 认识 也算是昌城古董行的老油条了 和高福是一种人 只不过 他的鉴定眼力比高福还差 几乎都是靠骗人下套赚钱 这次被你抢饱也是他活该 赵正点了点头 言语颇为不屑地说着 陈景听出了赵正言语中的不屑 知道他根本就没有把方伟放在眼里 不过还是谨慎地问了句 赵叔 不会有什么麻烦吧 赵正随意地摆了摆手 放心 就是借他实的胆子 方伟也不敢做什么 听到这句话 陈景也彻底放心下来 不再提及方伟 转而问着 赵叔 这碧玺朝珠能值多少钱 这才是他最关心的问题 赵正稍稍思索了下 应道 这碧玺朝珠很冷门 不过冷门的同时也少见 因为很多人都不认识 所以留存到现在的非常少 再加上你这颗明显是被人工打磨成这个形状的 所以基本可以断定 是清朝二品高官以上的官帽顶带之物 那这价值就还不错 稍顿 赵正说出了他的估价 应该价值在六万以上 十万左右 六万至十万 陈景文言点了点头 心里还是相当高兴的 这个价值已经不低了 他花了五百买到手 这是捡了个不算小的漏了 还是那句话 捡漏本身就不容易 又怎么可能每次捡漏都是几十万的大漏呢 赵叔 这么冷门的话 怕是不好出手吧 陈景高兴之余 还是有些担心 连艳台都很难找到个人收藏家出手了 更别说是这臂喜朝珠了 赵正文言笑了笑 伸手拿起臂喜 朝珠把玩了起来 说道 好出手 啊 陈景文言微冷 这么冷门的物件 怎么会好出手的 我要了 赵正脸上带着笑意 又道 这不就好出手了 赵叔 您别 陈景以为赵正正是在帮他呢 立刻就想要拒绝 他现在也不是那么缺钱了 赵正是没有必要帮他的呀 赵正抬手阻止了陈景继续说什么 说道 小陈 你别多想 我没有其他的意思 是真的想要收藏 这颗臂喜朝珠 一是确实很漂亮 想要收藏 二就是 我觉得臂喜朝珠升值空间不小 陈景看着赵正 见他面目认真 倒是相信了几分 便说道 那赵叔 我就六万卖给您 他开了的最低价 倒不是陈景不想开的更低 但他现在有些了解赵正 这估价是赵正估的 再低的话 他是不会同意的 六万倒是差不多 要是换其他人 陈景肯定想着 卖个更高价 但赵正自然不同了 陈景欠他的恩情可不少 好 赵正笑了笑 也没多说什么 陈景想了想又道 赵叔 那这个钱 就算在我那奇阳实验台 给您的分成中吗 也行 赵正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但又补充了句 到时候多了你不及我 少了我不及你 陈景张了张嘴 想要说少了也不用补 不过看着赵正认真的神色 他最终还是点了点头 赵正这个人公私分明 这样也算得很清楚 陈景想要在前方面来报答恩情 估计只会适得其反 谈好了碧玺朝珠的事情后 赵正又饶有兴趣地 问起了陈景和孔雪 一起看日出的事情 鉴于赵正有过姐弟恋的经验 陈景心底存了些请教的想法 便把情况详细说了下 最后问着 赵叔 您觉得 现在学姐对我 到底是个什么想法呢 赵正笑眯眯地喝了口茶 反问道 你自己觉得呢 赵正说着 应该要比之前好一些了 我觉得我有希望了 对 赵正点点头 放下手中的茶杯说道 我大概也能看出来 你的那位学姐 对你应该不是完全没有感觉的 她只是在顾虑你们的年龄差距 年龄差距虽然是客观因素 但并非是真的没有办法的 因为人的想法是会变的 你什么时候彻底打消她的顾虑 那她就是你女朋友了 赵正乐呵呵地说着 她自己都觉得 这事很有意思 一把年纪了 居然还给小陈讲解感情上的事情 还真是有点为老不尊了 陈景觉得赵正说的有道理 心里默默琢磨着 后续应该怎么完全把孔雪的顾念打消 这时赵正又说道 不过小陈啊 你真的考虑清楚了吗 你要真能打消重重顾虑 和孔雪走到一起 那我估计你们很快就会结婚的 你才二十出头 你确认以后不会后悔自己太早结婚吗 或许你现在觉得自己不会后悔 但就像我刚才说的 人的想法是会变的 小陈 你真的很年轻 而且你在古董鉴定上很有天赋 运气又好 我都不敢说你以后会达成什么样的成就 到了那个时候 你身边会围绕无数优秀又漂亮的女人 到时你会不会后悔自己结婚太早 不能随心所欲的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你还能坚守本心吗 你还能坚守本心吗 赵正的这句话把陈景问得有些愣神 这种问题有些沉重 他不可能立刻就能回答得出来 你好好想想吧 这个问题 我想以后孔雪多半也会问你的 其实我估计 这才是他最大的顾虑 你真的太年轻了小陈 赵正有些感慨地说着 陈景沉默不语 只是喝着茶 心里也同时在问着自己 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能真的信誓旦旦 保证自己的本性永远不会变 人的想法都会因为时间环境 金钱地位而改变的 赵正没有在说什么 只是把玩着手中的臂喜朝珠 等着陈景的答案 他作为过来人 很清楚这种事情 只有靠陈景自己去思考的 这也是每个人成长路上 必须要经历的各种问题之一 还是那句话 陈景真的太年轻了 22岁是个什么年龄 12点吃饭12点半就饿 论追求两个字 新鲜 陈景如果真的和孔雪在一起了 那新鲜两个字对他而言 可能就比较遥远了 当然也能收获一些其他的东西 这对他来说是个重要的抉择 这也是为什么赵正会说 年龄相差较大的姐弟恋有好处 也有坏处的原因了 好办想后 陈景才目光坚定地说道 赵叔 我不能保证以后 但至少现在 我是真的很喜欢学姐 我也会尽全力保证出心不变 赵正文言点了点头 其实陈景这样的保证 反而更显得有幸福力 因为人确实没办法保证以后 只能注重当下 那你小子就加油 我等着喝你的喜酒 到时候 赵里送的好物件给你 赵正乐呵呵地说着 陈景也笑道 那就借赵叔及言了 时间总是过得很快的 尤其是在陷入平静之后 从简陋避洗潮珠后 一晃过去了数天 这几天里 陈景生活的相当规律 每天上班下班 然后在古玩街逛一逛 把每天的鉴定次数都用完 当然是没什么收获的 而孔雪这几天工作上 似乎遇到了什么事情 那几次后 见着孔雪每次神情都颇为疲倦 也就不再打扰他休息了 同时 新世纪拍卖行 那边的秋季拍卖会宣传 也已经展开 沈景果然帮陈景的 奇阳实验台 拿到了一档宣传中的最好资源 这让陈景既高兴又感激 赵正更是直言 这么好的宣传资源 奇阳实验台成交 肯定是没问题的了 现在就看能不能溢价成交 对此 陈景也是非常的期待 毕竟 只要成交价稍微高一点 那他就能挣到人生中的 第一个一百万了 9月19日 丁有月 甲银日 周六 一季四 修饰原强 平治道徒 造出筹 于是误取 今天是新世纪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秋季拍卖会举办的日子 陈景早早就到了那宝居 准备等会和赵正一起过去 本来陈景是想 邀请着孔雪一起去的 不过考虑到他前段时间工作很疲惫 好不容易 周六肯定是 想要好好休息下的 所以最后还是没邀请 再加上邀请孔雪的话 到时候 说不定会暴露了 沈景这个隐藏的红娘 那宝居中 赵正也在等着陈景了 他今天穿得相当正式 一身深色的西装 整个人看起来 颇有点老干部的气质 你小子怎么穿得这么随眼 赵正见着陈景 就微微皱眉地说着 陈景微冷 他穿的是平时变装 文言有些疑惑地问着 赵叔 我应该穿得正式些吗 当然 新世纪的秋拍会来 很多古董行和收藏界 甚至是商界的大佬 算是所谓的上层体面场合 大家都会穿得很正式 这是自己的脸面 也是对别人的尊重 而且 拍卖会结束后的宴会 也是重要的社交机会 不说让你现在 就能结识那些大佬 总能混个脸熟 但你穿得这么随意 多数人连话 都不会和你说两句的 陈景文言 脸色也逐渐凝重了起来 他确实是没有想到 这一点的 不过这也不能怪他 陈景出身贫苦 又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场合 没有意识到 这一点也很正常 赵正的教导和指正 赵正摆了摆手说道 谢什么 你记住这点就行了 很多场合穿正装 总是没错的 至于随意穿穿 等你什么时候 成为真正的大佬 那就无所谓了 稍顿 赵正看了眼时间 又道 现在还有点时间 我先带你去买套西装 好 陈景点点头 认真的应道 这事对他来说 也是多增长了些社会经验 不久后 赵正开着车 先带着陈景到了附近的商业街 买了套西装 陈景此前还真没穿过西装 也不会选 最后只能让导购帮忙挑选了套浅蓝色 刚好合身的 还有一双皮鞋 陈景身材提拔 长相俊朗 这穿起西装来 显得更是帅气 浅蓝色 也很趁他的年轻朝气 就是结账的时候 陈景看到这一套的价格 真是倍感肉疼 七千六百块 回到车上 赵正见着他脸上的肉疼之色 忍不住好笑道 小陈 你现在马上就要成百万富翁了 七千多而已 不用这么肉疼吧 陈景闻言 无奈地摇摇头 赵叔 我以前穷得很 短时间那只消费观念 不是那么好扭转的 这句话倒是说的没错 消费观念是需要慢慢扭转的 尤其是像陈景这样 短时间赚取了不少钱的情况 七千多块钱 这是陈景以前很长一段时间的生活费了 现在一套衣服就花出去了 他下意识觉得 肉疼也是正常的 赵正点了点头 说道 话是这么说的 但你还是得明白 你现在终究和以前不同了 赚钱越多 其实花钱的地方也就越多 七千多的一套西装 实际上都只能算是普通 你现在也就临时凑合着穿而已 以后还得买更好的 陈景心中暗自择舌 有钱和没钱 确实是两回事 不过赵叔的话也有道理 他必须要尽快把自己的消费观念 给扭转过来才行 新世纪的秋拍会场 在明城国际酒店 也是昌城著名的五星级酒店之一 陈景和赵正赶到的时候 距离拍卖会开始 还有半个多小时 上到酒店33层 出示了邀请函后 才顺利进入了会场 新世纪的秋季拍卖会 规格还是很高的 一般人还真进不了场 如果不是陈景的 西洋实验台 也是拍品的话 他是肯定没有资格 来参加这场拍卖会的 因为资产不够 社会地位也不够 两人到的时候 会场中的人已经不少了 陈景粗略扫视了眼 多数他都不认识 但很明显的是 这些人年纪都偏大 而且各个气势不凡 要么带着富贵气 要么有种长期 身居高位的压迫感 少数陈景认识的人 那都是昌城真正的大人物 偶尔会出现在 电视上的商界大佬什么的 等拍卖会结束 我带你去认识些人 先混个脸书 赵正忽视开口说着 陈景点点头 应道 嗯 谢谢赵说 这时 在会场中忙着招呼 各界人士的沈静 远远地看到了陈景和赵正 快步走到两人面前 脸上带着笑意地说道 小陈 赵老板 赵正笑着回应 沈部长 辛苦了呀 神奇 陈景也打着招呼 沈静的目光放在他身上 仔细打亮了两眼 说道 小陈 你穿西装还挺好看的吗 陈景文言 稍稍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沈静又道 对了小陈 告诉你个好消息 你的七阳实验台宣传效果很不错 刚才我四处打听了下 好像不少人都挺感兴趣的 反正是 不用担心流拍了 说起这个 沈静自己也有些高兴 毕竟七阳实验台 是他定下来的一档宣传 不说溢价成交什么的 至少不能流拍吗 这还得感谢沈静你的 陈景也高兴地说着 沈静眨了眨眼 调侃道 不用谢 你以后说不定是我闺蜜的老公 大家是自己人吗 哈哈 对 是自己人吗 赵正文言也是哈哈大笑地说着 沈静手上还有不少事情 也没和陈景以及赵正多聊 让两人随意后 就又去招呼其他人了 赵正本身也是昌城古董行的名人 这么多年积累的人脉也不少 很快就有熟人上来攀谈叙旧 这寒暄叙旧的时候 陈景也知道 赵书不方便给他介绍人认识 就主动拿了本这次拍卖会的拍品册子 找了个安静的地方看了起来 等着拍卖会开始 新世纪这次秋季拍卖会的拍品很杂 从古董到现代艺术品都有 价值从几万块到上千万不等 陈景的奇阳实验台 在其中只能排在中等的样子 拍卖顺序也差不多是在中间 这勉强还算是个不错的顺序 反正他的奇阳实验台 也不可能压轴就是了 是你 就在陈景看着的时候 一道冷冷的声音忽然响起 陈景寻生抬头看去 发现却是个熟人 正是之前想拜李勋为师的黄杰 说起来他和陈景还有些过节 还真是你 你一个小学徒是怎么混进来的 黄杰确定是陈景后 脸上立刻带着些讥讽的开口说着 陈景闻言 吃笑了声 黄先生的嘴还真是一如既往的臭不可闻 这黄杰上来就讥讽他 陈景当然也不会多客气 你他妈的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 上次要不是李勋也在 黄杰脸色阴沉的骂脸出声 这黄杰的人品是真让人觉得恶心 在确定无法拜李勋为师后 现在都已经开始直呼其名了 小人嘴脸张显无疑 滚 陈景都懒得和他多说话 直接冷冷的说道 黄杰满脸怒气的道 很好 你给我等着 真以为赵正就可以护着你了 天真 等黄杰走后 陈景微微皱了皱眉头 黄杰这种小人就和苍蝇一样 你不把他放在眼里吧 他又一直在你耳边嗡嗡嗡的叫得人心烦 陈景稍稍思索了下 趁着赵正身边没人的时候走了过去 开口说道 赵叔 我刚才碰到黄杰了 赵正微冷 然后才想起了黄杰是谁来 问着 他和你说什么了 陈景如是把刚才和黄杰的对话说了下 赵正文言也微微皱着眉头 说道 他敢那么说话 估计是找到什么新的靠山了 直呼李勋的名字 言语中还大有不把赵正放在眼里的意思 黄杰要是没找到新靠山 确实也不敢这样 随后 赵正扫视了下整个会场 很快就看到了黄杰的身影 但他的目光重点放在了黄杰身旁的一个中年人身上 原来是他 难怪黄杰敢口出狂言了 赵正恍然大悟地说道 陈景也看向了那中年男人 疑惑地问着 赵叔 那个人是咱们古董行的大佬 不是 赵正摇摇头 又说道 那是曹天花 长城小有名气的地产商人 身家数益 早年是在社会上混的人 这些年洗白了而已 他也喜欢收藏古董 但在圈子里名声不是很好 这些商人真要说起来 在昌城这地方其实根本就不算大佬 但对目前的陈景来说 还是需要他仰望的存在 放心吧 现在这个时代 他曹天花想要做什么 也得按照规矩来 况且 他也不一定就真会全力帮黄杰来对付你 他也拉不下那个脸面来为难你的后背 赵正拍了拍陈景的肩膀 先示意他不要担心 陈景点点头 问着 那赵叔 黄杰刚才说那句话 应该还是会想办法搞事情 您觉得 他会做些什么 赵正稍稍思索了下 应道 曹天花毕竟不是古董行的人 黄杰想要从他身上来搞事情找你麻烦 就只能从其他方面 今天这拍卖会倒是个机会 赵叔 您的意思是 黄杰会针对我那齐阳实验台 陈景眉头紧皱地说道 赵正应道 多办事了 齐阳实验台是你的 这事儿很容易就能打听出来 知道黄杰可能会针对自己的齐阳实验台 陈景不禁有些担忧 毕竟齐阳实验台 只要能够成交 就是他入行以来捡到最大的落 还能让他大概率 挣到人生中的第一个一百万 陈景自然是不希望出现任何问题的 赵叔 现在拍卖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黄杰能怎么针对我的齐阳实验台 陈景皱着眉头问着 他终究是还入行不久 又是第一次拍卖 并不是很了解其中的弯弯绕绕 赵正眯着眼睛思索了话 说道 最好就是让你的齐阳实验台留拍 一旦留拍的话 那齐阳实验台基本就等于是废了 因为其他拍卖行 大概率也不会再拍卖了 毕竟留拍过 而且就算找到了 在知道齐阳实验台留拍过后 别人的出价也会压得很低 陈景文言脸色也阴沉了下去 按照赵正的说法 齐阳实验台万一留拍 除开对验台本身价值的影响之外 对他自己也有不小的影响 毕竟 陈景现在在昌城古董行属于启示阶段 结果第一件拿到拍卖会的古董就留拍了 那对他自身名声肯定会有些不好的影响 齐阳实验台绝对不能留拍 陈景心中暗自发狠 说道 赵叔 您能猜到黄杰准备用些什么手段 来让我的齐阳实验台留拍吗 赵正应道 要么四处宣传你的厌台没什么价值 不值得买下来 不过今天在场的人基本没有蠢货 应该是不好忽悠的 那他大概率会通过曹天花来做些什么 曹天花骂 陈景心中思索了几秒 然后开口说道 赵叔 我去和沈姐说一下 这情况是必须要告诉沈静的 毕竟齐阳实验台如果留拍 对他的影响也不小 另外 沈静作为新世纪的中高层 防备黄杰肯定是要比沈静方便的 好 我也帮你走动宣传下厌台 只要有人出嫁 黄杰什么手段都没用 赵正点点头 稷儿说着 随后 沈静赶忙找到了沈静 拍卖会还有十分钟不到就要开始了 沈静这会儿也在做着最后的准备工作 沈静 能耽跟你一会儿吗 沈静走过去开口说着 沈静看了他一眼 问着 怎么了小陈 沈静赶忙把黄杰的事情说了下 沈静听完脸色也微变 说道 怎么会这么恶心的人 小陈 你不用急 我来处理 沈静骂了句 又开口宽慰着沈静 沈静听他这么说 心里松了口气 说道 麻烦你了沈静 沈静白白手 麻烦什么 你那七阳实验台 是我定下的一档宣传 我不可能让他流拍 咱们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沈静点点头 但心下还是记下了沈静的恩情 同时他也暗暗发狠 一定要成为成功 一定成为大人物 如果 如果他现在是大人物 那黄杰 甚至是曹天花 岂敢来招惹他 一切的麻烦 终究还是源自于 自身不够强大 沈静看到沈静凝重的神色 似乎猜到了什么 护士说道 小陈 别想那么多 你还年轻 又是刚入行 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嗯 谢谢沈静 沈静再次道谢 不久后 新世纪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的 秋季拍卖会正式开始 赵正的位置被安排在靠前 沈静则只能坐在靠后面的位置 他刚坐下 就见着黄杰满脸得意笑容的坐在他旁边 沈静 知道我为什么要坐你旁边吗 因为我想 最近距离的看你是怎么哭的 黄杰高兴的大笑着 沈静看了他一眼 吃笑了声 是吗 那咱们看看 我等会是哭还是笑 啊 怕你不知道 你那艳台等会不会有人出嫁 你就等着流派 黄杰又说着 这家伙 果然是想要让齐阳石艳台流派 是吗 那要不我们再打个赌吧 沈静脸上露出一抹讥讽的笑 忽视开口说着 黄杰文言微冷 想起了上次和沈静打赌 心里突然有点不好的预感 怎么 不敢 沈静再次开口说道 黄杰戏瞧了他两眼 心里暗自想着 沈静不过是个小学徒 就算背后站着赵正 但有曹老板在 赵正也帮不上什么忙 这种情况 他不信沈静还能有办法 让他的艳台成交 我有什么不敢的 赌什么 黄杰心中有底气 语气轻蔑地问着 沈静笑道 还是和上次一样 要是我的齐阳石艳台成交了 那你就和我道歉 只不过 这次不是九十度鞠躬道歉 我要你给我跪下道歉 跪下 黄杰怒哼了声 说道 行啊 不过要是你说了 那你也要给我跪下 而且发誓永远推出古董行 这黄杰是想直接断绝了 沈静的前途 沈静眼中也闪过冷意 说道 好 一言为定 谁反悔谁是孙子 他是还是很相信沈静的 沈静性格求稳 既然说了事情交给他去处理 那基本不会出什么问题 沈静啊沈静 我承认你在古董坚定上是有些天赋 但你这个人太蠢了 我有曹老板站台 这次你输定了 黄杰哈哈大笑 一副胜券在握的模样 沈静怂怂肩 那咱们就看看 到底是谁蠢了 这边拍卖会的主持人 已经走到了台上 开口说着 首先 非常欢迎诸位 来参加我们新世纪本年度的秋季拍卖会 我代表新世纪 向大家表示感谢 主持人说完一番官方开场白后 也没有多说其他的 很快就开始了拍卖 第一件拍品 清朝乾隆白玉兰花子当玉牌 本玉牌选料极精 玉智银润洁洁白 如冰雪凝结 排成扁平长方形 额手雕琢相对的双魁龙 龙身各项两端盘区 其拍价三万五千元 陈景抬头看向大屏幕上的第一件拍品 是一块相当精美的玉器 玉器本就是收藏热门 所以很快就陆续有人出嫁 新世纪作为昌城唯一的国际性拍卖公司 前来参加拍卖会的人 几乎都是身家不菲的 因此拍品的成交率是相当高的 从拍卖会开始 各类拍品只有寥寥数件流拍 黄杰见着这情况 还故意开口说道 陈景 等会你那艳台 就是少有的流拍品之一 嘿嘿 在新世纪的秋拍上流拍了的东西 以后怕是 没有其他拍卖行 还会再拿去拍卖了 陈景笑了笑 是吗 那我可真是期待 你期待 哈哈 是我期待你 给我跪下 一想到陈景给自己跪下的画面 黄杰就忍不住 想要放声大笑 几分钟后 随着又一件拍品成交 大屏幕上的画面变幻 显出了陈景那方 清朝康熙梅花图 齐阳艳台的照片 以及介绍 主持人也说道 第49号拍品 明末清初时期的 梅花图齐阳十艳台 本拍品乃是齐阳十制作 雕刻品项上加 保存完好 又是志愿最佳的 明清时期的艳台 其质地 一番认真 甚至是颇有吹嘘的介绍后 主持人最终道 明末清初梅花图齐阳十艳台 起拍价四十万 来了 即使陈景心里有底 但此刻也不免紧张地坐直了身子 黄杰满脸得意地笑 说道 陈景 等着给我下跪吧 就在主持人说出去拍价后 就见着坐在会场前拍位置的曹天花 站起了身说道 诸位 这件拍品没什么意思 大家给我个面子 都别喊价了 曹天花言语随意 显然是觉得 没人会为了一方几十万的艳台 就不给他面子 这就是黄杰动用的手段了 相当朴素无华 就是让曹天花 让其他拍客别喊价 直接让陈景的奇阳实验台 强行留拍 按理说 曹天花这种行为 是犯大忌的 这已经是在和新世纪拍卖行对着干了 但偏偏奇阳实验台的价值 就是几十万 而曹天花 每年在新世纪的拍卖会上花的钱 最少也有几百万 这事儿后 新世纪那边也不可能 会为了就价值几十万的奇阳实验台 就和曹天花翻脸 最多就是做做样子 谴责一下他罢了 而陈景和 为奇阳实验台 担了风险的审静 就成了被牺牲的一方 这是让人很憋屈的事情 但这就是现实 只要利益够大 规矩什么的 都是狗屁 哈哈 陈景 你现在是不是很想哭 黄杰已经是忍不住笑了起来 陈景面色淡然的道 急什么 再看看 哼 死鸭子嘴硬 我要是你这会儿 就已经在想着 离开古董行后 该找个什么新工作了 黄杰继续讥讽地说着 这边 在曹天花说话后 整个会场 确实陷入了短暂的沉默中 曹天花在昌城 或许算不上什么大佬 但几分薄面还是有的 最重要的是 在场的都是体面人 没必要为了一件几十万的东西 就真和曹天花对上 看到了没有 哈哈 你凭什么和我斗啊 黄杰越发嚣张和得意了起来 行了 赶紧给我跪下吧 趁着现代人多 就在黄杰笑得越发开心的时候 45万 会场前排 忽然有人举牌喊架 瞬间 黄杰的笑声戛然而止 连野仗的通红 忽然被人扼住了脖子 陈景听到喊架 心里松了口气 只要有人喊架 那就不会流拍了 那边的曹天花听到喊架 也是勃然大怒 他也没想到 居然有人为了 见几十万的东西 不给他面子 是谁 曹天花怒气冲冲的 起身吼道 是我 怎么了 一道随意的声音响起 却是个头发花白 身穿堂装的老者 他坐在整个会场的第一排 曹天花看见老者 神色立刻僵住了 张了张嘴想要说什么 最后居然什么都没有说出来 灰溜溜的坐了回去 陈景见状 心里惊讶不已 那老者是什么身份 居然让曹天花 直接没了脾气 你 你 你和陈教授是 是什么关系 这时 黄杰满脸难以置信 甚至是有些惊恐的 开口问着 陈教授 陈景心里一动 故意神秘笑了笑 你猜呢 他虽说不知道 那位老者的身份 但借着曹天花 和黄杰的反应 心里却是冒出了个想法来 陈教授 刚好也姓陈 倒是给了他点解释的空间 只不过这种事情 陈景是不可能 自己去说出来的 但黄杰自己脑补 那就不一样了 我猜 黄杰咽了口唾沫 惊恐地自语道 你 你也姓陈 你不会 不会和陈教授是亲戚吧 说完这句话 黄杰脸上露出 恍然大悟的表情 是了是了 难怪你只不过是小学徒 赵政对你的态度却那么好 原来是这样 可为什么你在赵政哪儿 只是学徒 他怎么不直接 收你当徒弟 赵政也不敢收你当徒弟啊 听到黄杰的话 陈景差点没忍住笑出声来 这家伙的脑补 还真是一绝 不过这本来也是陈景 想要的效果 他心里很清楚 就算这次 解决了黄杰带来的麻烦 但两人的仇 已经结得有点深了 这次还带上了的曹天花 后续只会更麻烦 陈景不是怕他们 只是他需要时间成长强大起来 强大到可以完全不把黄杰 曹天花放在眼里的地步 本来陈景桓在想着 通过其他办法 拉扯出时间来 但现在这个 让曹天花都惧怕的陈教授 刚好也姓陈 倒是给了他一个机会 自身的事不足 那就借下那位陈教授的事 当然了 这种借势陈景 肯定是不能自己主动说的 因为说不定反而会得罪了那位陈教授 但他不说 别人自己误会了 那就不关他的事情了 你 你到底是不是陈教授的亲切 黄杰此刻的神色 已经看不到得意 只剩下满满的金句 小心翼翼地问着 陈景不置可否地笑了笑 你觉得 是就是 你觉得不是就不是 这一下 黄杰更觉得是了 从他的角度去看 陈景没有否认 那就是了 主要是他先入为主了 浑然没有考虑 陈景虽说没有否认 但也没有承认 就在黄杰单方面确定了 陈景和那位陈教授 是亲戚关系的时候 因为陈教授都举牌喊架了 其他拍客 也就没有什么好顾虑的了 五十万 又有个人举牌喊架 还说了句 陈教授都能瞧得上的东西 肯定不错 陈教授 您老不介意我和您进拍吧 陈教授笑着硬道 无妨 拍卖本就是价高者得吗 谈笑间 他居然又举牌喊架 五十五万 见着陈教授 居然又喊架了 会场中更多的人 对齐阳实验台来的兴趣 陈教授能连着喊架两次的东西 肯定不会差 更别说齐阳实验台 本身就有收藏价值 六十万 很快就有人举牌喊架 听到这个出价 陈景和在会场附近的审进 都是高兴地挥了下拳头 新世纪给齐阳实验台的估价 是五十五万到六十万 现在的喊架已经到了六十万 只要再有个人举牌喊架 那就是百分百能溢价成交了 下一次的举牌喊架 没有让陈景等上太久 七十万 赵正举牌喊架了 陈景微冷 然后就看到赵正回头看了眼他 脸上带着笑意 赵叔这是在帮我抬价吗 陈景心里一动 立刻就明白了 赵正举牌喊架的原因所在 眼下这个情况 陈景的齐阳实验台 极有可能引起多人竞拍 赵正是老江湖了 自然看得明白这点 所以帮忙家伙抬价了 七十五万 几乎是在赵正举牌喊架的下个瞬间 立刻就又有人再次举牌喊架 这下 陈景的齐阳实验台 一价成交 已成定局 而且这个价格 他已经挣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一百万 陈景终究年轻 性格再怎么沉稳 此刻也忍不住面露激动神色 齐阳实验台 确实是引起了多人竞拍 七十五的喊架 也不是极限 又有数人接连举牌喊架 竞拍价 很快就来到了九十五万 能不能突破一百万 陈景觉得自己 呼吸都变快了起来 他是有想过自己的齐阳实验台 能够一价成交 但确实是没想过 有机会突破一百万 以将近一价一倍的价格成交 旁边的沈景也同样激动 心里暗自想着 没想到让陈教授帮忙 还能起到这个效果 不过小陈的运气 也是真好呀 这边 在陈景紧张期待的情绪中 一个四十岁出头 大富翩翩的男人举牌喊架 一百万 随着他的举牌喊架 陈景情不自禁地喊了句 漂亮 耶 沈景也高兴地挥手 前排的赵正也替陈景高兴 说了句 这下非得让小陈景我喝好久不可 齐阳实验台的价值极限 其实也就是一百万左右了 在那个大富翩翩的中年男人喊架后 会场再次陷入了沉默中 主持人很有经验 见着这情况就知道差不多了 快速询问了三次还有没有其他人出嫁 直接落锤 第四十九号拍屏 明末清出梅花图齐阳实验台 成交 见着最终落锤 陈景长出了口气 然后就看向身边面如死灰的黄杰 黄杰 准备好了没有 陈景满脸笑意地问着 黄杰哭丧着脸看着他 说道 陈 陈先生 我 我该死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宰相肚里能撑船 就绕过我这一次吧 陈景乐呵呵地笑道 我饶过你 那是我说了 你会饶过吗 这黄杰刚才可是想要断了他的前途 真当陈景是个烂好人 他疯了才会放过黄杰 黄杰被陈景一句话噎住了 张嘴想说什么 但最后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快点 陈景不耐烦地催促了句 黄杰现在以为陈景和陈教授是亲戚关系 对他是相当畏惧 文言只能战战兢兢地站起身了来 他左右看了看整个会场 发现大家都在关注着拍卖 心里暗想贵就贵 现在应该没什么人会看这边 他和陈景又坐在后排 快速跪下道歉后 应该没几个人能看到的 面积至此 黄杰咬了咬牙 扑通一声跪在了陈景的脚边 陈先生 对不起 我 我错了 黄杰低着头 开口说着 这时 陈景忽然大叫了声 哎呀黄先生 你这是何必呢 他的声音很大 直接把整个会场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了过来 黄杰眉毛眼睛鼻子 齐齐猛逼了 你 陈景嘴角稍稍上扬 他怎么可能让黄杰就这么蒙混过去的 在场的可有不少古董行的人 看到黄杰给他跪下 以后这家伙就要彻底沦为古董行的笑柄了 自作孽不可活 谁让你非要来和我搞事情呢 陈景冷笑着说道 还是那句话 陈景就是个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的性格 黄杰想要搞事情 想要断他前途 那他也绝对不会给对方留下半点颜面 会场中的人 接着黄杰跪在陈景面前 都有些惊讶 怎么了这是 那人好像是帮曹天花挑选古董的鉴定师吧 这个时候 赵正事实地说道 我知道情况 那人叫黄杰 刚才他 赵正直接把刚才的事情简单说了下 众人听明白后 进阶摇了摇头 小人一个 断人财路 如杀人父母 换作是我 就不是让他跪下这么简单了 曹天花这场鉴定师的眼光可不行 作为当事人之一的曹天花 此刻也是面露怒气 目光阴冷地看了眼黄杰 这边 陈景也知道分寸 现在已经让黄杰颜面扫地了 也就没有必要再当个拍卖会的进程了 随即便坐了回去 黄杰脸色战红 低着头站起来 快步跑出了会场 他现在哪里还有脸面 还待在这儿啊 陈景看了他狼狈的背影 轻笑了声 知道以后黄杰这家伙的麻烦 是基本消除了 就算以后黄杰知道 他和陈教授其实没什么关系 但真到了那个时候 陈景自身肯定也已经强大到 让黄杰畏惧的地步了 对这点 陈景还是颇具信心的 深具鉴定神眼的他 只要自己足够努力 成为大人物是八九离十的事情 新世纪拍卖行的秋季拍卖会 一直持续到将近十二点 最后一件拍品 乃是一件唐代天宝年间的 异兽玛脑杯 实际上今天到场的不少大佬 都是冲着这件 堪称国宝级别的古董来的 起拍价是一千八百万 而且不是在场 每个人都有资格举拍喊价 必须要经过资产证明 才能拿到近拍 那异兽玛脑杯的资格 最终落锤价是两千八百万 这个价格让陈景是瞠目结舌 心里既羡慕又憧憬 他也多想 自己有一天 能够减漏到这种级别的古董啊 不过这两千八百万的落锤价 其实在整个拍卖市场上 也就只能算是还行 有些古董可是能拍到上亿 甚至是上十亿的 只不过现在的陈景 还远没有那么大的野心 或者说 还有点不敢想 价值上亿的古董 几乎每一件 都是可以说是稀释其真 是真正可遇不可求的宝贝 拍卖会结束后 就是新世纪举办的宴会 设在明城酒店最豪华的宴会厅 陈景先和赵正碰了头 后者见着他笑道 小陈 你小子得请我喝好酒啊 没问题 赵叔你想喝什么都成 陈景也是满脸笑容的硬道 赵正又道 我倒是真没想到 你的宴台能够以一百万落锤 就算你那宴台的宣传资源很好 但达到一百万的成交价 还是有些运气成分的 是啊 说起来还要多亏了黄姐 要不是她非要搞事情 我估计神姐 也不会找那位陈教授帮忙了 陈景也不否认这点 点点头赞同道 那位陈教授 不可能无缘无故的率先举牌喊架 他最终也没有拍下七阳实验台 很明显就是沈静找他帮忙的 而如果不是 陈教授举牌喊架 陈景的七阳实验台 不仅有可能流拍 也很难引起多人进牌 只能说 一饮一着自有定数 说起来 沈部长的人脉还真是广 居然能请陈教授出手帮忙 赵正也同样看明白了事情的缘由 那位陈教授到底是什么人 居然能让曹天花立刻就没了脾气 赵正左右看了看 然后才低声道 陈古 东海大学的历史系教授 著名的考古学家 陈景文言微精 但依旧有些疑惑 东海大学是顶级学府 历史系教授和考古学家 这两个身份的分量也很重 但也不至于让曹天花和黄杰 怕成那样 赵正见他的表情就猜到了什么 再次压低了声音道 最重要的是他的三个子女厉害 大儿子和小女儿都从政 小女儿都还好 是主管文化方面的 但大儿子是咱们省的 听到陈古大儿子的职务 陈景浑身都震了下 然后满脸的恍然大悟 难怪 难怪曹天花和黄杰 怕成那个样子了 人家大儿子的位置 已经是高到不可说的地步了 赵正停顿了下又道 陈教授的二儿子也是大人物 是咱们省份有名的企业家 身家过百亿的那种 你想想 陈教授这身份 在昌城有几个人敢去得罪的 陈景心里满是震惊 暗自想着 这次在黄杰面前戒时 还真借到一尊神仙的事了 两人边说着边到了宴会厅 赵正还在感慨着 依我看 沈部长估计也有些背景 不然也请不动陈教授帮忙 陈景心里也是这么想的 就是沈静平时看起来 也挺平易近人的 倒真不像是个出身富贵家庭的 千金大小贤 说曹操曹操道 赵正说着的时候 就见着沈静满脸 高兴笑意地走了过来 赵老板 沈静先给赵正打了个招呼 然后就看向陈景说道 小陈 我带你去认识下陈教授 刚才多亏了他老人家帮忙 你得感谢下人家的 陈景心里一跳 神色都正了正 赶忙应道 嗯 我知道的沈静 赵正听到这话同样惊讶 看了眼陈景 神色隐隐有些惊叹 等沈静带着陈景去找陈教授后 赵正才感慨地自语道 小陈 这运气是真的好 不仅简陋有运气 遇到的贵人也多 沈静毫无疑问 可以说是陈景的贵人了 不仅帮他拿到了一档 宣传的最好资源 还帮他解决了 今天黄节搞出来的事情 这些都还不算什么 沈静居然还带着他 去陈教授面前混个脸书 说的虽然是感谢 但人家陈教授 其实是根本不需要陈景去感谢的 沈静是这特意带陈景过去认识一下呢 虽然可能只是混个脸书 但这混脸书也是分级别的 就陈教授那种级别的人物 不知道多少人求着混脸书 都还不够资格呢 不过真要深究起来 那个孔雪 貌似才算是小陈真正的贵人吧 没有孔雪 他也就不可能认识沈部长 后面的一切也就无从说起了 赵正转念又这么想着 然后他就忍不住轻笑的声 这么说起来 孔雪还是个忘蜂命啊 难怪小陈那么喜欢了 这边沈静静直带着陈景 往陈谷所在的酒席走去 在整个宴会厅最好的位置 能有资格陪坐的 都是在场地位最高的大楼 还有新世纪的董事长 小陈不用紧张 就是给陈教授道个谢而已 他老人家性格很随和的 另外他知道 你才二十岁出头后 对你也挺好奇的 毕竟这么年轻就能简陋了 沈静似乎怕陈景紧张 还低声宽慰了他一句 陈景确实是紧张的 去见这种大人物 谁能不紧张啊 别忘了 他以前就是个阶层 极普通的穷学生罢了 陈教授 这就是陈景 沈静带着陈景走到主位旁 小声介绍着 陈景看向陈谷 约莫七十多岁的年纪 头发还是花白的 而且精神看起来很好 红光满面 戴着老式的黑矿眼镜 整个人看起来很有书卷气 也确实很像教授 哦 陈教授转身看了眼陈景 然后笑道 还真是这么年轻啊 小伙子很厉害啊 年纪轻轻就能简陋 看来鉴定眼力已经不俗了 陈景微微躬身 谦虚应道 陈教授您过誉了 我是运气好 鉴定眼力还差得远呢 这简陋光靠运气可是不行的 没点坚定眼力 就算有真品古董放在眼前 你也简陋不了 年轻人谦虚是好事 但也不要过歉了 陈教授开口说着 依旧在夸赞陈景 陈景闻言 有些受宠若惊 都不知道该怎么接这话了 刚才转道 陈教授 刚才谢谢您出手帮我 小事情 你那艳台确实是个不错的物件 不应该流拍的 陈教授并不是很在意这事 对他来说 确实也是举手之劳罢了 沈景这时也说道 是啊 要不是有些人故意恶心小陈 我都不用麻烦您姥姥 小静你和我还客气什么 有时间到家里吃饭 陈教授随意地摆摆手 浑然不在意地说道 陈景听到这话 心中微动 暗自想着 他来沈景的家庭背景 还真是不一般的 由此他忽然想到了一件事情 沈景的家庭背景不一般 那作为他好闺蜜的孔雪 不会家庭背景也很好吧 如果真是如此的话 那陈景的压力 无疑就更大了 到时候除开年纪差距 说不定还有家庭差距呢 当然 陈景是绝对不会因为这些而退缩 从他决定开始追求孔雪的那一刻起 他就怎么都不会退缩 他不是个青年放弃的人 随后 陈教授又勉励了陈景几句 沈景见着差不多也就带着他离开了 本就是过来感谢 顺便混个脸熟的 这个程度已经是够了 沈景 晚上有空吗 陈景开口问着 沈景笑道 又想请我吃饭 嗯 这次还是得感谢沈景你帮忙 陈景认真地说着 沈景点点头 然后说道 我手上的事情也不少 要不改天 我到孔雪那去 你下厨 也就算请我吃饭了 陈景一愣 接着说道 嗯 谢谢沈景了 只能说 沈景这红娘 是真的尽之尽责呀 沈景见她又道谢 也知道她是在谢什么 笑了笑转问道 对了 你的进展如何了 我也说不太清楚 不过应该还行 陈景确实也不太确定 她只是自己感觉到 孔雪对她的态度 往好的方向转变 但具体 是没办法用言语说出来的 还行就好 沈景说着 又想起什么的道 我最近忙着拍卖会的事情 也没怎么和孔雪联系 等下次帮你打探下她的想法 随后 沈景也有着其他的应酬 就没有和陈景再多说其他的 陈景也找到了赵正落座的位置 这会儿人也坐得差不多了 赵正在自己旁边 给他留了个位置 不然的话 以陈景现如今的地位 那只能随意找空位置 和刚才现场的 一些工作人员坐在一起 来来来小陈 我给你介绍一下 赵正招呼着陈景坐下 开始给他介绍着宴席上的其他人 这些人都是赵正在古董行 和收藏界的人脉了 陈景一一问好 态度也摆得很正 就是一个后生晚辈的模样 众人对陈景的印象都非常不错 毕竟 刚才他的奇洋实验台 再怎么说 也是一百万落锤的 以陈景的年纪 这已经是非常厉害的了 陈景虽说社会经验不多 但他态度摆得正 本身情商也不低 又有着赵正在旁帮衬 很快就和这帮人混得熟悉了起来 至少都留下了联系方式 宴会很热闹 有人交流着古董收藏 有人顺便谈着生意 很快就公筹交错了起来 众人谈笑间 不是价值几百上千万的古董 就是几千万上亿的生意 听得陈景是暗自咋舌 这种社交场面 他以前就只在电视剧里面看到过 这个时候 有个人端着杯酒走了过来 目光落在陈景身上 脸上带着笑容 陈景小兄弟是吧 咱们认识一下 陈景微棱 因为来的人居然是曹天花 按理说 两个人虽说没什么大仇 但刚才的事情 再怎么也让曹天花丢了面子 对方居然还满脸笑容的过来认识一下 这不免让陈景有些疑惑 不过伸手不打笑脸人 曹天花态度友好 陈景自也不可能上来就不客气 也礼貌地端起酒杯起身道 曹总 你好 曹天花健壮 脸上笑容更浓 说道 你好你好 刚才的事情 黄杰那小子已经和我说了 是他的问题 那小子骗我说 是你以前抢了 本来是他简陋的古董 所以我才会 烧盾 曹天花主动和陈景碰杯 然后说道 总之 还希望陈小兄弟别计较 这次的事情 就算是我欠你一个人情 以后有什么事情可以找我 大事情不敢说 一些小事情 我全力帮陈小兄弟摆平 陈景瞇了瞇眼 这曹天花的态度 好得有些过分了 他要么是有其他图谋 要么就真的是过来讲和的 陈景觉得 后者可能性更大 原因倒也简单 曹天花要 真是想要对付他的话 哪里还需要过来摆什么好脸色呢 所以他大概率是真的来讲和的 曹总言重了 陈景也笑着说道 曹天花文言哈哈大笑 陈小兄弟好气量 不过我的话还是算数 说欠你个人情 就欠你个人情 稍顿 曹天花压低了声音说着 还希望陈小兄弟 把咱们这事 也和陈教授解释一下 免得他老人家误会是吧 听到这句话 陈景心道果然如此 他就知道 曹天花过来讲和 肯定是因为忌惮陈教授 估计是黄杰 把他自己脑补的陈景和陈教授 是亲戚的事情 告诉了曹天花 这才是真正的大人物啊 光是一个亲戚的名头 就能吓到人 陈景心里暗自感慨 同时也憧憬无比 他也想 有那么一天 自己也能成为 光是说出名字 就能吓到别人的大人物 嗯 我知道了 陈景面上也点点头说着 但他这话 其实有点玄妙 众所周知 我知道了 并不等于我答应了 陈景说的 就只是他知道了 没说要去 和陈教授解释这件事情 主要就算他想要去解释 也没机会和条件 没办法 陈景他只能这么说 这种单方面借人家的事 所有的话 都得说得模棱两可才行 其他人怎么猜测都行 但陈景真要说出 些什么实锤的话来 那可就不好了 曹天花听到陈景的话 还以为他是答应了 面上神色明显放松了些 然后和陈景留了个联系方式后 也没多说 其他就走开了 陈景喝了杯子里的红酒 心里暗自想着 单方面借陈教授的事 终究还是不好 这曹天花的人情就不用了 免得误会更深 现在能解决后续麻烦就行了 这会宴会 也举行的差不多了 赵正这个酒萌子已经喝嗨了 到处找人拼酒 陈景有些无奈好笑的摇了摇头 准备等赵正喝的差不多后 把他安全送回家 不过他左右看了看宴会厅 又端着酒杯找到了拍下 他那奇阳实验台的 大富翩翩的中年男人 借着由头结交认识了一番 中年男人叫做刘浩 是商界人士 做的是娱乐产业 在昌城有不少的酒吧 和KTV以及会所 一般做这种生意的人 早年基本都是社会人士 这刘浩也不例外 他没什么文化 说话也比较粗鲁 但为人相当豪爽 见着陈景过来结交认识 也表现得非常热情 一杯酒喝完 三两句话后 就开始和陈景称兄道弟了 陈兄弟 哥哥我钱赚了不少 年纪也大了 女人是玩不动了 现在就喜欢搞点文化方面的东西 收藏古董 也最喜欢收藏和文化有关的物件 你那件燕台 我就很喜欢 以后你要是再弄到这方面的古董 直接给哥哥我打电话 我都要 刘浩也有点微醺 刘浩这话说出来 可就代表着 以后他多了个出手古董的渠道 那怕出手的古董类型有点限制 但这总是好事嘛 不过 刘浩喜欢收藏文丸一类的古董 倒是让陈景心中有点感叹 老话是真说的没错呀 这人越缺什么 就越喜欢什么 刘浩没什么文化 就是收藏古董 也得收藏和文化相关的古董 和刘浩吹了会儿牛后 宴会很快就结束了 陈景找到已经喝得半醉的赵正 扶着他下了楼 两个人都喝了酒开不了车 陈景找了个代价 本来想问赵正家的地址 但回头就看见他已经呼呼大睡了 只好带着他回了奈宝居 好在奈宝居也有地方可以休息 等安置好了赵正 见他没有妖兔的迹象 陈景才关好奈宝居的门 走到了古安街上 今天除开拍卖会之外 其实陈景还有一件相当重要的事情要做 那就是距离上次玄妙直觉出现后 今天已经是第七天了 陈景要试验下这玄妙直觉的能力 他找到古安街上比较繁华的地方 然后开始放空大脑 跟着自己的感觉 开始四处随意走动了起来 这次陈景能清楚地察觉到 那玄妙直觉在心头浮现 带着他或说 指引着他在四处找寻着 具备简陋价值的东西 但这次有些奇怪的是 陈景的目光 一直没有跟着直觉看到什么物件 十分钟后 陈景突然在原地停了下来 因为心头那玄妙直觉消失不见了 什么情况 陈景有些疑惑 再次放开大脑 但这次那玄妙直觉却没有再出现 陈景微微皱眉思索了下 心底起了些猜测 会不会是因为 这次我附近没有具备价值 可以减漏的物件 而这玄妙直觉的能力 只能持续十分钟 如果十分钟之内 没有找到能减漏的东西 那就会消失 越想 陈景越觉得 这种可能性很大 他刚才是特地看了眼时间的 不多不好 正好持续了十分钟 这应该不是巧合 具体情况 还得再试验几次才能完全确定 陈景摇了摇头 心底稍稍有些可惜 他还想着 这次借助玄妙直觉 能够再次减漏呢 但事实证明 减漏还真得看见运气的 随后 陈景又逛了逛 刚才开着玄妙直觉时 没有走过的地方 找了些物件 把今天的三次鉴定机会给用光 没什么收获后 便回了那宝居 等到傍晚赵正酒醒后 他才回往了天雪山小区 只不过走之前 又和赵正请了明天的假 这明天是周日 他和孔雪约好了 在一起去金风山上看日出 赵正也知道这事 乐呵呵地给他转了假 一日 天还完全是漆黑的时候 陈景就起床认真洗漱了下 换好休闲运动装 走到孔雪门口敲了敲门 原以为孔雪应该也准备好了 但没想到敲门后 并没有立刻得到回应 陈景有些疑惑地 又稍稍用力敲了几下 还喊道 学姐 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该出发了 屋里依旧是没什么回应 就在陈景准备更用力敲门的时候 才听到孔雪有些虚弱的声音响起 小陈吗 等一下 等一会儿 孔雪才打开了门 陈景见着他就是威症 孔雪身上穿着家后的睡衣 头发也显得很凌乱 面色有些苍白 整个人依靠在门边 似乎没什么力气 小陈 我 我今天可能去不了了 人有点不舒服 孔雪有气无力地说着 陈景见他这样 也顾不得气他了 伸手摸了摸孔雪光洁的额头 触手就觉得有点烫手 他赶忙说着 学姐 你好像发烧了 孔雪眨了眨眼 自己也摸了摸 然后说道 没有呀 我摸着不烫呀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生病的原因 他说话的声音虽说虚弱 但却显出了几分娇柔 少了几分端庄成熟 多了几分少女般的软弱 陈景无奈笑道 学姐 你自己摸着 当然不烫了 学姐 你家里有体温计吗 先测一下 如果温度很高 那我就得带你去医院了 陈景开口问着 孔雪人似乎有些烧迷糊了 颇有些可爱的 歪着脑袋想了想才到 好像有 但我不记得放在什么地方了 嘻嘻 陈景 这生病状态的学姐 真有点可爱 那你先去躺着 我来找 陈景犹豫了下 伸手扶住孔雪说道 孔雪也没拒绝 反而还开心笑着 好呀 扶着孔雪走进卧室 躺在床上 陈景给她盖好了被子 然后再四处找了找 很快就在床头柜里 找到了温度计 学姐 先测一下温度吧 陈景走到床边说着 孔雪整个人都裹进了被窝里 就露出了漂亮的 眼睛以上的部位在外面 文言问声问气地应道 小陈 我浑身都没力气 你扶我起来好不好呀 陈景一愣 学姐这 这是在撒娇吗 说实在的 现在孔雪这颇有些小女生的模样 和她平时表现出来的端庄大气 那真是有种相当强烈的割裂感 但陈景心底却觉得 此刻的孔雪莫名的可爱 好吧 陈景伸手扶住孔雪的肩膀 轻轻把她拖了起来 孔雪又眨了下大眼睛 说道 小陈 我感觉抬手都好费劲 你帮我把温度计放在腋下好不好 好 陈景真有点被此刻的孔雪给萌到了 连声音都情不自禁的 变得更温柔了起来 主要这青熟大姐姐 忽然这么软萌可爱 这谁能顶得住啊 随后 陈景把孔雪手臂抬起来 因为孔雪穿的睡衣都相当保守 领口不大也不低 陈景手也没办法直接从领口伸进去 必须得解开睡衣上面的扣子 这情况让陈景稍稍有点犹豫 是不是要解开扣子呀 小陈 孔雪见他没有动作 就开口问着 陈景有点尴尬的点头嗡了声 那你就解开啊 我穿了那衣的哦 孔雪反倒没有半点尴尬的意思 声音软糯的说着 他此刻和陈景贴得很近 再加上正在发热 说话间那灼热的气息打在陈景紧搏肩 让陈景感觉很是一样 陈景深吸了口气 知道还是得赶紧给孔雪测量下温度 便低头解开了他睡衣上面的两颗扣子 里面贴身衣物隐隐可见 陈景也不好多看 抬手把温度计放在了孔雪的腋下 他的动作是尽量小心且谨慎的 但奈何孔雪的身材非常好 陈景再怎么小心 受到体积影响 空间就只有那么大 手臂还是不可避免的触碰到了些地方 陈景这个年轻人 在瞬间就有点心跳加快 脸也有点红 不过孔雪倒是没表现出什么异常 只是一双极漂亮的眼睛一眨 不眨的看着近在咫尺的陈景 嗑 五分钟就能看了 陈景咳嗽了声 站直了身子说道 孔雪呆萌的点点头 说道 小陈 我想喝水 我给你接 陈景起身到客厅 给孔雪接了杯热水 又用凉水中和了下 确认温度适中后才拿给了孔雪 孔雪单手接过喝了口 察觉到是刚好合适入口的温水后 悄悄看了眼陈景 眸子中似乎在这个瞬间 闪过了什么光彩 很快 孔雪的温度测量好了 38度3 还算不上特别严重的高烧 让陈景松了口气 不过这个温度 还是有可能持续升高的 陈景便说道 学姐 我还是带你去医院吧 但孔雪的反应还挺大 居然把被子直接盖过了头顶 整个人躲进被窝里 问声问气的道 不要不要 我不要去医院 万一去医院要打针怎么办 陈景有些傻眼 问着 学姐 你很怕打针啊 嗯 从小就怕 小陈你 你一会儿帮我去买点退烧药就好了 不去医院好不好 孔雪又稍稍从被子里 露出一双极漂亮的大眼睛 可怜巴巴的说着 陈景见状哭笑不得 这还是那个平时成熟的大姐姐吗 不过人生病后的状态 确实是不一样的 陈景稍稍想了想后 开口说道 那这样吧 学姐 我先去给你买退烧药 要是你吃了后能退烧 那咱们就不去医院 要是没有退烧的话 那就乖乖听话去医院 可以吗 孔雪眨了眨眼 相当认真的说道 肯定可以退烧的 这还是不想去医院的 陈景有些忍君不禁地笑了笑 好 那你先休息会儿 我现在就去给你买退烧药 小陈 现在还走 药店都还没开门吧 孔雪看了眼窗外漆黑的天色 开口说道 陈景应道 应该有通宵营业的药店 我出去找找 我孔雪文言正正地看着陈景 目光流转着 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只是等陈景出门的时候才说道 小陈 别忘记了拿钥匙 就在鞋柜上 我怕等会我睡着了 好 陈景应了声 等听到大门喷的一声关上的声音 孔雪才从被窝里 伸出白皙纤细的双手 捂在了自己的脸颊上 喃喃自语道 我是不是温度更高了 怎么脸都烫烫的 心跳也好快 昌城这种大城市 确实是有通宵营业的药店 只不过基本都靠近市中心和繁华地段 陈景花了将近一个小时 才找到一家药店 买了退烧药和消炎药之类的 等回到孔雪家的时候 他确实已经睡着了 整个人都裹在被窝里 只露了张 即使有些憔悴 但依旧精致漂亮的脸蛋在外面 陈景见状也没急着叫醒他 先接好了温水 又把药吃的药准备好 然后才轻声喊了几声 孔雪眼皮动了动 然后缓缓睁开 他人有点迷糊 刚醒来还没有回过神来 等看到站在床边的陈景 才逐渐清醒了过来 脸上立刻下意识地露出了笑容道 小陈 你回来了 此刻孔雪的笑是下意识的 也是很纯粹的开心笑容 显得极其自然而动人 陈景都看得稍稍冷了下 然后才说道 嗯 快吃药吧 好 我吃了药肯定就退烧了 不用去医院的 孔雪可爱得连连点头 居然还在想着不去医院呢 孔雪吃完药后 整个人还是相当虚弱 继续躺在床上 他侧了侧身子 看着床边的陈景 极漂亮的眼睛一眨 不眨的也不说话 陈景反倒被他看得有点不好意思 问着 学姐 怎么了 希 就是想看看你 小陈你真的好嫩哦 要是穿的年轻点 说你是个少年都有人信的 孔雪嘻笑着说道 陈景应道 学姐你说得也太夸张了 才不夸张呢 孔雪反驳了句 忽是想到了什么 跃跃欲试地说着 小陈 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个要求啊 什么要求 陈景疑惑地问着 孔雪笑得眉眼弯弯的道 你先答应我吗 求求你拉小陈 好家伙 这生病状态的孔雪 不仅像个小女生 还是个活泼俏皮的小女生 好 我先答应你 陈景心下好笑 语气也不知不觉带上了宠蜜 孔雪笑得更开心了 把一只手从被窝伸出来 说道 小陈你凑近一点 我想捏捏你的脸 啊 陈景真是万万没有想到 孔雪的要求是这个 喜我早就想捏一下了呢 孔雪笑得像个俏皮的小狐狸 这已经答应了 再也不是说什么过分的事情 陈景还能怎么办呢 只能是把脸凑近了些 孔雪抬手轻轻 捏住了陈景的脸颊 她没怎么用力 直度还有些发烫 但触碰间有些细腻的感觉 真的好嫩啊 孔雪调皮的轻轻扯了扯 然后就松开了手 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 格外的开心 此刻的孔雪 真的很像一个 被男朋友宠溺着的小女生 好了 现在乖乖休息 睡一觉起来 应该就退烧了 陈景帮孔雪掖了椰背脚 开口说着 孔雪应道 嗯 小陈你也去休息吧 这会儿还早呢 陈景文言点了点头 没说什么 孔雪这会儿身体本就虚弱 再加上吃了退烧药 很快就再次沉沉睡去 陈景小心地坐在床边 看着她的睡颜 这无论是从什么角度去看 孔雪都非常的漂亮 她的颜值 绝对能够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 不输给绝大多数的女明星 关键除开颜值和身材之外 孔雪还成熟知性 善解人意 厨艺也好 而且居然还有小女生的一面 这综合魅力是真的拉满了 陈景安静地看了会儿后 也小心起身走到客厅 先找到孔雪的茶具泡了一壶茶 然后走进厨房鼓到了半想 等孔雪再度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中午十二点多了 呼 舒服多了 孔雪尝出了口气 脑袋也清醒了过来 她坐起身 伸手摸了摸额头 稍果然已经退下去了 孔雪心里松了口气 这样就不用再去医院了 她是真的从小就很怕打针 这事也无关年龄和成熟与否 有的人就是怎么都怕打针 哪怕七老八十了也一样 不过想到不用去医院了 早上所有的回忆都一一浮现了出来 瞬间 孔雪的脸红了的透 甚至连晶莹的耳垂 都染上了一层粉红色 她满脸羞异地说道 我 我早上都说了些什么 干了些什么 对着小陈撒娇 捏小陈的脸 啊啊 孔雪回想起来都觉得修到了极点 双手修脑地胡乱 抓了几下满头长发 低声说着 孔雪你真是要死了 怎么 怎么能突然变成那个样子 此刻的孔雪 那真是觉得既修又尴尬 还有些欲哭无泪 这退烧清醒过来后 想到早上自己那俏皮小女生的模样 她都不知道该怎么面对陈景了 要不就装着什么事情都不知道 小陈也不可能主动提起吧 孔雪抿了 抿好看的唇绊 选择了装驼鸟 面对这种情况 即使是亲熟大姐姐也会不好意思到几点的 随后 孔雪起身换了套衣服 毕竟退烧过程是出了不少汗 等孔雪从卧室出来 才发现陈景并没有回去休息 而是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睡着了 茶几上还有没喝完的茶 孔雪立刻停住了脚步 抿着唇绊 神色无比复杂地看着她 陈景今天起得很早 还跑了很远去给她买退烧药 后面估计也是不放心她 所以没有回自己的出租屋休息 就这么坐在沙发上睡着了 看了几秒钟 孔雪轻手轻脚地回到卧室 从衣柜里取出了床用的被子 盖在了陈景的身上 随后她看了眼时间便走进了厨房 她刚刚退烧 身体还是有点虚弱的 自然也得吃点东西补充下能量 但走进厨房后 孔雪又一次微微愣住 因为陈景似乎知道她睡醒会想吃东西 所以特地煮了些白粥 还放在电饭包里温着的 小陈孔雪看着那细心温着的白粥 红唇倾起着喊了下陈景 极漂亮的双眼中透出温柔 和一些说不清到不明的东西 不久后 孔雪把白粥端上了餐桌 又简单炒了两个菜 才走到沙发边准备喊醒陈景 不过孔雪刚准备喊的时候 她突然停住 凑近了陈景几分 漂亮脸上居然又有点跃跃欲试的意思 早上迷迷糊糊的 好像没怎么仔细感觉 要不要再捏一次 孔雪脑海中冒出了这个想法来 但立刻又有另外一个想法反驳 孔雪 你在做什么 你多大了你 怎么还能跟个小女生似的 犹豫了半想 孔雪最终还是轻轻伸出白皙千细的手 小心翼翼的捏在了陈景的脸颊上 然后脸上就露出开心的笑容 她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特别喜欢或者说想捏陈景的脸 嗯 这个时候 陈景微微动了动 却是被孔雪给弄醒了 孔雪连忙站直身子 神色如常的说道 小陈你醒了 陈景睁开眼睛 下意识用手揉了揉脸 她觉得有点痒痒的 然后才说道 学姐 你怎么样了 烧退了吗 嗯 已经好了 孔雪微微点头 语气虽还是有点虚弱 但已经不像早上那么娇柔了 果然正常状态下的孔雪 依旧是那个端庄大气的亲熟大姐姐 小陈 这次谢谢你了 孔雪又相当认真的开口说着 陈景应道 没事的 学姐我们 我们不是好邻居吗 应该互相照顾的 听到这句话 孔雪笑眯眯的看了她一眼 也没说什么 只是转而道 先吃点东西吧 我清炒了几个素菜 刚好就着你做的白粥 两人坐到餐桌上 陈景低头吃着东西 时不时悄悄看一眼孔雪 心里忍不住想起 早上那个小女生事的学姐 心里颇觉异样 而孔雪看似神色如常 但喝粥的时候 敏唇的动作相当频繁 目光也不敢和陈景对视 陈景和孔雪的午餐 在稍稍有些沉默的氛围下吃完了 学姐 我来收拾吧 你刚退烧 还是要多休息 陈景起身说着 孔雪犹豫了下 最后还是微微点头 说着 那就麻烦你了小陈 不麻烦 陈景应了句 起身把碗筷都收进厨房 顺便清洗好了 等他弄完走到客厅的时候 发现孔雪又泡好了一壶热茶 陈景看了眼 把早上买到的药拿到客厅 然后按照医嘱配好后 才坐到孔雪对面说着 学姐 你还得再吃几次药的 孔雪微正 精致漂亮的脸蛋上 露出笑容的说道 小陈 我怎么感觉 你把我当的小女生似的在照顾呢 陈景闻言 新说早上的时候 学姐 你不就是小女生吗 还是个相当俏皮的小女生 不过这话 他也知道不好说出来 会弄得孔雪非常尴尬的 便转道 没有 我就是提醒下雪姐你 孔雪轻轻点头 接过药 就着茶水几口吃完后又说着 小陈 过两天有空吗 边说还给陈景到了杯红茶 什么事啊 学姐 陈景端起茶杯喝了口 开口问着 孔雪看了他一眼 应道 就 想请你吃个饭 烧顿 他似乎怕陈景误会什么 又补充了句 单纯的请你吃个饭 没有别的意思 孔雪下意识抿了抿唇 陈景听得一愣 单纯的请自己吃饭 没有别的意思 这句话杂听之下很正常 但细细一推敲就不对劲了 按理说 这顿饭可以是孔雪为了感谢 这次陈景照顾他 所以才请的 然后最后加个没有的意思才正常 但孔雪言语中并没有提及 是为了感谢 那反倒变成了 是怕陈景误会 他是为了感谢才请吃饭的 这为了感谢请吃饭 无疑是显得有点客套了 这不提及感谢 对陈景来说是好事情 我心里有些惊喜 也赶忙应道 好啊 那我们在哪吃 孔雪喝了口茶 看似随意的道 这次去外面吃吧 嗯 吃完顺便逛个街 我这几年工作都挺忙的 都好几年没逛过街了 这次也是工作太累才生病了 现在想放松一下 听到这话 陈景俊朗的脸上 立刻浮现出了高兴笑容 孔雪的意思 虽说表达的挺含蓄的 但他也听明白了 这清熟大姐姐 是在主动提出要和他约会呢 单身男女一起出去吃饭逛街 这不是约会 又还能是什么呢 到了这时 孔雪似乎已经放下了多数顾虑 决定给自己 也给陈景一个机会 一个走到一起的机会 接下来 两人需要的只是一个契机 就能水到渠成的 开始这段相差六岁的姐弟恋 好 我最喜欢逛街了 不过学姐 逛完街之后 能不能再去看个电影什么的 陈景心思微动 故意这么说着 单身男女一起去看电影 那这约会的意思就更足了 孔雪自然也明这点 轻笑着白了陈景一眼 微微点头 温婉大气的说着 都可以的 陈景文言 笑得更开心了些 孔雪毕竟病体出狱 身体虚弱 这吃了药后 又觉得饭困 就回卧室睡下了 知道孔雪退了烧 陈景也就放心了很多 便回到自己的出租屋洗个澡 醒了醒神 她在沙发虽说睡了蛮久 但休息的并不怎么好 这会儿也有点饭困 不过这今天的三次鉴定机会 她并不想浪费了 是准备下午出去碰碰运气的 这在知道自己和孔雪 真的有机会走到一起后 陈景是真的更加渴望赚钱 渴望成功了 她不想浪费任何一次机会 有句话说的没错 女人确实是男人奋斗的动力之一 不过话说回来 陈景其实到这会儿 还有点疑惑 为什么学姐的态度 转变得那么快 明明之前都还顾虑重重的 怎么突然就愿意和她约会了呢 甚至是主动提出来的 这种变化 是经过早上她生病的事情而出现的 陈景也很清楚 肯定是在这事中 让孔雪的想法发生了改变 她疑惑的是 自己到底做了什么 能让孔雪改变想法的 我好像也没做什么啊 陈景暗自回忆着 早上发现的所有事情 从她自己的角度 好像确实是没什么特殊的 就只是照顾了下生病的孔雪而已 她却是忘记了 沈景之前和她说过的话 孔雪呢 你别看她平时端庄大气的 但其实心里也很喜欢浪漫 只不过她喜欢的浪漫 不是那种送花呀惊喜呀什么 她喜欢的是平淡中的浪漫 这是沈景的原话 陈景当时就没有听得太明白 不过这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她自己本身 其实就是个能给人带去 平淡中的浪漫的男人 什么是平淡中的浪漫呢 给你接热水的时候 会把水温控制在 刚好入口的程度 你生病了 她会提前做好清淡的白粥 给你温着 这就是孔雪 或者说不少亲熟大姐姐要的浪漫 平淡充满了生活气息 毕竟到了亲熟的年纪 渴望的不就是 温馨平淡幸福的生活吗 相较起来 年轻小姑娘就不怎么在意这些了 也不能说是不在意 而是她们缺乏年岁的沉淀和阅历 还没有足够的细心 见这些平淡中的浪漫 总之 陈景想不明白 早上的事情 有什么特殊的也正常 因为那些事情 都不是她刻意去做的 或许也正因为并非刻意 所以孔雪才会放下诸多顾虑 不久后 陈景换了身衣服便出门了 她准备去古玩街四处逛逛 顺便再去趟新世纪拍卖行那边 问下钱 什么时候到账 齐阳实验台拍卖成功后 钱肯定不可能是 立马就到账的 还有诸多的手续流程要走 比如缴纳应缴的税款这些 依法缴税 是每个公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吗 如果没有税收 国家哪有那么多的钱 来维护公民的各种权利 门前的路和边的桥 边将的守卫成门的哨 那可都是从无数的税款汇聚而来的 一边享受着国家带来的各种权利保障 一边又偷税漏税的人 实在是可耻可丑的 周末那天 陈景碰运气 自是没有收获 去新世纪拍卖公司 问钱什么时候到账的时候 也没有见到沈静 到时前多久到账 新世纪给出了明确的时间 最迟不会超过一个周 这是让陈景颇为期待的 毕竟只要拍卖 齐阳实验台的前到账 那他的身家可就正式突破一百万了 到时候也能制定下一个目标吗 人就是得自己设定目标的 一个接一个的去达到 这样不仅自己有成就感 也会带来更多的动力和信心 这本也是成功的特质之一 时间总是向着灵活的精灵 你怎么也抓不住它 这一晃又是数天 陈景这些天脸上的笑容 几乎就没有消失过 倒不是又简陋了 而是和孔雪之间的发展 让他相当高兴 两人现在已经是 时常在上班空闲的时候 给对方发着信息聊天 说的都是些 例如中午吃了什么呀之类的琐事 但就是这种琐事 才能说明两人关系 再一步一步的迈向恋人关系 能把琐事说给对方听 也愿意倾听对方的琐事 这除开亲人 也就只有恋人了 这几天连赵正都看出来问题了 还调侃着陈景 小陈 我虽说不会看相 但都看能到你小子眉间有红光 你这是红丸心动了 陈景也黑黑笑着回应 我也是这么觉得的 哈哈 他这话 把赵正弄得大笑了起来 又说着 看来你小子的进展很快嘛 我就说 孔雪多半对你也有意思 不是狼情惬意的 哪能这么快 稍顿 赵正又补充道 等什么时候 确定关系了 一起约着吃个饭吧 我倒真想看看 什么样的女孩子 能让你小子喜欢成这样 陈景应道 好啊 不过就是 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确定关系 这事儿 他确实也不确定 他也不是不想 直接表白什么的 而是这几天 都没找到什么好的契机 总不能在手机上表白吧 这又不是网恋 而且显得也不够正式 我看事快了 赵正乐呵呵的说着 这几天陈景的高兴模样 他是看在眼里的 凭借着经验 盈盈也能猜到陈景 和孔雪两个人 现在就插一层窗户 只没捅破了 什么时候契机到了 确定关系 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那就借赵叔吉言了 嘿嘿 陈景俊狼脸上 满是高兴笑意的说道 赵正点了点头 也没再多调侃陈景 只是心里暗叹 相差六岁 小陈这段姐弟恋以后 要闯的关卡 还多着呢 他自己就谈过姐弟恋 直到开始 并不意味着一路顺畅了 后续还会遇到 比普通情侣多得多的问题 闯过去了 就是一生 闯不过去 也是一生 只不过后面 要加上遗憾二字罢了 念及至此 赵正端起茶杯 喝了口茶 只觉入口 分外苦涩 且久久没有感觉到回甘 傍晚时分 陈景刚下班 正准备去四处逛逛 把今天的三次鉴定机会 给用掉碰碰运气的时候 接到了孔雪的电话 小陈 下班了没 孔雪柔和大气的声音 从手机里传出来 陈景应道 刚下班 怎么了学姐 晚上一起吃饭吧 顺便逛街看电影 刚好今天有不口碑 还不错的电影上映 孔雪自然地说着 陈景文言就是一喜 好 那我先回去换衣服 嗯 挂断电话后 陈景忍不住用力地挥舞了下拳头 有点激动地说着 今晚要是有好机会的话 我就直接表白 他可太想把孔雪 变成自己的女朋友了 以后还要变成陈夫人呢 随后 陈景直接打了车 回到天雪山小区 他走到门口的时候 发现孔雪已经在等着了 他明显精心打扮了 穿着一身极稀的咖啡色条纹风衣 内里是黑色的修身上衣 和紧身黑色长裤 脚下踩着一双长靴 一双大长腿 格外吸睛 长发侧分 露出精致白皙 画着淡妆的漂亮脸庞 肩上跨着个名牌包包 陈景整个人都看得呆住了 他还是第一次 见着精心打扮后的孔雪 简直美得整个人 都好似在发光 再加上 那亲熟大姐姐特有的气质 有句流行的话来说 那真是又美又洒 回来了 孔雪见着看呆住的陈景 眼眸中闪过了些笑意 面上温柔地说道 陈景回过神来 感觉自己的心跳都有点加快 赶忙硬了声势 然后说着 那个雪姐 你等我会儿 我洗个澡换身衣服 孔雪都这么精心打扮了 她自然也要重视起来啊 毕竟这可以说是 两人的第一次约会吗 好 孔雪微微点头 陈景打开门 就见着孔雪 也跟着走了进来 她不免有点惊讶 雪姐 你 你在我这边等吗 陈景下意识问着 她原以为孔雪 会回自己的出租屋呢 孔雪笑道 那不然呢 我都收拾好出来了 陈景反倒有点不好意思 毕竟她等会可还要去洗澡的 落落大方的笑容 她一个大男人难不成还能怕的不成 便点点头走了进屋里 雪姐 你随便坐 我很快就好 陈景说了句 便走进卧室仔细挑选了套衣服 不过她的衣服并不多 以前没什么钱也买的不多 现在嘛 倒还真没想起这事来 不过好在 陈景身材挺拔 长得也俊朗 衣服什么的 只要合身 其实穿在她身上都还蛮好看的 不过她心里还是想着 有空去买几套好点的衣服 孔雪安静的坐在沙发上等着 见陈景走进卫生间开始洗澡后 她才站起身 在屋子里走动着 想要帮陈景打扫一下什么的 不过很快 孔雪就发现 房间打扫得很干净 东西也都摆放得整整齐齐的 卧室她并没有进去 但看着外面的情况 估计也不会很乱 这让孔雪眼中有些赞赏之色 还轻声了说句 年纪明明是个小男生 外表看起来也是 但生活上反倒不像呢 还挺成熟的 既然屋子不需要自己帮忙打扫 孔雪便在陈景洗澡的时候 在手机上订好了一会儿 要吃饭的餐厅 还有电影票 刚好这个时候 沈静给她发了条消息过来 小雪 下班了没啊 今天有空吗 咱们一起去看个电影呗 这条消息 孔雪还没来得及回复 沈静立刻又发了条 我听说最近上映了部侦探片 口碑还不错呢 就看那部吧 她好像觉得 孔雪肯定不会拒绝似的 都已经直接谈及 要看什么电影了 倒也正常 这两个单身的亲熟大姐姐 以往看电影什么的 还真都是一起去的 孔雪倾笑了下 打字回复道 我今天没空吗 沈静很快回复 啊 那好吧 那等周末再去 顺便我到你家 去蹭个饭 叫上小陈一起 她还记着帮陈景助攻呢 不过 沈静显然是不知道 就现在陈景和孔雪的情况 她这个红娘 其实已经不需要帮忙了 也是沈静最近比较忙 并不了解情况 见沈静提到陈景 孔雪稍稍犹豫了下 才回复道 吃饭可以 不过电影就不用再看了 我今晚 其实就要去看来着 沈静发了一连串的感叹号 然后似乎还嫌弃 这不够表达自己的情绪 又发了个震惊的表情图片 小雪儿你什么情况 你这是抛弃我们的 闺蜜情谊了吗 居然和别人一起去看电影 这孔雪拒绝了她 总不可能 是自己一个人去看电影的 孔雪抿了抿唇 在闺蜜面前 却也有点不好意思 组织了下语言 才打字回复 谁抛弃闺蜜情谊了 我先和小陈约好了 下次有机会 咱们再一起去看其他的电影吧 沈静回应的是更多的感叹号 还有好几个震惊表情图片 然后 沈静直接发了条语音信息过来 显然打字 已经不能够表达她此刻的震惊情绪了 孔雪见状 侧头看了眼卫生间的方向 确定陈景还没有出来后 才把手机音量稍稍调低 然后听了起来 小雪儿呀小雪儿 你个真相当 我记得 之前有个人说我和小陈年纪相差太大 我不会考虑什么的 这个人是谁啊 不会是你爸小雪儿 他这话 把孔雪听得都有点微微脸红 打字回应道 我就是真相怎么了 你之前不也说小陈很不错吗 我想给自己一个机会不行吗 行行行 其实这是好事嘛 不过 你到底是怎么改变想法的 还有你们确定关系了吗 沈静再次发着语言信息 语气里倒也没了调侃 转而有点欣喜高兴地问着 孔雪 正想把自己转变想法的心路历程 都和好闺蜜说一下的时候 陈景刚好洗碗澡 从卫生间走了出来 他只好打字道 先不说了 等周末你来我家 我再和你说我要出发了 新世纪拍卖行 沈静的办公室里 他看着手机上孔雪的信息 笑着吐槽了句 这就不说了 还真是有了男朋友 忘了闺蜜 稍顿 沈静都忍不住 连着轻笑了好几声 又说着 虽说我一直都觉得 小陈有希望 但还真没想到 他动作能这么快的 小雪也真是 怎么能这么快就沦陷了呢 还说什么年纪相差太大呢 我看说不定就是被嫩草给勾了魂去 真是没出息了 这句自然是沈静的玩笑话 其实他还是很开心 看到沈静和孔雪走到一起的 不然 他做什么红娘呢 沈静洗完澡换好衣服后 两人便坐着孔雪的车出发了 孔雪订的餐厅和电影院 都在附近不远的一处商业中心 档次不错 平时也颇为繁华 吃饭游玩都是相当不错的选择 不过沈静在知道孔雪餐厅和电影票 都订好了之后 心里还稍稍有点感叹 这也就是亲熟大姐姐 会主动去做这些事情了 没多久 两人就抵达了目的地 停好车后 时间倒是差不多到晚饭点了 孔雪说着 小陈 我们先吃饭 然后在这边逛一会儿 差不多电影开场的时候 就去看电影了 你觉得怎么样 这安排得妥妥当当的 陈景能有什么意见呢 自然是笑着点点头 这也是他这个感情初歌 以前没有经历过同龄女生了 完全感受不到 此刻和孔雪约会时的这种感觉 对男人来说多么的舒心 就这种约会 换个稍微做一点的年轻女生来 估计光是吃饭这步 就得耽搁半个小时 一会儿这个太辣 一会儿那个又太清淡 关键你让他自己选地方的吧 他还回你一句 你选吧 我都可以的 一般现代情侣约会吃饭 尤其是前几次约会吃饭 其实都比较讲究 档次格调什么的 喜欢去西餐厅啊 情侣餐厅 网红餐厅什么的 但孔雪这种青熟大姐姐 显然并不讲究那些 滑而不实的东西 她订的餐厅 是一家中餐厅 虽说同样档次和消费都不低 但菜肴味道很好 服务态度也很好 味道好 服务态度好 这才是在外面吃饭 挑选餐厅的正确打开方式吗 两人吃饭的时候 又随意聊了起来 聊的内容天南地北的 什么都有 多是陈景在提及话题 孔雪顺着她说 而且不管陈景聊的话题 孔雪有没有兴趣 喜欢不喜欢 她从来不会打断 最多也就是对于这个话题 她会少说两句 但也会认真听着陈景说 开始的时候 陈景还没有发现这点 等发现过后 她心中是忍不住由衷的感叹 大姐姐真是太香了 难怪有个姐弟恋经验的 赵正会说和大姐姐恋爱 相处起来会非常的轻松了 陈景这会儿 也算是有点体会到了 这种非常轻松且舒心的感觉了 等吃完饭后 陈景本来想结账的 孔雪白了她眼道 说好了我请客的 不过孔雪说完这句 似乎又怕陈景在意这点 毕竟很多男人 都有点这方面的大男子主义 觉得和女生吃饭 就应该男生结账 所以她又补充了句 嗯下次 你再请我吧 其实谁结账也都差不多 不是吗 陈景还能说什么呢 只能是在心里再次感叹大喊 大姐姐真是太香了 饭后 陈景和孔雪 就在这商业中心 闲逛了起来 逛了会儿 陈景想起刚才挑选衣服的时候 发现自己没什么好点的衣服 心思微动 单纯说道 学姐 我想买两套衣服 要不你帮我参考一下吧 男人嘛 多数都是不怎么会挑选衣服的 反正陈景肯定是其中之一 他挑选衣服的标准就一条 合身就成 现在和孔雪一起逛街 陈景当然想让他帮自己参考挑选一下了 毕竟从孔雪的穿搭 就能看出来他相当有品位 好 你想买什么风格的 孔雪点点头 侧头看了眼走在身旁不远的陈景 得说的是 两人毕竟还没有确定关系 虽也是并肩而行 但还是间隔了点距离的 陈景文言稍稍思索了下 应道 成熟点的吧 他这自然是故意这么说的 孔雪不是觉得他太年轻了吗 既然这年纪没办法改变 那就穿着打扮成熟点吗 孔雪多聪明 听到他这话就知道 陈景心里是怎么想的 极漂亮的眼睛中闪过笑意 红唇清起道 为什么要成熟点的 你才二十出头呢 应该穿得青春朝气才对 他这话倒是让陈景有点猛 这是个什么情况 难道孔雪已经完全不在意 两人的年纪差距了 这么一想 倒也真有可能性 孔雪都主动和他约会了吗 如此 陈景心中不免更加高兴 但面上还是说着 主要是工作上也需要看起来成熟些 太年轻也容易让人看清 这话倒也没错 这各行各业都讲究个资历 人们往往也更容易相信年长者 其中医生 老是这些行业最为明显 不还有句老话吗 嘴上无毛办事不劳 从这话里就能看出 年轻是优势 但也是劣势 孔雪文言也说着 倒也是 不过工作的时候穿的成熟点 平时生活上就没必要了 要不买几套成熟风 几套朝气点的 也行 这是个折中的办法 陈景自也是答应了 随后 孔雪就带着陈景 往南庄区域走去 不过边走边还轻声说着 小陈 这儿的衣服都还蛮贵的呢 我平时都很少来这种 大型商业中心买衣服 他这话看似随意 但其实 是在隐晦地提醒陈景 他并不是很了解陈景的经济状况 上次虽说亲眼见着他 简落了那碧喜潮珠 可碧喜潮珠 也不过是价值几万块的物件而已 而这大型商业中心的衣服 能入住进来的 那基本都是中上档次的名牌 几套衣服买下来 也怕陈景误会自己瞧不起他 所以最后还加了一句 自己也很少到这种地方来买衣服 陈景文言也是倾笑了下 看了眼孔雪身上的衣服 他虽说不是很了解女装品牌 但非常著名的一些 还是认识的 孔雪身上穿的风衣 明显是Burberry的 这件风衣 最少也要上万块呢 那里的上衣和裤子 陈景虽说不认识 但估计也不会插到什么地方去 这能叫平时 很少来这种大型商业中心买衣服吗 这个很少估计指的是 平时很少有时间买衣服 但无论如何 孔雪这番话 真是把她的体贴和善解人意 体现得淋漓尽致 既考虑到她的经济情况 还顾着她的面子 对此 陈景真觉得自己要爱极了孔雪 也开口说道 没事的学姐 我最近还捡漏了其他古董 也赚了不少钱 孔雪文言点了点头 便没有再说这个话题 两人很快就到了一家 中上档次的男装品牌专卖店 女导购见着两人 立刻很热情地迎了上来 这些导购的眼睛多多啊 顾客有没有购买实力 基本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 陈景且不提 就孔雪这穿着打扮和气质 妥妥的社会女精英啊 先生女士好 女导购先是笑着问候 然后热情地询问 两人想要买什么类型的衣服 孔雪柔和大气地说了下要求 女导购看了眼陈景一眼 便带着两人在店内挑选了起来 很快 孔雪就拿起了一件 偏成熟风的深色短款风衣 在陈景身上比划了一下 说着 小陈 你试试这件 陈景自然没什么意见 都说让孔雪帮她挑了 那自己负责做好一架子就行了 不得不说的是 孔雪的眼光和品味是没得说的 接连帮陈景挑了几套篇 成熟风的衣服都非常好看 也最合适陈景的身形和气质 佛靠金装 人靠衣装 陈景换上孔雪挑选的衣服后 整个人都更帅气了几分 看到旁边的女导购 都是连声赞叹 先生都不比好多男明星差了 孔雪文言 极漂亮的眼睛中露出了几分笑意 隐隐好像还有那么点自豪和骄傲 成熟风的几套衣服选好 孔雪又帮着陈景选了几套显得朝气的衣服 好在这家男装品牌 对顾客的定位并不单一 基本是各个年龄阶段的都有 等陈景换上朝气风的衣服后 他看了眼视一镜 骏狼脸上的神色不免稍稍有些古怪 因为这几件衣服 孔雪挑选的实在有些太青春朝气了 陈景本就年轻 而且看起来真的很嫩 这穿着如此青春朝气的衣服 那给人的少年感简直不要太强烈 说她是刚高中毕业 十八九岁的大学生都有人信 旁边的女导购看傻眼的都 目光在陈景和孔雪身上来回看着 心底暗道 我的个乖乖 这傻呀 不会是女富婆包养小鲜肉吧 想着 她又细看了两眼陈景 有些羡慕了 哎呦 有些事真好 我也想要这样帅气的小鲜肉 这边 陈景则说道 学姐 这几套会不会太年轻了点啊 孔雪正微微侧头瞧着她呢 眸光流转间 竟是盈盈笑意的道 我觉得挺好的啊 就这几套吧 她似乎还挺喜欢陈景 如此青春朝气的穿搭 陈景文言稍稍犹豫了下 其实这几套衣服 除开太青春朝气之前 确实也很好看 至少让她自己来选 多半是不会搭配的这么好的 再加上 孔雪好像还挺喜欢 所以还是硬道 那好吧 好几套衣服买下来 价格也是真不便宜 至少以陈景此刻 还没有完全扭转的消费观念来说 是如此的 零零总总加起来九千六百块 这还是打折的情况下 女导购把衣服都装好 大包小包不少 孔雪见状就伸手帮陈景提了几个袋子 然后两人便走出了这家男装店 那女导购瞧着两人的背影 有些奇怪的低声自语了句 男的自己付的账 不像是被包养了 男不成是姐弟 然后她立刻又摇了摇头 不对 看起来就不像是姐弟 姐弟的相处模式 可不是陈景和孔雪那样的 这边 小陈 刚才那个女导购的眼神 你看到了没 有些古怪哦 陈景姿势看到了 也有些好笑 嗯 会不会以为 我是学姐包养的小男朋友 哈哈 看起来是蛮像的 孔雪听到她这话 笑得很是开心 见她如此 陈景其实是更开心的 因为能在这点上随意的开着玩笑 说明她现在是真的毫不在意 两人的年纪差距了 这买完衣服后 时间倒也差不多了 两人便说笑着 静止走到了位于这大型商业中心 顶楼的电影院 买了些爆米花和饮料 电影也差不多开场了 孔雪定的位置在中间 不远不近倒是刚刚好 晚间电影场来看的人 也以情侣居多 成双成对地坐着 空气中都似乎带着一股恋爱的酸甜味 陈景左右看了看 见着周边的情侣 都很甜蜜地依偎着在一起 心里有些羡慕和异动 悄悄瞧了眼孔雪平 放在双腿上的白皙好看的玉手 孔雪看似很认真地看着大荧幕 只是那好看的唇瓣又抿了抿 最终 陈景还是没好意思 直接牵住孔雪的手 她这个感情 出个有些紧张和忐忑 也是正常的 而且毕竟是第一次约会嘛 她也怕显得太过貌实了 不过这电影确实是很精彩 又是真探类的电影 剧情紧凑 悬疑感拉满 很快陈景和孔雪都看得入了神 就连周边的其他情侣 也都忘了做些甜蜜互动 认真看起了电影 将近两个小时 电影才结束 陈景和孔雪走出电影院的时候 还在讨论着剧情 真没想到最后的凶手 居然是灵徽 这电影的编剧很厉害呢 最后的反转剧情 设计得很精巧 孔雪赞叹地说着 陈景也点头道 是啊 而且演员的演技都在线 难怪口碑那么好了 这奇安密探的票房 估计保底能有25亿以上 两人聊着电影剧情 却都没有发现 走动时的距离 不知不觉间靠近了些很多 已经和一对情侣 没有太大的区别了 这会儿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 时间不算太早 两人又逛了回夜市 吃了些零食后 便回往了天雪山小区 怎么说呢 陈景和孔雪的第一次约会 显得很常规 并没有多么的特别 就好像一对 最最普通的情侣那样 一起吃饭 买衣服 看电影 逛街 说说笑笑 聊着天南地北的话 而这种常规和平淡 其实就是孔雪想要的浪漫 孔雪停好车 两人步行着回往出租屋 依旧在随意聊着天 好似有着说不完的话一样 哪怕有些话题相当的没营养 但这重要吗 两人刚走到楼下 有个四十多岁的阿姨 从楼梯上下来 手里还抱着大纸箱 里面满满当当的 装着各式东西 看样子都是些 准备丢掉的废品 也不知道是不是纸箱太大 有些挡住了阿姨的视线 她走得又快 却是不小心撞到了孔雪的身上 呀 孔雪轻呼了声 身形被撞了个亮枪 好险陈景伸手扶住了她 才没摔倒 那阿姨也是身形晃悠 抱着的纸箱子 直接翻倒在地 里面砸七砸八的废品 散落了一地 哎呦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啊 我不是故意的 阿姨也顾不上散落的废品了 满脸歉意的连声道歉 孔雪站稳身形 端庄美丽的脸上浅笑着道 没事的阿姨 她边说着 还边弯腰帮着这阿姨 捡着地上的东西 又问着 阿姨 以前没见过您 是刚搬来的吗 是啊 我今儿刚搬来 正做大扫除呢 这些都是以前那些租客留下来的东西 我瞧着没啥用 就准备都扔掉 阿姨也弯腰捡着东西 边应声边感谢 谢谢你啊姑娘 你心肠真好 陈景心里应了句 可不是好吗 这要不好 她能喜欢洪雪喜欢成这样 随即 陈景也帮着那阿姨 捡着地上的东西 确实都是些没用的废品 什么报废的老旧手机 裂开的水盆等等 陈景本来也没在意 但捡了几件 她的目光忽然顿了下 这时 陈景却是看到了一件 品相有些老旧的东西 体积还不小 她得用双手才能拿起来 这入手立刻觉得一尘 竟有些出乎意料的重 陈景仔细看了眼 手中这东西 整体呈现黑黄色 但阴影又有点泛金 最重要的是 看起来确实颇为老旧 而知识古朴 这就让陈景心中起了念头 她这段时间 恶不古董鉴定知识 虽说论及真实的鉴定水平 估计还是半调子都算不上 但已经有了最最基本的叛读能力 至少能看出 手中这东西的知识 不像现代工艺 反正今天的三次鉴定机会 还没用呢 别浪费了 陈景对手中这物件起了点兴趣 索性直接动用了鉴定神眼 下一刻 金色光芒浮现 围绕着那物件转了几圈 然后回到陈景的双眼前 化作一排排鉴定文字 此物为 明朝永乐同流经官帝神像 此物历史价值 宋元以来 官帝深受官府与民间推崇 奉似于官帝庙 其神像也多有被供奉于庙或家中 受到各阶层的尊崇和祭祀 老百姓崇拜他的忠诚 义气 神勇 期盼他护国又名 本土道教尊他为异汉天尊 佛教则把他作为护法神 齐兰供奉 而儒家也把官公当作春秋 大义的践行者 把他圣化 历朝历代的皇室 更是把他封侯 封王 封地 而在逐渐提高的赤风中 官公开始成为 维系皇权 神权 伦理刚常的万能神灵 武人把他尊崇为战神 武神 商人把他捧为财神 甚至连文人也赞其忠义无双 因此 官公也成了无所不包 无所不能的神灵 此官帝神像 以同刘金制作 其身着铠甲 脚踩云头履 铠甲外劈毯 又兼是龙文袍 坐于神台之上 坐帝王像 其美然长飘 双眼威和 不威自怒 整个神像雕刻手法 娴熟老辣 一袍上赞刻的龙文 一元赞刻的花草文 甚至是一文代试 铠甲文理 都表现得淋漓 不仅是典型的明朝志向风格 品相更是可称上家 看到眼前的鉴定信息 陈瑾立刻威政 转而惊喜无比 原本他就是看着 这官帝神像有些老旧 再加上今天的鉴定机会 还没有用 所以试了试 却没想到 这居然是个真品古董 还是明朝时期的 这入行以来 陈瑾还是一次 简陋明朝的古董 另外三次 倒是有两次 都是清朝时期的 不过这也正常 毕竟朝代距离越久远 这古董也就越难以保存 而清朝是距离 现代时间最短的封建王朝 留存下来的古董 确实是最多的 小陈 怎么了 这时 孔雪发现了陈瑾的异常 见着他抱着那官帝神像愣住 关心地问着 陈瑾闻言神色不变 应道 没怎么 就是看着这神像 还挺好看的 说着 他又看向那阿姨 开口问道 阿姨 这神像能给我不 什么给不给的 这些东西 我都是拿去扔掉的 你要是喜欢 就拿去吧 那阿姨浑然不在意地说着 这官帝神像 本也不是他的 是不知道以前的那位 租客留下来的 现代人嘛 除开某些偏远地区之外 基本没几家 还保留有在家 祭祀神灵的习惯了 这官帝神像 自然没什么用 陈瑾心头 微喜地点了点头 旁边的孔雪眨了眨眼 似乎是看出了些什么 端庄漂亮的脸上 也浮现出一抹浅浅的笑意 不久后 陈瑾和孔雪 帮着那阿姨 把满地的废品 都重新装在了纸箱中 谢谢你们小两口了呀 咱们都住同一栋楼 有空一起吃个饭 阿姨很感激 说的话也很磕头 然后就抱着纸箱走了 而陈瑾和孔雪文言 却是不约而同地 看了对方一眼 眼眸中都有些异样 小两口 那阿姨觉得 两人是情侣 甚至是夫妻 所以理所当然的一句话 倒是让陈瑾和孔雪 这对本就有些 暧昧的单身男女的心 更乱了些 陈瑾不知道该说什么 孔雪则抿了抿唇 下意识 把一缕长发扶到耳后 几秒钟后 还是孔雪打破了沉默 小陈 你把这个神像要到手 不会这也是个古董吧 陈瑾自恃顺着话头印道 对 应该是个古董 没想到运气这么好呢 这确实是运气蛮好的 都不是靠着那玄妙直觉 找到的古董 真是古董 孔雪虽说刚才就有点猜测 但听到陈瑾确认 依旧有些惊讶的 仔细看着陈瑾手里抱着的神像 问着 这是官二爷吗 官二爷的形象 本就颇具特点 全国人民 又有几个人能不认识的呢 嗯 这神像就是官地神像 陈瑾硬着 稍顿又说着 学姐 我们先上去吧 他也想回到出租屋 仔细看看 手中这尊官地神像 随后 两人回到了出租屋 不过孔雪也跟着 到了陈瑾这边 他似乎对那尊官地神像 也挺好奇的 陈瑾小心地把官地神像 放在客厅的茶几上 这在灯光的照耀下 官地神像整体 隐隐泛着金黄色的光 看起来竟有几分 神灵现世的感觉 由此可见 这尊神像的雕刻记忆之高了 这是黄金做的吗 孔雪见着那金黄色的光 不免惊讶地问 陈瑾摇了摇头 边仔细看着 官地神像的留存情况 边应道 不是 是铜做的 表面的倒是有铜流金 铜流金是什么意思 孔雪有些不明白 这个词不是相关行业从事者 也确实不明白 铜流金就是将黄金 和水银合成金拱 然后涂在铜器表面 再加热把水银蒸发 这样黄金就会附着在气面部脱落 陈瑾开口解释了句 这铜流金在古董鉴定中 虽说不是最基础的知识 但也是必须要了解的 陈瑾勤奋努力学习之下 自然是知道的 孔雪恍然大悟地点点头 稍稍有些感叹的道 古人还真是很聪明 在古代都能想到这种办法 来给契物镀金 铜流金和镀金在结果上 倒确实是差不多一回事 陈瑾也同样感慨道 是啊 这关于金拱的记载 最初建于东汉炼丹家 魏伯扬的周易参同器 而关于流金技术的记载 最早则建于南北朝时期 在《本草纲目》 水银条中就引用了 南北朝时桃红锦的话 说水银能消化金银史成泥 仍以渡物视野 孔雪听着陈瑾侃侃而谈 眼中闪过光彩 然后说着 南北朝时期 那距今应该有1500多年了吧 1500年前的古人 就会同流金了 真是厉害 南北朝 也就是三国东晋之后了 距今倒确实是差不多1500多年 但陈瑾又摇了摇头道 其实是不止的 因为根据一些考古发现 同流金器物最早出现的时间 要比南北朝 还要早上八个世纪左右 只不过 目前还没有发现 其他更早时期 关于同流金的文字记载 无法准确佐证而已 八个世纪 也就是八百年 南北朝再往前八百年 那就是春秋战国时期了呀 也就是说 同流金这项技术 在那个时代就已经出现了 可见 咱们的祖先是多么的聪明 咱们的文明是多么的伟大和璀璨 孔雪也很是惊叹 又夸赞着陈瑾 小陈 你懂得还挺多的呢 还好 我最近看这方面的书比较多 陈瑾谦虚的硬道 孔雪倒是也知道他刚入行 但刚入行 这不少相关知识 就能随口说出来 可见 他是真的很努力 很勤奋的在学习 对待工作 认真努力勤奋 这说明 陈瑾很有上进心 一个男人有没有上进心 本也是多数女人 择偶的标准之一吗 小陈 那你这个官帝神像 是什么朝代的呢 价值怎么样 孔雪又把注意力 放回了官帝神像本身 好奇地问 陈瑾应道 看着制作风格 应该是明朝时期的 至于价值 我也不是很清楚 我得明天去问问我老板 他现在本来就对行情和市场 不是很了解 再加上 神像也是冷门藏品 自然不太清楚价值的 孔雪点点头 浅笑道 是明朝的古董 那价值应该不会低的 小陈你运气真好 听到这话 陈瑾忽是反应过来了什么 看向孔雪笑着说道 学姐 好像不是我的运气好 嗯 应该说是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运气才很好 嗯 孔雪微正 眨了眨极漂亮的眼睛 好看的脸上带着疑惑 陈瑾见着孔雪面露疑惑 脸上笑意更多了些 说道 学姐你忘了 上次我捡了那个碧玺巢猪 也是和你在一起的时候 这次也是 孔雪文言也轻笑道 还真是 那你可得好好感谢我哦 嗯 学姐 想要什么样的感谢都行 陈瑾双目和孔雪对视着 目光有些炽热 满意着情意 孔雪也看着她 敏唇微笑道 我和你开玩笑呢 哪有什么运气不运气的 如果你自己没有这份鉴定能力 运气再好 也减漏不了的 但光有鉴定能力 没有运气也不行啊 陈瑾故意反驳着 又道 以后我得多约学姐一起出去 说不定每次都能减漏呢 那我要不了多久 就能发大财了 去你的 把你学姐 我当招财猫呀 孔雪白了她一眼 但眼中却满是笑意 陈瑾闻言 下意识脱口而出 学姐可不是招财猫 学姐这应该是旺 话说到一半 她才反应过来 赶忙闭嘴尴尬地咳嗽了几声 但话虽说没有说完 可跟说完了也没区别 孔雪明显知道 她想要说什么 心里好气又好笑 故意问着 旺什么 还能旺什么 旺夫啊 不过这会儿 两人还没有确定关系呢 这话陈瑾也不好意思 直接就说出来了 只能是摸了摸脑袋 尴尬地笑了笑 孔雪见她如此 忽视扑痴一笑 又如那百花盛开也似 而这次陈瑾却是看到了 目光直接看得呆愣住 傻样 孔雪眨了眨眼 然后便转移了话题 也算是避免陈瑾继续尴尬下去 小陈 你明天知道了这官地神像的价格后 和我说一声 要是价值比较高的 那我帮你找沈瑾问问 看看能不能拿去拍卖 古董拍卖的话 应该能赚得更多些 哦对了 之前都没和你说来着 沈瑾在一家拍卖行工作 职位还不低 能帮上你的忙 孔雪之前是觉得 陈瑾刚入古董行 应该没有那么快 就会和拍卖行产生交集 上次那避兮 潮珠的价值 也没有必要拿到拍卖行去 所以才没说这事 现在的情况姿势不同了 孔雪也发现 陈瑾虽说才入行 但鉴定能力已然不差 而且运气很好 估计往后会经常 和拍卖行打交道的 她却是不知道 陈瑾早就和拍卖行有交集了 并且她的好闺蜜 还悄悄做起了告密小红娘呢 陈瑾闻言 脸上事实露出些惊讶的说道 沈姐在拍卖行工作吗 沈静那边没把事情 主动告诉孔雪之前 她自然不能露线了 嗯 好像叫新世纪吧 还挺有实力的 孔雪倒是没看出什么端倪 主要本也不是值得怀疑的事情 她又怎么可能想到 陈瑾和沈静会机缘巧合之下 又碰到了呢 陈瑾点点头 嗯 我知道了 谢谢姐姐 谢什么 孔雪随意应了句 然后见着时间不早 也就回了自己的出租屋 就是临出门的时候 她又回头到了句 对了 这周末沈静刚好要来我这吃饭 一起吧 好 陈瑾肯定是欣然答应的 一日 陈瑾抱着个盒子 喜气洋洋的走进了那宝居 赵正一看他抱着个盒子 嘴角就抽动了下 还不等陈瑾说话 抢先道 小陈 你别告诉我 你有可能简陋了 陈瑾黑黑一笑 把盒子放在了店里的茶桌边 说道 赵叔 您不愧是老江湖啊 真给您猜中了 我 卧槽 以赵正的涵养 这会儿都忍不住抱了个粗口 这还需要我猜啊 就你小子这简陋的频率 瞧见你抱着个盒子走进来 我还能不明白 赵正脸上带着满满的惊讶 倒也不怪赵正如此 毕竟陈瑾这简陋的速度 属实是有点快了 也不一定就是真品 我就是 陈瑾这么开口说着 然后赵正再次白白手打断他的话 颇有些哭笑不得的说着 行了行了 你小子的运气好得吓人 也别说什么不一定了 我看多半是真品 这人走远的时候 挡也挡不住的 听到这话 陈瑾还能说什么呢 只能是笑着把盒子中的官帝神像 小心地抱了出来 赵叔 您帮我长长眼 赵正瞧着官帝神像就是威精 官二爷的神像 这可不常见 随后他就拿出放大镜 仔细地鉴定了起来 陈瑾自是在旁边喝着茶 边等着赵正鉴定完 小半想后 赵正才颇有些感慨地说道 还真是真品 看风格应该是明朝前中期的 你小子到底是个什么运气 不过能看出 赵正这尊官帝神像可能是真品 说明小陈你还真是天赋异禀 鉴定眼力 已经有那么点意思了 除开运气这种虚无缥缈的东西之外 赵正的后半句话 就显得有分量多了 不过他也不是很意外 毕竟陈瑾平时的努力勤奋 他也是看在眼中的 赵叔您这太过誉了 我才刚入门呢 自家人知道自家事 陈瑾可不好意思 真接下赵正的夸赞 随即 陈瑾也直接转移了话题 同时问出自己最关心的问题 赵叔 这官帝神像能价值多少 他脸上也露出了喜色和期待 赵正稍稍思索了下 应道 神像类别的古董 在市场也是冷门 收藏的人不多 不过你这尊官帝神像保存得很好 雕刻记忆精湛 所用的同质也不错 再加上是明朝前中期左右的物件 这年代也够久 稍顿 赵正给出了估价 我估摸着 价值应该在35万到45万之间 当然 前提是能找到出手的渠道 35万到45之间 陈瑾听到这个估价 脸上就露出了兴奋激动的神色 这价值可不低了 要知道之前那方 齐阳实验台的价值 其实也就差不多是这个数 只不过是机缘巧合 引起了多人近拍 才能达到100万的价值 最关键的是 齐阳实验台 到手还花了陈瑾几万块呢 而这尊官帝神像 可是白捡的啊 兴奋归兴奋 但陈瑾很快也冷静了下来 这官帝神像 确实价值不低 但赵正刚才的话也说了 前提是能找到出手的渠道 同为冷门收藏品 官帝神像 无疑是比艳台 还要更加难出手的 对此 陈瑾也挺无奈的 但捡漏容易捡到冷门藏品 也很正常 因为热门的收藏品行情火热 且多数古董行中人都认识 偶尔有那么两件可以捡的漏 也早就被人截足先登了 赵说 您说 我这官帝神像该怎么出手 陈瑾开口询问着赵正 这还真不好出手 一般拿去拍卖会容易出手些 不过最近昌城各大拍卖行的秋拍都结束了 你要么等到几个月 等下次有拍卖行筹备拍卖会 要么就联系那些收藏家看看 赵正如实地给着他建议 陈瑾点了点头 心底是不太想等上太久的 能尽早变现肯定是最好的 最主要的是 官帝神像这类型的古董实在冷门 万一在拍卖会上也流拍了 那就要砸在自己手里了 不到万不得已 陈瑾是不太想把官帝神像 拿到拍卖会上去的 那我问问之前认识的那些收藏家 还有古董商人 陈瑾这么说着 赵正笑了笑 他这次并没有说要帮陈瑾出手 毕竟这段时间 也带陈瑾认识了不少收藏家 和古董商人嘛 人脉这些 赵正是可以帮着陈瑾去认识 但经营这些人脉 终究还是要靠陈瑾自己的 他帮不了忙 陈瑾心里自也明白这点 所以也没有说要赵正帮忙 随后 陈瑾干脆拿起手机 给官帝神像拍着照片 各个角度的都有 保证一些细节清晰可见 然后就发了个朋友圈 接着又给之前认识的那些收藏家 和古董商人发着信息询问 大致就是问他们有没有兴趣 价格都好说云云 几分钟后 第一个给陈瑾发信息的人来了 小陈 我看你朋友圈 这是又简陋了 却是沈静发来的 陈瑾回复 嗯 运气好 你还真是蛮厉害的 可惜我们新世纪短时间内 没有拍卖会计划了 不然还可以拿来拍卖的 拍卖会也不是那么好筹备的 是需要收到大量的拍品才行的 还有宣传展览等等工作要做 总之不是那么好举办的 陈瑾回复着 嗯 谢谢沈姐的好意 谢什么 都是自己人吗 沈静这条消息中带着些调笑 又紧接着再发了条消息 小陈 你这家伙 动作还真快哦 陈瑾瞧着消息 便明白这位沈姐 估计知道了 她和孔雪的关系发展很快了 笑了笑刚想回复什么的时候 又一条信息映入眼帘 陈兄弟 你这官地神像看起来不错呀 我有点兴趣 陈瑾一看 微微有些诧异 这发来信息的人居然是刘浩 也就是之前拍下 他那齐阳实验台的那组娱乐行业的商人 而陈瑾之所以惊诧 是因为这刘浩虽说喜欢收藏古董 但他要收藏的 不都是文化类别的古董吗 怎么会对这官地神像感兴趣 心下虽说奇怪 但陈瑾还是快速回复 刘总 你要是有兴趣的话 看你什么时候有空 我带着官地神像给你当面瞧瞧 照片能看出个什么来 还得给人家当面瞧瞧才行的 刘浩回复道 行 陈兄弟 你明天过来吧 我到时候把地址发给你 在手机上的交流基本也就仅限于此了 这再怎么也是几十万的交易 自然不会太过儿戏 但不管怎么说 这有人能对官地神像感兴趣 都是极好的事情 还是那句话 就现阶段而言 古董收藏什么的 对陈瑾来说不现实 他必须都给变现了才行 不能变现的古董 对他而言是没什么用的 然后陈瑾才回复了沈静的调笑 沈姐 还是多亏了你呢 不过沈静那边似乎忙去了 也没再回复什么 这时 赵正见着陈瑾满脸笑意 便问有人感兴趣了 嗯 陈瑾点点头 又稍有点疑惑的说道 就是这感兴趣的人 让我有点奇怪 是刘昊刘总 他不是只收藏文化类别的古董吗 听到是刘昊想要买官地神像 赵正也稍稍挣了下 然后就想到了什么 笑了起来 哈哈 我知道是为什么 陈瑾看向赵正 等着他的答案 赵正开口解释着 这刘昊啊 早年是社会闲杂人士 想将那些古惑仔片都看过吧 他们以前也有这个组 那个社团的 似他们这种人 官二爷可是精神信仰啊 组织聚会 那都要是拜官二爷的 这下 陈瑾也明白了过来 笑道 原来如此 心里也不免感叹 官二爷还真是民间的万能神灵 在各个阶层都有影响力 一日 陈瑾中午刚和赵正吃过午饭 就收到了刘昊的信息 让他带着官地神像 去一家会所找他 陈瑾当即和赵正请了个假 后者自也应允了 这几天 纳宝居也不怎么忙 说起来 这娱乐会所什么的 陈瑾还真是第一次去 什么娱乐会所之类的地方 是个男人都知道是做什么的 以前陈瑾有个社友 更是其中的常客 没事的 总在寝室讲述着 他在其中发生的各种故事 至于具体是什么样的故事 那自然是不方便说的 反正每次都会听得 当时寝室的一帮血气方刚的大男孩们 躁动不已 刘昊的生意做得不小 名下的娱乐场所 几乎是遍布整个昌城 高档的 普通的都有 而约见陈瑾的会所 叫做香兰轩 是极高档的那种 在昌城名气很大 大到什么程度呢 陈瑾打了个出租车 给司机师傅说出地址后 其脸上都露出了 一抹男人都懂的神色 还笑道 年轻就是好啊 半个多小时的车程 陈瑾才抵达了香兰轩 这会儿还是刚过中午 香兰轩其实还没有开始营业 陈瑾进去的时候 还被外面的安保拦了下 报了刘昊的名字后 安保才带着他进去 陈瑾边跟在安保后面 往香兰轩里走着 边好奇地打量着 这香兰轩内部装潢得很有意思 居然是中式的 竟有玲珑精致的亭台楼阁 清幽秀丽的池管水狼 甚至屋脊上还有雕龙 临找张武 双须飞动 好像要腾空而去也似 显示出自明家之手 这一切看得陈瑾是暗暖则舌 就这格调 这香兰轩估计不是一般人能来玩的 别看刘昊没什么文化 但这香兰轩倒是设计得真好 不过也不能排除 是请专人来弄的 但不管怎么说吧 就这装潢和格调 香兰轩都肯定是整个昌城 最顶级的会所之一了 安保带着陈瑾进 直到了刘昊的办公室 也是同样的古市建筑 这会儿 刘昊正等着陈瑾 旁边还坐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 陈兄弟来了 快坐快坐 见着陈瑾 刘昊立刻热情地招呼着 陈瑾也应道 让刘大哥久等了 寒暄了几句 陈瑾也没多说 其他的 直接把官地神像从盒子中抱了出来 小心地放在了桌子上 刘昊瞧见实物 眼睛立刻就亮了起来 这官二爷可真是威武霸气啊 说着 还对旁边的那五十多岁的男人道 文师傅 你也瞧瞧 稍顿 刘昊给陈瑾介绍着 陈兄弟 这是文远文师傅 平时帮我鉴定古董的 这收藏家们 除开自己本身 也具备鉴定能力之外的 像刘昊这种人 那都是要找鉴定师 来帮自己鉴别除拍卖会上 拍卖到的东西的 就像曹天花找黄结一样 文师傅 这是陈瑾 长城古董行的后期之秀 陈瑾和文远握了握手 礼貌地问好 那文远面上虽也带着笑 但看向陈瑾的目光中 还是带着些轻蔑和不屑的 无他 陈瑾在他看来 实在是有些年轻 他不觉得 这么年轻的小子 能有什么鉴定眼力 至于什么长城古董行的后期之秀 文远更是嗤之以鼻 他根本就没有听过陈瑾的名头 这倒也正常 陈瑾的名字 现在还真没有 大到整个长城古董行 都认识他的地步 估摸着 等他什么时候 简露个几百万 甚至是收上千万的古董 才能做到名阳古董行 刘总 陈先生很年轻啊 这简露的古董怕事 文远直言不会的说着 话虽说没说完 但任谁都能听明白其中意思 不外乎就是觉得 陈瑾拿来的官帝神像是赝品 这话说出来之前 他甚至都还没有看到官帝神像呢 可见这文远心中 因为陈瑾年轻 对其的轻视之心 有多么的重 陈瑾文言也是微冷 继而脸色不变得道 文先生 你这还没上演 就妄下定论 怕事不太好吧 是啊文师傅 陈兄弟还是有些能力的 我想他没点把握的话 今天也不会拿着这官帝神像来见我 刘昊也开口替陈瑾说话 他倒是看得明白 这其实还是人不同 刘昊是什么出身 放在现代不好说 但在古代 就是那些所谓的江湖人士嘛 这江湖中 虽也会论资排辈 但能力这方面 年少成名的不要太多 他刘昊当年也是十七八岁 就闯出了不小的名头 不然也没有他今天了 而文远是古董行中人 这古董行中 鉴定眼力高深的 那确实基本是没有年轻人的 陈景式的例外中的例外 呵 文远冷笑了声 也不再说什么 转而拿出放大镜 看向官帝神像 却是准备亲自找出 官帝神像是赝品的证据 然后用事实说话 他反正是不相信 陈景这么年轻 就能有什么鉴定眼力的 陈景健壮 嘴角微微上扬 露出一抹玩味的笑容 旁边的刘昊脸上也带着笑 别看他帮陈景说了句 要是官帝神像真是赝品 那这人肯定会当场翻脸的 就像他刚才说的 陈景敢拿着官帝神像来见他 固然让他觉得 陈景应该有把握 但要是个赝品的话 那刘昊就得怀疑 陈景是不是故意来套路他了 说到底 现在陈景和刘昊 看似称兄道弟的 但实际上的关系 也就那样罢了 文远虽说轻视陈景 但鉴定官帝神像的时候 倒也没有敷衍了事 而是非常认真且仔细 把官帝神像从头到尾 都给细细鉴定了一遍 然后文远脸上的神色 就有些古怪了起来 有点尴尬 有点难以置信 陈景见他如此 便故意问着 文先生 怎么样 我这官帝神像是不是赝品 啊 文远抬头看了他一眼 最终还是有些羞愧得到 陈先生 这尊官帝神像不是赝品 他羞愧之余 脸上也带着些惊讶 又问了句 杨先生 你这尊官帝神像 大概是什么朝代的 陈景文言心中好笑 这文远能看出 官帝神像是真品 还能判断 不出弃朝代 问出这话 明显还是有些 不愿意相信他的鉴定眼力 故意试探呢 根据这志向风格 应该是明朝前中期的 红武道永乐年间的吧 这个时期 志向是多用铜流经的 陈景神色淡然地开口说着 这下 文远不说话了 只是看向刘昊道 刘总 这尊官帝神像 确实是真品无疑 就是陈先生说的那样 是明朝前中期的古董 而且保存得很完好 价值不低 刘昊点了点头 然后立刻满脸笑意地 拍了拍陈景的肩膀 说道 哈哈 我就知道 陈兄弟不会拿艳品来糊弄我的 陈景也笑着硬道 那肯定的 我这糊弄谁 也不可能糊弄刘大哥你啊 话都说得很漂亮 但大家心里是个什么想法 其实都是心知肚明的 成年人的社交 本也就是如此 陈景也在渐渐习惯 更何况 这还是几十万上下的生意呢 好兄弟 刘昊赞了句 然后开门见山地说道 这尊官地神像我要了 刚好最近准备开家新酒吧 到时候把官地老爷供奉起来 前面说过 官二爷本就被一些商人捧为财神 这做生意 倒也真能供奉 见着刘昊确定要买 陈景脸上 也终于露出了高兴笑容 文师傅 你估价多少 刘昊也没让陈景出价 转而问着旁边 有些备受打击的文员 这会儿 文员脸上确实带着 些受到挫败的神色 主要他 对比了下自己和陈景 同样年纪的时候 绝对是无法鉴定 眼前这尊官地神像的 人啊 最怕的就是对比了 文员听到刘昊的话 赶忙挣了正神色 应道 刘总 这官地神像的价值 应该是在35万到40万左右 刘昊点了点头 把目光看向了陈景 陈景则微微皱了皱眉 这文员给出的最高价格 可要比赵正给出的低上5万 同样是给出的估价 但陈景肯定是更相信赵正的 更别说文员还是刘昊的人了 陈兄弟 这估价你也听到了 你看你准备多少钱出手啊 刘昊笑眯眯的开口问着 经过了前几次 陈景现在谈起价格来 脸皮也相当厚了 直言不会的道 刘大哥 文师傅 这估价是不是低了点 文员文言立刻说道 陈先生 你不是不懂详的人 我给的估价 没有太大问题 他现在倒也承认 陈景懂行 也没轻视的意思了 这人啊 想要获得别人的尊重 还真是得靠实力 文师傅你也说了 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但小问题还是有的吗 陈景脸上也带着笑意 又道 我之前找不少人估价过 大部分说的 可都是四十万到五十万 他直接把赵正的估价 都给网上提了提 谈生意吗 做地起价 不是常规操作吗 一听这个估计 文远还没说什么 刘昊先摇了摇头 陈兄弟 就算文师傅 给的估价有点问题 那你这个估价也不对 其实此刻双方 看似是在说估价 但就是在谈最终价格了 陈景也明白这点 故作迟疑的道 那 刘大哥你说个价 就四十万吧 刘昊笑眯眯的 看了眼陈景一眼 倒是先开价了 刘大哥再加点 弟弟我也不容易啊 这官帝神向我到手 还花了不少钱呢 陈景现在说瞎话 倒也能脸不红心不跳了 挣钱吗 不丢人 行 陈兄弟特地跑一趟也麻烦 那我再加三万 不能再多了 刘昊点了点头 还真加价了 陈景文言稍微犹豫了下 然后应道 好 多谢刘大哥了 四十三万这个价格相当不错了 其实他的底线是三十五万来着 毕竟官帝神向不好出手啊 陈景可不想砸在自己手里 现在能四十三万卖给刘昊 已经是让他相当惊喜了 哈哈 陈兄弟爽快 刘昊挺高兴的说着 估计这价格他也挺满意 陈景要再讲讲价 说不定还能再加点 但左右也就是两三万的涨幅了 陈景还是见好就收了 毕竟官帝神向的出手对象 多半就只有这么一个刘昊 再说 这刘昊也确实是个能结交的人 后面的事情也就简单了 两人简单签订了的买卖合同 刘昊直接就给陈景转两账 陈景看了眼到账信息 脸上也忍不住露出高兴激动的神色 这四十多万到账 等新世纪拍卖行那边的钱也到了 那他的身家已经是开始往两百万逼近了 两百万 对多数人来说都不是个小数目了 旁边的刘昊见着陈景的神色 也笑道 陈兄弟还真是有本事啊 我像你这个年纪的时候 可还挣不到这么多的钱 陈景闻言笑了笑 也没多说什么 要不晚上在我这玩玩 费用哥哥全包了 稍顿 刘昊脸上露出一抹男人都懂得笑容 接着道 我这湘岚轩的姑娘质量可不差 很多都是大学生过来兼职的 保管你玩得开心 对他这话 陈景倒是半点都不怀疑 就看这湘岚轩的装潢格调 在这工作的姑娘那质量就低不了 说不定很多都是学校中的班花计划什么的 谢了刘大哥 陈景先是道谢 然后才说道 不过刘大哥 我今晚还有点事 怕是要辜负你的好意了 下次一定 刘昊听到这话 倒也没多说什么 点点头道 倒是可惜了 不过下次有机会 可一定要过来玩玩 你小子年轻帅气 我们这儿的姑娘 估计得抢着做你的生意 正事谈好后 陈景也没有多呆 很快就告辞离开了湘岚轩 等他走后 刘昊抱起那官地神像 仔细见赏了会 说道 这官地神像还真是不错 也不知道陈兄弟 从什么地方弄到手的 旁边的文员感叹了句 这位陈先生看起来 倒真有点本事 年纪轻轻鉴定眼力不俗 而且说话做事也很沉稳 倒是半点没有 他这个年纪该有的青涩 确实 刘昊文言也赞同道 就他这个年纪的男人 有几个能抵挡住 我这湘岚轩的诱惑 年纪轻轻就有这份定力 这陈景往后的成就 绝对不低 无论是刘昊还是文远 那都是老江湖了 刚才陈景说的 什么晚上有事 下次一定之类的话 自然都能听得出来 是推托之词 陈景对于刘昊和文远 对他的夸赞自是不知 估计知道了 也就是复之一笑罢了 因为他从不觉得自己 真就比其他人厉害多少 他也只是个普通人 只不过天降大远 有了一双鉴定神眼而已 至于说性格陈文有定力 超过同龄人这些评价 这其实是性格和精力决定的 有句话说得很好 成长是必修课 成熟是选修课 陈景他只是 提前选修了成熟这门课 而且还是因为出身 生活 遭遇等等原因 不得不提前选修了 离开香兰轩后 陈景满脸喜色的打车 回到了那宝居 赵正瞧着他满脸喜色 都不用多看 就知道 官帝神像肯定是成功出手了 便乐呵呵的道 小陈 你小子今晚得请我喝酒 连带着上次 奇阳实验台一家成交的那顿酒一起 陈景黑黑一笑 行啊 赵叔 你想喝什么酒都成 这次你小子 可得陪我喝得尽兴 赵正满脸笑意的说着 又问道 怎么样 多少钱出手的 陈景文言自是如实说了 赵正点点头道 不错 43万也差不多是那官帝神像的价值极限了 再高也高不了多少 因为晚上要请赵正喝酒 所以陈景早早的就找了个机会 在古玩街四处逛了逛 把每天的三次鉴定机会给用光 陈景之前也试验过 这每天鉴定神眼的鉴定机会 是不会累积的 也就是说 当天的不用 那就是纯粹的浪费 下午本也没什么生意 赵正又是个酒鬼 这好不容易能让陈景陪他尽兴喝一回 索性便早早关了门 带着陈景出发去喝酒了 其实对于纳宝居的生意 赵正是不太在意的 一来古董行嘛 本就是三年不开张 开张吃三年 二则是赵正努力了多年 现在也真是不缺钱了 或者说 他也没有更大的追求了 实现了他的财富自由 这日子自然是怎么开心 就怎么来的 小陈 今儿我带你去家昌城本地人 才知道的私房酒馆 那真是菜好酒也好 赵正边开着车去往目的地 边和陈景说着 陈景笑道 赵叔您都这么说了 那家私房酒馆肯定不错 赵正是老酒鬼了 能让他夸赞的地方 绝对不会差的 赵正说的那家私房酒馆 名字倒是很普通 叫做老王头私房酒馆 距离古玩街还挺远 开车都得花一个小时出头 而且所处的位置还挺偏僻 在一个老胡同里 店面更是不大 也就只能坐下六七桌客人的样子 两人到的时候 其实还不到晚饭点 但这私房酒馆 已经是坐满人了 不过好在赵正面子够大 提前打电话 让老板给他和陈景留了一桌 陈景走进酒馆 四处打量了下 发现这酒馆单从装潢上来说 确实是平平无奇 就很像街边的苍蝇馆子 不过打扫得很干净 但这里面坐着的客人 倒是和苍蝇馆子有些区别 几乎都是穿着打扮得很精致 看起来就蛮有钱的人 陈景心下微动 知道这老王头私房酒馆 应该就是传说中 一顿饭最少上万块 而且要提前半个月 甚至一个月预约的 那种顶级私房菜了 在国内这种厉害的私房菜 倒是别具一格 受到很多有钱人的欢迎 似乎也是一种独特的格调 事实上 那也确实如此 赵正带着陈景坐下后 便说道 这家私房酒馆 平时想要吃饭 最少得提前一个周预约才行 碰上忙的时候 得一两个月 不过我和这的老板很说 他早年刚开着酒馆的时候 我就到他这来 喝酒吃饭了 算是他最开始的几个顾客之一 所以他给我留了个特权 我随时来都行 价钱也是以前的价 陈景文言点了点头 按道原来如此 不过这事也不奇怪 赵叔是酒鬼 估计年轻的时候 就喜欢到处寻摸好酒好菜 找到这来也正常 稍顿 赵正又补充了句 不过我平时也很少来 毕竟突然来 也耽搁人家生意不适 这次也就是你小子赚了不少 我才想着 带你来这好好庆祝一下 陈景文言赶忙道 谢谢赵叔 不用 赵正摆了摆手 还想说什么的时候 就见着个记者围裙 约莫五十多岁的 微胖男人走了出来 看着赵正就笑道 赵兄弟 你可是好久都没过来了 我都以为 你把我得忘了 赵正见着微胖男人 也笑着应道 老王 我这忘了 谁也不能忘了你 就算忘了你 你这儿的酒菜 我可忘不了 老王投私房酒馆吗 这老板自然是姓王了 老王也是放声笑着 然后问道 还是老几 另外多弄点酒 老王点点头 又走进厨房忙活去了 他这儿居然也没个帮手 就他自己一个人 陈景瞧着旁边的客人 连米饭都得自己 到厨房附近的饭龙城 嘖嘖 这也是有钱人的格调吗 陈景有些不太懂 不过很快他就明白了 因为菜肴不久就上棋了 基本都是昌城的特色菜 但做的那真是色香味俱全 光是看着 都让人食指大动 尝尝看 赵正自顾自拿起两个酒杯倒酒 又开口说着 陈景便拿起筷子挨个尝着 这越吃 眼睛是越亮 因为确实是太好吃了 他还真吃过这么好的菜 连孔雪的厨艺 和那位老王头比起来 都差了很多 不过这也正常 人这儿能成为顶级私房酒馆 自然不是一般人的厨艺 能比得了的 不错吧 我当初第一次到这儿来吃 那真是硬生生 就这菜干了六碗米饭 差点没给我撑过去 赵正见着陈景惊讶的模样 忍不住乐呵呵地说道 陈景点点头 确实好吃 我还没吃过这么好的菜 你以为呢 这老王头祖上是清朝宫里的御厨 他父亲还是国宴厨师 要不是老王头 这人求个安稳 也不会在这儿开个私房酒馆了 赵正把满满的一杯酒递给陈景 又颇有些惊叹地说着 原来是家学渊远啊 陈景恍然大悟地点点头 心中则想着 下次有机会 得带孔学也来这儿吃饭 让他也尝尝这儿的菜肴 行了 你小子别顾着吃 来来来 喝酒喝酒 因为答应了 要陪赵正喝个尽兴 所以 两人这顿酒 那是喝得相当的久 直到晚上将近十点 才算是结束 赵正已经完全醉了 满脸通红地 把着陈景的肩膀 大声说着 小陈 你小子有潜力 以后好好地干 看 肯定能成为咱们昌城古董行的 的领军人物 甚至 甚至全国古董行 哦 说着说着 赵正扭头哇哇大吐 陈景此刻也同样醉得差不多了 不过他毕竟年轻一些 还勉强保持着清醒 主要是 刚才已经跑到厕所吐过两次了 他是真喝不过赵正这酒蒙子 赵叔 差不多了 我 我给你打个车 陈景拍了拍赵正的背 开口说着 赵正吐完眼睛通红地说道 好 确实 确实差不多了 说着 他还没忘记刚才没说完的话呢 又道 小陈 你甚至可以 成为全国古董行的领军人物 我 我相信 你有这个潜力 陈景哭笑不得的道 赵叔 您对我的信心 比我自己都大 几分钟后 陈景结了账 扶着赵正出了胡同 拿出手机找了个代价 把赵正先送上车后 自己才打了个车回往天雪山小区 一路车程虽也平稳 但在车上空气总有些闷闷的 等回到天雪山小区 陈景下山又被冷风一吹 整个人完全晕乎乎了起来 在这种醉得迷迷蒙蒙的状态下 陈景不知怎的 忽然很想很想看见孔雪 然后他也就这么做了 回到出租屋前 陈景没有开自己这边的门 而是转身走到孔雪门前 伸手敲门 按理说 这会儿已经是临近十一点了 要是清醒状态下的陈景 是绝不可能这个时候来找孔雪的 但谁让他现在喝醉了呢 喷喷喷 陈景不轻不重地敲着孔雪的房门 不过这会儿 孔雪应该是睡下了 所以好一会儿都没有来开门 但陈景醉得迷迷糊糊的 也没有放弃的想法 依旧切而不舍地敲着门 这喝醉的人都一根筋 他现在满脑子都只有一个想法 他想看见孔雪 就这么敲了会儿 似乎终于把孔雪给吵醒了 听到房间里传来了脚步声 然后就是孔雪柔和大气的声音 问着 小陈 是你吗 陈景听到孔雪的声音 立刻就很开心很开心 开口应道 学姐 是我 得到答复 孔雪又从猫眼中确定是陈景 并且看到他好像喝醉了 立刻就打开了门 袖眉微微皱着 说道 怎么又喝成这样了 陈景看着身前的孔雪 他穿着保守的睡衣 长发还有点凌乱 估计是刚从床上起来 那白皙如玉的脸蛋 还有点红扑扑 怎么看是怎么好看 学姐 我 我没打扰到你休息 休息吧 刚敲门的时候 陈景没想到这个问题 现在反倒想起来了 孔雪看了眼时间 没好气地说道 你说呢 陈景摸了摸脑袋 嘿嘿傻笑着 对不起啊学姐 我 我就是突然特别特别想看你 他这儿胆子大 什么话都敢说 孔雪文言抿了抿唇 下意识抚了下凌乱的长发 然后伸手扶住了 站在原地 都有点晃悠的陈景 颇有些称怪的道 上次就和你说了 不要喝这么多酒 应酬也要适度 也不是应酬 就 就是和我老板庆祝了一下 陈景也顺势靠在了孔雪的身上 鼻肩幽香盈盈 很是好闻 孔雪边扶着 他往房间里走 边说着 你拿官地神像卖出去了 他之前还想着 让陈景把官地神像 拿去沈镜那边拍卖来着 不过 陈景考虑到官地神像比较冷门 再加上最近各大拍卖行的秋拍 都举办完了 而且又有刘浩感兴趣 所以回绝了这个提议 孔雪倒也知道 嗯 卖了 卖了43万呢 陈景话语中 也带着几分得意和高兴 还是那句话 人醉酒后和平时是不一样的 此刻的陈景 也终于显露几分 属于他这个年纪 该有的少年星星 孔雪见状 也敏锐地察觉到了这点 极漂亮的眼眸中露出笑意 扶着陈景坐在沙发上 才说道 那不错 小陈你真厉害 这就是大姐姐了 她永远不会在任何方面打击男人 也会在男人得意的时候 给予认同和夸赞 不过孔雪烧盾 又语调轻柔地补充了句 意义的地方上 存着买房买车都不错的 就如同赵正所言 大姐姐不仅能等着你成长 还能带着你成长 即使陈景此刻醉醺醺的 听到孔雪的话 都点点头道 嗯 我知道的学姐 我听你的 她此刻双眼还直直地看着孔雪呢 她敲门本来就是 想看孔雪的吗 问孔雪 被陈景赤热爱意的目光 看得有些脸红 起身说着 我去给你泡茶 你喝点醒新酒 随即 孔雪就麻利地找出茶具 拿出一包不错的红茶 在客厅的茶几上摆弄了起来 这个过程中 陈景是全程看着她的 这会儿夜色已深 热水的气雾 鸟鸟绕绕绕飘浮而起 在暖色的灯光映照下 显出一种梦幻感 还带着红尘气和淡淡的温馨 陈景看得有些入了神 心底也出奇地平静 和享受这一刻的时光 她甚至在想着 如果以后真的能和孔雪结婚 那这就是两人生活的日常了吧 平淡中带着浓浓的幸福和温馨 在茶几上递给陈景一杯茶 说着趁热喝一些对味好 陈景点点头 接过茶一口一口地喝着 入口不觉半点苦涩 可能味觉上有点苦 但心里是甜甜如隐秘的 学姐 那个 你刚说让我存钱买房买车 你喜欢什么样的房子 陈景喝了几口茶 忽是想起了什么 笑着开口问道 这话问得很有意思 孔雪微正 然后白了陈景一眼 不过还是应道 我挺喜欢花的 就想着买一套带花园的房子 以后能种种花什么的 喜欢花 这好像也确实如此 孔雪的卧室里 就长期摆着先切花呢 不过带花园的房子 那最差也是花园洋房啊 要想花园大一些 那就得独栋别墅了 在长城 一套独栋别墅的价格 最差最差也要上千万 还不算后续的装修费用等等 陈景文言后心里就暗想着 看来还得努力赚钱啊 这学姐都回应他这个问题了 很多意思 其实是不言而喻的 就在陈景心中 有些压力和动力的时候 孔雪眨了眨眼 又说着 其实买个阳台大典的房子也可以 一样可以种种花 陈景文言一愣 知道孔雪这事 再告诉她 不要想那么多 她的要求是可以降低的 学姐 我以后就买带花园的房子 孔雪的要求可以降低 陈景对自己的要求却不会 她自信有能力 可以买得起独栋别墅 况且 压力本也是动力嘛 任何人都需要动力 这样才能替自己 或说替自己喜欢的人 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孔雪端庄美丽的脸上 露出浅浅笑意 看了陈景好一会儿 才说道 那你就努力 你还年轻 是应该要奋发图强的 陈景终究是醉了 喝了几杯热茶后 心里虽说很想再和孔雪聊些什么 但不知不觉间 就倒在沙发上沉沉睡去了 孔雪见她睡着后 轻手轻脚的起身 走到卧室 拿了毯子出来 给她盖上 然后看了眼时间 已经是凌晨十分了 刚被吵醒 又要喝几杯茶 孔雪短时间内也睡不着 只能拿出手机发了条信息 梁主任 我明天有点事 请假一天 随后 孔雪放下手机 看向沙发上睡得香甜的陈景 忽视笑着叹了口气 你呀 是不是我的小冤家 刚才是陈景直直地看着她 这会儿倒变成孔雪 直直地看着陈景了 看了好一会儿 孔雪眨了眨眼 忽视弯腰 靠近了陈景的脸庞 陈景睡得很沉 呼吸均匀 俊朗的脸庞上 还带着些酒红 看起来其实很好看 男人 也同样可以用好看来形容的吗 孔雪看着她这张 静在咫尺的俊脸 端庄漂亮的脸上 露出一抹跃跃欲试 然后就伸手轻轻捏住了她的脸颊 触手微微有些暖意 还带着点弹性 总之 孔雪是捏得很舒服 脸上满是一名笑意 她是真的莫名喜欢捏陈景的脸 这次陈景睡得沉 孔雪倒是肆无忌惮地捏了好一会儿 左右两边脸颊都想捏 最后干脆双手一起捏着了 不过她都没怎么用力 陈景的脸颊 也只是更红了点 好伴想后 孔雪才站直了身子 笑着自语了句 我这是什么爱好啊 以前也没这种想法啊 话是这么说着 但其实她心里也明白 有些爱好 只会对特定的某个人才有的 随后 孔雪又蹲下身 把陈景的双腿放在了沙发上 再把毯子盖得更严实了些 好让她睡得更舒服 然后才走进了自己的卧室 一日清晨时分 陈景醒了过来 从沙发上坐起身 先左右看了看 鼻尖能嗅到身上盖着的毯子上 带着的淡淡忧香 她的脸上不免浮现出些尴尬神色 昨晚我都做了些什么 她也没想到自己醉酒后 胆子会那么大 想法还一根筋 就因为想看见孔雪 就直接半夜敲人家的门了 好在这事的结果还是不错的 孔雪并没有表现出什么不好的态度 相反 她好像还有点收获 宿醉过后 嘴巴总是有些干的 陈景拿起茶几上昨晚剩下的茶水 连喝了好几杯才舒服了点 然后看了眼孔雪的卧室 门还是关着的 多半还没有睡醒 毕竟 昨晚陈景可把孔雪给折腾得够呛 估计半夜才睡着 陈景看了眼时间 刚早上七点出头 也不用太着急去上班 她便走到厨房 做了些早餐 不久后 陈景吃过早餐 又给孔雪在电饭包里温着一份后 拿出手机给她发了条留言信息 便回到自己的出租屋洗个澡 接着出门上班去了 昨晚孔雪说的话 陈景还记得呢 一套带花园的独栋别墅 这就是她往后奋斗的目标和动力之一了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 陈景自然要更加努力和勤奋的工作 学习进步 上班的路上 陈景还在心里 给自己制定着更具体些的目标 她是这么想着的 独栋别墅有点遥远 就先制定个 赚到人生中第一个五百万的目标吧 五百万在长城买不起独栋别墅 但等陈景赚到五百万的时候 也就意味着 距离买得起独栋别墅更近了吗 饭要一口一口吃 目标也得一步一步的来 人醉际好高骛远 孔雪昨晚确实是半夜才睡着 所以起得自然也晚 十点出头才起床 她起身走到客厅 见着陈景已经没在这儿了 毯子叠得整整齐齐地放着 昨晚她没收拾的茶具 也全都收好了 孔雪倾笑了声 又想到什么事的走进厨房 直接打开了电饭包 见着里面还温着的早餐 她端庄美丽 脸上的笑容更沉了些 随后 她又拿出手机瞧了眼 只有两条未读信息 梁主任 行 前段时间你也确实累着了 干脆多休息两天吧 小陈 薛姐 我先去上班了 厨房里有早餐 另外 谢谢 孔雪脸上笑意满满的 先给陈景回复了句 好 不用谢 另外 工作人真心哦 见着陈景没有回复后 才又给梁主任回了条消息 谢谢梁主任了 我就休息今天 陈景之所以没有回复孔雪的消息 却是因为那宝居来客人了 还不是买东西的 而是来卖的 这会儿赵正也在 原本陈景想着这种生意 他出面要更好些 不过他昨晚也喝得大醉 再加上毕竟不年轻了 这会儿还没从宿醉中恢复过来呢 坐在茶桌边没动 示意了下陈景去招呼 陈景便只好迎了上去 大哥 你要出手什么东西 陈景礼貌笑着问道 来人是个三十七八岁的男人 干瘦干瘦的 留着的平头 嘿嘿 好东西 男人手里拿着个不大的长方形盒子 满脸笑意的开口说着 言语间满是自信 陈景见状神色不变 只是迎着这男人坐了下来 先问 大哥贵姓 我姓孙 孙姓男人边把手中的盒子 放在了桌上 边硬道 稍顿 他又说道 小兄弟 我这可是真品古董 你这年纪能看得明白吗 要不还是让你老板来 言语间 他也看向了旁边的赵正 赵正喝了口茶 随意道 没事 你别看他年纪轻 鉴定眼力可不差 先让他给你瞧瞧 要是不行我再来 陈景也面露微笑地看着孙姓男人 他今天的鉴定次数 可一次都还没用了 只要有鉴定神眼在 毫不夸张地说啊 赵正的鉴定眼力 都是远远比不上陈景的 孙姓男人 文言稍稍犹豫了下 也点点头道 那也行 然后他就把那盒子打开 露出了里面的物件 小兄弟 我这可是玉器 我来之前也打听过了 你们古董型玉器 可是相当火热的 你们等会开架 可不能忽悠我 孙姓男人言语中 倒是对自己的玉器 自信无比 陈景应了句 孙大哥你放心 我们都是厚道人 边说也边看向了 盒子中的玉器 这玉器的造型 很是奇特 前细后粗 呈现的锥形 体积还不算小 陈景德用一只手 才能够握住 得说的是 陈景还是真是一次 见着这种弃型的玉器 一般来说 这市面上的古董玉器 多是以玉配 玉龟为主的 不过陈景入手细细感觉了下 就能确定 这肯定是真玉 因为带着温良之感 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古董了 他没有看到的是 旁边的赵正瞧了眼那玉器 一口茶差点没喷出来 硬生生憋住 才没有笑出声来 显然以他的经验 已经是看出了 那玉器是什么了 而陈景虽说 没有看到赵正的表情 但细看了两眼 对比着脑海中 这段时间恶补的古董知识 隐隐约约有了个猜测 卧槽 不是那个东西吧 陈景嘴角抽出了下 神色变得古怪了起来 陈景心中起了些猜测 便赶忙使用了鉴定神眼 下一刻 金色的光芒浮现 围绕着那玉器转了几圈 然后回到陈景的双眼前 化作一排排的鉴定文字 此物为 明朝正德玉钢门塞 此物历史价值 玉钢门塞为 古代葬礼上使用的 九峭玉的一种 这所谓的九峭玉 乃是堵塞 或遮盖在死者身上 九峭的九件玉器 细分为眼塞两件 鼻塞两件 耳塞两件 口塞两件 钢门塞两件 不可描述的某眼塞一件 能在葬礼中 使用九峭玉的人 都是权贵阶层 却非常人可用 此件玉器 则是九峭玉中的 钢门塞 整体为锥台形 两端粗细不同 橙色稍显清绿 玉质较为一般 且作为堵塞 污秽部位之物 价值并不高 看着眼前浮现出来的 鉴定字样 陈景嘴角一抽 脸色大变 立刻把手中 这件钢门塞 给放回了桌上 还赶忙起身 跑到卫生间 去反复洗手 哈哈 这边赵正 瞧着他这个反应 终于不用忍笑了 连声大笑起来 甚至笑得肚子 疼湿地捂住了肚子 陈景从卫生间走出来 满脸无奈地 看着赵正说道 赵书 您是不是早就看出 这玉器是什么了 赵正哈哈笑着 怎么可能 我也是刚看出来的 再说这东西 你自己接触一次 也能印象更深刻吗 以后再碰着 就不会上手了 哈哈 陈景文言无奈地摇了摇头 这赵书 明显就是故意的 当然了 这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 就那浴缸门塞 肯定也是清洗过的 不可能真有什么 污秽的东西 在上面 主要还是心理上有些不适 旁边的孙姓男人 见着两人这个反应 倒是一头雾水 疑惑地问着 不是 您二位这反应是什么意思 我这玉器 难不成有什么问题 陈景哭笑不得地看着他 说道 孙大哥 你这玉器没什么问题 是真玉 也是真品古董 说不定年份还挺久的 孙姓男人更猛逼了 那你们怎么这个反应 他心里是想着 莫不是这是陈景 和赵正在演戏 搞得这么嫌弃的样子 想要压架 这么想着 孙姓男人就暗暗道 这想压架可不行 等会出价太低的话 他直接转身就走 去其他古董店铺出手 陈景倒也多少 猜到了他心里的想法 笑着说道 孙大哥 你这玉器是没什么问题 但关键是 他不值钱 孙姓男人听到这话 按道了声果然如此 然后就问道 不值钱 那你们想要花多少钱收 陈景和赵正对视了眼 还是由赵正这个老板出声说着 孙兄弟 你这玉器 我们不收 啊 孙姓男人愣了下 他还以为陈景和赵正是想要压架呢 却没想到根本就不收 这难道是一种新的压架手段 不是 为什么 你们不是说我这玉器是真品古董吗 那肯定值钱啊 孙姓男人实在想不明白 陈景文言 干脆和他解释道 孙大哥 你这件玉器 它确实是不值什么钱 这玩意儿叫做玉钢门塞 是古人死后用来这种九峭玉 要是其他位置的 或者玉置很好 亦或是是什么历史名人用的 那可能还有点价值 但孙姓男人手里的 这块钢门塞显然不在此裂 再说了 这玩意儿是死人用的 那也就是古墓里的东西 性质和陪葬品没什么区别 这明面上最好还是别买卖的好 孙姓男人听完陈景的解释后 也猛圈了 诧异又难以置信 草 你说的真的假的呀 古人怎么还有这种癖好 他此刻脸上的神色也相当古怪 还隐隐带着点恶心 这件玉钢门塞是 他从一个地摊上买来的 还花了好几千呢 觉得价值很高 平时可是宝贝的不得了 经常把玩 高兴的时候还会亲上两口呢 小陈 你给他说说 古人为什么要这么做 赵正看了眼 陈景开口说着 里面倒是有点烤焦的意思 陈景点点头 直接开口说道 孙大哥 我这么和你说 其实这不是古人的什么特殊癖好 主要是因为古人十分的迷信 古人觉得玉石有灵气 而用玉封住周身九翘 就可以让人死后灵魂不出体内 使得肉身不朽 这种想法 最初源自于东晋时道教的领袖葛鸿所著的 豹仆子中的一句金玉在九空语 则死人为之不朽 这古人对于肉身不朽 可是有着很大的期望 诸如今生罗汉之类的说法不少 听完陈景的解释 孙姓男人恍然大悟地点点头 神色古怪地说道 那贪主忽悠老子呢 说这是古人最喜欢的玉器百剑 非常值钱 我知他 他越说越气 一连串的脏话就冒了出来 这边赵正泽对着陈景竖起了大拇指 说道 小陈 不错呀 看来你平时的学习 是真用心了的 陈景谦虚地笑了笑 倒也没说什么 说实在的 他要是学习不用心 也不可能从川渝的一个偏远山区通过读书 从而离于月农门考到昌城大学来了 做事认真 学习认真 从不敷衍偷懒 可以说是陈景最大的优点之一了 孙姓男人骂脸了好半想 就气呼呼地拿着那浴缸门塞走了 看样子 说不定还要去找那卖着浴缸门塞给他的摊主麻烦 不过在古董行 碰上这种事情 基本也就只能自认倒霉了 下班后 陈景照例在古玩街四处逛了逛 碰了碰运气 把今天剩下的两次鉴定机会给用掉 这结果自然是没什么收获的 陈景虽说很想捡漏挣钱 但也知道 这种事情急不来的 真品古董本就是可遇不可求的 更何况还是能捡漏的 所幸明天就是周六了 又是七天过去 他能再次使用那玄妙直觉了 这鉴定神眼的玄妙直觉能力很是厉害 至少找到能捡漏的东西的机会 是要比陈景自己四处闲逛碰运起来的大的 傍晚时分 陈景买了些菜 刚回到出租屋 手机铃声就响了起来 他一看来电显示 骏狼脸上的神色 立刻有些迟疑和犹豫了起来 电话不是别人打来的 正是陈景的父亲陈君 陈景之所以犹豫和迟疑 原因很简单 很多事情 他不知道该怎么和父母说 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们 臣妇臣母为了供他读书 付出了不知道多少 当初为了筹他的大学学费 还厚着脸皮 不还是为了陈景能有个好的前途吗 虽说现在陈景进入古董行 也可以说是有了远大的前途 甚至已经挣到不少钱了 但这是两码事 如果让臣妇陈母选的话 估计还是想要陈景完成学业的 这不是观念问题 而是他们自己多年的期盼 也是陈景自己多年的期望 还是那句话 十年寒窗苦读 一朝静丧 陈景当初很难接受 二老又能好到什么地方去呢 所以直到现在 陈景都还没有把事情告知父母 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 又无法开口 不过面对陈军的电话 陈景犹豫了片刻 还是接通吗 喂 爸 陈景尽量把语气放得平缓地喊着 嗯 怎么这么久才接电话 陈军声音带着高兴 又有点疑惑地问着 哦 刚才没听到 陈景随意应着 又开口问道 爸 是有什么事吗 也没什么事 就是 就是 陈军说着说着 言语倒是逐渐迟疑了起来 这时 旁边一道有点泼辣的女声响起 我来和小景说 小景 最近怎么样 学习认真不认真 吃得好睡得好不 钱还够用吗 这道带着点泼辣味道的声音 却是陈景的母亲吕玉琴的 陈景紧了紧拿着手机的手 笑着应道 妈 您就放心吧 我一切都好的 钱也够用 那就好 你一个人在外面 千万要注意身体 还有钱方面 没有了就说 不要自己死扛着 我和你爸还没老到一分钱都赚不到的地步 吕玉琴认认真正地叮嘱着 得说的是 自从上大学后 陈景便没有和家里要过钱了 平时的生活开支等等 都是他自己 或是在学校找兼职 或是附近的一些餐厅打工转的 很苦也很累 但陈景不想给家里增加负担了 这也是他的消费观念 没有那么容易扭转过来的原因之一了 真正吃过贫穷的苦 自然知道财富的来之不易 嗯 我知道的妈 陈景也同样认真地答应着 电话里稍稍沉默了片刻 陈景知道老爸老妈是有事情要说的 只不过这事情 可能让两人有些不太好说 最终 还是吕玉琴开口说道 小景 这马上就要国庆节了 你 你要不要回家看看 嗯 要是忙不过来的话 那就算了 其实吕玉琴是典型的川语女人 性子是颇为彪悍和颇辣的 说话做事也都很爽力 但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却显得犹犹豫豫 甚至是小心翼翼的 陈景闻言 只觉鼻头有些酸涩 眼眶微微泛红 说起来 陈景已经有两年多没有回过家了 主要因为 长城距离川语有些远 车费什么的并不便宜 来回一趟 够他一两个月的生活费用了 而且 以往放寒暑假 陈景也都得趁着放假的时间 出去找寒暑假工 也能多赚点钱 这两年里 老爸老妈开始的时候 还常问他 什么时候回家 到后面 也就渐渐问的少了 也就过年的时候会问 或是因为陈景有些愣住 吕玉琴听他不说话 在电话那头 冲着陈君摇了摇头 脸上近视失落 陈君则叹了口气 自顾自的从兜里拿了根烟点上 小景 没时间的话就算了 反正国庆假也不是很长 路上也堵 不过今年过年 吕玉琴尽量让自己的语气 不显得失落 还笑着开口说道 这会儿 陈景也回过神来 赶忙道 妈 我国庆要回来 他这话说出来 电话那头的陈父和陈母 都是一论 然后就是惊喜万分 真的 那可太好了 到时候让你爸去接你 吕玉琴差点没高兴地哭出来 忙不迭地说着 生怕陈景反悔似的 陈景也笑着 不用 爸跑一趟也麻烦 他家在偏远山区 路途还真是挺麻烦的 这边陈君也道 那也行 不过小金你要回来的话 就早点回来 这也就七天的假期 他刚说完 就听到啪的一下 似是吕玉琴打了他一下 还有些泼辣的埋怨声 什么也行 儿子回来你都不去接 有你这么当爸的 陈景听得好笑 赶忙说道 妈 我真不用爸来接 我都这么大了 还能迷路不成啊 稍顿 陈景赶忙帮老爸转移了话题 妈 您和爸有没有什么想要买的东西 我到时候给你们买回来 不用不用 我和你爸什么都不缺 你也别浪费钱了 吕玉琴连连拒绝着 又道 你能回来就行了 陈景张了张嘴 很想说他现在不缺钱了 都挣了快两百万了 也很想说他现在在古董行 有着光明的未来和前途 但最终 他还是什么都没有说出来 又聊了一会儿后 陈父陈母才在期待和高兴中挂断了电话 两年多没有见着儿子了 两人的高兴激动是不言而喻的 为人父母者 对子女的牵挂和思念 又岂是三言两语 能够说得轻的呢 陈景看着手机 长叹了口气 自语着 这次回去 就把事情和爸妈说清楚吧 他也清楚 事情终究是瞒不住的 只是陈景原本是想着 等以后他挣到更多的钱 再和父母解释 但现在他想明白了 早说晚说 其实没有太大区别 父母的电话 让陈景情绪稍稍有些低落 看了眼门的方向 或者说门的对面 他突然有点 想去找孔雪倾诉一下 或说求大姐姐安慰 但最终陈景还是摇了摇头 走进厨房 给自己做起了晚饭 成年人得学会自己默默调整情绪 主要陈景也不想让孔雪 看到他如此情绪低落的模样 陈景低落的情绪 并没有持续很久 他调整了一晚上 就也恢复了过来 他相较于同年龄人而言 本就更加成熟 调整能力也很强 再加上周六这天大早 他就收到了个好消息 新世纪那边 终于是结算了 齐阳实验台的拍卖款 扣除用金税款这些 虽说到陈景手里 已经不到一百万了 但再加上他现在 自己手上的存款 陈景现在的身家 也临近了两百万 两百万 距离陈景为自己定下的新目标 也算完成了小半 努力 奋斗 新爷电影《喜剧之王》 中的这句著名台词 是能够完美形容 陈景现在的心情和状态的 等陈景到那宝居的时候 赵正似乎也知道 拍卖款到账了 趁着和陈景喝早茶的时候 拿出手机 给他转了一万块钱 小陈 把钱收一下 赵正随意地说着 陈景看了眼 这是上次那碧喜朝珠的钱 之前齐阳实验台说好了 要给赵正百分之五的分成 这钱是算在碧喜朝珠中的 现在倒是还差上一万的空缺 嗯 谢了赵说 本就是早已经说好了的事情 陈景也没矫情 把钱收了 赵正这人就是这个性格 就像他的名字一样 是个相当正的人 公私分明 做事有章法有原则 该是怎么样 就是怎么样 另外也不死板 同样知道变通 要真是正到死板的地步 赵正也不可能成为 古董行的大佬人物之一了 陈景喝了几口茶 俊朗的脸上 就带上了些犹豫和不好意思的神色 赵正这种老江湖 一眼就看出他有话不好意思说 笑了笑直接问道 小陈 有什么事就说 别婆婆妈妈的 陈景文言也只好道 赵叔 我国庆的时候想 他确实是相当不好意思请假的 因为国庆节的时候 来古玩街的玩客和游客都很多 那正是生意不错的时候 就算真能做成的生意不多 但每天上门的客人 肯定会变多的 到时候会挺忙的 因此 平时请假也就算了 国庆节的时候 陈景还真有点不好说出口 毕竟古董行又不是其他行业 还放国庆假期的 赵正听到国庆两个字 也就明白了 笑眯眯的道 想请假 行啊 请几天 你小子是不是想趁着 国庆假期的时候 把你那个大姐姐给拿下 陈景摇摇头 应道 不是赵叔 我是想请假回家一趟 有些事情 我觉得还是得告诉父母 听到这话 赵正脸上的笑意也收敛了些 稍稍沉默了会儿 才又道 是得早点告诉你父母 事情是瞒不住的 稍顿 他补充道 那干脆整个国庆节 我都给你放假算了 刚好我其实也想着 国庆的时候 带着老婆孩子出去玩玩 赵正的家庭 他平时提及的不多 陈景就隐隐知道点 他儿女双全 老婆也贤惠 真是相当令人羡慕的幸福家庭 陈景文言威冷 刚想说什么 却被赵正白手打断 你小子别多想 我确实是有这个想法 主要以往国庆节的时候 上门的客人是多 但基本没做成什么生意的 这话不管真假 陈景还能说什么呢 只能是感激的道谢了 直接回往天雪山小区 而是在古玩街上四处逛着 却是准备再次试验下 那玄妙直觉 这一次 陈景选了个古董地摊最多的区域 然后看了眼时间 就把大脑放空 动用了健保神眼的玄妙直觉能力 下一刻 那玄妙直觉就在心头浮现 开始带着他 指引着他在四处寻找着 具备简陋价值的东西 只不过这次的结果依旧不好 玄妙直觉精准地持续了十分钟 就直接消失了 陈景的目光 并没有跟着玄妙直觉 看见什么东西 换句话说 玄妙直觉出现的十分钟时间内 在附近并没有找到 具备简陋价值的东西 陈景思绪回归 先看了眼时间 确定了玄妙直觉的持续时间 就是十分钟 然后心里暗自想着 这次还是没有找到 可以简陋的东西 看来这古玩街上 应该是没有能简陋的了 还是那句话 能简陋的真品古董 是可遇不可求的 虽说没有找到能简陋的东西 但陈景倒也没有太过在意 总之 相较于陈景每天自己碰运气时的 动用三次鉴定机会 去寻找简陋的机会 这玄妙直觉能力 简陋的几率要高很多 每七天就有一次 几率不小的简陋机会 这可是极好的事情啊 是能让无数的古董行中人 羡慕到发狂的 不过 下次再动用这玄妙直觉能力 得换个地方试试了 陈景心里这么想着 他这两次都没有简陋 估摸着这古玩街上 是真没有什么 具备简陋价值的东西了 得说的是 玄妙直觉能力 带着陈景去找的 不是真品古董 而是一切具备简陋价值的东西 简陋才是关键点 不然的话 这古玩街上的真品古董 就算不多 但也总还是有那么些的 只不过没办法简陋 随后 陈景换了个刚才没走过的地方 把三次鉴定机会 碰运气时的用光了 还是那句话 不用是真浪费 一日 今天就是周末了 陈景和孔雪约好了 晚上一起吃饭 还有沈静 这也是之前就说好了的事情 说起来 陈景本来就还欠着沈静一顿饭呢 他也是说着 到孔雪家里一起吃 到时候陈景下厨就行 对这顿饭 陈景也挺期待的 一来有孔雪在 二来他也想好好感谢下 沈静神姐这位红娘呢 顺便到时候 让他刺探下情报 好知道 孔雪现在心里 对他到底是个什么想法 虽说陈景自己 都已经察觉出来 孔雪现在多半是喜欢他了 但能听到确切的话 总是更好的嘛 到时候 他也就可以想着找机会 表白确认关系了 上次约会吃饭看电影的时候 陈景也想过表白来着 只不过一直没找着 比较好的机会 后面又简陋了官帝神像 自然也就没有表白 主要是表白这种事情 还真是不能太随意了 不说多隆重 但总得气氛到位啊 周末 陈景刚下班 就分别收到了 孔雪和沈静的信息 孔雪自是让他直接去他家 晚上一起吃饭 而沈静发的信息 就相当有意思了 小陈 一会儿多买点菜过来哦 我很喜欢吃你们川鱼的鱼香肉丝 还有 他一连串发了不少的菜名 最后补充道 我一会儿就到孔雪家了 到时候帮你刺探下情报 不过这情报告不告诉你吗 那就得看你的表现了 沈静这其实是玩笑话 他这个小红娘 还是相当尽职尽责的 陈景虽说心里明白 但还是配合地回道 沈姐 你放心 我今天拿出百分之两百的厨艺 随后 陈景把今天的三次鉴定机会 用光没什么收获后 就匆匆回往了天雪山小区 在附近的菜市场买着菜 而同时 沈姐已经到孔雪家了 他刚见着孔雪仙 来了的大大的拥抱 开口说道 小雪儿 好久不见呀 想死我了 脸上的表情 那是相当的浮夸 孔雪好笑地应道 什么好久不见 也就半个月不到吧 什么叫也就啊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好不好 沈静不满地嘟浓了句 忽然眼眸微转 促侠地说道 哎呀 我倒是忘记了 现在某人有男朋友了 自然不需要闺蜜地陪伴了吗 孔雪文言 伸手点了点他光洁的额头 说道 胡说什么呢 我和小陈还没确定关系呢 嘖嘖 还没确定关系 还没 沈静故意把还没两个字 着重强调了下 孔雪被他说得有些不好意思 抿了抿好看的唇瓣 转身走进厨房 开始准备晚饭 哎小雪儿说真的哈 这段时间 你和小陈到底发生了什么 怎么你就突然真香了 你快给我说说 沈静走到厨房 随手拿了个番茄 靠在门框上边吃鞭问着 他这既是自己真的好奇 也是在帮着陈景刺探情报 和自己最好的闺蜜 孔雪倒是没什么不好说的话 端庄美丽的脸上露出一抹笑意 开口硬道 其实也没有发生太特别的事情 就是上个周末 我工作太累 然后突然发烧了 然后 他把上个周末的事情和沈静都说了说 当然略过了他生病状态下 像个小女生的部分 只是着重了说陈景对他细心的照顾 那次之后 我就发现 小陈虽说年纪不大 但心里挺成熟的 也会照顾人的 再加上 孔雪说到这儿 稍稍迟疑了下 沈静正听得津津有味呢 吸溜了口嘴里的番茄汁 赶忙问 再加上什么 孔雪抿了抿唇 坦然一笑 再加上它 本来就是我喜欢的类型 所以我就决定给自己一个机会了 我做下吃嫩草的老牛 听到这话 沈静先是呵呵笑了一阵 然后也想起什么 惊奇道 你说它是你喜欢的类型 具体指什么 长相吗 孔雪回头看了眼沈静一眼 接而应道 不是长相 而是性格 他有一颗遇到挫折 还能重新站起来 找寻希望的心 这种性格 永远都怀揣着希望 我挺喜欢的 沈静点点头 恍然大悟道 那我明白了 意思就是 你发现 小陈其实不是你担心的那样 不会照顾人 再加上 你本来就对他有好感 甚至是喜欢 所以才决定和他谈一场姐弟恋 孔雪边洗着菜 边点点头 嗯 差不多就是这样 那你们准备什么时候确定关系 沈静再次问着 不知道啊 顺其自然吧 等每天气氛到了 要么我主动表白 要么他主动表白 我都可以的 孔雪对这点 其实不是那么在乎 这大姐姐 既然在心里决定了 给自己一个机会 那表白和确定关系 对他而言 其实就是一个过程而已 反倒是陈景再怎么心里成熟 他对于这个过程 还是比较重视的 泽泽 那看来是很快了 沈静感叹了声 心里在暗自想着 这进度可比他想象中的快多了 不会再过段时间 就要喝两人的喜酒了吧 那你是 沈静还想开口问什么的时候 外面就传来了敲门声 却是陈景到了 孔雪在忙 沈静便出去帮陈景开了门 然后就看见他双手 都提着满满当当的各种食材 不错不错 沈静满意地拍了拍陈景的肩膀 笑道 表现不错 那我就告诉你个好消息吧 陈景危症 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呢 就听沈静压低了声音道 小陈 你接下来只需要 找个不错的时间和氛围表白就行了 听到这话 陈景立刻就明白了情况 俊朗的脸上带着些激动和高兴 开口说道 嗯 谢谢沈静了 不用 你们俩的走到一起 我这个红娘做的还是相当有成就感的 沈静乐呵呵地笑着 随后 陈景也把菜提到了厨房 有些开心和高兴地喊着 学姐 孔雪回头看了他一眼 端庄美丽的脸上浮现浅浅笑意 先点了点头 又看了他提着的食材 称怪得道 你买这么多做什么 家里都有的 陈景笑着硬道 是沈静说 想吃穿鱼菜 我就买了 孔雪闻言 看向厨房门口的沈静 没好气地说道 沈静 我做的菜还不够你吃事吧 再说 就算你想吃穿鱼菜 也不用让小陈买这么多 做起来不累的吗 沈静听到这番话 整个人都愣了下 然后就吐槽道 哇孔雪 你也太真实了吧 真是有了男人忘了闺蜜啊 现在就这么胡着了 以后还得了 陈景脸上满是开心的笑意 说着 学姐没事的 这些食材看着多 但做起来很快的 哼哼哼 听到没有压小小 人小陈都说没事 沈静笑得相当开心 孔雪无奈地看了眼陈景 又对着沈静道 别笑了 过来一起帮忙 这么多菜 别想等着吃 沈静怂怂间 说道 帮忙就帮忙 不过 我可不会做菜 只能帮忙洗菜 这个临近国庆节的周末 在孔雪家吃的这顿晚饭 是异常的丰盛 没办法 谁让沈静点了那么多川鱼菜呢 最后整个饭桌都被摆得满满的 别说是三个人吃了 就是七八个人吃怕也足够 这让孔雪说了好一阵沈静 毕竟这些菜吃不完非常的浪费 饭后 孔雪和陈景一到 把碗筷洗刷了 这两个人明明都还没有确定关系 但给沈静的感觉 竟有了几分相处了很久的感觉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天生一对 沈静心里这么琢磨着 看着在厨房有说有笑的两人 心里那座红娘的成就感 忽然淡了些 转而变成了羡慕 说起来 沈静只比孔雪小几个月 她又不是单身主义 心里其实也有点渴望甜甜的恋爱 只不过一直没遇到合适的人 再加上有孔雪这个好闺蜜一起单身 之前并不觉得有什么 但现在嘛 见着好闺蜜如此甜蜜 心里自然会有点羡慕的 不久后 孔雪泡了茶 三人边喝着消食 边是聊着天 哎 孔雪你国庆节有什么安排没有 沈静喝了口茶 忽视开口问着 孔雪眨了眨眼 应道 还没想好 你呢 我准备出去旅游 嗯 国内人太多 估计去欧洲玩玩吧 沈静说着自己的安排 又促暇的看向沈静和孔雪 笑道 你们俩要不一起出去玩玩 边说这话的时候 他还边冲着沈静几眉弄眼的 好像在说 让沈静趁着一起出去玩的时候表白 孔雪文言抿了抿唇 看了眼沈静没说话 他这态度 其实是有点默认的意思了 这倒确实是个非常不错的机会 一起出去旅游 在封静明胜处表白 氛围也挺好的 但沈静只能是苦笑着摇了摇头 说道 我 我国庆答应了爸妈要回家 已经两年多没回去了 这次 沈静文言稍稍犹豫了下 刚想说什么的时候 孔雪忽视轻笑道 嗯 其实我也准备回家一趟来着 听到这话 沈静也只好摊了摊手 说道 那还真是可惜 沈静没说什么 只是看向了孔雪 双目中是止不住的喜欢 刚才沈静似乎是想要劝他什么 但孔雪察觉到了 主动说自己也要回家 明显是不想让沈静为难 这样的孔雪 这样善解人意的大姐姐 沈静又怎么能不喜欢呢 三人默契地掠过了这个话题后 又随意聊了些其他的 然后沈静见着时间差不多 便主动告辞 回了自己的出租屋 沈静是要留下来过夜的 他待得太晚了也不好 等沈静走后 沈静颇有些感慨地说着 小雪 我发现了个事 什么 孔雪收着茶具 开口问着 沈静盯着他看了好一阵 才说道 你是彻底沦陷了 你现在给我的感觉 对小陈不是一般的喜欢 真是什么地方都要护着他 沈静是个很聪明的人 刚才的一些事情 他看到很明白 有吗 孔雪下意识抿了抿好看的唇半 沈静认真地点点头 有 小雪 我看照这个情况下去 以后你们在一起了 肯定是你方方便便地照顾他 你不是觉得这样很累吗 小陈也会照顾人 我觉得你还是得收着点 他这话倒是站在孔雪的角度说的 孔雪文言也微证了话 然后忽视展颜一笑 柔和大气地说道 以前没经历过感情 所以自己想着就觉得会很累 但我现在稍顿 他极漂亮的眼眸中 光线变得温柔无比的诱导 现在觉得一点都不累 相反还挺开心的 沈静听到有些萌 照顾他 你还能照顾得挺开心 孔雪浅笑着硬生 倒是没有在这个话题上多说什么了 沈静虽心中疑惑 但见他这样也就没有多问 只是在心里暗自想着 难道恋爱就这么有魔力 这个问题 沈静想了好久 等到他和孔雪都洗漱完 躺在床上后 他护士说着 小雪 你说我什么时候 才能找到我的真命天子 孔雪文言伸手抚了抚他的头发 说着 是不是我和小陈 让你有些羡慕了 沈静倒也没否认 说道 以前咱们都单身 我就觉得恋爱也没什么意思 而且一直找不到有感觉的男人 但现在看你的样子 心里又对恋爱很疑惑和好奇 其实 我也说不清楚 这具体是什么样的感觉 总之就是没见着小陈都会想他 见着他之后就很开心高兴 孔雪笑着硬生 是吗 沈静硬了声 又道 哎 什么时候我才遇到个有感觉的男人啊 你也可以找根嫩草 以你的魅力 很轻松的 孔雪难得的调笑了句 七 我才不要呢 我要找个比我大点的 毕竟不是每根嫩草 都像你的小陈一样 有着嫩草的外表 成熟的内心 沈静说着这事 忽是想起了什么 好奇问着 哎对了 你之前说你喜欢小陈遇到挫折 依旧能够满怀希望的性格 那他是遇到过什么挫折吗 孔雪犹豫了下 才应道 嗯 他今年不是才22岁吗 本来应该还没大学毕业的 是他之前 他简单的把事情和沈静说了下 谁没想到沈静听完 关注的重点有些奇怪 什么 有个笑话倒追他 沈静直接从床上坐起了身来 孔雪没好气的把他拉回来 好好躺着 最近天气有点转凉了 别动着了 不是 小雪儿你当时知道这事后 就没问问小陈和那个笑话的事情 沈静重新躺下后 依旧惊诧的问着 孔雪眨了眨眼 这有什么好问的 小陈又不喜欢他 哎哟 小雪儿你是不是傻呀 昌城大学的笑话 我估计长相身材什么的都不会比你差多少 他又那么喜欢小陈 你要是不问清楚 让小陈把这事情处理好 万一以后发生点什么 有你后悔的 沈静颇有些焦急的劝着 孔雪文言扑斥一笑 说道 有你说的那么夸张吗 小陈既然以前都拒绝那个笑话 现在就更不会答应了他 我也相信他 以前是以前 现在是现在 以前小陈在学校很穷 可能是因为没钱他恋爱才拒绝 现在小陈可赚了不少钱了 他和那个笑话又是同龄人 万一以后发生点什么呢 你再怎么相信他 也得让他把这件事情处理好 比如把联系方式都拉黑什么的 面对沈静的劝说 孔雪只是笑着硬道 我相信小陈会处理好的 这种信任是让人感动的 只可惜陈景听不到 沈静无奈的说道 你呀你 以后真出点什么事情 你可别后悔 不会的 这句话 也不知孔雪说的是 不会出什么事情 还是不会后悔 沈静也没细问 只是在心中暗自想着 你不说 改天我帮你说说 他和孔雪的感情极好 再加上又是 沈静和孔雪的红娘 还是期望两人 能够顺顺利利的 不要出现任何问题 当然这话沈静没有告诉孔雪 他也知道 要是说出来 孔雪肯定会阻止他的 第二天 沈静刚到奈宝居不久 就收到了沈静的信息 小陈 我听说以前有个笑话道追你 沈静微冷 倒也没否认 老是回复信息道 嗯 怎么了沈静 小陈 我和你说 孔雪很相信你 但同时他也是个眼睛里 容不得沙子的人 要真是出点什么事情 那后果你自己可以去想 看到这条信息 沈静就知道 沈静想说什么了 回复道 沈静 你放心吧 我不是个朝三暮四的人 光说可没用 你有没有和那个笑话断了联系 嗯 早就断了 这是实话 自从上次接到沈静优的电话后 他就已经拉黑了他 毕竟沈静心底 也是有些埋怨的 所以沈静的担心 其实是白担心了 这边沈静看到信息 倒也有点尴尬 同时还赞叹了句 小陈还真是很好呢 然后 他便满意地回复道 那就好 不枉我给你当红娘 过了会儿 沈静又给孔雪发了信息 把这事简单地说了下 最后道 小雪 事实证明 你的信任还真是没错 小陈说 早就和那个笑话断了联系了 孔雪并没有回复他的信息 应该是在忙着工作没看到 沈静倒也没在意 但他不知道的是 其实孔雪看到了他的信息 坐在办公室中的他 忽视百花盛开 也试得笑了笑 极漂亮的眼眸中 荡漾着温柔和欢喜 转眼 国庆假期便到了 因为从一号开始必然拥堵 所以赵正还特地从三十号 就开始给沈静放假 让他提前回去 路上也能轻松一些 同时 赵正也在三十号这天就关了门 带着老婆孩子出门旅游去了 三十号 孔雪还没放假 沈静也不好打扰他 清早收拾好东西 就准备出发回往川瑜 但他没想到的是 刚打开门 就看见孔雪穿戴整齐 端庄美丽的脸上 笑意盈盈地看着他 雪 雪姐 沈静正了下 孔雪眨了眨眼 问着 今天就回去 怎么不和我说一声 嗯 我想着雪姐 你今天还要工作 陈静想要解释 但看着孔雪那张美丽动人 满不笑意的脸 心中微动 忽然改口道 雪姐 我错了 他这话中也同样带着笑意 孔雪称怪地看他一眼 道 知道错了就好 走吧 我送你去机场 这会还早 万一打不到车的话 很麻烦的 嗯 陈静点点头 眼中的喜欢 真是都快凝成实质了 从天雪山小区到机场的路上 两人说说笑笑聊这些话题 依旧是天南地北的什么都聊 也依旧是陈静在找着话题 孔雪在顺着他说 等到的时候 陈静刚想下车 孔雪忽然叫住了他 小陈 等一下 陈静有些疑惑地回头看去 就见着孔雪 从后排提过两个精致的礼物袋子递向他 柔和地说道 给叔叔阿姨的 稍顿 他又补充了句 你应该是独生子女吧 我没听你说过 有兄弟姐妹什么的 要是有的话 我都愣在了原地 就这么正正地看着孔雪 拿着呀 孔雪见他呆愣愣的 有些忍俊不惊的轻笑声 陈静这才回过神来 稍稍有点犹豫的道 学姐 这 这不太好吧 又不是给你的 是我给叔叔阿姨的 有什么不好的 快点拿着 我手都举酸了 孔雪故作生气地 扬了扬手提着的礼物 如此 陈静也只好先把礼物接过来 然后说道 学姐 我 我都没给 她想说 没给孔雪的父母准备礼物 别忘了 孔雪国庆也是要回家的 孔雪文言也知道她要说什么 柔和大气地说道 嗯下次吧 总有机会的 说完 孔雪似乎怕陈静因为这事尴尬 便挥了挥手道 小陈 我先去上班了 国庆后见 嗯 谢谢你 学姐 陈静还是开口说着感谢 孔雪称怪地看了她一眼 美好气得道 我这次就当没听到 谢谢你这三个字 她不想听到 小陈再对她说谢字了 很快 孔雪就开着车走了 陈静站在原地 直到车消失在了视野的尽头 才长叹了口气 看了看手中的两个礼物袋子 一些名贵茶叶 还有营养品和保养品 以及两款适合中老年人的围巾 价值还都不菲 我怎么就没有想到买礼物呢 陈静有些自责地说了句 其实这也不能怪她 内心再怎么成熟稳重 有些事情没有点阅历和年岁的沉淀 确实是很难想到的 摇了摇头 陈静心中记下了这个事情 转身走进机场 说起来 陈静这还是第一次坐飞机 毕竟机票贵啊 他当年来昌城的时候 坐的还是绿皮火车 硬生生坐了三十多个小时 这飞机自然不同了 两个多小时后 陈静就抵达了庆城江北机场 不过庆城距离他家 还有一段路途 陈静在庆城停留了几个小时 先到机场附近的商场 买了很多东西 给父母的 给老家亲戚的 给邻居的等等 两年多没回家 自然不能空着手回去 另外这些礼物 陈静买的都是很好的东西 他本也想借着这些礼物告诉父母 叫做苦山 其实是一片连接两个省份的山脉 也是国内少数 还较为贫穷和落后的地方 贫穷和落后的主要原因 还是因为交通不够便利 在大山深处 物质匮乏 生活在里面的人 很难找到脱贫致富的产业 从庆城出发 陈静坐上了回家的高铁 他要坐上将近四个小时 抵达老家所属的江线 然后再转大巴车 到他老家的镇上 接着还要转乘摩托车 到达苦山山脚 翻过两座山才能到家 路途麻烦且艰辛 高铁缓缓驶出 继而快速奔驰在轨道上 陈静坐着的是三人乘排的位置 他在靠窗的位置 旁边坐的是一对衣着朴素的中年夫妻 拿着大包小包的东西 看样子应该再庆城务工 也准备回家 陈静早上起得很早 这会儿也有点困意 便闭上眼睛准备休息会儿 旁边的中年夫妻以为他睡着了 开始小声地说起了话来 哎老公 你说咱们捡到的那个东西 它这是宝贝吗 女人有些忐忑和紧张地低声问着 男人回了句 肯定是宝贝 我觉得应该能值不少钱 但是咱们又不懂 万一是假的怎么办啊 女人声音里带着些担心地说着 怎么可能是假的 那可是土里挖出来的 绝对不可能是假的 男人满是认真的说着 似乎也有点在安慰自己的意思 那那就算是真的 但那东西就一定能值钱吗 女人的担心还不少 又接着说道 男人应道 这应该很值钱的 我听人说古董都很值钱的 那万一咱们这件东西 它就是不值钱呢 哎呀 你不会说话就别说话 我估摸着 再怎么的也能值了一两万吧 男人有些无语地说道 女人又道 我这不是担心吗 要真是能值一两万 那可就好了 两人的声音其实不大 但关键他们就坐在陈景的旁边 这对话倒是清晰地落在了他的耳中 陈景心中微动 立刻就起了些兴趣 听这对话 像是这对夫妻无意中得到了什么古董 而且还是土里挖出来的 那极有可能是真品 就是不知道这个土里挖出来的 到底是个什么挖法 可别是从什么古墓里面挖出来的吧 在陈景心里暗自起了些兴趣的时候 那夫妻两人还在低声聊着 我是觉得能值一两万的 毕竟东西看着挺漂亮的呀 上面还刻的有字 那些文化人肯定喜欢的 男人言语中倒是带着些信心 女人叹了口气 说着 希望吧 咱们为了这件东西 连工作都不要了 要是不值钱 那可亏得很 男人安慰道 不会的 再说了 咱们在工地上干活的 还怕找不到事情做 女人恩了身后 这对中年夫妻 却是没有再聊 关于那件古董的事情了 转而聊了其他的来 家里的老人孩子等等 陈景虽说心中实在好奇 但也没有轻举妄动 他正貌貌实实地去问人家 说不定会引起这对夫妻的警惕 毕竟两人看起来 对这事就很警觉 还得找个适当的机会 好在这个机会很快就来了 这趟高铁 是临近十二点发出的 还得在高铁上吃个午饭 中年夫妻见的时间差不多 却是取出了两桶泡面来 陈景见状便是心中一动 刚好有乘务员推着餐车过来 他直接叫了三份 然后在中年夫妻诧异 和不解的目光 递了两份给他们 大哥大姐 一起吃吧 泡面吃多了不好 陈景满脸笑意地说着 文言那男人立刻拒绝道 不用了小兄弟 毕竟素不相识 他对陈景肯定有些防备心的 陈景笑了笑 接着说道 大哥我没别的意思 就是觉得你们出门在外不容易 而且我听你们的口音 也是江线人吧 咱们还是老乡呢 在外面互相帮助是应该的呀 川渝话虽说都差不多 但每个地方的口音 确实也有点不同 国人就是这样的嘛 无论身处和地 对自己的故乡都非常的思念 同样遇到老乡 也会觉得格外的亲切 见着陈景也是江线人后 夫妻俩的戒备明显少了些 小伙子 你拉个不好得 这高铁上的饭那么贵 我们也不好意思吃 男人摆了摆手 用江线方言说着 陈景只好说道 大哥我这买都买了 莫要浪费善 听到这句话 夫妻俩终于是 没好意思再拒绝了 随后 陈景心中一笑 边吃着饭 边故作随意的 和这对夫妻聊了起来 一顿饭的功夫 陈景倒是对这夫妻俩 有了些了解 两人是江线本地人 男的姓杨 女的姓李 两人都没什么文化 在建筑工地工作 这个时候 李大姐护士好奇地问着 陈兄弟 我看你文质彬彬的 是还在读大学 还是工作了呢 陈景文言 心到终于等到你们 提及这个话题了 然后就顺着话应道 没读书了 已经工作了 在一家古董店铺上班 杨李夫妻听到这话 那是琪琪一愣 你在古董店铺上班 杨大哥神色微动 确认识地问着 陈景点点头 认真道 是啊 怎么了杨大哥 听到陈景确定自己 真的在古董店铺上班后 那杨大哥脸上露出 犹豫思索的神色 李大姐则悄悄 用手拉了拉他的衣服 还递着眼色 陈景把夫妻俩的反应 都看在眼里 心中是有些好笑和期待 他做了这么多 不就为了引出这个话题 让两人主动 把他们手里的古董 拿出来给他看吗 也只有这样 才能降低夫妻俩心里的防备 如果那真是件真品古董 且价值不低的话 陈景也才好买到手里 没有人是是傻子的 陈景主动开口问 且表示要买的话 这杨李夫妻 多半心里怀疑得很 不会那么容易就卖给他的 这边杨大哥犹豫了半想 终于还是说道 陈兄弟 这还真是有够巧的 我们手里就有个东西 我觉得应该是古董 你能不能帮我们看看 陈景心里微喜 神色不变的硬道 哦 帮忙是小事啊 杨大哥拿给我看看吧 好 杨大哥点点头 就从贴身的衣兜里 掏出个用黑布包裹着的物件 递向陈景 还说着 陈兄弟 你看看吧 这东西还挺漂亮的 上面还有字呢 陈景伸手接过了东西 也没有说什么 只是把黑布给掀开 露出了里面的东西 却见 这是个呈现长方形的血红色石头 看起来确实非常的漂亮 而且制作的相当精致 底部确实刻的有字 只看了这第一眼 陈景面色就严肃了不守 这是一块鸡血石印章 没有丝毫犹豫的 陈景立刻动用了剑宝神眼 下一刻 金色的光芒浮现 围绕那鸡血石印章转了几圈 然后回到陈景双眼前 化作一排排的文字 此物为 民国无昌术款鸡血石印章 此物历史价值 无昌术 出名郡 又名郡卿 自昌术 又属苍石 苍石 苍术 老苍 老否 十尊者等等 这省胡州安吉人 在书法 绘画 篆刻等方面造诣极深 是清朝晚期海派 最有影响力的画家之一 也是苏杭西林印社首任社长 这枚鸡血石印章 呈长方形 其形质简洁 透着稳重大方 石面细腻润滑 石色绚烂 鲜红血型韵纹 宁于时间 若隐若现 如梦似幻 光泽盈透 极其漂亮 底部硬面转书文字 书法古捉生色 刀法犀利 是典型的海派书风特点 鸡血石是沉沙条带的地开石 因为它的颜色像鸡血一样鲜红 所以俗称鸡血石 在民间传说中 收藏鸡血石会带来好运 百姓藏之 可兴家辟邪 帝王藏之 可镇国安邦 看着眼前的鉴定信息 陈景心中立刻激动了起来 好在面上还勉强稳住了情绪波动 又不动声色地看了眼 这印章的底部刻字 老否 至时未见山 先生雅鼠 十一卯下 老否 这是吴昌硕先生的别号之一 后面则是在说 这印章的制作年份 古董此物 除开年份 艺术价值之外 名人价值也是重中之重 这凡是能和历史名人扯上关系的古董 价值都不会太低的 要是那种极具知名度的大佬 那和其有关的古董价值 更是高到离谱的 而这位吴昌硕先生 可能在普罗大众中的知名度不高 但他在艺术界 那可是当之无愧的大牛人 是晚清至民国时期的顶级艺术大师 举个通俗易懂的例子 就能明白 他有多牛 吴昌硕先生 在1915-1916所作的花卉十二评 可是在拍卖会上 拍出过两亿零九百三十万的天价 画作能被拍出过一价格的人物 其在画作的艺术水准上有多高 是不言而喻的 更别说吴昌硕先生 在书法和撰刻上 也同样有着极高的造诣 说一句艺术大师 是毫不过分的 虽说吴昌硕先生的印章 到达不了他的画作那么高的价值 毕竟只是印章嘛 在现代个人用的几乎没有 更多还是公司或机关单位 用来签署文件所需 但在古代或是近现代 印章则是个人身份的证明 简单的说 古代艺术家们 会在自己的书画作上 用印章盖上署名或是名号 用以证明 画作是自己所作 这种证明身份的印章 并不具备唯一性 很多艺术家们都有着不少 再加上吴昌硕先生 自己就会撰刻 他的名号又多 所以他的印章 古董在内 所以才说 这枚吴昌硕的 鸡血石印章的价值 不会太高 至少和他的画作比起来 简直是云泥之别 陈景这段时间 看了很多的 鉴定知识类别的书 和赵正也讨论了不少 其中也说起过 这吴昌硕先生的印章 大概在两年前 昌成有家拍卖会 就曾经拍卖过一枚 吴昌硕先生的 清田石印章 当时是以30多万的价格成交的 这么对比起来 这块鸡血石印章的价值 至少是不会比那块 清田石印章差的 毕竟 这鸡血石和清田石 同为四大国石嘛 另外两种 则是寿山石和巴林石 30多万的价值 这已经是个不错的漏了 陈景自然是心动的 要是能把这块 鸡血石印章买到手里 再顺利出手的话 他的身家 就能突破200万了 差不多是完成了 500万这个目标的一半了 心里这么想着 陈景面上 却没有露出太多 高兴激动的神色 抬头看向杨理夫妇 开口说道 杨大哥 你们这东西 确实是古董 杨理夫妇本就等的交集 一听他确认是古董 脸上立刻都忍不住 露出了狂喜之色 哈哈 我就说嘛 肯定是古董的 毕竟我们是从 李大姐激动的 就想要说什么 杨大哥赶忙打断他的话 从什么从 别乱说 陈景见状心里好笑 这杨大哥 倒是足够谨慎 毕竟是从土里 挖出来的东西嘛 不过 其实这枚鸡血石印章 是没什么问题的 又不在陪葬品之数 肯定不是古墓里的东西 估计是在不知道 多少年前被人遗落 然后埋在地下了 总之 这肯定是一件 能够拿到明面上 买卖的古董 陈兄弟 你给我说说 这到底是个什么古董 我看着有点像是 盖章用的 杨大哥边好奇地问着 也顺便转移了话题 陈景点点头印道 对 这就是个盖章用的印章 只不过是用鸡血石做的 约莫是民国时期的物件 不懂行的人 对于古董的价值判断 那基本就是根据 这几年代是否久远来的 杨大哥听到鸡血石印章 是民国时期的物件 就皱了皱眉头 民国 那到今天也没多少年吧 陈景应道 嗯 一百年左右 距今也就是一百年出头的样子 听陈景说出的时间 杨大哥这眉头皱得更紧了 下意识说着 才一百多年啊 那这什么鸡血石印章 怕是值不了多少钱 他老婆李大姐听到这话 立刻埋怨道 我就说 不要那么急 你非要把工作都辞了 现在后悔都晚了 还得搭上这趟回家的车费 说不定这玩意儿 车费都赚不回来 那我怎么知道 这玩意儿 才一百来年的历史啊 你当时不也说 看着很漂亮 肯定是宝贝吗 杨大哥神色有些尴尬 但还是开口反驳着 眼见着这夫妻俩 都快吵起来了 陈景赶忙说道 杨大哥 你是想把这鸡血石印章 卖出去是吧 我倒是有点兴趣 不知道你想卖多少钱 听到陈景表露出 要买鸡血石印章的意思 杨李夫妇都是愣了下 陈兄弟你想买 杨大哥有点不确定地问着 毕竟站在他的角度 还以为这鸡血石印章不值钱呢 只是民国时期的东西嘛 陈景俊朗的脸上露出笑容 应道 嗯 虽说年代不久 但确实挺漂亮的 应该有些市场 简陋赚钱嘛 陈景自然不可能实话实说了 他能做的 也就是尽量给杨李夫妇一个 他们能够满意的价格 所以才主动让两人出嫁 李大姐文言有些高兴地说道 陈兄弟 你出个价吧 只要合适 我们就卖给你了 他也觉得鸡血石印章不值钱 现在是想着能卖多少就卖多少的 杨大哥倒也有点这个意思 点点头道 对 陈兄弟 你出个价就行 如此 陈景反倒是有些不好意思 稍稍思考了下才说道 那 一万五怎么样 他刚才听杨李夫妇 对这鸡血石印章的心理价位 就是一两万 索性干脆取了个适中的价格 说实在的 一万五这个价格 对比起这吴昌硕先生的鸡血石印章的真正价值来说 肯定是极少的 但实际上对于杨李夫妇来说 这个价格不仅达到了他们的心理预期 甚至还不算少了 因为他们不懂行 如果真拿到古董店铺去出手 说不定还卖不到这个价格 还是那句话 古董航水深余多 赵正亮的老板是少之又少的 而听到陈景的出价 杨李夫妇却都是有些不敢相信 陈兄弟 你 你没开玩笑吧 你真要出一万五 杨大哥吞了口口水 惊诧地开口问着 李大姐也是满脸惊讶地看着陈景 陈景笑着点点头 杨大哥我真没开玩笑 不瞒你说啊 因为我是古董行的人 这鸡血石印章 我卖出去的时候 能赚不少钱呢 确实是能赚不少钱 杨大哥听到这话 稍稍犹豫了下 才说道 那既然陈兄弟你也能赚钱的话 我们就把这什么鸡血石印章卖给你了 别看他表面犹豫 其实心里是巴不得立刻答应的 毕竟这杨大哥心里最想的就是 能卖个一两万块钱 现在陈景出道一万五 他别提多惊喜了 本来都以为不值钱了吗 至于陈景说的什么 他卖出去能赚不少之类的话 这杨大哥其实不怎么在意 他不傻 知道各行各业的水都深 尤其是古董行这种 需要极其专业知识的行业 不懂行的人太容易被坑被忽悠了 陈景见他答应下来 心里也同样高兴 硬道 那行 我现在就把钱赚给你 随后 陈景半点不犹豫的拿出手机 给杨大哥赚了一万五千块钱 这场交易进行的很干脆 等会下了高铁 双方怕事都再没机会见面了 自然也不需要签订合同什么的 最重要的是 杨李夫妇对价格都很满意 这事儿算是皆大欢喜了 高铁及时不停 终于在下午时分抵达了江县 下高铁的时候 陈景还乐呵呵的和杨李夫妇说着 杨大哥李大姐 以后你们要是再找到什么好东西 还可以找我 杨大哥满脸笑意的应道 好嘞 一定找你 不过这就是陈景随口一说而已 他自然不可能真把这事儿放在心上 他有着健保神眼和玄妙直觉在身 想要碰见古董都是极难 更何况是杨李夫妇了 在高铁站分别后 陈景打了个车直奔江县客运总站 又坐上了去往他家乡所在的龙桥镇的大巴车 这一趟所需的时间稍微少点 只有两个小时出头的样子 一路颠簸 沿途的风光也随着时间的推移 越发原始和充满了乡土气息 高楼大厦不见 只有低矮的平房和小楼 以及千末的农田 和远处高高低低连绵不绝的山峰 川于多山 庆城更有山城之名 举目望去的景象 总是少不了各种各样的山景 陈景坐在车窗边 听着其他乘客说出来的熟悉中 带着点陌生的相应 透过车窗 远远见到南边故乡的山 不觉正经相对 两年未曾回家 此刻距离家越近 陈景的心情越发难言 国人的故土情节是难以言喻的 从古至今皆是如此 陈景没回来的时候 还不觉这种情绪多么的强烈 但此刻反倒因为静香情窃 有些感触了起来 难怪有人说 真正明白故乡的意义时 是因为你离开了他 下午五点出头的样子 大巴车抵达了龙桥镇 陈景初中就是在镇上的中学念的 儿时也常随着父亲母亲 一起到这里来感激 倒是有着不少的回忆 当然最多的还是关于学校 这种偏远地区的中学 其实是教学质量是很一般的 虽说老师们都很好 也很认真 但有些差距 还是难以和大城市相比的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当年陈景那一届的学生 考上高中的就只有几十个 其余的多数都辍学外出打工 少数则进入职校了 当然了 除开教学质量之外 学生自身爱不爱学习 够不够努力也同样是个问题 因为这里的偏远落后和贫穷 导致多数人的见识不多 观念也很陈旧 在苦山附近很多家庭 甚至还觉得女子无才便适得 不喜欢让女孩也去读书 就算是男孩也只求她能认识字 以后出去打工不被忽悠就行了 父母大人都这么想 又如何让这里的孩子们去明白 只有通过读书才能改变命运呢 说白了 在苦山这里 读完初中后能让孩子去直校学门技术的父母都很少 基本都想着让孩子跟着他们外出打工了 不过在这种大环境下 倒也越发体现出了陈景父母的难得了 陈军和吕玉琴当年可是非常支持陈景读书的 两人也是苦山少有的明白 只有通过读书才能改变命运这个道理的人 只不过陈景叹了口气 心里暗暗发狠 他总有一天要把原本就属于他的东西拿回来 父母那么多年的期盼 他自己那么多年的努力 不能就这么没了 不久后 陈景搭上了一辆跑克的摩托车 继续踏上回家的路 山路崎岖 尤其是回往陈景家的这一段路的路况更是难言 就算是摩托车也只能骑到山脚下而已 小兄弟 我只能送你到这里了 司机大叔在苦山脚下停车 开口说着 陈景点了点头 拿出特地取的现金付了车费 然后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开始爬山 这会儿已经是傍晚时分 西方的天空已是呈现出了漂亮的火烧云 大片大片的橘红色光彩夺目 却不刺眼 陈景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上路的土路上 脚下虽踩得坚实 但那种难行感同样很清晰 苦山的贫穷和落后 这交通不便利本也是个极大的原因 小要妇 先修路 这句话放在苦山是没有错的 陈景看着脚下难行的土路 心底是憋了一股劲的 或者说从当初考上昌城大学的那天起 他心里就一直憋着这股劲 或说梦想 总有一天 我要回来改善家乡的情况 让这里不再那么贫穷和落后 陈景始终认为 是为了帮助家乡摆脱贫困 而不是为了自己摆脱贫困的家乡 生如蝼蚁 当有鸿湖之志 当然了 这不是现在的陈景能够做到的事情 现在的他 无论财富还是社会地位 都还不够格替自己的家乡做出一些贡献 虽两年多没有回家 但走在熟悉的山路上 陈景的速度也并不慢 毕竟此前走了很多年 陈景翻过了两座不算高的山 一路荆棘 终于是在太阳江江落下 夜幕还未完全降临的时候 回到了他的家 这是一处不大不小的山村 地处数座山峰之间 田地切末有序 老式的房屋零星交错 村口有棵老树 树下有条小溪 此刻正值晚饭时间 村落上空鸟鸟吹烟 飘飘然然的升起 倒是好一派原始的山村风光 这里正是陈景从小长到大的山村 叫做长青村 从远处看去 长青村却是一派原始的山村风光 要是找几个好点的角度 拍些照片放在网上 说不定还能被网友评论成美丽山村什么的 但实际上 只有身处其中 或是了解农村的人才会明白 这隐藏在看似美丽的原始风光之下的贫穷与落后 陈景眺望而去 目光落在了村东头紧挨着的两栋平房 其中一栋门口用木头扎起了栅栏 围成了个小院子 此刻有几只鸭子还在院中跑来跑去 屋顶也升起了吹烟 那里就是陈景的家了 回家了 陈景心里这么想着 脚步却变得迟疑了起来 静香情窃啊 或许只有真的许久不回家的人 才能够最深刻的体会到这个词的意思吧 就在这个时候 有个扛着锄头 皮肤有黑的中年男人 似是刚做完了农活 也从远处往村里走去 看到陈景这个生人有些奇怪 便走了过来 小娃娃 你是哪个 中年男人开口问着 陈景见着来人 脸上露出笑容 三叔 是我呀 我是小景 小景 中年男人愣了愣 然后猛的想起什么似的 盯着陈景看了好一会儿 才有些惊喜的说道 你是景娃 哎呦 你好久都没有回来了 你读大学读完回来了 陈景家乡对晚辈的称呼 总是要喜欢在后面加个玩的 这中年男人 却是陈景的三表叔陈大华 关系还是比较近的 人也很好 当初陈景上大学时 他是给了一部分钱 还借了一部分钱的 嗯 还没有读完 我是放假回来看看 见着好的亲戚 陈景也很高兴 陈大华点点头 脸上都是笑容的道 好 好啊 你都两三年 没有回来了呀 你爸妈成天见到你 你快点回屋头去 他们看到你不晓得好高兴 嗯 要得三叔 我明天去你屋头看你 陈景自食硬着 他回来也给三叔家带了礼物 只不过 现在也不太方便给 陈大华拍了拍陈景的肩膀 高兴的连连说好 说起来 考上昌城大学的陈景 那可真是整个陈家的骄傲 甚至是整个长青春的骄傲 在苦山这片地方 要出一个大学生不容易 或许是因为碰到了三叔 陈景的那股敬香情窃 尽数化作了对父母的思念 他不免加快了脚步 很快就走到了自己家的小院前 这会儿 母亲吕玉琴应该在厨房忙活着做晚餐 父亲陈君则坐在屋檐下边 抽着烟 边用竹条编织着贝罗波及等东西 等赶急的时候 拿到镇上去卖 这是陈景他们家的经济来源之一 陈景看见父亲的身影 心里不免酸涩难言 推开了小院的栅栏门 吱呀一声 陈君听到声响 下意识抬头看了眼 然后整个人都愣住了 嘴里叼着的烟啪哒 一声落在了地上 小 小景 陈君喊了一声 声音都有点颤抖 和不敢相信 陈景并没有告诉父母 他三十号就会回家 陈君和吕玉琴 都以为他明天或者后天才会到呢 此刻见着了 自然惊喜不已 陈景快步走了过去 看着两年多不见的父亲 他的面容似乎更加苍老了些 好在还没有白头发 你 陈君放下手里的竹条站起身来 看着都比自己高一些了的儿子 张开嘴 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搓了搓手 显得有些手足无措 陈景其实也同样如此 父子间的情感总是显得内敛和含蓄一些 或许陈君这会儿 是很想抱一下自己的儿子 只不过又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爸 我回来了 最终 还是陈景深吸了口气 笑着开口说道 陈君点了点头 无数的情感化作一声 嗯 好 回来了就好 陈君 哪个来了 是不是美侠 这时 吕玉琴的声音从厨房里传来 依旧带着点泼辣和爽力的味道 陈君闻言就冲着厨房喊道 不是 你自己出来看就知道了 我在做饭 出来看什么看 要不饭你来做 吕玉琴这么说着 但还是想起了 他从厨房里走出来的脚步声 陈景也看向了厨房的方向 很快就见着手里 还拿着锅铲的母亲身影 到底是谁来了 还非要我出来看 真的是 吕玉琴边走还边在说着 然后就看到了站在门口的陈景 哐啃一声 这是锅铲落在地面上的响声 陈景看着母亲 咧嘴灿烂一笑 妈 我回来了 妈 我回来了 陈景的话 让原本正在原地的吕玉琴回过了神 他什么话都没有说 只是快步上前 抱住了两年多没见的儿子 你个混小子 这是吕玉琴 见到陈景后说的第一句话 声音有点颤抖 还带着点哭腔 陈景把手里大包小包的东西 放在地上 也抱住了吕玉琴 开口说道 妈 我好想你 如果父子之间的感情是无言的 那么母子之间的感情 就显得丰富而外显了 陈君在旁边点了根烟 满脸高兴的 把地上的东西 都提到旁边放好 就看着妻子和儿子 那张稍显苍老的脸上此刻 似乎都因为高兴的笑容 年轻了几分 好一阵 吕玉琴的情绪才稳定了下来 拉着陈景上上下下看个不停 嘴里也在说着 嗯 长高了点 都比你爸高了 就是瘦了点 平时是不是没吃好睡好 陈景离开家的时候 还不到二十岁 这两年多的时间里 倒确实是长了一头 也是男孩子最后长身高的时候了 妈 那里瘦了 我和以前差不多重的 陈景有些好笑的硬着 陈君在旁边也说着 玉琴小景是长高了 只是看起来瘦了而已 吕玉琴瞪了也俩一眼 说道 和以前差不多重也是瘦了 还得再长胖点才好 母亲总是这样 好 我听妈的 陈景点点头硬着 家里母亲是太后般的存在 她也得顺着呢 一家三口说了话话 吕玉琴才想起锅里还有菜呢 赶忙说着 小景 我先去把菜盛起来 你说也真是 怎么提前回来也不打个招呼 妈今天都没做什么好吃的 这不是想给您个惊喜吗 再说我又不挑食 而且 妈您做的菜都好吃 陈景这么硬着 吕玉琴笑了一声 说道 混小子出去两年多 倒是越来越会说话了 随后 吕玉琴走进厨房继续做菜 他和陈君两个人 吃的确实很简单 就是炒了个青菜和腊肉 不过现在儿子回来了 他又从厨柜里 拿了几个鸡蛋出来 加了个青椒炒蛋 堂屋里 陈君乐呵呵的又点了根烟 其实他平时抽烟也不算多 但今天儿子回来了 实在是有点高兴 爸 少抽点烟 你的身体重要 陈景健壮 倒是开口说了句 其实说起来 陈君虽说长相普通 但身材高大 足有一米八出头 不到五十的他 不能说还正值壮年 可外出打工什么的 还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对苦山的人来说 外出打工赚的钱 肯定是要更多一些的 但陈君却没办法外出打工了 他早年得过一场重病 虽说最后是治好了 可也花光了当时陈家所有的积蓄 还落了下病根 无法长时间的进行体力劳动 其实在陈景小时候 陈君和吕玉琴 也同样是随大流外出到大城市去打工的 并且夫妻俩都是聪明人 甚至在外面混得不错 要不是那场病的话 陈景和吕玉琴 估计早就带着陈景搬出长青村了 只可惜 不过命运如此 为之奈何 没事 我的身体现在很好 你不用担心我 陈君脸上露出笑意 既有现在身体健康的高兴 也有被儿子关心的开心 陈景点点头 想起什么从旁边的大包小包里 抽出几条花烟来 说着 爸 以后抽这个烟吧 总归好一些 他也没有劝老爸戒烟什么的 这老陈年轻的时候就抽烟 到现在几十年了 平时也没其他爱好 几乎是唯一放松和释放压力的选择了 抽就抽吧 陈景能做的 也就是让他少抽和抽些好烟 陈君看见几条花烟就是一乐 然后立刻问着 小景 你 你那里来的钱买这个烟 他言语中有些紧张和忐忑 几条花烟的价格可不便宜 陈景笑着应道 爸 您不用担心 我这都是自己赚的钱 也都合法的 他倒是理解老陈现在的心情 父母妈 知道子女赚钱后的第一反应 往往都不是高兴 而是担心赚的钱有没有问题 陈景闻言 稍稍松了口气 他也了解儿子 不是会在这种事情上 哄骗他的性格 但还是满脸的疑惑 小景 你做什么赚了钱 赚了多少 这个问题啊 终究还是来了 好在陈景也做好了面对的准备 叹了口气道 我做古董生意赚的 嗯 到现在为止 已经赚了两百多万了 多少 陈军听到树木 满脸难以置信的惊声道 爸 您先别激动 陈景开口安抚着 又说道 我是运气不错 再加上遇到不少贵人 所以才赚了这么多钱 两百多万 对于陈军来说 确实是一个很夸张的树木了 那 那你和我说说具体情况 陈军深呼吸了几下 让自己冷静了些后才说道 陈景点点头 把整件事情 从头到尾的说了一下 当然关于剑宝神眼的事情 他是没有说的 只是改成了自己运气好 以及在古董鉴定上很有天赋 学得很快 等事情说完后 陈军的反应 果然不出陈景的意料 他神色复杂无比的问着 小景 你 你真被学校开除了 就 就没有办法挽救一下吗 陈景苦笑着摇了摇头 没有 那个人 家里势力挺大的 我现在 稍顿 陈景又坚定的说道 不过爸你放心 以后我肯定会被 把该属于我的东西都拿回来的 这么多年的书 我也不想白读了 陈军神色难言的 又准备拿出烟抽着 陈景赶忙拆开花烟 抽出根给了他 哎 陈军长叹了口气 眼中也带着些苦涩 然后说着 小景 你不要想那么多 人这一辈子 什么不幸都有可能遭遇 我们要是没有能力反抗 那就只能去受着 至少你人还是好好的 而且 你在古董行也赚了这么多钱 以后还是有前途的 陈景听得明白 父亲这话是在安慰他 也是在安慰自己 就在父子两人说着话的时候 吕玉琴高高兴兴地端着菜走了出来 还在说着 小景 快来吃饭了 今晚 咱们就吃简单点 明儿妈给你做好吃的 知道你要回来 你爸特地去镇上买了新鲜肉 让我给你 做你最爱吃的洗纱扣呢 洗纱扣 这是陈景家乡的一道特色菜 具体做法 就是把五花肉从中间切开 但不切断 中间包进红豆沙 然后加上甜糯米蒸熟 不仅名字好听 也非常的好吃 陈景确实是最爱吃洗纱扣的 只不过小时候很少能够吃到 嗯 陈景此刻情绪还有点低落 但还是笑着点点头 陈君则在旁边抽着闷烟 吕玉琴看出了问题 皱眉问着 怎么了这是 小景他 陈君低声说着 又摇了摇头道 哎 边吃饭边说吧 他这样子 倒是把吕玉琴给吓着了 脸色都有些发白的问 不是 小景到底怎么了 你 你快说啊 小景 你怎么了 是不是 是不是身体出什么问题了 吕玉琴又满脸紧张地 走到陈景面前 忐忑地看着他 因为早年陈君的病 吕玉琴是最在意身体健康的 陈景赶忙应道 妈您别急 我身体好着呢 是其他的事情 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的 咱们边吃饭边说 真的 吕玉琴闻言 稍稍松了口气 又确认着 陈景认真的点点头 真的 陈景你也真是 说话说一半 吓死我了 吕玉琴确认陈景的身体没事后 才瞪了眼老陈 埋怨似地说着 随后 一家三口坐在了饭桌上 陈景才边吃着熟悉的母亲 做的菜肴 边用较为轻松的语气 把事情告诉了吕玉琴 这个过程中 吕玉琴的反应 和陈君是差不多的 先是惊讶 儿子赚了那么多钱 然后再得知了他 被学校开除后 第一句话也是 小景 真的就不能挽救一下了吗 呵 和你们学校商量一下呀 陈君苦笑着摇摇头 妈 没办法挽救了 至少现在是没办法了 听到这句话 吕玉琴也沉默了下去 甚至饭都有点吃不下去了 对此 陈景也不知道该怎么用言语安慰 这也很难想到什么话去安慰 他只能几口吃完饭 然后把给父母买的 大包小包的礼物都提了过来 妈 您看看 这我给你买的东西 这衣服很好看 也暖和 还有这个 爸 这是您的衣服 还有这些 陈景给父母买的东西不少 而且都是极好的东西 价格是不便宜的 吕玉琴和陈君 看着陈景拿出的一件件东西 也终于从低落的情绪中走了出来 转变成了惊讶 小景 你 你买这么多东西做什么 多浪费钱啊 吕玉琴边看着东西 边开口说着 陈景笑道 妈 没事的 您儿子我现在 也不是很缺钱了 我在古董行挣了两百多万呢 以后还会挣更多的 说着 陈景又想起什么似的 把贴身放着的那枚鸡屑石印章拿了出来 开口说道 爸妈 你们看这个东西 这是我在回来的路上买到的 这就是个古董 能值三四十万呢 陈君和吕玉琴听到他这话 脸上的惊讶之色更盛 小景 你说真的啊 这么小个石头 能值那么多钱 吕玉琴伸手拿起鸡屑石印章 难以置信的地问着 妈 这是古董吗 很多古董都很值钱的 爸应该懂的 是吧爸 陈景这么硬着 陈君点了点头 古董确实很值钱 我之前在电视上那些健保节目 不少的东西都很贵 是吗 那可真好 吕玉琴这会儿也有点高兴起来 小心地把鸡屑石印章放下 然后看向陈景说道 小景 那你可得把这东西收好了 别弄掉了 陈景自点头应试 见着父母的情绪好转 心里也松了口气 其实他说这些话 就是为了让父母知道 他现在在古董行很好 也很有前途 能让他们不要太在意自己 被学校开除这件事情 目前看来 效果还是不错的 陈君叹了口气 说道 小景 事情都已经这样了 那说再多 也没什么用了 你以后就在古董行好好地做 你从小就聪明 要跟着你们老板好好学 以后也要记着你们老板的恩情 听到这句话 陈景自是认真应道 爸 我会的 吕玉琴则说道 说起来 小景你这事还真是倒霉 你说那个姑娘也真是 喜欢你就算了 干嘛还要一直追你 不然的话 也就没后面那些事了 对于有姑娘喜欢自家儿子 吕玉琴是高兴的 但这事的结果不好 她也不免有些埋怨 陈景笑了笑没说话 小景 你现在赚了这么多钱了 可不要乱花钱 自己存着以后买房结婚用 知道不 以后就别给我们 买这么多东西了 我们平时也不怎么用得上的 放下了儿子 被学校开除的事情后 吕玉琴转说起了其他的来 陈景乐呵呵的应道 嗯 我知道了妈 哎对啊 这时 吕玉琴忽视想起了什么 开口说道 小景 你现在既然没上学了 那就赶紧给你妈 我找个儿媳妇回来 然后早点生娃 趁着我还年轻 能帮你们带孩子 陈景一愣 老妈这想法 可真够跳跃性的呀 确实 你妈说的有道理 陈军在旁边默默的表示赞同 关键陈景还没发表什么意见呢 吕玉琴又眼前一亮的说道 对了 老徐家的女儿 好像和你差不多大 要不趁着这次你回来 你们见一面怎么样 这 这就开始安排上相亲了 老徐家的女儿不错 老实善良 长得好像也还不错 陈军再次表示赞同 陈景眼见着再不说话 爸妈怕是 真能安排他 明天就和老徐家的女儿见面了 赶忙说道 爸妈 其实 其实我有喜欢的人了 他也喜欢我 这次我回来 还让我给你们带了礼物呢 他本来也要把和学姐的事情 告诉父母 现在倒是刚好 他能接受学姐比他大上六岁 这点也是陈景最担心的问题 听到陈景说 有喜欢的人了 对方也喜欢他 陈军和吕玉琴都是微冷 真的 那姑娘是做什么的 哪儿的人 吕玉琴显得很高兴 还开口问了一连串的问题 不过这也正常 父母知道子女有对象后 问的问题基本都是这几个 陈景边笑着 把孔雪买的东西拿出来 边应道 他是律师 是湘南人 和咱们串鱼不算远的 得说的是 孔雪确实是妥妥的社会女精英 他在昌城一家 很出名的律师事务所工作 甚至还是事务所的几个元老之一 也正是因此 孔雪的经济状况才会那么好 陈景也是不久前才知道 孔雪是个律师的 当时还惊讶了好一阵呢 毕竟律师算是非常不错的职业了 妈 这是他给你买的礼物 这条围巾很适合您的 爸 这是您的 也有一条围巾 听着儿子的介绍 吕玉琴和陈军都很开心 前者还拿着围巾试了试 孔雪给吕玉琴选的 是一条米白色的长款围巾 吕玉琴戴上之后 确实也很好看 非常的搭配她 不得不说的是 吕玉琴年轻的时候 其实相当漂亮的 她肤色很白 即使是生活在山村中 也没怎么被晒黑 现在虽然四十多岁了 但依旧能看出她年轻时的美貌 如果说陈景现在的身高 是遗传的父亲 那她颇为俊朗好看的脸 就是遗传的母亲 妈 喜欢吗 陈景乐呵呵地问着 吕玉琴点点头 笑着道 喜欢 这姑娘眼光不错的 这有可能是 未来儿媳妇买的礼物 她能不喜欢吗 稍顿 吕玉琴想了什么 问出了个关键问题 哎小景 那姑娘多大了 都已经工作了 应该比你大一点吧 陈景心中威宁 轻声道 嗯 是要比我大一点 对此 吕玉琴早就猜到了 脸上依旧满是喜意的道 大个两三岁 啥的也没事 都说女大三抱金砖吗 旁边的陈景也赞同道 是啊 大点好 大点还能照顾你 咳 陈景咳嗽了下 稍稍有点迟疑的问着 妈 要是 要是不是抱一块金砖呢 她这话 还是在问老妈的意见 主要在家里 陈景的意见不重要 吕太后说了算啊 啥意思 吕玉琴摆弄围巾的手顿了下 说道 不止大三岁 那大多少 五岁 嗯 抱两块金砖 陈景伸手比了个二字 小声的开口说着 这话说出来 吕玉琴的脸色就变了下 陈生道 大了六岁啊 陈景闻言倒是没说话 看着吕玉琴 小景 六岁是不是太大了点 她都快三十了 这三十岁的女人可不小了 以后生孩子什么的 都算大龄产妇了 吕玉琴犹豫了下 还是开口这么说着 她这态度 其实就有点不太愿意了 陈景见状 心里暗叹了口气 赵叔说的 果然没有错啊 姐弟恋要面临的问题 还真是挺多的 父母这关就不好过 当然 这点也不能怪吕玉琴 那个做母亲的 愿意让自己儿子 娶一个大六岁的女人啊 或者说 可能少数愿意 但多数还是有点抵触的 三岁其实就是个分水岭了 五岁以上的差距 就更让当父母的介意了 妈 您不能这么想啊 现在的医学很发达的 只要孕期做好检查和防护 不会出什么问题的 陈景也找准了老妈最担心的点 直接开口说着 不过说这话的时候 陈景心里是有些尴尬的 毕竟从严格意义上来说 她和学姐现在还没确定关系呢 居然就在说着怀孕生娃的事情了 好 就算这个没什么 但她毕竟快三十了 和你走在一起 别人都得以为是姐弟呢 还有啊 女人本来就比男人老得快 到时候 小姐你看起来还年轻 她就已经老了 这也不利于婚姻的稳定啊 吕玉琴没有明确地说 反对两个字 但意思 其实就是在反对了 旁边的陈君没有发表意见 不过陈景心里清楚 这老陈没有赞同的时候 其实就是在表态 反对了 对此 陈景其实是能够理解的 毕竟多数国人的传统观念中 就是觉得 男方要比女方大才好的 陈君和吕玉琴 在苦山这地方 算是比较开明和有见识的了 但毕竟是老一辈人 很多观念和想法 还是较为陈旧的 妈 要不您先看看她的照片 陈景心思转动 也不反驳老妈的话 转而开口说着 当年龄问题 没办法解决的时候 那就只能动用 其他的加分项了吗 这天底下 有几个当婆婆的 不喜欢漂亮的儿媳妇呢 以学姐的身材颜值 那真是大大的加分项啊 嗯 看看也好 吕玉琴点点头 脸上的神色 倒是依旧没啥变化 她也猜到了儿子的想法 不过心里是想着 毕竟比儿子大六岁呢 再怎么好看 还能好看到什么地方去呢 随即 陈景拿出手机 点开了孔雪的朋友圈 孔雪并不是很喜欢拍照 也很少在朋友圈 晒字拍什么的 不过陈景之前 看过她的朋友圈 是知道 有一张她在事务所聚会上 拍的和同事的合照 照片是在一个酒店包厢拍的 上面有六个女人 孔雪是最年轻 也最显眼的 她穿着正式的女士西装 长发扎成马尾变 精致绝美的脸上 带着落落大方的笑容 整个人显得极其端庄漂亮 妈 就是这个 您看看 陈景把手机拿到吕玉琴面前 指着孔雪说道 吕玉琴本来还挺随意 看了一眼之后 神色立刻就认真了很多 接着拿过手机仔细地看了起来 陈景见状 脸上就露出了一抹笑容 就学姐的身材颜值和气质 是开玩笑的呀 吕玉琴看了好一会儿 才开口说着 这姑娘长得确实挺好看的 妈 就只是挺好看 陈景乐呵呵地故意问着 吕玉琴瞪了她一眼 才又说道 很好看 行了吧 你个浑小子的眼光 还真不错 那可不 我眼光遗传我爸呀 陈景嬉皮笑脸地说着 顺便还拍了下吕太后的马屁 浑小子 吕玉琴听到陈景拍的马屁 笑骂了一句 不过脸上的表情 明显还是相当开心的 这个时候 陈君也凑过来看了眼手机 点了点头 但依旧没发表什么意见 心说黑这老陈的观念 可真够固执的呀 妈 您觉得怎么样 不过老陈的意见不重要 陈景再次问着吕太后 这话就是问同意不同意了 吕玉琴沉默了下 才说道 长得确实很好看 比好多电视里的明星都好看了 那您是同意了 陈景有些高兴地又问着 我话还没说完呢 你个浑小子急什么 吕玉琴美好气地瞪了她一眼 又接着道 好看是好看 但小景 这结婚娶老婆 不是光看漂亮不漂亮的 婚姻是一辈子的事情 各方各面都需要考虑到 你们毕竟相差六岁 你三十岁的时候 她都快四十了 这男人三十岁 看起来都还很年轻 到时候你和她走在一起 旁人怎么看你们 或者 妈把话说得难听点 到时候你个浑小子 眼见着她老了 你自己还年轻 你会不会动歪心思 这对婚姻本身不是什么好事情 陈景文言 有些尴尬和好笑地应道 妈 怎么我在您眼中 就是个会动歪心思的渣男呢 吕玉琴应道 妈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说有这个可能性 而且 你们男儿啊 有几个不脱心的 也就你爸老舌大半辈子 说到这儿了 她还赞扬似的 看了眼老陈 稍顿 吕玉琴继续说道 但你个浑小子不一样 你生得像我 长得好 性格又好 以后说不定很多姑娘喜欢你 等那个时候 面对着家里快四十岁的老婆 和外面同龄的漂亮姑娘 你真能保证 绝对不动歪心思 不得不说的是 吕太后的性格是真的彪悍 这种话题直直地就说了出来 而且说得非常的现实 当然毕竟是对着自己儿子 确实也没什么不能说的 陈锦都被老妈说的 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反驳 因为人没办法保证未来 妈 我不知道以后 但我现在真的很喜欢她 我也想和她结婚 和她一起走完这辈子 陈锦俊郎脸上的神色 也变得认真严肃了起来 妈 您就算不同意 我 我也会和她在一起 陈锦犹豫了下 还是这么坚决地说着 她倒不是真想要做什么 只是用这句话来表明自己的决心 吕玉琴也听得明白 看着眼前的儿子 她第一次有了一种 儿子真的长大了的感慨 小景 怎么和你妈说话呢 我们也没说不同意 陈锦文言倒是站出来 说了陈锦一句 陈锦冲着老爸笑了笑 示意自己没其他意思 这时 吕玉琴终于再次开口说道 小景 你爸说的对 我们没说不同意 我只是希望你能考虑清楚 想清楚 你还年轻 你以后的想法 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的 妈不想你耽搁自己 也不想你耽搁了人家姑娘 你明白吗 说起来 这就是吕玉琴对陈锦的教育方式 在小事上面 不会和她客气 该打打该骂骂 但在这种大事上 她反倒会和陈锦好好商量和沟通 吕玉琴虽说读书也不多 但她家祖上在建国前 可是穿于地区的豪生 陈锦的外婆和外祖 在那个时代 都可以说是名门归秀 从小接受的教育 其实是相当不错 就是在某些方面 可能有些陈锦和封建 不过这种教育方式的本质 还是不错的 吕玉琴从小就是这样过来的 现在也用在了陈锦的身上 当然了 在后来什么豪生地主一流 自然都是被逗掉了 吕玉琴家 也因此戴上了成分不好的帽子 在那个时代 是遭人瞧不起 甚至是唾骂的 但如果不是因为这样 陈锦当年 又怎么可能取得到 颇为漂亮的吕玉琴呢 陈锦闻言沉思了一阵 然后才认真且坚定地说道 妈 我真的很喜欢她 喜欢 有时候就是一切的答案 就好像那句名言 如果不是真的喜欢 谁又愿意当舔狗呢 很多人因为喜欢 都可以不要尊严地去当舔狗 陈锦觉得自己 也可以做到对学姐始终如一的 吕玉琴听懂了儿子话中的意思 叹了口气 那你就试试吧 妈虽然不是很支持 但也不反对 不过你们要面对的问题还很多 你自己做好心理准备 她还是有点介意的 陈锦在旁边点了根烟 眉头微微皱着 说了句 我和你妈的看法一样 嗯 我知道的妈 陈锦心情也相当复杂 说到最后 还是没能完全说服吕太后 不过一个中立的态度 倒也不错了 主要陈锦相信自己 也相信孔雪 只要老妈以后见着她 再接触一下 肯定会特别喜欢这点媳妇的 到时候自然就支持了嘛 陈锦正这么想着的时候 手机就响起了起来 她瞧了眼 居然刚好是孔雪打来的电话 一路上 两人也发了些信息 主要是孔雪在问她路上顺不顺利 多久到家之类 刚才也发了几条消息 估计是见着陈锦没回 索性打了电话过来 陈锦稍稍犹豫了下 也没走开 就当着老爸老妈的面 接通了电话 喂 学姐 嗯 怎么一直没回信息呢 孔雪柔和大气的声音 从手机中传来了出来 堂屋里挺安静的 陈锦虽说没开免提 但还老陈和吕太后 还是能够听到的 刚和爸妈一起吃饭呢 就没看到 哦 你安全到家就好 孔雪应了句 转说着 别忘了带我向叔叔阿姨问好 肯定不会忘的 学姐 你买的礼物我都给他们了 陈锦声音中带着笑意的说着 抬头看了眼吕玉琴 手中拿着的围巾 又道 他们都很喜欢 尤其是我妈 直接就带着那围巾布取下来了 李玉琴文言好气 又好笑地看了他一眼 是吗 叔叔阿姨喜欢就好了 孔雪声音中 明显也有开心 嗯 我妈还说 有机会让我带你回家呢 她对你的印象特别好 陈锦继续这么说着 这话 却是她故意说出来的 原因很简单 就是为让老妈看看 孔雪对她的态度 此物为 仿明朝龙文玉佩 此物历史价值 这是一件 以玻璃通过高压烧住而成的假冒玉 而制造出来的仿制品 以玻璃通过高压烧住而成 同真玉相比 细看其表面 能看到明显的气泡 且触摸之时的手感呈现温热 与触摸真玉时的温良手感 是截然不同的 且重量比起真玉也轻上许多 这是龙文玉佩的鉴定信息 陈锦继续看得差点没忍不住笑出声来 这里竟倒真是有些可笑了 话说得那么好听 结果送给周慧美的玉佩 别说是古董了 连真玉都不是 玻璃甲玉 这几乎最最低劣的仿制品了 甚至连仿制品都算不上 像是那种两元店里的装饰品 如果这玻璃甲玉 真是如同李静所说 是他找古董行的朋友买的 那么他肯定知道 这事根本就不是古董 故意以次冲吼呢 因为要真是古董行的人 就算是卖给李静艳品 也不会卖这么劣质的玩意儿 陈先生 怎么样 我送给阿姨的这块玉佩 还不错吧 李静这时开口问着 脸上还有些得意神色 虽说刚才陈锦的话 让他有点慌 不过李静最终还是觉得 陈锦这个年纪 应该是不可能看出什么问题的 陈锦冲着他笑了笑 应道 李先生 这么说吧 稍顿 陈锦把手中的玻璃甲玉 放在了茶几上 开口说道 你送给阿姨的这件东西呢 如果说做一块玻璃 那确实是不错的 至于玉佩 这可不是玉啊 这话说出来 在场几人都是威症 李静得意的神色瞬间僵了下 但很快恢复如常的道 陈先生 你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端庄漂亮的脸上 也浮现出了盈盈笑意 周慧美皱起了眉头 陈锦 你是说 小李送我的这块玉佩 不是古董 你能看得懂吗 孔文李依旧没说话 只是把目光 放在了茶几上的玉佩上 阿姨 我的鉴定眼力 确实不能说多么厉害 但奈何李先生 这件东西 假的有些太离谱了 陈锦四千虚四十声地印了句 李静文言坐不住了 大声道 小子 这饭可以乱吃 话可不能乱说 你不能因为自己 没能送给阿姨她喜欢的礼物 就污蔑我送的东西是假的呀 从刚才到现在 都表现得很有礼貌 和风度的李静 明显是有些乱了阵脚 嘴里的陈先生 变成了小子 陈锦文言 心中微动 看李静这有些慌乱的模样 他很明显 是知道那玉佩是假货 如此的话 这人的人品 就有待商去了 周慧美现在对李静 还是更有好感的 也附和着道 是啊 陈锦你既然鉴定眼力 不怎么厉害 就不要乱说话了 倒是孔文李微微皱眉 看了眼李静一眼 他似乎也从李静呼变的态度中 瞧出了什么来 陈锦应道 阿姨 我是厚道人 不会乱说话的 说完这句话 陈锦似笑非笑地看了眼李静 只把其看得心里微凸 随即 陈锦抬手指着茶几上的玉佩 认真地说着 阿姨 您仔细看看 是不是能从这东西的表面 就看到特别明显的气泡 周慧美见陈锦说得认真 也将信将疑地凑过来仔细一瞧 然后就惊诧出声 还 还真有 怎么会有气泡的 坐在陈锦身边的孔雪轻笑道 妈 我记得您不是有个和田玉手镯吗 那上面是没有气泡的吧 周慧美点点头 当然没有 这个怎么会有气泡的 旁边的李静已经有些坐立不安了 张嘴想说什么 却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陈锦这时又道 阿姨 这天然的玉石 还有翡翠之类的宝石 内部肯定是不会出现气泡的 这有气泡只能说明 这是人工玻璃制品 还有 阿姨 陈锦拿着这玉佩的时候 感觉是不是温热的 但真正的玉石给人的感觉 是良而不兵的温良质感 陈锦的话说到这里就停了下来 但也足够在场的人都听明白了 什么明朝的古董玉佩 压根就是一块玻璃甲玉 周慧美听完陈锦的话 什么话也没说的起身走进卧室 拿出了一个和田玉手镯 然后仔仔细细的和那玉佩对比了下 又分别握在手里感受了下 做完对比 周慧美的脸色变得相当难看了起来 看向对面的李静 小李 这块玉佩是怎么回事 李静这会儿 已经是有些手足无措了 结结巴巴的道 那个 阿姨 我 我也不知道 这是我朋友卖给我的 我不知道这是假的呀 陈锦闻言 心里不免好笑 对于李静的这个解释 他倒是预判到了 便问着 李先生 你刚说你那个朋友 是古董行的对吧 是 是啊 怎么了 李静不知道陈锦想说什么 犹豫了下还是硬道 陈锦嘴角稍稍上扬了点 李先生 我也是古董行人 据我所知啊 就算是摆地摊的古董行人 也不会用这种玻璃假玉来骗人的 因为这实在是太劣质了 只要是个稍微懂点 玉石的人都能看出来问题的 像这种玻璃假玉 一般都是几十块钱批发一堆的装饰品 你这朋友 要么不是古董行的人 要么就是 把你当成棒扯了 陈锦这话 后半句还帮李静找了个理由 但实际上 却是把他的话头给堵死了 这 这个 李静张着嘴 最后冷是什么话都没有说出来 看向陈锦的目光中 带着怨恨和惊讶 他不得不承认的是 陈锦确实是大大出乎了他的意料 说话做事 根本就不像个二十出头的矛头小子 妈 您就是太容易相信别人了 这么多年你买了不少古董吧 有几件是真品的 孔雪也适时地开口说着 周慧美这会气得不轻 对着李静冷哼了声 小李 我们家还有点事 就不留你吃晚饭了 这是 直接下烛课令了 孔文理也开口道 小李 不好意思啊 另外 你带的礼物也拿上吧 我们不好收的 短短时间 形势完全反转了过来 原本以为自己占据优势的李灵 现在反倒成了要提着礼物走人的了 他自己也确实没脸待着了 帐红着脸 把礼物带来的礼物都提上 周慧美还把那块玻璃甲玉拿给了他 还有这块玻璃别忘了 李静灰溜溜地走了 孔雪见状 极漂亮的眼眸里都是开心 凑到陈锦耳边巧声说着 小陈 你真厉害 孔雪说话间 气息打在陈锦的耳旁 有些热热的 痒痒的 陈锦心中微微有点异痒 但毕竟 当着周慧美和孔文理的面 她自然不能失态 谦虚硬道 还好 也不是我厉害 是她拿来的东西太假了 当然了 事实是 只要李静送给周慧美的古董不是真品 那甭管是多么高水准的纺制品 陈锦是都能够鉴定出来的 周慧美依旧在旁边生气 还说着 这个什么李静 真是太过分了 送个这么差的宴品给我 她还不如不送吗 孔文理安慰道 好了好了 看清楚她的为人是好事 这种男人 要真让雪儿和她在一起 那才是大坏事 说着 孔文理想起什么的 看向陈锦 笑道 还多亏了小陈啊 没想到你年纪轻轻 在古董坚定上的眼力 就已经不差了 陈锦文言 赶忙谦虚说着 还好还好之类的话 面对长辈吗 谦虚一点 总是没错的 周慧美则说了句 那块玉佩 确实也是太假了 我估计稍微懂点的人 这事儿就认可陈锦了 孔雪听着 自然有些不开心 说道 妈 小陈的鉴定古董挺厉害的 她虽说才入行不久 但已经简陋过好几次 上次我和她 孔雪便把之前和陈锦 两次简陋的事情都说了出来 端庄漂亮的脸上 带着骄傲和自豪 陈锦则笑着没有说话 这些事情 确实也是她的加分项 只不过让她自己说出来 难免有些刻意炫耀的成分 孔雪这个成熟大姐姐 明显也明白这点 心里是早就想替她说一下 现在便借着周慧美的话头 说了出来 哦 看来小陈在古董坚定上 很有天赋啊 不错 不错 孔文理听完后 脸上露出了笑容 开口夸赞了句 周慧美其实也有点惊讶 她对古董收藏很有兴趣 平时也很羡慕 和佩服那些能够简陋的人 陈锦能简陋 她心里其实也觉得挺厉害的 只不过 厉害是一回事 想做她的女婿 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这么年轻就能简陋 确实有天赋 我平时听那些古董行的人 说简陋的事 也基本没听过年轻人能简陋的 除非纯靠运气的 周慧美也开口夸赞着 陈锦和孔雪听着 立刻都有些开心 但周慧美很快就话锋一转地接着道 但是再怎么也有天赋 你想要在古董行做出一番事业 也还是需要时间的 雪儿已经快三十岁了 她等不起了 这话都说出来了 周慧美索性直接把事情 放在台面上来说了 陈锦 阿姨不是说嫌弃你 或者不喜欢你 我承认你挺优秀的 形象也很好 周慧美看着陈锦 脸上难得的露出笑容 之前就说过 陈锦的长相是很俊朗的类型 本就讨长辈喜欢 这点周慧美倒也真没有说假话 但你真的太年轻了 要是雪儿只比你大个两三岁什么的 阿姨保证举双手赞成你们在一起 但她比你大六岁啊 六岁的差距会给你们以后的生活 带来很多困扰和麻烦的 别的阿姨就不多说了 等雪儿年纪再大点 对你的吸引力没有那么强了 而你还很年轻 到时候会出现很多问题的 我不想我的女儿以后 在这种事情上受到伤害 当年我父母也反对 我和你叔叔在一起 但情况确实和你们不一样 当时我父母 只是嫌弃你叔叔家里条件不好 但家庭条件是可以改变的 年龄差距是无法改变的呀 周慧美一口气说出了很多话 依旧是不同意陈锦和孔雪在一起 原因倒是和吕太后说的 没有太大的区别 担心陈锦和孔雪 因为年龄差距 在往后的生活中出现问题 这次周慧美的态度很好 下意识抿了抿唇没有说话 只是挽住陈锦的手更紧了些 陈锦感觉到了孔雪无声的坚定 他俊狼脸上满是认真的道 阿姨 我真的很喜欢很喜欢学姐 她在我心里 永远都是最有吸引力的 还是那句话 没有任何人可以保证未来 而那种去保证未来的话说出来 在孔文李和周慧美这种长辈面前 也没有说服力 说不定反倒觉得陈锦轻浮 陈锦能说的 只有她对孔雪的心意 不过她也知道这点不够 所以又补充道 阿姨 我不知道该怎么让您相信我的话 我只希望您能给我一个机会 一个证明 我不会让学姐在未来受到任何伤害的机会 从周慧美的态度中 陈锦其实早就看明白了一点 那就是她想要 现在就和周慧美和孔文李的完全认可 是非常难的事情 所以 只能退而求其次 至少要让周慧美和孔文李和老陈 以及吕太后一样保持中立的态度 孔雪也事实地说道 妈 我喜欢小陈 也相信她能给我幸福 周慧美文言 看了看自己女儿 又看了看陈锦 倒也有些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毕竟她能说的都说了 最终 周慧美还是只能看向自己的丈夫 问着 老孔 你说呢 看得出来 孔家和陈家的格局是有点不同的 孔文李虽然话也不多 但家里明显是她说了算的 那就出着试试吧 孔文李的回应很简单 但却明确地表示了同意 陈锦和孔雪文言默契地相视一笑 两人齐声说着 谢谢爸 谢谢叔叔 见着两人这般有默契 孔文李脸上倒也露出些笑容 周慧美神色虽说还有点复杂 但终于也没再说其他了 小陈 我带你去四处逛逛吧 孔雪福又忽视开口说着 陈锦知道 她现在肯定有很多话要和自己说 她其实也同样如此 只不过还是先询问似的 看向了孔文李和周慧美 孔文李摆摆手 去吧 小陈应该还是第一次来 咱们移城吧 四处看看也好 孔雪开心一笑 拉着陈锦就往外面走 临出门的时候 她还喊着周慧美 妈 晚上做菜的时候放点花椒 小陈他们那边喜欢麻辣 见着两人出了门 周慧美沉默了半声 叹了口气 老孔 雪儿是真的很喜欢陈锦啊 她以前从来不对我做饭 提什么要求的 雪儿从小就懂事 她能不知道姐弟恋的各种问题 但即使如此 她还是很坚定的 要和小陈在一起 这点就能看出来 她很喜欢小陈了 孔文李并不意外地印了句 周慧美摇了摇头 也不再多说其他了 孔雪拉着陈锦出了门 两人刚从电梯里出来 她就忍不住问着 小陈 你怎么会突然到我家来的 陈锦脸上都是开心笑容的印刀 是神姐告诉我说 她把神静给她说的事情 简单说了下 我觉得神姐说得对 我应该和雪杰你一起面对 所有困难险阻 孔雪敏传一笑 嗯 你不只是和我一起面对 你呀 是站在我的身前 刚才的表现很完美哦 还不够完美 阿姨 还是没有完全认可我的 陈锦怂怂间 有些无奈 孔雪紧了紧挽着她的手 说着 已经很好了 以后总能让我妈认可你的 你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两人说了会话 孔雪倒也没有拉着她走太远 就只是在小区里面随意逛着 主要对于此刻的两人来说 去什么地方并不重要 重要的就只有身边的人 小陈 你是什么时候喜欢上我的 两人走到小区的人工湖旁边 在湖边的墓椅上坐下 孔雪忽视侧头看着陈锦 极漂亮的眼眸中 都是笑意和好奇的吻 陈锦下意识挠了挠头 应道 具体的我也说不清楚 可能是第一次见到雪姐的时候 胡说 孔雪眨了眨眼 伸出一根千细修长的白嫩手指 点了点陈锦的额头 又道 第一次见面可能会有好感 但要说就喜欢上了 我可不信 陈锦闻言反问了句 那雪姐呢 你第一次见着我的时候 有没有好感 孔雪秋水般的眼眸中 荡漾着春风般的笑意 有呀 当时觉得 真是个可爱又细心的小弟弟呢 别转一话题 快说是什么时候喜欢上我的 陈锦眼眸转了转 依旧没回应 继续问 雪姐 要不你猜一下 我觉得 你肯定能够猜中的 她这还真不是玩笑话 一大姐姐的成熟 还真有可能察觉到 陈锦是什么时候 开始喜欢自己的 说不定比她自己 发现得多早 孔雪倒也配合想了想 红唇轻奇道 应该是那次 你最早在门口 我照顾了你挺久的时候吧 我记得我回去 拿手机的时候 你呀 好像当时就想和我表白 文言 陈锦一个大男人 都觉得脸有些发烫 原来雪姐 当时真的意识到了 见着陈锦脸红了 孔雪笑得眉眼弯弯 觉得自己的大男孩 真是可爱极了 那雪姐 你 你呢 你是什么喜欢上我的 陈锦被孔雪笑得很不好意思 不甘示弱地问着 这下就轮到孔雪害羞了 她下意识地 鸣起了红润的唇绊 低头看着斜肩不说话 陈锦乐呵呵地问 雪姐 是不是你那次生病的时候 我记得当时的雪姐 特像一个小女生 还对我仨 哎呀 不准说 孔雪一直觉得 这事特别丢脸 下意识转身抬手 捂住了陈锦的嘴 这是她下意识的动作 也体现出了她此刻 对陈锦是真的从潜意识里 就很愿意做出些轻易的动作来 这个刹那间 两人都愣住了 四目相对间 有一朵名叫爱情的花 在大姐姐和大男孩的目光交汇处 从那早已发出的芽中绽放开来 这种时刻 男人总是无视自通的 陈锦轻轻牵开了孔雪 捂在自己嘴上的手 脑袋缓慢期待的下意 孔雪眼眸中有些紧张 但并没有躲闪 今天的阳光温序 照射在人工湖上 折射出波光灵灵 也映照出暖阳下 逐渐贴合在一起的两道身影 柔软的唇像处 心底煞时间浸出了甜甜的蜜来 唇间又好似生出了一道电流 让陈锦和孔雪 都觉得身子有些酥酥麻麻的 几秒钟后 陈锦才坐直了身子 孔雪七双赛雪的脸颊上 已是通红一片 好似要滴出血来 也似 虽只是最最简单的轻触 但那种心跳四小路的感觉 都让两人难以平静 陈锦觉得自己作为男人 这会儿应该说些什么 却没想到孔雪竟也道 谁 谁不是呢 陈锦文言一愣 惊讶地看向孔雪 他其实没想过 这是学姐的初吻 毕竟按照常理来说 以他的年龄 应该是有过感情经历的 虽说陈锦此前从来没有问过 孔雪见着他惊讶的模样 应道 我大学的时候 念书很认真的 虽说有些不少男人追我 不过我都没答应 后来工作了 工作又很忙 再加上一直没遇到 有感觉的男人 就一直单着了 说着孔雪笑了笑 现在想想 可能是老天爷让我在等着你吧 学姐 陈锦有些开心 也有些激动 虽说他并不是很在意某些事情 但学姐也是初恋 说他不高兴也是假的 孔雪侧头靠在了陈锦的肩上 细声细语地说着 其实除了刚才说的那些 我自己心里也有点小洁癖 我初中的时候 看小众马的茶花女 当时被里面的凄美爱情深深打动 所以就产生了个想法 我自己要做一个真正完美无瑕的马格丽特 身心都是 我也想着 以后的另外一半和我一样吗 文言 陈锦心里暗自感叹 难怪平时学姐的穿着打扮什么的 都那么保守了 原因在这儿呢 说着 孔雪谋发爱意地看着陈锦的侧脸 玩耳一笑 其实这种情节 一般都是男人才有的 但我也有 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啊 小陈 陈锦自然不会觉得奇怪 还笑着问 这么说 我要是以前谈过恋爱的话 学姐 你就不会喜欢上我了 孔雪眨眨眼 有可能哦 只是有可能 而不是坚定的不会 因为孔雪也不清楚 自己心里的坚持在陈锦面前 会不会被打破 任何坚持都会因人而异的 那我真庆幸 以前没谈过恋爱 不然就要错过我的学姐了 傻样 孔雪白了她一眼 伸手和陈锦的手 十指相扣 然后举起来 对准了此刻在阳光照耀下 很是漂亮的人工胡 拿出手机拍了张照片 陈锦疑惑地问 学姐 你这是做什么 孔雪柔和地硬道 官宣一下 省得我那些同学朋友什么的 整天没事就说 要给我介绍对象 也让那些追求她的男人 稀了心思 自己帮她的小陈宣示了主权 这是孔雪没有说出来的话 但陈锦在心里听到了 这段时间里 孔雪对陈锦的态度 其实表达得很明显了 两人之间差的只是一个 合适的契机和氛围罢了 孔雪的回答也佐证了这点 好 等下次放假的时候吧 我去看看叔叔阿姨 孔雪说这话的时候 声音都是显得落落大方的 就是不知道手机那边的她 有没有下意识的敏唇和脸红 毕竟这话 基本就是在说 我和你回家见父母 没什么区别 陈锦听得也很高兴 还冲着吕太后眨了眨眼 后者倒是没什么表情变化 毕竟这只能说 孔雪也喜欢自家儿子而已 嗯好 就是我家在偏远山区 很贫穷和落后 交通不是很便利 路上会挺麻烦的 陈锦又继续说着 目光依旧在看着吕太后 而听到这个话题的吕玉琴 神色忠于微动 稍稍认真的听了起来 她明显想知道 孔雪会怎么回答 就连旁边的陈君 也更认真了些 这话题 自然也是陈锦故意提出来的 是为了给老爸老妈 展现孔雪好的一面 我知道的呀 我又不怕麻烦 再说不还有你带路吗 难不成还能迷路吗 孔雪语气 没有丝毫波动的应声 话里还带着点笑意 陈锦心里大赞 嘴上说着 那肯定不会迷路的 同时也在看着父母的神色变化 不出她所料的是 老陈和吕太后 都露出了满意的神色 这丝毫不嫌平爱抚的姑娘 哪个长辈会不喜欢的呢 陈锦心里乐呵呵的 嘴上也转移了话题 嗯那就说好了 学姐你还在长城吗 还在 我明天早上的机票来着 两人随意的说了会儿话后 就挂断了电话 陈锦满脸笑意的问着吕太后 妈 学姐很好 对吧 吕玉琴并没有正面回应她这个问题 只是开始收拾着桌上的一大堆东西 往卧室里走去 等走到门口的时候才应了句 是不错 要是只比你大两三岁 就更好了 诶 这年龄差距还是个问题 陈锦心下是无奈的很 不过现在也就只能这样了 应该还是不错的 就只是纠结年龄差距而已 但陈锦能帮孔雪刷的好感度 就只有多了 后续就只能等什么时候见面了 她自己来把好感度刷满了 这点 陈锦对孔雪倒是充满了信心的 夜幕深沉 陈锦躺在自己熟悉的床上 抬头看着陈旧的屋顶 一时间倒是没有什么睡意 孔雪明早要赶飞机 她也就没有打扰 只是心里在想着些事情 有点犹豫要不要去做 翻来覆去睡不着 陈锦干脆拿出手机随意玩了起来 在朋友圈见着赵正发了张照片 是在某个旅游区的酒店门口拍摄的 一家四口看起来倒是幸福美满 赵叔 您这玩的可够让人羡慕的呀 陈锦无聊之下 给赵正发了条信息 赵正很快就回复了 哈哈 你小子还没睡呢 嗯 久了不回家 还有点睡不着 对了 我记得你家是在偏远山区吧 好像是苦山 是啊 怎么了赵叔 记得没错的话 苦山很落后 对外交流也不多 你要是有空 就去你们村里的人家四处看看 问问他们 家里有没有什么老物件 运气好的 说不定能找到一两件古董 我早年的时候 就经常和朋友去一些 偏远落后的地方收东西呢 收获都还不错 看到赵正发来的这条消息 陈锦先是微冷 然后就反应了过来 对啊 我怎么没想到这点 陈锦猛的从床上坐了起来 长青春的落后 他是很了解的 有些老人家里 甚至还在用着 上个世纪生产的东西 这种情况 说不定还真能找到些古董 况且 这每天的鉴定机会 不用白不用啊 明天去村里送礼物的时候 顺便都问问 陈锦稍稍有点激动 和期待的想着 随后 陈锦感谢了下赵正的提醒后 也就没再打扰人家和老婆孩子 享受天伦之乐了 因为睡得挺晚 再加上很久没回家 陈锦这一觉睡得很香 第二天十点多 都还在睡着呢 老陈和吕太后 知道他昨天赶路累了 所以也没叫他 直到家里来了客人 小姐 你侠一和珍珍来了 赶紧起来 吕太后在房间外喊了声 陈锦闻声才慢慢醒了过来 应了声 哦好 马上起来了 等陈锦穿好衣服出去后 就看到堂屋里坐着两个人 一个和吕太后差不多岁数的女人 穿着朴素 脸上带着笑意 另外一个 则是个十六七岁的小姑娘 低着脑袋看不清模样 显得有些内向 这却是于美侠和他的女儿叶珍珍 也是陈锦家的邻居 就住在他们家旁边 两家并没有亲戚关系 但关系非常的好 叶珍珍的父亲在世的时候 和陈锦是很好的朋友 早年陈锦和吕玉琴外出打工的时候 于美侠平时很照顾陈锦 几乎把他当亲儿子看待的 这么多年下来 两家还真是像那句话说的一样 是真正的远亲不如近邻 侠仪 陈锦见着于美侠和叶珍珍也很开心 赶忙走过去 满脸笑容的喊着于美侠 于美侠见着陈锦 也忙不迭站起身来 眼中都是高兴的 先打量了半想才说到 嗯 长高了 就是也瘦了 他这话倒是和昨天吕玉琴 见着陈锦时说的话如出一辙 你啊 出去读个大学 就是两年多不回来 我可是想得紧 平时也不知道多给我打几个电话 于美侠边说着 边轻轻抱了下陈锦 眼眶也有点泛红 他是看着陈锦长大的 自己也没儿子 真是把陈锦当亲儿子看待的 当初陈锦考上大学 于美侠拿出了自己的大半积蓄给他 陈锦是记得这些恩情的 也抱了抱于美侠 应道 侠仪 我知道错了 你小子认错还是那么快 我记得小时候你经常把珍珍弄哭 每次被我看到 也是马上认错 弄得我都不好意思 说你了 于美侠满脸笑意的说着 哈哈 陈锦也有点尴尬 他小时候其实还有点调皮的 没少被吕太后收拾 珍珍 怎么不说话 平时不是经常念到小景哥哥吗 于美侠这时 看向旁边的叶珍珍 奇怪的问着 叶珍珍闻言才站起身 还是低着脑袋 声音小小的喊着 小景哥哥 陈锦看着害羞的叶珍珍 倒也没觉得有什么奇怪的 小姑娘嘛 年岁稍稍大一些了 变得内向和害羞起来 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他也应道 嗯 珍珍 最近学习还好吗 叶珍珍微微点了点头 声音还是极低 也没有抬头看陈锦的说道 还 还可以 于美侠也在旁边补充道 珍珍成绩 虽说和小景你以前比不了 不过考个不错的大学 应该还是没问题的 或许是因为陈君和吕玉琴的影响 以及陈锦这个榜样在 于美侠并没有像苦山多数父母那样 不喜欢女儿去读书 觉得是浪费钱什么的 他也全力支持叶珍珍读书 叶珍珍也很争气 成绩是非常不错的 那就好 我记得珍珍马上到三了对吧 陈锦稍稍想了下 又问道 对 马上就到三了 于美侠文言便说着 又心疼的俯了俯女儿有些凌乱的头发 接着道 他这两年的学习压力挺大的 熬过去就好了 陈锦看着低着脑袋的叶珍珍 并且对他来说 熬过高中之后进入大学后 生活也依旧挺艰难的 因为什么都得靠自己 但叶珍珍不同 陈锦虽说比叶珍珍大上好几岁 但也能说是一起长大的 他是把叶珍珍当做亲妹妹来看待的 以后各种照顾是少不了的 说着 陈锦就让老妈 把他给于美侠和叶珍珍买的礼物 都拿了出来 东西不少 价格也都很昂贵 基本就只比陈锦给老陈和吕太后的 差一个档次 但也不会差上太多 这么多东西呢 小金你哪来这么多钱啊 于美侠看到这些礼物的反应 也同样不是惊喜和高兴 而是有点担心地问着 旁边的吕玉琴笑道 这混小子自己赚的 他运气不错 赚了些钱 听到这话 于美侠倒也放心了下来 看着各式各样的礼物 脸上终于是露出些开心神色 但也有点心疼地说着 小金 你还年轻 以后需要钱的地方多着呢 花钱不要这么大手大脚的 陈锦笑着点了点头 但没说话 只是从礼物中取出了个手机 头的叶珍珍珍珍给你的 叶珍珍一愣 下意识抬起了头来 她的脸蛋小小的 眉眼间还带着青色 现在倒是说不上多么漂亮 但很轻利 有点美人胚子的意思 小金 这不行 太贵了 于美侠看了眼 那手机盒子上的品牌标志 立刻就是反对着说道 叶珍珍和陈锦对视了眼 立刻就又红着脸低下了头 但那目光却落在了 手机盒上好一阵 侠仪 这不贵的 而且我是给珍珍的 您可不能发表意见 陈锦开口说着 心里却不免有些感叹 说起来 此刻的她看着叶珍珍 其实很像看到了当年的自己 两个人的学习生涯和成长轨迹 是有些相似的 她当年也没少因为家庭条件原因 在学校羡慕其他学生 羡慕他们总是有好看的新衣服穿 羡慕他们总是能用着各种新潮的东西等等 当然了 陈锦之所以能说上一句 性格极好 就是因为她只会羡慕 而不会埋怨自己的家庭 陈锦把叶珍珍当做亲妹妹 现在自己有些钱了 自然不想让她也和自己当年一样 只能满目羡慕地看着别人 更何况叶珍珍还是女孩 珍珍 里面是有手机卡的 不过你得答应我 只能放松的时候玩一下 平时还是要专注学习 知道吗 陈锦把手机放在了叶珍珍的手上 又认真地说道 其实她对叶珍珍的性格是有些了解的 这小姑娘非常自律 陈锦能买手机给她 就不担心她会因为手机什么的荒废了学习 这种事情本也和手机什么的关系不大 不过该提醒的还是得提醒的 叶珍珍拿着手机悄悄地抬头看了眼陈锦 又看了眼于美侠 还是在询问母亲的意见 于美侠美好气地看了眼陈锦 但她能看出女儿渴求的目光 最终还是点头应道 既然是你小锦哥哥给你的 那就收着吧 不过要记得小锦哥哥的话 只能放松的时候玩一下 知道吗 叶珍珍文言连连点头 显得很开心 然后对着陈锦小声道 谢 谢谢小锦哥哥 谢什么 你是我妹妹啊 陈锦一笑 又拿出给叶珍珍和于美侠买的衣服什么的 让他们看着 不久后 于美侠和叶珍珍才回往了家中 他们过来就是想看看陈锦而已 本来吕玉琴还留他们吃午饭 不过于美侠不太好意思 你说珍珍这小姑娘 是要成大姑娘了哈 我记得以前你还在家的时候 她是最喜欢往咱家跑的 你去哪都跟着 明明你个浑小子 经常把她弄哭 但她还是喜欢跟你一起玩 结果现在都不好意思和你说话了 吕玉琴脸上带着感慨笑意的说着 陈锦应了句 女大十八遍吗 性格肯定有变化的 她对此倒是不意外 叶珍珍不仅长大了 这确实也两年多没见了吗 有些陌生和距离也正常 随后 陈锦就让老妈帮着收拾了下其他礼物 准备去村里挨家挨户的拜访 并把带回来的礼物都送出去 长青村的人还是相当不错和团结的 当年陈锦考上大学 几乎每家都或给或借了不少钱 这些事情她是记在心里的 人不能忘本啊 你多久回来 我好看着时间做午饭 出门的时候 吕玉琴还问了句 陈锦想了想 应道 我也不确定 但估计午饭点能回来吧 我还得顺便问问乡亲们 家里有没有什么老物件 万一是古董呢 说完陈锦就提着一堆东西 快不出了门 吕玉琴文言倒是站在原地愣了会 然后说了句 老物件 她微微皱了皱眉头 似乎想到了什么 脚步匆匆地跑进卧室里翻箱倒柜 找起了什么东西来 长青村不算大 村里现在的人也不多 主要年轻点的人 基本都外出打工了 留下的都是一些老人和孩子 陈锦先把自己家的亲戚挨个走了一遍 送上礼物 有些陈家的老人她还给了钱 这也就是陈锦回来 特地取了不少现金的原因之一了 同时 陈锦也会问着他们家里 有没有什么老物件之类的 期望着能够找到古董 陈锦在长青村是出了名的好孩子 乡亲们也都乐意帮她的忙 他们也不懂这老物件具体是指的什么 就一股脑的把家里上了年头的东西 都拿出来给她看 什么古碗瓢盆之类的 可惜的是 陈锦并没有发现什么古董 很多东西 她都不需要动用剑宝神眼 就能知道和古董不沾边 而有的吧 确实有些年头 从严格意义上说 也可以算是古董 但问题却都是民用的粗气 没有太大的价值 什么是民用的粗气 就是古代老百姓家里的一些日常用具 举个简单的例子 一把挖土的锄头 就算再过几百年 她也还是一把锄头 常见且没有艺术价值 自然不值钱了 当然了 也不是民用粗气 就一定不值钱 如果年代够久 比如几千年前的 那还有点价值 但那又太少见了 陈锦在长青村老乡家中 找到民用粗气 基本都是晚清和民国时期的 走了大半个村子 陈锦却一直都没有发现 有价值的东西 甚至今天的三次鉴定机会 也就只用了一次 她心里稍稍有点失望 不过还是继续挨家挨户地送着礼 并询问着老物件 还是那句话 古董可遇不可求 能不能找到另说 陈锦自己得尽最大的努力 湘南 一世 就在陈锦拜访着同村人的时候 孔雪也已经回到家中了 她倒不是像陈锦那样 两年多没有回家了 再加上城市家庭嘛 亲戚什么的也住得不近 想要拜访也麻烦 所以吃过午饭后 就回到房间休息了 这会儿 孔雪正和沈静聊着天 后者还真去欧洲旅游了 给她发着各种照片 咚咚咚 有人敲了敲门 孔雪抬头应道 进来吧 雪儿 妈给你切了点水果 你吃点 孔雪的母亲周慧美 端着盘水果走了进来 孔雪见状便说道 妈 我刚吃得很饱了 那也吃点 这饭后吃水果对身体好 你这老大不小了 眼看着 就是要三十岁的女人了 不得开始注重包养啊 周慧美把水果放在床头柜上 然后也没有要出去的意思 坐在床边说着 孔雪端着漂亮的脸上 露出一抹无奈的笑意 她知道 又要开始了 雪儿 不是妈说你 你这都快三十岁了 到底有没有想过结婚 女人再漂亮再优秀 这年龄上去了 那都不好嫁点 孔雪叹了口气 干脆不说话 手机上回复了一条沈静 我妈又开始了 沈静发了一连串的哈哈 然后又道 所以 你以为我为什么要出去旅游 不过 你现在不是有小陈了吗 和你妈说下呗 我还没想好怎么和她说 毕竟小陈有点年轻了 我担心她和我爸不能接受 这年龄差距较大的姐弟恋 不仅男方父母挺难接受 女方父母也同样如此 甚至女方这边担心的问题会更多 早晚都得说的 你早点总比晚说好的 先看看阿姨是什么态度 看到沈静的这条信息 孔雪眨了眨眼 秋水般的好看毛子中闪过些思索 这边 周慧美还在说着呢 雪儿 你要是三十岁了 还没嫁出去 那以后 说不定要去给人家当后妈 那后妈是好当的吗 我和你说 刘阿姨家的女儿 你还记得吧 她也就比你大两岁 现在就给人家当后妈去了 那日子过得可真是 眼见母亲说得越发起劲 孔雪赶忙说道 妈 其实 我现在 有个重义的男人 嗯 周慧美一听这话 先是微冷 然后脸上立刻就是露出又惊又喜的神色 赶忙问道 真的假的 是哪儿的人啊 你同事吗 多大了 孔雪见着母亲激动高兴的模样 心底是暗叹的声 前几年都还好 这几年 父母确实是为了她的婚事操碎了心 不是同事 我在的那个事务所 都是女律师 妈你又不是不知道 她是穿鱼人 嗯 唐城那边的 孔雪开口回答着周慧美的问题 但并没有说年龄 江县就是唐城下面的曲线 上次陈景在庆城坐高铁 是直接抵达的江县 并没有在唐城停留 周慧美见着女儿 还真说出了 是那个地方的人 脸上都是高兴的笑容 这说明女儿没有在糊弄自己呢 她又问着 那她叫什么名字 是做什么工作的啊 还有 多大了 她再次问了年龄问题 孔雪抿了抿唇 应道 她 她叫陈景 是在古董行工作的 这点倒是符合妈宁的爱好 周慧美平时对古董很感兴趣 自己也收藏呢 只不过她不懂行 总是被骗 古董闲工作 周慧美听到这点 却是微微皱了皱眉头 说道 这古董行的人 年龄可都不小 雪儿你还没说她多大呢 难不成比你大很多 你不会已经准备 要给人当后妈了吧 孔雪哭笑不得的应道 妈 我没说她比我大很多啊 相反 她 她比我还要小那么一点呢 比你小啊 周慧美松了口气 脸上重新带着笑容的诱导 小个一两岁的也没什么 哎你有照片吗 给妈看看 嗯 我找找看 孔雪手机里 倒是有陈景的照片 是前段时间 两人没事聊天的时候 她想看看 陈景穿着那些 她帮她挑选的 青春朝气的衣服时的模样 特地让陈景拍给她的 但现在 孔雪心里却有点后悔 早知道该让小陈拍 穿着那几套 比较成熟些的衣服照片的 不过孔雪还是打开手机 找到了一张照片 照片里 陈景站在那宝居的博古架边 她明显也很少拍照 站得端端正正的 有些呆 有些可爱 搭配着青春朝气的衣服 真的很有少年感 也很好看 孔雪看着照片 眼眸中都浮现出一抹温柔 妈 您看看 空空雪有点紧张的 把手机递了过去 她对周慧美接下来的反应 很是忐忑 然后 周慧美接过手机后 瞧了眼照片 说的第一句话 就让把孔雪弄得半想 都没说话 这是谁 你喜欢的那个男人的弟弟 行 周慧美看到照片后 说的第一句话 孔雪 她都不知道该怎么接这句话 周慧美见着孔雪呆愣了住 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眉头瞬间紧锁 成了个穿字 带着点难以置信的问道 雪儿 你别告诉我 这就是你喜欢的那个男人 不 男孩 孔雪抿了抿唇 声音不自觉地放低了点 嗯 她就是沉静 话音未落 周慧美直接疼得一下站了起来 气得连喘粗气 孔雪 你到底要做什么 不想结婚 也不用这样敷衍我 孔雪没想到 母亲的反应会这么大 连忙说道 妈 我没敷衍你啊 我 我确实喜欢她 她这话说的也很认真 周慧美见着她不像在开玩笑 眉头皱得更紧了 孔雪 你是不是疯了 这个什么沉静多大 有二十岁吗 我看你不是找老公 是在找地点 孔雪无奈地捂住额头 应道 妈 她二十二了 只是看起来有些年轻 照片上这套衣服 比较青春朝气 要是穿成熟点 看起来没有这么小的 二十二就很大了 你们是情侣是夫妻 周慧美语气 依旧带着怒气 甚至冲着房间外喊了句 孔文理 你快进来 你女儿给了咱们一个大大的惊喜 孔雪文言 长叹了口气 已经不想说话了 手机里 沈静还在发着信息询问呢 怎么样 阿姨什么态度 孔雪回道 不容乐观 猜到了 那你加油 孔雪没再回复 抬头看了眼走进房间 满脸疑惑的父亲 以及正怒气冲冲 把小陈照片给她看的母亲 他极漂亮的眼中 现在的情况 他也早就预料到了 从他决定给自己一个机会的那天起 他就做好了心理准备 沈静并不知道她的学姐 这会正面临着和她昨晚一样的难题 甚至情况 比她还要更难一些 这会儿 沈静也跑完了整个村子 手上是空无一物的 她并没有找到半件古董 对此 沈静除了无奈和可惜 也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不过 等回到家的时候 吕玉琴就立刻说道 小景 你刚说想要找找老物件 看看有没有古董 沈静危证 下意识应道 是啊妈 怎么了 这会儿大早就出去 做农活的陈军也回来了 他说道 你妈那里倒是有个东西 是个老物件 他说给你看看 沈静一愣 啊 妈您还有老物件呢 吕玉琴边走进卧室里 拿出了个东西 边应道 是你外婆留给我的 说是她当年的嫁妆 这么多年我一直都收着呢 嫁妆 沈静文言 心思立刻微动 外婆家当年可是豪生啊 她的嫁妆 说不定真是什么名贵的东西 给 你看看是不是古董 值钱不 吕玉琴把手中拿着的东西 递给了陈景 陈景接过细看 这却是个巴掌大小 呈现菱花形的盖盒 整体呈现喜庆红 和盖上雕刻的 有四只活灵活现的喜鹊 呈现上下翻飞状 拱位着一个喜字 细瞧了两眼 陈景本能地觉得 这只盖盒有点意思 总之肯定有一眼 他随即就动用了剑宝神眼 金色的光芒浮现 围绕着盖盒转了几圈 然后回到陈景的双眼前 化作了一排排的鉴定文字 此物为 明朝嘉靖梯才 喜鹊花果文盖盒 此物历史价值 大明王朝建立以后 梯红七器深得皇室的喜爱 赏赐时也经常用到 因此 梯红七器得到了大力发展 文献记载 明初皇家七器作坊 设于京都果园场 后人习惯将明代宫廷七器 成为场器 大明宣得以后 梯红七器的制作 一度陷入低谷 到了嘉靖时期 才再次繁荣起来 这一时期的梯红作品 通体梯采被红、绿、黄三色 盖面中央雕喜鹊 翻飞拱位喜字 身旁灵芝花叶围绕 和盖外侧 集合身下附近足处 各有八开光 雕饰花果纹 红花绿叶 喜庆洋洋 因为女子出嫁时的嫁妆之一 此盖和文是生动吉祥 以梯采之法 表现红花绿叶 具有彩色浮雕的效果 是大明朝嘉靖时期 雕漆的明显特点 且无论七器色 刀法或文饰 均代表了当时 至七公益的最高水平 能保存至今 极其难得 陈景看完鉴定信息 脸上立刻露出了惊喜神色 外婆当年的嫁妆 当真是古董 而且鉴定信息中的评价 还不低 估计价值很高 像是这种七器 陈景现在倒是还没有怎么了解 也还没学习到这一块 自然是不怎么了解价值的 不过看鉴定神言给的评价 就知道应该是不错的 况且 这还是明朝嘉靖时期的古董 还具备不低的艺术价值呢 肯定不是什么不值钱的普通物件 小景 怎么样 这是古董吗 吕玉琴见着陈景脸上露出的惊喜神色 便开口问着 陈景点点头 是 这是古董 还是明朝时期的古董呢 应该能值不少钱的 真是啊 吕玉琴见陈景确定 也有点不敢相信 那盖河虽说看起来也挺漂亮的 不过这些年 吕玉琴从来没想过其会是古董 或者说能值很多钱 毕竟就是一个小木盒子 如果这不是陈景外婆当年的嫁妆 也是留给她的遗物 吕玉琴估计都不会好好守着到现在 陈景也有点惊讶的道 小景 这盒子是个什么古董啊 是用来做什么的 这也不大 装东西都装不了什么 陈景笑了笑 把手中的盖盒的盖子打开 露出了同样红色的盒内 应道 爸 这是古人用来装胭脂的盒子 这点他倒是知道的 这个 应该是专门制作出来 当做嫁妆的 应该是外婆祖上一代代传下来的吧 陈景细细见赏着手中的盖盒 边这么说着 应该是 我记得你外婆当年给我的时候 还和我说过 要是我以后有女儿的话 等她出嫁的时候 也要把这个盒子给她 这是我们家一代代传女不传男的物件 可惜我没女儿 本来我还想着 以后等真真出嫁 把盒子给她的 吕玉琴点点头 想起什么事的说着 不过你外婆说 以前可不止这个盒子 有很多东西的 像什么漂亮的玉佩 还有金氏银氏的 那些才值钱呢 就是后来那十年的时候都没了 吕玉琴叹了口气 有些可惜的说着 那十年什么的 自然是不能多说 总之就是非常动荡 陈景文言倒是没多想其他 眼前这个明朝家境 梯采盖盒 已经是算是不错的收获了 想那么多也没什么意义 小景 那这个盒子能值多少钱 陈军饶有兴趣的点了根烟 开口问着 陈景应道 具体我也不知道 不过应该不便宜的 我得问问我老板 文言 于裕琴笑着说道 能值个几万块就不错了 他还是觉得 一个小木盒而已 就算是古董 价值应该还是不太高的 陈景笑了笑没说话 他心里清楚 几万块肯定是不值的 趁着吃午饭的时候 陈景把梯采盖盒 拍了好几张照片 然后发给了赵正 这会儿是饭点 应该不会打扰到赵正的游玩 赵正过了几分钟才回复 小陈你真在老家收到好东西了 虽说是打的字 但也能看出赵正的惊讶 不是收的 这是我外婆的嫁妆 也可以说是我妈的嫁妆嘛 是吗 那看来你外婆家以前 怕是大户人家 我虽然没有看到实物 但还是能看出来 这是梯采七七 而且制作工艺不差 看风格像是 明朝嘉靖时期的物件 看到这条回复 陈景脸上顿时露出了赞叹的神色 只能说不愧是赵正啊 能在昌城古董行 混出名堂的人 这鉴定眼力是真不差的 就算没有李勋李大师那么厉害 但估计也差了不太远 这只是看几张照片 就能鉴定个七七八八 当真是让陈景佩服 这时赵正又发了条信息过来 不过我没看到实物 倒也不好直接断定真假 等国庆回来 我再帮你仔细瞧瞧 陈景想了想 回复道 赵叔 那如果是真品的话 您能帮我估个价吗 这条信息发过去后 赵正隔了几分钟才回复道 如果是真品的话 明朝嘉靖时期的梯采七七 或者说具体点 梯红七七 再加上制作记忆上加 保存的完好 价值应该是在七十万到九十万 陈景看到这个估价 脸上立刻浮现了满满的效益 如果只从估价来看的话 那这只梯采盖盒 就是他进入古董行后 到手过价值最高的古董了 那齐阳实验台的估价 都没有这么高的 爸妈 你们知道外婆这嫁妆值多少钱吗 陈景放下手机 抬头看向老陈和吕太后 吕玉琴问着 多少钱 能不能值得了三万块钱 妈 您可以猜得更大胆点 陈景乐呵呵的说着 那五万 吕玉琴稍稍想了想 又说出个价格 陈景摇摇头 不对不对 再猜 但吕玉琴不耐烦了 没好气的伸手拍了他一下 赶紧说 和你妈我都卖起关子来了是吧 这下 陈景也老实了 笑着硬道 我刚问了我老板 他给出的估价 是七十万到九十万 外婆这件价值的价值很高 什么 不可能吧 吕玉琴和陈君听到这个估价 齐齐惊讶出声 满脸的难以置信之色 真的 我老板在古董行很多年了 他这么说 肯定不会有错的 陈景点点头 相当认真的说道 见着儿子不像是在开玩笑后 吕玉琴和陈君的神色 却都变得复杂无比了起来 有些高兴 也有些苦涩 陈景见着父母这表情 心里倒是知道 是因为什么 这明朝嘉靖时期的T台带河 在吕太后手里 可放了很多年了 如果能早点知道 这是个古董 还值那么多钱的话 当年老陈的病治疗起来 也就不会那么困难 也不会间接拖垮了他们家 这就好像古代闹饥荒 一家人为了吃饱 都把家里赖以活命的老牛给卖了 然后才发现 家里其实一直藏着很多钱 这种情况 人的情绪是最复杂的 爸妈 别想那么多 以前就算咱们知道 外婆这嫁妆是古董 估计也卖不了 什么钱的 咱们都不懂行 会被人家给压价的 陈景只好这么开口安慰着 不过作用并不是太明显 老陈饭也不吃了 点了根烟抽着 吕太后则是叹了口气 哎 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 身在宝山不自知 咱们这就不是吗 陈景闻言 只好又道 妈 真别想那些了 以前的事情都过去了 至少现在外婆这嫁妆 也能让咱们家更富裕些 稍顿 陈景补充道 等我回昌城 把这盖盒卖出去 到时候 这个钱就用来给你和爸 在唐城买套房子 你们也该想想轻浮了 嗯 妈您要是舍不得的话 也可以不卖 反正我现在 也能挣钱给你们买房子了 陈景说着说着 反应过来 这是外婆家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嫁妆 老妈可能舍不得 哪知道吕玉琴摆了摆手 哦 有什么舍不得的 你外婆那么多的嫁妆 真正的好东西都没了 就留下这么一件再往下传 也没什么意思了 再说 他肯定也希望我们 能过得更好的 陈军对这个话题 倒是没有发表任何意见 毕竟那是陈景外婆的嫁妆 也可以说是吕玉琴的嫁妆 她不好说什么的 这时 吕玉琴又说道 不过给我们买什么房子 我和你爸在长青村住了大半辈子了 早就习惯了 小景你 自己把钱存着 以后在昌城或者青城买房子吧 你是年轻人 还是要住在大城市 这样以后 孩子的成长环境也能更好 陈景听到老妈的话 笑了笑应道 妈 您还说 以后想帮我带孩子呢 要是住在村里 那怎么带 老爸老妈在长青村住习惯了这点 陈景也是理解的 任谁在一个地方住上几十年 哪怕这个地方再怎么不好 也都会产生感情的 只是长青村终究有些不方便和落后了 有些话陈景不好说出来 但却都是现实问题 远的不说了 就说 父母现在年纪也慢慢大了 以后万一生点什么病 大城市的医疗条件 肯定是要更好的 就更别说大城市的科技发展 带来的生活上的便利了 不过这些说法 陈景都不好拿来劝老妈 只能是从其他角度了 吕玉琴闻言 倒也真有点迟疑 想了想说道 那 那等你有了孩子 我就去帮你带着 等孩子上学了 我就再回来 陈景笑道 到时候 妈您能舍得孙子或者孙女 这话说出来 倒真是让吕玉琴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了 都说隔代青呢 到时候 他真要是带着孙子孙女几年 然后再回来 他要是能舍得就怪了 妈 以后我在回家什么的时候 也能方便一些不是 陈景见状 又赶忙补充着 别看吕玉琴平时对陈景挺凶的 但心里是最疼儿子的 陈景这个理由 也真说到他心坎里去了 便转头问着陈军 你说呢 陈军和吕玉琴夫妻多年 还是相当了解他的 质问自己的意见 其实心里就已经是同意了 便笑着硬道 我觉得挺好 小景还年轻 在古董鉴定上又有天赋 以后肯定还能赚更多钱的 咱们也没必要替他节约了 再说 儿子孝敬咱们 不是应该的吗 吕玉琴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 说道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 小景 那你就去买吧 不过别买太贵的 我和你爸也没那么多要求 吕玉琴又开口说着 他确实是同意了 陈景俊朗的脸上露出笑容 自是连连点头英式 回到家 拜访完亲戚和乡人 在村里也没找到什么古董 陈景也就闲了下来 本来还想去田地里 帮着老爸老妈做些农活 这些他从小就做 倒是都会 但老陈和吕太后没让他去 一是最近农活不多 二就是让他好好休息一下 其实陈景还真没什么好休息 干脆到龙桥镇上去了一趟 买了些礼物 拜访了下以前中学的老师们 至于高中时期的老师 陈景现在倒是没去 因为他的高中是在唐城念的 距离稍微有点远 他准备等回昌城的事情 再去一趟 初高中时期的老师 陈景遇到的 都是非常不错的老师 不说教学水平如何 但都是好人 在知道他的家庭情况后 对他还是相当照顾的 陈景是个知恩图报的人 就算只是一些 人家老师顺手的照顾 他也会记住 不说怎么感谢 回来买些礼物去看看 还是肯定要做的 一晃四天就过去了 国庆假期就剩下三天了 陈景是准备六号那天 就启程回往昌城的 毕竟七号肯定很拥堵 不过他心里 其实还有件 犹豫不决的事情 直到刚吃过早餐 沈景突然给他发来信息 小陈 在干嘛 陈景应道 刚吃完早餐 怎么了沈景 有个事想和你说下 关于孔雪的 看到这条信息 陈景立刻就微冷了下 关于孔雪的 学姐怎么了 他这几天 也经常和孔雪聊天 还会给他发一下 自己家乡原始风光的照片 孔雪也会给他发照片 多吃一些美食之类的 总之 陈景是没从聊天中 察觉到孔雪有什么异常的 或许也是孔雪隐藏的太好了 我就知道他没和你说 沈景先是吐槽了句 然后直接发了一条 不短的语音信息过来 陈景把手机声音调大了点 点开语音 就听到了沈景有些无奈和担忧的声音响起 是这样的 他之前把和你的事情告诉了他爸妈 结果就是 他爸妈坚决不同意 你们在一起 说你太年轻了 不合适 以后婚姻也不稳定 但是孔雪都认定你了 所以也很坚定自己的立场 孔雪妈妈见劝不动他 干脆就开始给他安排相亲对象 说是明天就见面 要是孔雪看不上 那就一直安排 直到他看得上为止 陈景听完语音信息 眉头微皱 然后叹了口气 他之前其实也想到过 学姐父母也会反对两人的姐弟恋 只是没想到 学姐父母反对的态度 要比吕太后和老陈还要坚决 其实本也正常 这种相差六岁的姐弟恋 女方父母只要稍微有些见识 都不会觉得是占了便宜 很容易就能想到 这样的恋情和婚姻 会带来的各种问题 同时 孔雪的态度造 也让陈景很高兴 因为想要让双方父母都同意 两人的坚持 才是唯一的办法 这边 沈景又发了条语音过来 小陈 我告诉你这事吧 是想着让你去找孔雪 用你的表现 来让孔雪父母同意 不说同意 至少先不那么反对 你们想要走到一起 注定要面对不少问题 我觉得 你们应该一起面对 你又是男人 不说 站在他的身前 总要站在他的身边吧 你觉得呢 陈景文言 眼中也露出了坚定神色 其实这几天 他心中一直犹豫不决的事情 就是 要不要去湘南找孔雪 当然 他之前的想法 就只是单纯的 想要上门拜访下学姐的父母 毕竟学姐这次 给老陈和吕太后 都买了礼物 这事陈景是一直都想着 他也应该送礼物 给学姐父母的 但陈景又怕自己 突然上门 会显得有些唐突了 所以心中一直犹豫着呢 不过现在从沈静这里 知道了孔雪那边的情况 陈景知道自己 是一定要去趟湘南了 沈静有句话说得很对 他想要和学姐走到一起 要面对很多的问题 他不能让孔雪一个人面对 最少也要站在他的身边 同他一起面对 沈静 你有学姐家的具体地址吗 陈景下定了决心 当即询问着沈静 他也知道 这事只能问沈静 因为孔雪多半 不会同意让他去湘南的 倒不是因为其他的原因 估计是他想自己说服父母 不想让陈景 也跟着面对压力 从他没有把自己的情况 告诉陈景 就能看出来 这是大姐姐在照顾他 甚至可以说 是在保护他 但陈景却不想 真的让孔雪 独自一人去面对问题 他其实也想要照顾孔雪 更想让他知道 自己也是可以让他依靠的 爱情是相互的 双向奔赴 共同付出 才能够真的走到最后 陈景虽说没谈过恋爱 但他明白这个道理 沈静回复道 还算你有点担当 孔雪的眼光没错的 他先是夸赞了一句 然后把孔雪家的详细地址 发给了陈景 作为好闺蜜 他自是有的 随后 沈静又发着信息 你最好明天早上就能到 孔雪妈妈给他安排了相亲 在下午 我觉得 你肯定不想你的学姐 和别人相亲吧 陈景笑了笑 他当然不是想的 没有任何一个男人 会不在意这种事情 哪怕孔雪是被迫的 嗯 我知道的学姐 这次谢谢你了 陈景很认真地感谢着 沈静 不用谢 我可还等着当孔雪的伴娘 以及你们未来孩子的干妈呢 你加油 不久后 陈景找到了坐在屋檐外 拿着针线缝着什么东西的吕玉琴 妈 我明天早上就要去长城了 陈景犹豫了下 开口说着 吕玉琴文言 手中的东西微顿 道 这么急 走了午饭再走吧 他的话语看似平淡 但不舍是怎么也隐藏不住的 陈景坐在老妈身边 伸手搂住他的肩膀 认真道 妈 我以后会常回来的 他自然知道老妈的不舍 但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 毕竟说再多 他明早就又要离家了 两年多没回来 回家又只待了这几天 父母心底是肯定会难受的 可对此 陈景也很无奈 即使他不去湘南 明天也得走了呀 这其实不光是陈景的无奈 而是多数成年人的无奈 古人说父母在不远游 但在现代社会 为了生活 为了未来 又如何能做到 常伴在父母家人的身边呢 有工作的地方没有家 有家的地方却没有工作 他乡容纳不下灵魂 故乡安置不了肉身 一个叫家的地方 找不到养家糊口的工作 找到了养家糊口的地方 却安不了家 从此便有了漂泊 有了远方 有了思念 这便是多数成年人的无奈 和心酸了 相较来说 陈景还算是幸运的了 因为他至少有能力和希望 在想要安家的地方安家 常回家 常回家 你个混小子 这次可要说到做到 吕玉琴放下手里的针线 长叹了口气地说着 陈景不太想看到 一向爽利的吕太后伤心 便转移话题道 妈 下次我把学姐 带回来见见您 怎么样 吕玉琴文言 伸手打了他一下 你知不知道 把他带回来的意义 到时候 咱家所有亲戚都会来看的 这后面代表着什么 你知道吗 妈 我知道的 陈景点点头 眼眸中满视坚定 吕玉琴叹了口气 我其实还是不太同意的 我儿子这么年轻帅气 又优秀 那个姑娘比你大六岁 我总觉得你吃亏了 当妈的人嘛 在这种事情上 自然是更加偏袒自家儿子的 妈 那要不这样吧 我下次悄悄带着学姐回来 你们先相处几天 等您同意了 我再带学姐去见咱家的亲戚朋友 陈景想了想 提了个折中的想法 主要在陈景老家这边 带着姑娘回家见父母亲戚 那基本就等于是订婚了 吕玉琴现在可还没完全同意 陈景和孔选呢 自然有点不太想 吕玉琴没好气地笑道 咱们村就这么大 那条其他村的猫都能被发现 何况你还带个大活人 还悄悄的 陈景乐呵呵地道 没事 只要不正式带着学姐去拜访他们 也还好了 懒得说你 吕玉琴摇了摇头 似是不太想再说这事了 她也转移话提道 你不是说要给珍珍学费吗 这会儿赶紧去吧 明天来不及 陈景点点头 也没再多说 她知道老妈心里 终究还是有些抵触 她和学姐的姐弟恋 好在老妈的抵触 倒是没有学姐爸妈那么强烈 随后 陈景拿了些现金 静止到了 就在隔壁的余美霞家中 余美霞家里 就她和女儿叶珍珍 她丈夫几年前出了意外过事 当时还赔了一些钱 但并不多 这些年生活开支 和叶珍珍的生活费等等 其实也花得差不多了 但就是这种情况 当初陈景考上大学 她也拿了不少钱出来 侠疑 陈景走进屋里喊着 余美霞这会儿正在做着刺绣 这也是她的收入来源 叶珍珍在旁边乖巧地看着书 小景来了 快坐 余美霞见着陈景很高兴 脸上都是笑意地站起身 边招呼着她 边走进厨房里面去倒水 叶珍珍见着陈景 还是很害羞 但这几天陈景 也偶尔过来指导她学习 倒是又重新熟悉了不少 低声喊了句 小景哥哥 陈景点了点头 趁着余美霞去倒水的时候 拿出了用袋子装着的 五万块钱现金 放在了叶珍珍的小书桌上 珍珍 这个钱一会儿拿给侠仪 其中一部分是你的大学学费 剩下的让侠仪自己用 买些生活用品什么的 叶珍珍愣了下 抬头看着陈景 一双灵动的大眼睛中 带着些不知所措 陈景又补充了句 还有 等你上了大学 别问侠仪要生活费 也不要去勤工俭学 每个月我给你 知道不 女孩子嘛 勤工俭学总是会遇到些麻烦的 主要叶珍珍长得还挺漂亮的 遇到的麻烦会更多 叶珍珍正正的看着陈景 说不出话来 交代了叶珍珍两句 听见余美侠从厨房里走出来的脚步声 陈景赶忙走了 余美侠把她当作亲儿子对待 她又何尝不是把余美侠当作亲人 把叶珍珍当作妹妹呢 如果陈景没能力也就算了 但她现在有能力 也不是那么缺钱了 这些帮助是应该 也必须要去做的 嗯 小景吗 余美侠端着水走了出来 没看到陈景的身影 下意识问着 叶珍珍这事也回过神来 不知所措的说道 妈 小景哥哥 你 你看这个 她伸手指着小书桌上的五万块钱 余美侠一看 整个人都愣住了 她第一反应 就是想要拿起钱还给陈景 但又不知想到了什么 先问着 珍珍 你小景哥哥说什么没有 叶珍珍咬着嘴角 低声把刚才陈景和她说的话 都重复了一遍 余美侠听完 眼泪就落了下来 抱着叶珍珍低声的哭了起来 妈 您 您别哭 叶珍珍低声说着 还略显青色的漂亮小脸上神色有些复杂和难言 珍珍 要记得你小景哥哥对咱们的好 要把他当做亲哥哥 知道吗 还有你履姨和陈叔 也要当做家人对待孝顺 余美侠抚摸着女儿的头发 眼眶通红 很认真地说着 叶珍珍点点头 又看了眼小树桌上的钱 问着 妈 那这个钱 我们不还给小景哥哥吗 余美侠叹了口气 你小景哥哥都不敢给我 把钱扔下就走了 他是铁了心要给我们的 还也还不了 稍顿 他补充道 珍珍 你要用功读书 等以后你自己能赚钱了 再把这些他对你的好 还给你小景哥哥 叶珍珍低声嗡了下 声音虽小 但其中的坚定是无法忽视的 当天晚上 余美侠还是带着叶珍珍跑到了陈景家里 倒不是还钱 而是拉着陈景说了好一会儿话 言语中没有提及任何感谢的字词 只是知道他又要走了 各种不舍和掉眼泪 旁边的吕玉琴健壮还忍不住说了句 美侠 要不让这混小子给你当儿子算了 他是觉得自己这个亲妈和儿子分别 看起来都没有余美侠伤心不舍呢 当然了 其实肯定是没差的 只不过吕玉琴性格和余美侠不同而已 余美侠文言有点不好意思的笑了笑 吕玉琴也不知想到了什么 竟又开了句玩笑 要不当女婿也行 女婿也是半个儿子吗 他这话说出来 本来在旁边抽着烟的陈军立刻说道 胡说什么呢 珍珍才多大 吕玉琴瞪了他一眼 我又没说珍珍 我是可惜美侠没个和小景差不多大的女儿 陈景在旁边听的也是心中无奈 他知道老妈说这话的真正意思 还是再点他呢 和小景差不多大的女儿 这差不多大四个字是重点 确实挺可惜的 余美侠听到吕玉琴的话 也乐呵呵的应了句 在场的人都只把这话当做玩笑而已 却没人看到乖巧坐在旁边的叶珍珍 他低着的小脸上通红一片 余美侠和陈景说了会话 走的时候又想起什么的道 小景 刚好珍珍明天也要回学校了 你能不能带着他一起 路上也有个照应 对此 陈景自是点头英试 叶珍珍在唐城念高中 刚好陈景也要去唐城一趟 倒是顺路的 一日 天刚蒙蒙亮 吕玉琴就起床给陈景做着早餐 等陈景把东西都收拾得差不多的时候 吕玉琴已经做好了一大碗面条 多吃点 去了昌城 可吃不到你老娘 我给你做的面条了 吕玉琴脸上还带着笑的说道 陈景也乐呵呵的笑着 还真是 我在昌城最怀念的 就是老妈做的面条了 老陈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起来了 他倒是没说什么话 边抽着烟边帮陈景检查着 东西有没有带齐 还帮他把家里亲戚送的土鸡蛋 重新装带了下 防止破损 这知道陈景又要去昌城了 村里很多亲戚都送了不少东西过来 多吃些土鸡蛋之类的 陈景自然不可能全带着 只拿了一部分 等陈景把面条吃完 吕玉琴从衣兜里 掏出了个香囊递给他 说着 带在身上 之前给你那个不是丢了吗 这个可别再弄丢了 保平安哪 这是陈景老家的风俗 亲人出远门的时候 会特地缝制个香囊 里面放些能够助眠安神的中药材 期望能保佑外出的亲人平安顺遂 吉祥如意 陈景接过香囊 也没说话的点点头 好好收了起来 随后 陈景拿好行李 就准备去隔壁 接上夜甄甄出发了 陈君又点了根烟 站在门口看着自己的儿子 吕玉琴也终于红了眼眶 站在比自己高尚许多的儿子身前 帮他整理下了衣领 柔声说着 在外面 要吃好睡好 不要太累 嗯 要记得多给我和你爸打电话 嗯 还有 吕玉琴絮絮叨叨地说了很多鸡毛蒜皮的小事情 其实总结下来就是一句 让陈景在外要照顾好自己 常回家 好了好了 一会儿来不及赶车了 陈君看了眼时间 终于说出了今天早上的第一句话 吕玉琴回头瞪了他一眼 用你说啊 随即 这位陈家的吕太后再次看向儿子 犹豫了下 认真地说道 混小子 你和那个孔雪的事情 你自己要好好想清楚 不管怎么样 妈是希望你以后的生活 能够幸福美满的 陈景深深吸了口气 伸手抱住了老妈 谢谢妈 随后 陈景转身提着行李 看了沉默的老爸一眼 笑道 爸 我走了 你要注意身体 少抽点烟 好 陈君点了点头 不久后 陈景到了于美侠家 接上了叶珍珍 离开了长青村 陈家小院中 吕玉琴和陈君 抬头看着远处两道 渐行渐远的身影 剧都沉默着没有说话 只是吕玉琴装作 不经意地揉了揉眼睛 陈君手里的烟 已经燃尽了 却还夹在手指上 翻过两座山 走到车辆 勉强可以通行的道路上 陈景拦了一辆摩托车 带着叶珍珍 到了龙桥镇上 然后才坐上了 大巴车去往江县 准备再转高铁到唐城 虽说这会儿时间还早 但大巴车上的乘客 倒是不少 多是附近村子的人 带着各种山村特产 准备到江县去卖的 好在陈景和叶珍珍上车的早 两人倒是站了个后排 靠窗的位置 陈景看着车窗外的家乡风景 心里则在想着 等到了学姐家 应该做些什么 才能让她父母认可自己 这并不是一件 多么容易的事情 因为孔雪父母 不同意的最大原因 是她太年轻了 这是客观因素 陈景是没办法改变的 叶珍珍坐在陈景旁边 她总是习惯性地低着头 这其中或多或少 有些因为家庭原因 导致性格比较内向 和自卑的原因 这点 陈景是非常能够体会的 因为她以前也是如此的 按照常理来说 家庭条件不太好的学生 会呈现两个极端 一是学习成绩很好 因为这可能是他们 唯一能够拿得出手的东西 二就是自暴自弃 彻底放弃学习 陈景和叶珍珍都是前者 但后者总是更多一些的 珍珍 有没有想好去什么大学 车开了会儿 陈景主动找着话题问着 叶珍珍也没看陈景 一双千玺的小手 脚着衣脚 笛声应道 去 去昌城大学 昌城大学 听到这个答案 陈景稍冷了下 不免有些好笑的道 是想做我的师妹吗 不过昌城大学的分数线 可不容易达到 珍珍你还要更加努力才行 叶珍珍的成绩 比当初陈景是要差一些的 发挥好一些的话 是有机会考上昌城大学的 但高考这个事情 还是有点看临场发挥的 换句话说 叶珍珍想要考上昌城大学 肯定是不太稳的 嗯 叶珍珍先点了点头 突然抬头看了眼陈景 犹豫着下才又道 要 要是考不上昌城大学 就考昌城其他的大学 昌城的大学 确实也不少 也行 到时候 我也能方便照顾你 陈景文言点了点头 对于叶珍珍 想要考到昌城去 她是没什么意见的 也能理解 这林家妹妹的想法 毕竟把她当做亲哥哥嘛 大学离哥哥 近一些本就是好事 就这么和叶珍珍聊 这些有的没的 两人一路到了江县 又坐了去往唐城的高铁 这段路程倒是要快上很多了 只要半个多小时就能到达 不过 陈景昨晚睡得比较晚 她一直在想着 今天到达孔雪家后 应该说些什么做些什么 今天又急得早 所以在高铁上迷迷糊糊就睡着了 她倒也不怕睡过头 毕竟叶珍珍坐在旁边呢 陈景不知道的是 等她睡着后 始终低着头的叶珍珍忽视 小心翼翼地抬头看向了她 小姑娘的 那双灵动的眼眸中 满是她的倒影 就这么一眨不眨地看着她 映射出来的神色 非常非常的复杂 叶珍珍悄悄看了会儿 白嫩的小脸忽视 浮现出些许修红 然后轻轻地歪头 靠在了她的肩膀上 动作很轻微 也没有吵醒陈景 成功靠在陈景肩上后 叶珍珍眨了眨眼 小脸上露出了一抹开心和窃喜 但更多的还是羞涩 怀春少女的脸颊羞红 倒真是胜过人间春景 到站的时候 陈景就醒过来了 叶珍珍还是乖巧地坐在旁边 微微低着头 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异样 陈景说着 走吧珍珍 我先送你到学校 这样她也放心一些 叶珍珍点点头 没说话 离开高铁站 陈景打了车 把叶珍珍送到了她学校门口 在她下车的时候喊住了她 从身上取了一千块钱递给她 自己悄悄留着用 喜欢什么就买些什么 努力学习的同时 也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陈景俊朗的脸上 带着笑意地说道 叶珍珍微咬着嘴角 抬头看着陈景 有些不知所措 陈景直接把钱塞在了叶珍珍的手里 说道 好了 快进学校吧 有什么事情 就给我打电话 随后 陈景直接让司机师傅 开车回往高铁站 叶珍珍站在原地 目送着出租车 消失在了视野镜头 千禧的小手 把钱赚得很紧 陈景回到高铁站后 在特产店里 买了唐城有名的皮蛋 喝一剂茶叶什么的 然后就坐上了 直达湘南宜城的高铁 川瑜和湘南的距离并不算远 唐城也刚好有直达 孔雪家所在的宜城的高铁 不到四个小时的路途 下午一点出头 陈景抵达了宜城 他打了个车 静止到了孔雪家附近 不过并没有直接过去 而是在附近开了个酒店 把行李什么的放了放 又洗了个澡 好生整理装扮了下 还特地穿得成熟一些 毕竟是要去见孔雪的父母啊 个人形象 还是必须要弄好的 孔雪家住在格兰小区 这是宜城最好的小区之一 可见孔雪家的条件是不错的 不过应该不是之前陈景想的那样 他家也很有背景什么的 孔雪和沈静 是在大学时期认识的 倒不是因为家庭背景 陈景有着详细地址 提着买好的礼物 找到了孔雪家 站在门口深呼吸了几下 握了握拳头 加油 陈景 随后 陈景暗响了门铃 叮咚 门铃响了两声 就听到脚步走动的声音 还有疑惑的声音 小雪 你点了外卖吗 边说着 门也打开了 开门的是个中年妇女 穿得还挺正式 气质也不错 很明显是长期生活 优渥之下养出来的 嗯 你找谁 这中年妇女 自然是周慧美了 她见着陈景 很是疑惑地问着 心里还在嘀咕 不对啊 今天不是 就安排了一个相亲对象吗 而且这个看起来也太年轻了 太年轻这个念头一冒出来 周慧美立刻就把陈景 给认出来了 她之前 看过陈景的照片 现在细看两眼 自然也就认识了 你 你是陈景 认出来归认出来 但周慧美 自己都有点不敢相信 话语显得犹犹豫豫地问着 她刚说问完这话 陈景还没来得及回应的时候 就听到客厅里 传来了慈悲 落在地上打碎的声音 然后就是匆匆 跑向门口的脚步声 孔雪今天的心情 是相当的不好 父母不同意 她和小陈在一起也就算了 还强行给她安排了相亲对象 大有不找一个合适的 就不然她去昌城的意思 这让孔雪心里很是抵触 可父母 尤其是母亲周慧美的强硬态度 又让她觉得无奈 她是个很有主见的人 也不存在 因为母亲的强硬 就被支配的这种可能性 但关键是 母亲对这事是软硬兼施 拉着她的手 一直掉眼泪 也不说话 那怕孔雪再怎么拒绝 周慧美今天 还是叫着相亲对象上门来了 孔雪无奈归无奈 但态度也摆得很正 没化妆没打扮 相亲对象上门后 也故意冷着脸 没有给什么好态度 希望那男的能知难而退 只可惜 孔雪有些低估自己的魅力了 她即使是素颜朝天 穿得再怎么简单普通 依旧是魅力十足的 更别说相亲那个男的 之前还看过她的照片 本来就瞧上她了 这上门来还准备得非常充分 特地拿了个什么古董 来讨好周慧美 周慧美能选中这男人 来和孔雪相亲 本就对她的条件算是满意 再加上 她确实也喜欢收藏古董 却是被哄得满脸的笑容 言语中不断地撮合了起来 孔雪正疲于应付 甚至都想着 一会儿要不要找个借口 直接溜回昌城了 就在这个时候 门铃响了起来 周慧美离门口比较近 便起身去开了门 孔雪本来也没在意 还随手拿起了茶杯 准备喝口茶 缓解下心里的烦闷 直到 她听到周慧美说出的那句 你 你是沉静 孔雪文言 手上的动作离开顿了下 茶杯直接落在了地板上 啪叉一声 砸得稀碎 然后 她几乎是本能地起身 跑向了门口 定睛一看 门口站着的大男孩 不是她的小臣 又还是谁呢 陈景见着孔雪 俊朗的脸上 也立刻露出了笑容 不过她 还是先恭恭敬敬地 对着周慧美鞠躬问好 阿姨 我是陈景 您好 然后 陈景才冲着孔雪灿烂一笑 雪姐 她还悄悄对着孔雪眨了眨眼 似是在说 惊喜吗 即使以孔雪的成熟 此刻也不免看着陈景 阵阵发愣 她此刻的感觉有些梦幻 还有一种强烈的割裂感 毕竟 现在小臣不是 应该在她的老家吗 在苦山深处 怎么会突然出现在 自己家的门口吗 不过 孔雪在正神后 心底还是涌现出一抹欢喜 小臣 你怎么来了 孔雪边问着 边走到陈景身前 下意识抿了抿唇 把长发俯顺 然后伸手帮她提着东西 陈景笑着应道 我来拜访下叔叔阿姨的 这当着周慧美的面 她也不好把事情的缘由说出来 孔雪很聪明 其实从小成能找到 她家详细地址这点 她心里也就把猜到了些什么 微微点头没再多问 只是道 那先进来吧 周慧美在旁边 看得也有点猛圈 她到现在 都还有点没有反应过来 这是个什么情况 女儿喜欢的那个年轻大男孩 忽然就上门来了 慧美 进来说吧 这时 客厅里传来了 孔雪父亲孔文里的声音 周慧美回过神来 脸色稍稍有点不好看的 印象好 她对陈景和孔雪的事情 是很反对的 自然连带着对陈景的印象 也不会太好 不过周慧美 终究也知道自己是长辈 再加上涵养极好 倒也做不出 真给陈景脸色看的事情来 最多也就是态度稍微冷淡点 陈景跟着孔雪走进了她家 目光不着痕迹地扫射了一圈 客厅沙发上 还坐着两个男人 一个五十多岁 头发花白 戴着眼镜看起来颇有些儒雅 另外一个约莫三十岁左右 长相普通 不过穿着打扮 看起来应该挺有钱的 很明显 前者是孔雪的父亲 后者就是被周慧美 叫来的相亲对象了 孔文里见着陈景 也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仔细打量了她一阵 并没有说话 孔雪帮着陈景 把带来的礼物 都放在了沙发上 然后就站在她的身侧 柔声给她介绍 小陈 这是我父亲 爸 这就是陈景 说实在的 陈景刚才还有点紧张 但现在真到了战场上 反倒还没有那么紧张了 恭敬地问着好 叔叔好 我这突然登门 有些唐突了 还希望叔叔阿姨不要见怪 孔文里脸上的笑容依旧 应道 你是雪儿的朋友 来家里玩玩是好事 我们怎么会见怪 就这句话 和孔文里脸上的笑容 看起来倒是没有什么问题 不过她紧接着就补充了句 不过礼物就没有必要了 一会儿拿回去吧小陈 孔文里又看似随意地说着 这时 跟着走进来的周慧美也说了句 对 一会儿把东西拿回去吧 小陈 这老两口倒是默契 说出来的言语 却都是先把陈景的上门拜访 定义成只是以孔雪的 普通朋友身份来的 并不具备其他意义 当然了 其实这么说也可以 毕竟陈景和孔雪 确实没有在言语上确认关系呢 不过两人都心照不宣 言语上的确认反倒不是那么重要 总之 孔雪在听到父母的话后 立刻有些不悦地 微皱了皱好看的秀眉 开口说道 爸妈 小陈带了礼物给你们 也是她的心意 我知道 心意我们收到了 礼物就不用了 周慧美这么硬着 这话自是让孔雪更是不高兴了点 她觉得母亲这话有些过分了 她也怕小陈受委屈 刚想再说什么的时候 陈景忽视 笑着把那些礼物又提了起来 孔雪见状微差 不明所以地看向她 心里微微一揪 她下意识地觉得 小陈是不是有些生气了 所以想走了 孔文理和周慧美对视了眼 脸色倒是都没什么明显的变化 只不过心底却都在想着 才22的年轻小伙子 哪里能受得了这个气 想走也正常 不过这也说明她 确实和雪儿不合适 又重新把礼物都提了起来 孔雪有些担心 周慧美和孔文理 心中觉得她是受不了这个气 准备走了 但陈景接下来的反应 却是大大的出乎了他们的意料 阿姨 这是我老家唐城的特产松花皮蛋 还有绣牙茶 您和叔叔都可以尝尝的 还有这个 陈景把买的东西 从礼物袋子里 一件件地拿了出来 俊郎脸上满是笑容的 给周慧美和孔文理介绍着 态度摆得很正 孔雪见状 端庄漂亮的脸上 露出了些复杂神色 有些开心 又有些心疼陈景 这周慧美和孔文理 表现出来的态度 很明显是不太欢迎陈景的 这要真换个 稍微脾气火爆点的人来说 真有可能转身就走了的 但陈景却并没有 反而坚持留下来 甚至是厚着脸皮 给让她把礼物拿回去的 周慧美和孔文理 说着自己带来的东西 孔雪开心是因为这点 心疼也是因为这点 她不想看到 陈景因为自己受委屈 尤其是给她这份委屈的 还是自己的父母 等陈景介绍完 自己带来的礼物后 周慧美和孔文理 都有些违章 有些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两人也没想到 陈景会来这么一出 孔文理还深深看了眼陈景 心中是有些赞赏的 至少陈景这份 荣辱不惊的姿态 让她挺欣赏的 况且对于一个男人来说 陈景摆出的这份态度 是非常能够证明 她对孔雪的心 这天底下的父亲 多数还是希望 能把自己女儿 嫁给一个值得托付 和足够爱她的男人的 要是这小陈 能大个几岁就好了 孔文理心里 甚至是忍不住 冒出了这个念头来 主要六岁的差距 她也确实觉得有点大了 这时 孔雪走到陈景身边 忽视伸手 挽住了她的胳膊 陈景愣了一下 惊喜地看了眼她 这还是学姐第一次 和她这么亲密来着 孔雪冲着她轻轻微笑了下 然后说着 爸妈 你们要是真不想说的话 那我一会儿 就和小陈 把礼物带去昌城了 她不想让小陈 再受这种委屈了 也必须要站在小陈这边 周惠美文言 立刻就有些生气地道 孔雪 你什么意思 怎么 为了这小子 要和我们翻脸了 孔雪的话说得平和 但里面的意思却不简单 就差直接说 你们要是还不收 那我就和陈景一起走了 妈 我问您一个问题 孔雪极好看的脸上 带着笑容 并没有回答周惠美的话 反倒问着 周惠美威正 下意识到 什么问题 您见得我爸受委屈吗 孔雪这么问着 周惠美美好气地应道 你说呢 那就是了 孔雪眨了眨眼 看了身边的陈景一眼 非常认真严肃地道 您见不得您的男人受委屈 我像您 也见不得我男人受委屈 我见不得我男人受委屈 孔雪这句话说出来 周惠美和孔文里 琪琪有些猛 就连旁边坐着的相亲男 也有些坐不住了 她本来还在看好戏呢 虽说也看出了 陈景和孔雪关系不太简单 不过发现孔雪父母 明显不欢迎陈景后 也就没把她放在眼里 但现在嘛 自然是慌了 这相亲男是非常 重义孔雪的 工作好 关键是长得漂亮 而作为孔雪画中的男人 陈景完全陷入了一种 难以言说的激动和高兴当中 张着嘴都不知道该说什么 这 这算是学姐和她表白了吗 肯定算是了 在她还没和学姐表白之前 学姐当着她父母的面 坚定无比地说出了 她是她的男人 这个瞬间 陈景只觉得 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 给塞满了 再也容不下其他 孔雪 你是不是要造反啊 周慧美也回过神来了 气得猛地拍了下茶几 大声吼着 孔雪表情没有半点变化 依旧是笑意盈盈地 挽着陈景的胳膊 应道 妈 您为什么非要干涉 我对未来另一般的选择呢 我记得 您当年和我爸 在一起的时候 姥姥姥爷不也挺反对的吗 但您最后 还不还是和爸结婚了吗 我想当年 您肯定也特坚定不移吧 肯定也很气不过 姥姥姥爷反对吧 为什么现在 您还要走上他们的老路呢 这两句话 把周慧美的脾气给说没了 她脸上露出些尴尬神色 我 我那个时候 情况不一样 其实人就是如此的 往往会活成 自己曾经最讨厌的样子 当然了 也不能说周慧美和孔文理的反对 就是错误的 在这件事情上 是没有任何对错可言的 只是立场不同罢了 就好像老陈和吕太后 不也同样 不是很同意陈景和孔雪的事情吗 作为父母 他们的出发点都是没错的 都是为了子女吗 这是 孔文理说话了 雪儿 怎么和你妈说话呢 她声音中也带上了些严肃 不过稍顿 她的语气又缓和了下来 好了好了 先不说这些了 小陈先坐下来吧 进屋这么久了还站着 倒是我们代课不周了 陈景文言赶忙恭敬道 没事的叔叔 先坐吧 喝喝茶 孔文理点点头 再次示意陈景坐下 如此 陈景才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孔雪则紧挨在她的身边 不过她坐下以后 客厅中的气氛 倒是有些尴尬和沉闷了起来 周慧美被自己女儿用话头噎住了 不想说话 而孔文理则故意没有说话 只是目光分别在陈景和来相亲的 男人身上看了看 作为父亲 她肯定是想把女儿托付 给一个值得托付的男人 现在这两个男人 都是冲着自家女儿来的 她倒是想看看 陈景和相亲男之间会如何交流 然后在心中盼个忧烈 陈景这会儿的目光 也自然地落在了 坐在对面的男人身上 长相只能说还行 但从穿着打扮来看 确实像个有钱人 年岁也和孔雪相差不大 难怪周慧美比较满意了 相亲男也同样在仔细地 打量着陈景 眼中却是闪过了一抹不屑和轻蔑 心底是暗自想着 一个矛头小子 还想和他争白日做梦 陈先生是吧 我叫李静 很高兴认识你 相亲男眼中带着不屑 面上却满是礼貌笑意的 主动开口打着招呼 陈景文言也同样回忆礼貌笑容 李先生 你好 他虽说年轻 但本就性子沉稳 再加上跟着赵正长了不少阅历 不管心中是个态度 面上还是不可能表现出来的 李静心中暗想 这小子倒还不是个白痴 他本来还以为陈景会把对她的不爽 直接写在脸上的 陈景要真是如此的话 就算孔雪喜欢她 估计也很难得到周慧美和孔文里的认可了 对孔雪这个年纪的女人来说 如果父母真的坚决不同意她和陈景在一起的话 李静觉得自己还是有很大机会的 因为快三十岁的女人足够理性 也不会像年轻小姑娘那样 能为了爱情不顾一切 甚至是和父母闹翻的 至少李静是这么觉得的 陈先生在哪里高就啊 李静不动声色的又开口问着 坐在陈景旁边的孔雪听到这话 便微微皱了皱绣眉 眼中露出了不掩饰的不悦 陈景应道 在古董行工作 李先生的事业肯定很成功吧 他也看出来了 李静提及这个话题的目的了 甚至还给他递着话头 李静脸上稍稍有些得意 却还故作谦虚的道 说不上很成功吧 也就是开了家公司 一年也就能赚个上千万的样子 算是一般吧 一年上千万可不少了 小李你这话说得谦虚了 雪儿你和李先生真挺合适的 这时周慧美忽然笑着说了句 她这话倒是把自己的立场摆得很清楚了 她是站在李静这边的 孔雪文言有些不高兴 端庄漂亮的脸上微微有些冷意的说道 我觉得和李先生半点都不合适 孔小姐 有时候这两个人合适不合适 可不能太快地下结论 人都是感情动物吗 我觉得我们可以试着相处一下试试 说不定你就会发现我们其实很合适呢 说着李静还看了眼沉静 又道陈先生毕竟还年轻 二十出头 人生还很长 事业肯定是刚起步吧 这男人没有事业 又怎么能给自己的爱人幸福呢 孔小姐 你要合适他在一起 不知道还等多少年呢 李静言语不停 而我就不同了 我现在具备了一切可以孔小姐你幸福生活的条件 无论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的 包括对待双方家庭也同样如此 我父母我有钱赡养 叔叔阿姨我也同样可以 阿姨不是喜欢收藏古董吗 我可以经常给阿姨买一些古董的 不得不说这李静能被周慧没选中 三十岁来岁就有加年入千万的公司 确实不是个简单人物 他这番话说的那真是几乎完美的 或许稍稍显得有点现实 但这个世界本就是现实的嘛 陈景都稍稍觉得有点压力 但这其实也不能怪他的 还是那句话 年轻是他最大的优势 但在有些时候也是他的劣势 陈景太年轻了 就算身具健保神眼 但他才发展多久啊 赚到的钱还不算多 也还没有自己的事业 说白了 李静也是看准了这点 故意用自己的长处来比陈景的短处呢 可偏偏站在长辈的角度 多数肯定是更喜欢李静这样的 周慧美就听得喜笑颜开的道 是啊雪儿 小李的话说的很有道理 你年纪不小了 谈恋爱是奔着结婚去的 这结婚要考虑方方面面的事情 不能只有爱情 边说着周慧美还从身上取出了个玉佩 高兴得道 小李是真不错的 你看这块玉佩 这可是明朝时期的古董 价值好几万呢 他都舍得给我 以后肯定会对你更好的 李静听得这些夸赞 眼中得意更盛 还似有肆无地看了眼陈景 好像在说小子 你也配合我争 不过嘴上他却说着 阿姨 我也就是这次准备的匆忙 不然一定给您挑件更好的古董 这时 陈景也看向了周慧美取出来的那块玉佩 然后这第一眼就看出了些古怪来 阿姨 你能把玉佩给我看看吗 陈景忽视开口说着 周慧美文言看他一眼 道 你在古董团工作 多看看这些好的古董 也确实有好处 不过你可得小心点 别弄坏了 他倒也没拒绝 只不过话里话外 还是带着点其他的意思 李静也乐呵呵地说了句 是了 陈先生在古董团工作 这次来 怎么没给阿姨带见古董啊 是不是不知道 阿姨喜欢收藏古董 陈景从周慧美手里接过那玉佩 刚入手 心中就是微动 然后俊郎脸上 带着莫名的笑意地看了眼李静 硬道 我倒是知道 不过就是手里没有刚好合适 送给阿姨的古董 准备下次再补呢 毕竟真品古董 不是那么好入手的 你说是吧 李先生 他之前确实也想过 送件古董给周慧美 只不过确实没合适的 手里的两件价值都偏高 就算送了周慧美 也不会收 价值几万块的他 手里现在又没有 李静被陈景的话说得微正 瞧见他笑意古怪 心里微吐了下 不过面上还是不得神色的道 只要用心 怎么会找不到合适的呢 也对 我今天来得匆忙 一会儿去给阿姨买个真品古董送给他 陈景脸上莫名的笑意更盛 还特意把真品两个字加中了点 这下李静就有些慌了 不过还是说着 陈先生 说笑了 你这年纪应该才入古董行不久吧 你去买古董 怕是要打眼的 我这还是问一个古董行的老朋友买的 陈景点点头 道 那我可得好好看看李先生这古董玉佩了 言语间 陈景还真仔细瞧了两眼手中的这块玉佩 绿色看起来倒是不错 其上还雕刻的有龙纹 也挺漂亮 只不过 陈景为了确定自己的判断 悄然动用了剑宝神眼 金色的光芒浮现 围绕着陈景手中的玉佩转了几圈 然后回到他的双眼前 化作了一排排的鉴定文字 陈景瞧了眼 脸上立刻露出了不佳演示的笑意 他本来还在想着 该说些什么话 来应对刚才李静那一番说的挺完美的话 都准备从潜力等等方面开始说了 但现在嘛 完全用不着了 孔雪拍好照片后 还真就立刻发了个朋友圈 陈景凑过去看了眼 他刚才拍的那张照片 看似随意 但角度找得很好 聚焦在他和陈景十指相扣的双手上 背景是波光灵灵的弧面 带起些许金灿灿如金粉般的光点 很有种梦幻的美感 但这并非关键 关键是他搭配的文字 从此以后 喜欢是不够的 只要爱着 这行字 看得陈景心中只有说不出来的欢喜 于是也拿出手机 用孔雪拍的照片 同样发了个朋友圈 只是他不知道 该写下什么样的文字 来表达出自己此刻的心情 最后 陈景写下 此刻 我突然觉得文字有些单薄 他们没办法完全表达我的开心和喜悦 在他身边的孔雪 看见这段文字 情不自禁地轻声笑了起来 他笑着 陈景也跟着笑了起来 小陈 我们这项不像中学生早恋呀 还要发这种好玩的句子 孔雪眉眼弯弯地说道 嗯 可惜 没有在中学的时候遇到学姐 不然就真的可以和你早恋了 那可不行 你中学的时候 我都大学了 那我就不是老牛吃嫩草 而是诱拐未成年少年了 两人玩笑了几句 孔雪发的官宣朋友圈 就有不少人点赞评论了 有同学同事朋友的祝福 也有某些追求者表示心碎 孔雪看了眼 就只回复了沈静的评论 哇 这就官宣了吗 小陈这么厉害吗 这么快就搞定叔叔阿姨了 沈静 你这里隐藏小红娘 当得可真好 完全把我蒙在鼓里 沈静自然不敢和孔雪说这事啊 转头又跑到陈景的朋友圈 评论了起来 小陈 恭喜恭喜啊 我之前就说 你和孔雪有希望的吗 沈静自然是回复着感谢话语 她是真的挺感谢沈静的 毕竟要不是她帮忙当红娘 自己还不一定会下定决心追求学姐呢 相较于孔雪朋友圈的热闹 沈静这边就显得有些冷清 也就赵叔祝福了一句 其他都只是些点赞 以前的大学室友 之前认识斗区区认识的富二代许玲 还有些上次拍卖会认识的人 沈静毕竟刚入古董行不久 也可以说是刚接触社会 人脉朋友圈子自然都没孔雪多的 但不论如何 随着两人的官宣 28岁的大姐姐和22岁的大男孩 终于是正式确定了关系 哪怕双方父母此刻都还不是很同意 哪怕年龄的差距 还会在两人后续的生活上 带来不少的问题和麻烦 但此刻 大姐姐和大男孩因为相爱 所以各自也有信心 一起面对任何问题 孔雪带着沈静在小区中逛了许久 见着时间差不多又回往她家 走到楼下的时候 沈静忽然想起个事情 开口道 对了学姐 宜称应该是有古董市场的吧 孔雪听到她这话 就猜到了她想要说什么 柔和大气地说道 小陈 你不用给我妈买什么古董的 真品很贵的 沈静摇摇头 还是要的 她话说得很坚决 毕竟 她现在还没有获得未来岳母的认可呢 自然要想办法讨欢心了 孔雪稍稍想了下 才说着 那就买个便宜一些的 怎么样 这就是大姐姐了 只要男人做的事情不是错的 她会劝说 但绝对不会固执地反对 沈静自是点了点头 她本来也是这么想的 太贵的 确实也不合适 而且她现在的经济实力 也买不起太贵的 两三万左右的是最好的 两人说说笑笑地回到孔雪家 周惠美正在准备着晚餐 孔雪让沈静去和孔文理聊天后 自己也走进了厨房帮忙 妈 还有几个菜 孔雪找了条围裙记上 把长发挽在脑后 边开口问着 周惠美无奈地看了她一眼 道 还有两个菜没炒 不过你放心吧 我不会故意做得很难吃 给你的小男朋友难堪的 妈 是我男朋友 不是小男朋友 孔雪看了眼还没炒的菜 笑盈盈地拿过铲子 说着 我来吧妈 周惠美倒也没说什么 让开位置站在旁边 与众心长地问 雪儿 你真想好了 孔雪没接她这话茬 这都官宣了 其实就是她的答案了 哎 你从小就懂事听话 无论是学习上还是生活上 你的选择都是很好的 几乎没让我和你爸操什么心 怎么就在这么重要的人生大事上 搞得这么惊世骇俗的呢 周惠美摇摇头 又说着 妈 我谈的自己喜欢的男朋友 就是惊世骇俗了 孔雪哭笑不得的应声 周惠美美好气得道 这还不惊世骇俗 找了个比自己小六岁的男朋友 这要是让咱家那些亲戚知道了 你能成为他们一年的谈资 就你那些七大姑八姨 我都能想到 他们会怎么谈论你 孔雪文言 好奇地问 怎么谈论 周惠美往厨房外看了眼 见着陈景正和孔文理喝着茶聊着天 然后才小声地说道 还能怎么谈论 陈景不光年龄小 长得嫩 形象还不差 怕是要说 她是你包养的小鲜肉啊 周惠美的话 逗得孔雪笑得不停 笑什么 妈说的不对啊 你说你老老实实 找个年纪 差不多的不行吗 也得亏你是的姑娘家 不然你妈我都得说 你是贪图陈景的美色了 周惠美既好气又好笑 还半开玩笑地说着 哪知道孔雪眨了眨眼 稍稍思索了下 然后竟点点头道 妈 我好像是有点贪图小陈的美色哦 去去去 大姑娘家说这些 不害臊啊 周惠美文言都忍不住 轻轻拍了下孔雪的肩膀 然后却也是情不自禁地笑了几声 总归还是母女 平时感情也很好 之前的一些矛盾 实际是是影响不到情情的 对了妈 一会儿吃完饭 咱们去古董市场逛逛吧 孔雪和母亲笑闹了几句 开口说起了正事 周惠美威正 但很快也想到了什么 问 陈景想买古董送给我 嗯 他呀 现在就光想着讨你和我爸的欢心了 稍顿 孔雪补充道 不过让小陈帮你买个也好 他鉴定眼力是真挺厉害的 他给你买的古董 肯定不会是赝品 妈你 以后在和你那些藏友炫耀的时候 肯定不会被人拆穿 是赝品了 周惠美听的将信将疑 陈景的鉴定眼力 真有你说的那么厉害 他才多大 就算简陋过几次 我觉得运气成分还是居多 鉴定眼力 应该没你说的那么夸张吧 孔雪毕竟亲眼见过两次陈景简陋 是知道他的鉴定眼力 和相关知识积累的 对其很有信心 便应道 妈 一会儿你看到就知道了 就算没见过陈景简陋健保 孔雪对自己的男人 也同样有着信心的 周惠美自然是依旧不太相信 陈景真有女儿说的那么厉害 心里暗自想着 一会儿要是买到赝品 还是别说好了 得给雪儿留点面子 客厅里 陈景和孔文李 倒是聊得很愉快 这位未来岳父 是个相当和善的人 即使他心中 也不是很同意陈景和孔雪的事情 但对待陈景的态度 还是非常好的 当然了 说和善是好听点的说法 不太客气地说 这位未来岳父的城府相当深 是那种喜怒不形于色的人物 不过这也正常 孔文李在政府机关工作 职位不说太高 但也不低了 他也是寒门出身 不然当年周惠美的父母 也不会嫌弃他的家庭条件不好 而这寒门出身的人 能在政治上有所建树 基本就没一个简单人物的 陈景对这位未来岳父 也是恭敬中带着些拘谨 显得颇为小心 孔文李四世看出了他的小心 反倒乐呵呵地说道 小陈 不用这么紧张 你要是能和雪儿结婚 那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放松点 他这话也有道理 陈景点点应道 谢谢叔叔能同意 让我和学姐先出着试试 他再次表达了感谢 不用谢 孔文李应声 又认真道 其实我是不太想干涉雪儿自己的感情 不过你们的年龄差距是有点大 以后肯定要面对很多问题的 不过你们 只要能够坚持本心 任何问题都不是问题 从这话中 其实就能看出 孔文李在这事上的反对力度 是没有周惠美那么大的 或许 他是从陈景身上 看到了当年的自己吧 虽说情况有些不一样 但毕竟都是被女方父母反对嘛 嗯 我们一定会的 陈景给出斩钉截铁的答案 不久后 孔雪端着菜肴到餐桌上 又看向客厅中的父亲和男朋友 漂亮的脸上带着笑容的喊着 爸 小陈 吃饭了 父亲和男朋友愉快地聊着天 这是孔雪想要看到的画面 他更希望的是在不久的将来 这画面中的两个男人的身份 能够变化一下 嗯 变成一对翁婿 晚饭吃的还是挺和谐的 周慧美出身优渥 寒养还是很好的 在饭桌上并没有刻意给陈景脸色看什么的 相反还算亲切 只不过这个亲切 周慧美把其中的分寸把控的极好 就是一个普通长辈对晚辈的亲切 而不是岳母对女婿的 对此 陈景心中是不免有些无奈和好笑 无奈自然不用多说 好笑则是因为她在想着 学姐此前对和她的关系的那种精准把控 是不是就遗传的这位未来岳母 晚饭过后 在孔雪的主动提议下 一家四口简单收拾了下 一家四口这个形容词是孔雪自己在心里加上去的 宜城虽不是湘南的省会城市 但经济发展得很好 文化方面的工作也做得不错 古董市场虽说规模也不算大 但在同级别的城市中算是不错的了 几人到达古董市场的时候 时间还不算晚 这修建的古色古香的宜城古董市场 本身也是算是个旅游景点 夜晚来游玩的人不少 孔雪自然地挽着陈景的手走在前面 低声问着 小陈 你准备给我妈买什么类型的古董 看阿姨喜欢什么样的吧 陈景倒也没多想 开口硬道 孔雪文言稍稍犹豫了下又道 小陈 这什么古董比较好坚定 或者说 你现在最擅长坚定什么样的古董 陈景有些诧异 学姐 你问这个做什么 你擅长坚定什么类型的古董 那咱们就买什么类型的 这样的话 大概率不会出问题 孔雪解释着 又怕陈景误会 再道 小陈 我不是对你没有信心 不过讨你岳母欢心吗 稳妥为主 好不好 他后半句话还带着点商量 甚至是征求意见的意思 听得陈景心里莫名还挺舒服的 那就买玉器吧 玉器我最少能保证是真玉 陈景心里其实自信得很 不过嘴上还是这么硬着 也算是顺着孔雪的意思了 虽说陈景今天的鉴定次数 只剩下了两次 不过等会又不是要简陋 他是来买真品古董的 找家大典的古董店铺 表明是行内人 对方自是多半不会 拿艳品出来的糊弄 在这种情况下 两次鉴定机会 怎么都够用了 是没什么必要的 周慧美也挽着孔文里的手 走在两人身后 低声说着 老孔 你还别说 这光从背影看 雪儿和陈景还挺搭配的 不过说完 周慧美又立刻补充了句 但是从正面看 好多人都会觉得 他们是姐弟 不像小两口了 孔文里听着只是好笑 倒是没有说什么 这个时候 孔雪也和陈景商量好了 回头问着 妈 这古董市场 哪家店铺比较大和靠谱 周慧美稍稍想了想 道 报古斋吧 我之前也在哪买了好几件古董嘛 都挺不错的 听到这话 孔雪漂亮的脸上 有些尴尬的笑了笑 转头低声和陈景说着 小陈 不能去报古斋 肯定是坑人的店铺 我妈买那些古董 都是赝品 她没想到 陈景文言反倒是心中微动 说道 雪姐 就去报古斋吧 我有个想法 随即 她把声音更压低了些 把心中的想法 同孔雪说了下 雪姐 你觉得怎么样 孔雪眨了眨眼 扑斥一笑 小陈 你为了讨我妈的欢心 还真是抓住一切的机会啊 那当然了 不讨好未来岳母 怎么把媳妇娶回家 陈景挑了挑眉 孔雪文言 又下意识抿了抿唇办 说着 那咱们就去报古斋 周惠美对宜成古董市场很熟悉 由她带路 几人很快就到了报古斋 这报古斋光从规模上看 确实应该是这个古董市场 最大的古董店铺之一了 店面不小 装潢的也横式漂亮 店里的博古价 足足摆了好几排 老板和几个店员都在招呼着 不过 等陈景几人走进去店里 看起来五十多岁 微微有些秃顶的老板 却是立刻眼前微亮 静止迎了上来 周女士 欢迎欢迎啊 您最近可有段时间没来了 秃顶老板满脸笑容的 和周惠美打着招呼 周惠美见着秃顶老板 抛下其他客人 特地来欢迎自己 脸上不免有点自得 觉得这是自己的面子 旁边的陈景眼中 却是忍不住闪过些笑意 秃顶老板脸上的笑容 明显就是看到肥杨了呀 估摸着这位未来岳母 没少给这包股斋送钱 说实话 像周惠美这种 对收藏感兴趣 经济条件不错 关键还不怎么懂行的顾客 那真是所有古董商人最欢迎的 孙老板 最近有没有什么不错的古董啊 周惠美点了点头 转而问着 孙老板立刻应道 有啊 我前两天刚到手了一件 非常不错的瓷器 乃是北宋纯化年间的 品项非常的好 收藏价值很高的 听到是北宋时期的古董 周惠美当即来了些兴趣 是吗 那拿出来我瞧瞧 好嘞 周女士您稍等 孙老板满脸笑容的应声 转身快步去取那瓷器了 孔雪走到周惠美身边 说着 妈 不是说让小陈给你挑吗 你又不懂鉴定 我就看看嘛 北宋的瓷器呢 那距今可有很多年头了 看看也好啊 周惠美这么说着 脸上带着些期待和高兴的神色 这倒是喜欢收藏的人 可能都具备的特性 对历史悠久的东西 有着独特的喜爱之情 孔雪文言也有些无奈 刚想说什么的时候 陈景在旁说道 学姐 就让阿姨先看看吧 刚好我也想看看 北宋纯化年间的瓷器呢 说到北宋纯化年间时 陈景俊朗的脸上是 带着点古怪神色的 你看 陈景也想看 到底是古董行的人 是能体会我这种心情的 你体会不了 你爸也体会不了 周惠美点了点头 这么说着 是是是 我们都体会不了 你和小陈最能体会了 孔雪故作无奈地说着 但其实极漂亮的眼眸中 流露出来的高兴 原因自是简单 周惠美方才的话 倒是有点岳母 对待女婿的态度了 虽说这可能只是 周惠美借此反驳 她才说的 但这总是个好的开始嘛 很快 孙老板便是抱着 个不大的防护盒子 走了出来 迎着几人到了柜台边 把防护盒子放在了上面 然后小心翼翼地打开 却见盒中 端端正正地放着个瓷碗 气情看起来 倒是端庄大气 通体是白柚 也有几分清新雅致的意思 除此之外 倒是没有任何花纹了 这是个相当纯粹的白柚慈腕 孙老板也开口介绍着 周女士 这北宋纯化 您知道是谁的年号吗 那可是宋朝太祖 开国皇帝的赵匡胤的弟弟 也是宋朝的第二位皇帝 宋太宗赵光义 这位宋太宗可了不得 他灭亡了北汉 基本完成当时的全国统一 是一位有雄才大略 非常厉害的皇帝 这要说起来 纯化年间 距今也有将近千年的历史了 这孙老板是滔滔不绝地说着 因为这报古斋老板的套路 他是看出来了 根本就是把周慧美 当做棒锤在糊弄了 介绍古董 是他这么介绍的吗 物件本身的特点半点不提 就在说历史 强调年代久远 之前就说过 这多数人对于古董的价值认知 都是停留在年代 是否久远这点上的 下意识就觉得 年代越久的古董就越值钱 而古董行人忽悠不懂行的人 往往都会抓准这点 不断和你强调年代多久远 保存到现在 多么的难得等等 站在陈景身边的孔雪 虽说不清楚这其中的套路 不过他也意识到了些问题 笛声问着 小陈 那个瓷器肯定不是真品吧 陈景点点头 当然不是了 就孙老板这些介绍话语 他都不用看就能断定了 再说 那此碗确实也是一言假 这边 周慧美却是被孙老板 说得有些心动 他是想着 这北宋年间的古董啊 距今都快一千年了 确实很难得 也很有收藏价值 孙老板 你那这此碗 怎么卖的 周慧美忍不住开口问着 孙老板脸上立刻堆满笑 周女士 您也是我们报骨斋的老顾客了 我给您个十成价 八万块钱吗 这数字也极力 孔雪秀眉微皱 开口道 妈 你不是说只是看看吗 怎么又要买了 周慧美应道 我觉得这此碗不错呀 北宋重画年间的呢 烧顿 他又补充了句 雪儿你放心 这件就算我自己的 不让陈景掏钱 他倒也觉得 八万的古董有些贵了 不好让陈景送 不过周慧美自己还是 想要掏钱买下来的 孔雪无奈的深呼吸了下 看向在旁边老神栽栽的父亲 开口道 爸 您劝劝妈 让他别买 我要是能劝得住 还有等到现在呢 孔文理对这事吧 其实也是无可奈何 周慧美在生活上 基本什么事情都听他的 他就只有收藏古董这点爱好了 而且 平时用的 也都是他自己存下来的私房钱 孔文理怎么也不可能 阻止老伴的这点爱好 不过他稍稍犹豫了下 还是说了句 老婆 八万是有点贵了 周慧美还没说什么 那孙老板反倒抢先道 八万可不贵啊 这位先生 这可是北宋纯化年间的瓷器 具备非常大的收藏价值 收藏的几年 这价值说不定就能值个十几万了 这可比很多理财产品 什么的回报率高多了 就是 周慧美赞同的点点头 还看向陈景说着 你们都不懂 但陈景肯定明白的 这古董也是一种投资品 是吧 陈景文言 心里暗道 果然来这报股斩是没错的 还真有刷未来岳母好感度的机会 随即 他便开口应道 阿姨说的对 古董确实也可以 说是一种投资品 而且 收益还想到不错的 那孙老板听他这么说 脸上笑容更盛了 但陈景的下一句话 就让他的笑容微顿了下 不过 这位孙老板 我有个问题实在好奇 不知道你能不能给我解答一下 你说这是此晚 是北宋纯化年间的 请问 你是怎么判断出来的呢 你是怎么判断出来 这此晚 是北宋纯化年间的 陈景这个问题 孙老板还没有回答 周慧美却抢先说了句 看年号款制啊 这此晚肯定是带有年号款制的 不然孙老板 怎么能详细说出具体的年号呢 是吧 孙老板文言也点了点头 笑道 对 周女士还是明白的呀 说着 她便把那白宋纯化 翻转了过来 露出了底部的年号款制 宋纯化年这几个楷书款制 倒是端正好看 看起来有那么点意思 这位先生 你看这年号款制 这白宋纯化 是北宋纯化年间的物件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孙老板这么说着 陈景见着那年号款制 脸上的笑已经是憋不住了 孙老板 你确定 当然确定了 这有什么不确定的 孙老板疑惑地看着陈景 又道 先生 你呀不懂古董 我就不和你多说了 周慧美文言也看了眼陈景 脸上表情有些奇怪 心里想着 这陈景不是说 鉴定眼力挺厉害的吗 怎么连这些基础知识都不懂 难不成前面简陋 真的只是运气好 周女士 您要买的话 我就给您装好 孙老板再次看向周慧美说着 我当然 周慧美刚想应下 这时陈景却上前一步 道 阿姨 这白佑瓷碗是赝品 您别买 这白佑瓷瓶是赝品 陈景这句话说出来 周慧美微震了下 孔文里面上露出感兴趣的神色 而孔雪则是露出了满脸的笑容 孔雪是相信陈景的鉴定眼力的 她说是赝品 那肯定就是赝品了 而且 之前她提及不要来这报谷斋的时候 小陈却说来 就是觉得 这报谷斋的老板可能又会用赝品糊弄母亲 小陈想借着这个机会 让母亲对她的态度能有所转变 换句话说 也就是借着这个机会刷下好感 现在还真如小陈所料 这个报谷斋的孙老板 还真把刷好感的机会送来了 陈景 你这话可不能乱说 周慧美仙开口说着 皱着眉头说道 而那孙老板更是脸色难看的硬道 这位先生 你这样乱说话 可是在污蔑我这报谷斋的信誉了 陈景卿笑了声 孙老板 你这报谷斋的信誉 我可污蔑不了 只有你自己能毁了 稍顿 陈景也不和他多废话 看向周慧美说道 阿姨 其实这件所谓的 北宋纯化年间的白佑瓷器 我都不用上演戏乔 就知道是赝品了 问题就出在这个所谓的纯化年号上 这以年号为款制 乃是从明朝永乐 以及宣德年间 才开使心盛起来的 往前的朝代 是不可能出现 带有年号款制的物件 款制也叫年款 乃是古代在一件瓷器的 契明底中央 深的中部或口园等部位 书写上某某皇帝的年号 像什么大名永乐年制这样的 以表示年纪 也就是什么时候做的 当然了 这年款中 还细分为皇家烧制的官邀款 以及民间烧制的民邀款 以及其他杂款等等 这带有款制的瓷器 因为能精准知道制作时期 价值也往往要高尚一些 这也就导致一些 制作艳品的人 喜欢在艳品上弄款制 可问题是 有些纺制艳品的人 并不知道 年号款制在明朝以前是没有的 因此 什么宋朝 甚至唐朝 汉朝的年号款制都出来了 还有更离谱的是 有些款制本身不仅朝代不对 连字都不对 连微软雅黑字体都出来了 简直是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 离谱到家了 周慧美文言 满脑门都是问号 有些半信不疑的问 陈景 你这说的是真的假的 他半信半疑 旁边的孙老板则是脸色大变 看向陈景的目光 都是惊讶之色 似是有些想不到 如此年轻的一个小子 居然能对年号款制支支甚强 值得一说的是 这是陈景第一次没有动用鉴定神眼 自己独立鉴定成功的 原因不少 一字是那白有瓷器的破绽太明显 二则是瓷器本就是古董行的大热门 陈景平日里学习的最多的 就是关于瓷器的鉴定知识 自然是知道年号款制的情况的 当然不管怎么说 第一次独立鉴定 对陈景来说 还是相当值得高兴的事情 毕竟可说是他的第一步 也绝对不会是最后一步 孙老板 你怎么不说话了 周慧美这时候也发现了孙老板的不对劲 转头问着 那孙老板表情颇为尴尬 不过却没回答他 只是看向陈景问着 这位 这位小兄弟也是行内人 这能知道年号款制的情况 基本也就只有行内人了 因此 这孙老板虽是问 但话里面倒都是肯定的意味 陈景也没回应 俊朗的脸上带着点笑意 也算是一切竟在不言中了 原来是同祥啊 那小兄弟你 这也不早说 不然 孙老板一边把那 装着白柚瓷碗的防护盒子盖起来 一边想说什么 周慧美见他这样子 也全然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了 顿时气了个不轻的道 孙老板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不然什么 不然就要把赝品成功卖给我了 文言 那孙老板也相当尴尬的道 周女士 我这 这位陈景这个同乡当面戳穿 刚才他还把话说得很满 现在还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关键是 他也知道 周慧美家里在宜城有些背景 也不好直接翻脸不认 那个 这位小兄弟是周女士 您的什么人 您要是早点带他过来就好了 这孙老板 确实也不是个好东西 这话反倒有点怪周慧美的意思了 周慧美那叫一个气 听到他这问题 也没多想 只下意识地应道 是我女 话说出口 他突然反应过来 又赶忙改口道 是我什么人 关你什么事 你别转移话题 赶紧给我一个交代 我以前在你这买了不少东西 是不是全是赝品 她的话虽说没有说完 但很容易就能听出来 完整的话应该是 是我女婿 周慧美下意识地回应 让陈景和孔雪默契地相视一笑 这特地来报骨斋的目的 有这个效果 就已经是相当不错了 周女士 您这话说的 什么赝品不赝品的 咱们古董行可没有这种说法 物件只有新旧之说 没有真言之分 孙老板脸上 带着无赖般的笑容 居然说出这种话来 周慧美都直接气笑了 你这意思 就是承认 以前卖给我的那些东西 都是赝品了 好 好的很 周女士 那些东西 我可都没有强迫你买啊 耍无赖到底了 主要他是有恃无恐 以前卖给周慧美的那些物件 确实也都是你亲我愿的 这就是古董祥的水深了 物件到底是真实验 其实是没有一个绝对标准的 打眼上当 基本也就只能自认倒霉了 周慧美气得连连喘着粗气 但一时间 还真找不到话来反驳着孙老板 这时 陈景站到了周慧美身前 脸上也露出些冷笑 孙老板 我看你这报骨斋的生意还不错 要是传出你 专卖赝品给客人的新闻 不知道以后的生意 还有没有这么好呢 他这话却是一针见血的 抓住了孙老板的死穴 做生意吗 讲究的就是个信誉 不管是什么生意 有些事情可以做 但不能被人知道 或者说 事情不能被闹大 尤其还是古董店铺 一旦专卖赝品的名声传出去 往后谁还敢来你这买古董 本来这除开古董商人之外 爱好收藏的人 多数就没有太厉害的鉴定眼力 到古董店铺买古董收藏 自然不希望买到赝品 孙老板闻言 脸色也是瞬间僵住 孔文里这种人物 自是瞬间就明白了事情的缘由 随意的说了句 刚好我也认识些新闻界的朋友 简单一句话 让孙老板的脸色 更加难看了起来 他虽说知道孔家有些背景 但他自问在宜城 还是有些人脉的 就是惹不起孔家 但也不是个被随意拿捏的对象 可万万没想到 陈景居然要给他来这么一手 他这事儿要真是被闹大 上几个新闻宣传宣传 那可就真要完蛋了 关键这事儿 对孙老板来说是牵一发动全身的 还是那句话 古董行中像赵正那样的老板 简直是凤毛麟角 这孙老板和高福也是一丘之合 这些年报骨斋 不知道卖了多少宴品给客人 大部分都没什么背景 但也不少像周惠美这样的 这消息传开 他以后就别想再一城混了 周女士 这样吧 你以前在我这买的所有古董 我都把钱退给你 权衡利弊之后 孙老板最终还是不敢 让这事儿闹大 咬了咬说道 周惠美文言 脸上神色依旧不好看 要不是没有证据 你这种骗子 我一定告到你去坐牢 这也就是古董行了 买卖的物件是没有个定价的 在法律上的界限很模糊 不过要不是如此 四高福孙老板这种人 也就没有生存空间了 孔文理则道 行了 要不是小陈来这一趟 你以前那些钱可都白花了 现在能退回来也不错 他这话算是应下了孙老板给出的交代 至于更多的要求 孔文理倒也没提 比如额外赔偿什么的 没办法 从政的人物就是这样的 多的也不好明说 哼 周慧美冷哼了声 瞪着孙老板道 快点把钱还给我 孙老板其实心里也在滴血 这到手的钱 现在全都要还回去 这感觉真是最难受的 这也是他第一次啊 俗话说得好 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失血 遇到沉井 这孙老板也只能自认倒霉了 或者应该说天理循环 报应不爽 坏事做多了 总会遇到鬼的 随后 孙老板便查看了和周慧美的所有交易往来 然后把这些年周慧美在他这花的钱 共计29万8千块都退给了他 这么多钱 结果买到的物件全是宴品 想也知道周慧美有多气了 小陈 这下 我妈对你的态度肯定要大变了 孔雪在旁边瞧着 端庄美丽的脸上都是开心笑容 悄悄说着 沉井脸上也同样带着开心 能讨未来岳母的欢心 自然是好事情啊 说起来 其实多数男人都得经历这事的 陪岳父喝酒 讨岳母欢心 以后再也不到你这儿来买古董了 周慧美收了钱 依旧气得脸色难看 还狠狠地说着 孙老板善笑了声 没说话 但估计心里也早就破口大骂了 要不是怕事情被捅出去 他不可能是这个态度 小陈走吧 我们换家店铺看看 孔雪挽着陈景的胳膊说着 陈景点了点头 刚准备离开报骨斋 忽然想了个事情来 距离上次使用健保神眼的玄妙直觉能力 好像已经过去了七天 他这两天都在想着到孔雪家来的事情 倒是得忘记了 要不趁现在用用 陈景心里冒出这个想法来 在昌城古玩街试验了两次 都没有什么收获 估计短时间内 是很难再碰到 具备简陋价值的东西了 而这怡城的古董市场 虽说不大 但对玄妙直觉这能力来说 这却是块处女帝 完全可以试验一下的 最重要的是 早点用了 也好让玄妙直觉的能力 早点可以使用下一次 得说的是 陈景在前两次试验的时候 就感觉了出来 这玄妙直觉的能力 同每天的鉴定次数不同 他不用就会一直存着 只要主动或被动使用后 才会进入冷却期 过了七天之后 才能再次使用 念及至此 陈景倒也没多犹豫 放空大脑思绪 动用了玄妙直觉能力 而这一次 那种玄妙直觉 刚在心头浮现 陈景的目光立刻就是一动 看向了报骨斋专门摆放 预期的薄骨架上 落在了其中一件上 陈景微微有些发猛 这报骨斋中 居然就有具备 简陋价值的东西 这不应该啊 古董店铺中的物件 艳品就不说了 真品也是明码标价 没有简陋的可能性啊 等等 陈景忽然想到了一种可能 目光中流露出期待神色 想到某种可能性后 陈景便转身 向这报骨斋 那专门摆放 玉器的薄骨架上走去 孔雪微正 小陈 怎么了 陈景现在也不好多言 只巧声应道 我看到一件有意思的东西 见着小陈的模样 孔雪很快就猜到了什么 默默点头 陪着陈景走了过去 也丝毫没有多追问什么的意思 旁边气呼呼 准备走出去的周惠美 见着两人折返 疑惑问 雪儿 你们做什么 孔雪眨了眨眼 直应道 妈 没什么 小陈想看看 看什么看 这就是个坑人的店 肯定全都是赝品 我们换家店铺 周惠美现在真是恨不得 一把火将报骨斋铁烧了 言语毫不客气 那孙老板文言 终于忍不住反驳了句 周女士 您这话就不对了 我这店铺里 还是有真品的 有真品 你还卖赝品给我 你这个骗子 周惠美怒气冲冲地骂咧着 孔文理也道 孙老板 我奉劝你一句 多行不易必自毙 亏心事做得太多 没什么好下场的 那孙老板不敢和孔文理多言 所以也就没说话 但心里对他的话 自然是不屑的什么 没好下场 他现在如今的身家 和这大大的店铺 不都是这么糊弄套路来的吗 这次要不是碰到的董行 还心思灵活 瞬间就抓住他死穴的陈景 不又赚了八万块 打眼一瞧 却是一块不大的玉佩 面无任何花纹 打磨的也有些粗糙 只是形成有些奇特 手尾相连 中间镂空 似蛇似龙 如果单纯按照这形状来看的话 这应该是一块龙形玉佩 可问题是 这玉佩的头部呈现的形状 居然是颗猪手 龙形猪手 这就有些奇怪了 小陈 这块玉佩看起来好奇怪 孔雪在陈景身边瞧着 也有些惊奇地说着 陈景点点头 伸手把玉佩拿了起来 入手温良 应该是真玉没问题 但玉佩看起来 貌似只能算是还行 说不上是什么绝顶好玉 如果单就这么看的话 这块奇怪的龙形猪头 玉佩的价值不会太高 就算有些年头 但既无上家的雕刻花纹 玉佩也不算很好 估价也就几千块的样子 但这毕竟是玄妙直觉找到的东西 陈景自然不会单从表面去判断 人尚且不可貌相 何况是古董玉器呢 随即 陈景立刻动用了剑宝神眼 金色的光芒浮现 围绕着龙形猪手玉佩转了几圈 然后回到陈景的双眼前 化作一排排的鉴定文字 此物为 明朝正德仿红山文化猪龙玉佩 此物历史价值 玉在夏华文化中 是极为重要的代表 夏华人对玉有着言之不清的喜爱 古人言 玉 实之美者 有武德 则润以温 人之方也 明朝承袭宋朝以来 商业贸易的飞速发展 经济极其富裕 在经济富裕的基础上 明朝玉器的发展 也变得多样化 从总体上看 明朝玉器逐渐脱离五代 两宋玉器形神兼备的特点 形成了追求金雕细琢 装饰之美的艺术风格 可此见猪龙玉佩 却大有不同 此玉佩打磨粗糙 但在猪手的雕刻细节上 却能见雕刻匠人的匠心 独到之处 猪耳精细 猪眼灵动 这等雕刻技艺 可称上家 由此便知 玉佩整体的打磨粗糙 应是刻意为之 以此粗糙感 来模仿红杉文化中的玉猪龙 看完鉴定信息 陈锦握着猪龙玉佩的手 立刻就紧了紧 玄妙直觉果然不会出错 这块玉佩 真的具备简陋价值 小陈 孔雪敏锐地察觉到了陈锦的异样 极漂亮的双眸 带着些询问地看着她 说起来 这大姐姐和大男孩相处时间 其实真要说起来不算很久 这正式确定关系的时间 就更加不用说了 但两人之间却格外的默契 就好比此刻 陈锦居然看懂了 孔雪眼眸想要询问的话 学姐 得把这块玉佩买了 陈锦低声硬着 孔雪文言 瞬间就明白 小陈这是在回应她的询问 这块奇怪的龙形猪手玉佩不简单 同时 她心里也有点莫名的开心 她的一个眼神 小陈居然看懂了 这种感觉 让她想起了一句诗词来 身无彩凤霜飞翼 心有灵犀一点通 或许她等到28岁 真的是在 等着眼前这个大男孩长大呢 陈锦倒是没有想那么多 男人总是要比女人更加理智的 她拿着玉佩 开口问着那孙老板 这块玉佩怎么卖 孙老板文言微正 她没想到 陈锦居然还要在她这买东西 陈锦 你她这买什么 我们去其他地方买 周惠美也有些不悦的说道 陈锦现在不好解释什么 只好不去回应周惠美的话 这一下倒是又把周惠美给气着了 她原本因为刚才的事情 对陈锦的印象 大大的转变成好的呢 结果现在陈锦居然要在报谷宅买东西 就好像故意和她作对似的 这会儿周惠美的情绪本就不稳定 孔雪担心 她再说出什么失态的话了 赶忙走过去 低声和她说了几句话 周惠美听着 脸上的神色逐渐变得有点古怪了起来 然后就沉默着没说话 陈锦见状也松了口气 她是生怕这位未来岳母 说出什么过激的话来 到时候 她再执意要买这块龙形猪手玉佩的话 秃顶孙老板说不定还看出什么问题来 当然了 这个可能性其实不大 因为龙形猪手玉佩有点特殊 没点倒横和经验的人是看不出来的 事实也确实如此 孙老板虽说也奇怪 陈锦为什么要在她这买东西 但还是说出了价格 你是行内人 我给你个实价 这是块真玉 看起来也有些年头 五千块 陈锦笑了笑 直接应道 行 见她答应的这么干脆 孙老板本能的觉得有些狐疑 但看了看陈锦选中的那块玉佩 她又觉得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那块龙形猪手玉佩 她到手也挺久了 之前自己鉴定过 一些古董型的朋友也看过 都是觉得没太大价值的 毕竟整体打磨粗糙 预制也只能说还行 因此 孙老板虽说有点奇怪 但最终还是把龙形猪手玉佩 卖给了陈锦 她是真没看出来 其中的隐藏价值 古董行中也少有人能看出来的 陈锦很快就付了账 把这笔交易给完成了 然后 她俊朗的脸上 便露出了不佳演示的笑容 也忍不住了 立刻开口问 陈锦 那块玉佩你捡漏了 孙老板闻眼脸色微顿 有些惊诧和难以置信的看着陈锦 对 阿姨我捡漏了 陈锦似笑非笑的看着孙老板 也没掩盖的意思 直接承认了 交易已经完成 陈锦也不怕这孙老板反悔耍赖 更别说这家伙 还有把柄在他们手上呢 主要陈锦想要借此帮周慧美出出气 再刷一刷这位未来岳母的好感度 真的啊 周慧美满脸惊奇地走了过来 看着陈锦手中拿着的龙形猪手玉佩 有些疑惑 这块玉佩看起来 好像也不怎么样 简简单单都没有好看的花纹 对这话 陈锦是无法评价的 因为这位未来岳母 对古董的价值认知是 停留在最最基础的阶段 这时 孙老板也道 简陋 不可能 这块玉佩打磨粗糙 玉制也一般 根本就没有多高的价值 你凭什么说简陋 虽说刚才他也有点怀疑 但最终还是坚信了自己的判断 因为龙形猪手玉佩 看起来真的没有任何出奇的地方 孙老板不觉得 年纪轻轻的陈锦 能在自己店里捡漏 让他走宝 所谓走宝 也就是有价值的好宝贝 从自己手里被人给捡漏了 陈锦嘴角稍稍上扬 故意带着点讥讽的道 所以说啊 你这种人 只能靠卖赝品忽悠来赚钱了 真正的宝贝到了手里 却认不出来 他这话是说给周慧美听的 就是 骗子就是骗子 周慧美也跟着讥讽了句 然后更好奇地问 陈锦 你快说说 这块玉佩到底有什么价值 孙老板也睁大眼睛 死死地盯着陈锦 他怎么都不相信 那块龙形猪手玉佩 能具备他不知道的价值 更无法接受 旁边 孔雪也在看着陈锦 极漂亮的眼眸中 带着期待和炽烈的爱意 他很喜欢陈锦 对着古董侃侃而谈的样子 比他任何时候 都要帅气和有魅力 此前两次和陈锦一起简陋 孔雪是记忆犹新的 孔文理脸上 也带着些感兴趣的神色 在几人注视下 陈锦缓缓开口道 这块玉佩看似打磨粗糙 但这只是表象 细观这猪手就能发现 猪手的雕刻非常精细 记忆是上加的 那又如何 单就这点 这块玉佩的价值 也提高不多手 绝对说不上简陋 孙老板有些急 开口打断 陈锦一笑 你别急啊 听我说完 他这模样 让孙老板更急了 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 陈锦接着道 从这猪手的雕刻 可以看出 这整块玉佩的打磨粗糙 是刻意为之 那为什么要刻意 打磨得这么粗糙呢 因为这块玉佩 是古人在仿制 红杉文化的玉珠龙 这才是这块玉佩 真正的价值所在 它代表古人 对红杉文化是有了解 甚至是传承的 所以古人才能仿制玉珠龙 说到这里 其实涉及到一个问题 古董 到底是什么 古董 又称古丸 文物 古著等 它是人类文明 和历史的缩影 融合了历史学 方制学 金石学 博物学 鉴定学 及科技史学等知识内涵 人类文明和历史的缩影 从这句话中 便明白一些重要的点 如果说历史是一条长河 那古董就是这条长河上 建设而起的浪花 有的大 有的小 有的肉眼不可见 有的则是滔天巨浪 人们收藏古董 研究古董 其实也可以说是在追寻历史 研究历史 现如今很多历史的真伪和情况 其实都是通过古董文物 来判断出来的 而往往能佐证 历史的古董 都具备不小的价值 举个简单的例子 前几年在秦帝一座 秦王墓中出土的秦王尊 墓穴中的情况 配合上面的明文记载 就佐证了史学界 多年来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 而那秦王尊的价值 是不可估量的 能够佐证和挖掘历史的古董 即使它的制作工艺稀烂 没有半点的艺术价值 但它的价值也绝对不低 陈景手里这块龙形猪手玉佩 就是此类古董 周慧美听得依旧有些迷糊 却没看到那孙老板 脸色都有些发白了 陈景 什么是红杉文化 还有玉珠龙 这是个什么龙 周慧美忍不住好奇地问着 陈景自事解释道 阿姨 红杉文化是新石器时代的文化 或者说文明 距今约有五六千年吧 是咱们华 下文明最早的遗迹之一 遗迹中出土的 以玉石制作的各种文物 当时可是震惊了全世界的 在五六千年前 咱们的祖先就已经开始制作玉器了 虽说不上多精美 但也足够震撼了 而其中 就首次出土了玉珠龙这种龙形玉 代表在那个时候 龙的形态是具备多样性的 红杉文化 是在近代才被发现 并且逐渐挖掘的 而在历史上 并没有太多 关于这个文化的记载 有些学者就认为 这个红杉文化 虽然是在咱们的土地上存在着 但应该和华 夏文明没有太大的关系 直到后来的一些发掘 才打破了这个质疑 但还是有少数人 依旧固执的质疑 稍顿 陈锦示意周惠美 看向自己手中的龙形猪手玉佩 接着道 阿姨 咱们这块玉佩 应该是明清时期的 这明清时期 就有人仿制红杉文化的玉珠龙 制作玉佩了 这更进一步佐证了红杉文化和华 夏的关系 打破了那些人的质疑 听到这儿 周惠美终于是听明白了过来 惊讶道 那这意思是 这块玉佩 具备不小的学术研究价值 学术研究价值 陈锦听到未来岳母的形容 倒是夸赞了句 阿姨说得很贴切啊 对 这块玉佩 可能不具备太大的艺术价值 和玉石价值 但它具备不小的学术研究价值 一旁 同样听明白了的孙老板人 都有点站不稳了 他 真的走饱了 陈锦见状 心里不免好笑 他方才之所以说 这块龙形猪手玉佩 古董行中人 都少有能看出来价值的原因 其实很简单 还是那个问题 对古董价值的认知 别说是行外人了 即使是不少行内人 都意识不到古董的学术研究价值 因为多数收藏古董的人 都是抱着投资的想法 古董商人 也都是冲着赚钱去的 也不是说四孙老板这种人 就不知道古董的学术研究价值 只是这种古董 确实太少见了 有的人一辈子都碰不上一件 自然不可能意识到价值 包括陈景也是如此 他从书中看到过红杉文化 也看到过对玉珠龙 以及其他玉器的着重介绍 但刚才看到龙形猪手玉佩 没有动用剑宝神眼之前 他也没有意识到 陈景 那这块玉佩能值多少钱 周慧眉脸上带着些激动 又开口问着 听到未来岳母询问龙形猪手玉佩 能值多少钱 陈景特意看了眼脸色发白 表情复杂到极点的孙老板 阿姨 这块玉佩具体能值多少钱 我倒也说不太清楚 陈景先这么硬着 他也确实无法给出估价 在这方面的经验 他还是相当欠缺的 不过言语稍顿 陈景又补充道 但就凭这块玉佩的学术研究价值 最差也应该能卖个二十万以上 这是陈景思考给出来的保守估价 二十多万也不算少了 最关键的是 买来只花了五千块 这中间的差距是相当值大的 听到这个价格 周慧眉脸上是乐开了花 这么多呢 那咱们五千块买来 就真是捡了大漏了 哈哈 他说到后面 甚至是有些不顾及形象的笑了起来 这自然是故意笑给孙老板看的 在这报骨斋买了那么多赝品 周慧眉心里是憋了一口气的 现在好了 陈景在孙老板手上简陋 狠狠地恶心了下他 也帮自己出了气 他自然是高兴的 孙老板的脸色就甭提多难看了 本来把钱退给周慧眉 他就很是肉疼了 现在又走饱 这钱后加起来损失了五十万 真是让他觉得心都在低血 小子 算你厉害 孙老板咬牙切齿地说着 入行这么多年 今天被陈景这个后辈 给狠狠地教训了一番 他心里不服气得很 但又没办法反驳和回击 简直憋屈地想要吐血 关键走宝这种事情 也怪不得旁人 谁让自己眼力不够 道行不足呢 陈景文言轻笑道 孙老板 我觉得这做人做事 还是应该厚道一些的 拿赝品糊弄人 终究不是好事情 倒不如踏实地提升自己的鉴定眼力 这才是正道 孙老板冷哼了声 心里自然还是不以为然的 在古董行想要赚钱 不搞点套路 糊弄棒锤怎么行 真品古董是那么好找到和简陋的 好言难劝想死的鬼 陈景也不再多说其他 周慧每见着孙老板郁闷的样子 脸上的笑容就没停过 看陈景也是越来越顺眼的 好了 时间也不早了 咱们走吧 这时 孔文理出声说着 这陋也剪了 气也出了 好感度也刷了 一家四口 自然是没有再留在报骨斋的必要 便都是笑意满满的走了 孙老板看着几人的背影 尤其是陈景的背影 眼中有怨恨和不服 但最终还是叹息了声 现在的年轻人都这么厉害了吗 陈景的年纪 让这秃顶的中年人 也不可避免地生出了一种挫败感 或许 这才是真正的后浪吧 一家四口出了报骨斋 孔雪挽着陈景的手 端庄漂亮的脸上都是骄傲和自豪 夸赞道 小陈 你真棒 还好 是运气不错 陈景依旧谦虚 不过又突然想到什么 凑到孔雪耳边低声道 这次简陋 又是和学姐你一起 学姐是真的很忘佛 这句话 陈景终于是能光明正大的 对着孔雪说出来了 毕竟现在名正言顺了 孔雪文言 下意识抿了抿唇 觉得自己脸颊有些发烫 微有些羞涩 这个时候 旁边的周惠美 护士满脸笑容的道 小陈 真没想到你健宝这么厉害 真是年少有为 她这话把陈景和孔雪 都听得微正了下 小陈 之前可是一直叫名字的 这也代表周惠美对陈景的态度 还不是那么的好 结果现在就叫小陈了 就算这不代表着她 完全认可了这个女婿 但至少也说明态度大变了 好感度没白刷呀 陈景心里这么感叹着 嘴上也印道 谢谢阿姨的夸奖 我会更加努力的 以后一定能给学姐幸福的 无论是精神上 还是物质上 好家伙 陈景也是不放过 任何刷好感度的机会 孔雪文言 笑意盈盈地看着自己的大男孩 周惠美听着 虽没有应陈陈景这话 微微点了点头 孔文理则道 小陈在古董鉴定上 确实很有天赋 不过 我想她平时应该也很努力吧 当然了 小陈平时很用功的 她很有伤情心 孔雪接过了话茬 毫不掩饰的夸赞 见着自家女儿如此模样 孔文理心里倒是突然有点复杂 有种自己家种了二十多年 水淋淋的白菜都不用被人摘 自己就跑了的感觉 不过这种复杂 其实也正常 多数生了女儿的父亲 都会经历的 一个成熟的老父亲 得学会自己默默去承受 这时 陈景忽视把手中的龙形猪手玉佩 拿给了周慧美 笑道 阿姨 这块玉佩您收好 是非常不错的收藏品 把这块玉佩送给周慧美 陈景其实也稍稍考虑了下的 二十多万的价值 是有些偏高了 其实不太适合作为礼物送的 这种不合适 不光是指陈景自己这边 对周慧美 或者说孔家 也同样如此 小陈 这 这我不可能不收 周慧美立刻摆手 又道 你现在事业才起步 这最少能值二十多万的古董 你自己留着比较好 孔文里也道 是啊 小陈 这块玉佩太贵重了 包括孔雪 也是识反对意见的 小陈 不是说了吗 买个便宜些的就可以了 是很便宜啊 只是五千块钱嘛 阿姨就收着吧 陈景俊朗脸上带着笑容 他其实就是想借着这个机会 直接把好感度拉满 二十多万的漏 确实不少 但对现在的陈景来说 其实也不是那么重要了 这次假期 在高铁上捡漏的 吴昌硕先生的鸡血石印章 以及外婆那件 明朝嘉靖时期的T彩带和 加起来能赚一百多万呢 如此对比下 这块龙行诸首玉佩 还真是价值最低的了 主要还是其 虽有学术研究价值 但并不具备唯一性 价值还是有限的 如果这块龙行诸首玉佩 是唯一能够证明 古代就知道 并且传承了红山文化的古董 那价值才是真的不可估量了 小陈 真的太贵重了点 不好的 孔雪柔和大气的再次劝说着 陈景握了握孔雪细腻千细的手 认真道 不贵重 要不就算做 我以后娶学姐的一部分彩礼吧 听到陈景说的认真的话 孔雪却是没好气的笑道 谁要你给彩礼了 谁要你给彩礼了 这可能是最美的情话之一了 那就不算做彩礼 就只是我给阿姨的礼物 阿姨收着吧 陈景心头微热 言语中依旧很是坚持 直接把龙行诸首玉佩 塞给了周惠美 她这样 倒是弄得周惠美 有些不好意思了起来 看了看手里的玉佩 其实她还是很喜欢的 毕竟此前她买的那些古董 多数都是赝品 现在有件颇具学术研究价值的真品 周惠美说不喜欢肯定是假的 只是 这价值也实在是有点贵重了 这毕竟是陈景第一次登门 要是以后 或者说 真到了和孔雪谈婚论嫁的时候 周惠美倒是能够 没有什么心理压力的收下了 但现在嘛 还不对 我怎么都在想着 雪儿和她谈婚论嫁了 周惠美想着想着 忽然反应了过来 她可还没完全认可陈景呢 怎么就不自觉的 开始想那么多了 周惠美随即反思 很快就得出了个结论来 陈景这小子 确实很优秀 短短时间内 就让她的反对态度 快要完全转变了 甚至因为她表现出来的优秀和沉稳 让人下意识 忽略了她的年轻 难怪雪儿都这么喜欢她了 周惠美心思转动 一时间倒是没说话 陈景侧趁机转移了话题 叔叔阿姨 我听说怡城的夜宵很不错的 孔文里点点头 是不错 有不少特色小吃 走吧 一起去尝尝 她说这话的时候 眼中也有笑意 这位未来岳父 是典型地揣着明白装糊涂 自然看出了 陈景是在故意转移话题 好让周惠美顺势 把玉佩给收下 但她也相当配合 陈景明白这点 嘴上硬道 好啊 心里也很开心 因为孔文里的配合 其实是在隐晦地表达自己的态度 她已经是认可陈景这个女婿了 不然怎么可能 只是女儿的男朋友 那玉佩会显得贵重 但要是未来女婿 关系就不同了 一家四口都是聪明人 孔雪听到父亲的话 极漂亮的双眼 化作了弯月牙 里面闪烁着的 都是欢喜的光彩 也不再多说其他了 周惠美沉默了话 看了看丈夫 看了看女儿 最后看了看年轻俊朗 气质沉稳的陈景 脸上终于还是露出一抹笑容 这附近有家臭豆腐味道不错 小陈你一会儿好好尝尝 一切尽在不言中 当晚 陈景和孔雪在路灯下 食指向扣着 缓步前行 小陈 我爸妈好像都认可你了呢 自从陈景突然出现后 孔雪精致漂亮 脸上的银银笑意 就没怎么消失过 陈景紧了紧牵住孔雪的手 有种牵住全世界的感觉 开心硬道 嗯 叔叔阿姨都是很好的人 是这么说没错 不过和你的优秀表现 也有很大关系 你真的很棒很棒 大姐姐从来不会吝啬 对自己男人的夸赞 人都是喜欢被夸赞的 陈景也不会例外 学姐 那我表现得这么棒 有没有什么奖励 陈景乐呵呵地问着 目光有意无意地 看向孔雪那好看的红唇 她的目光炽热而大胆 孔雪能很清楚地感觉到 甚至都觉得 唇瓣微微发热 像是被陈景的目光灼过眼似 那你想要什么奖励 孔雪眨了眨眼 侧头看向自己的大男孩 显得很是落落大方 这下 陈景反倒有点被孔雪给压制住了 不好意思地咳嗽了声 终究还是个感情出戈呀 虽说孔雪也是初恋 但毕竟大上好几岁 心里要成熟很多 自然没有陈景这么青涩 换句话说 陈景现在还处在成长期呢 时而大胆 时而又有点扭捏 坦坦特特 羞羞怯切切 本也是初恋的模样啊 陈景没好意思说出自己想要的奖励 孔雪极漂亮的眼眸中闪过笑意 珍珍觉得自己的大男孩可爱极了 她突然很想 很想捏一下她的脸 然后 孔雪也就这么做了 她顿住脚步 转身面对着陈景 漂亮的脸上都是温柔的说道 那你闭上眼睛 陈景有些惊喜地 乖乖闭上了眼睛 甚至还抿了抿有点干涩的嘴唇 孔雪瞧得眉眼弯弯 然后故意凑近了些 还问了句 准备好了吗 陈景没说话 只是连连点头 随即 孔雪伸出一双白皙好看的手 捏住了陈景俊朗的脸庞 这就是奖励了 喜欢吗 啊 陈景睁开眼 有点猛 有点哭笑不得 她好像是被大姐姐给调戏了 孔雪越发觉得她可爱 终于忍不住笑意 哈哈 雾蒙蒙的路灯下 大姐姐笑得极开心 大男孩虽有点无奈 但眼眸深处其实都是满意的爱 这一幕 平淡美好 周遭的万家灯火 路上的匆匆行车 似乎都变得模糊了起来 只有两个幸福的人越发清晰 不久后 孔雪送着陈景到了 她下榻的酒店 还走进房间中瞧了瞧 见着环境什么的都不错后 才放心下来 学姐 你就先回去吧 早点休息 明天我们还得赶飞机呢 陈景虽说不舍得孔雪走 但还是得这么说着 这进度再快的恋爱 也没有这么快就同诉的 明天国庆假期就要结束了 两人自然是要回往昌城的 孔雪文言微微点头 但脚步没动 看着陈景没说话 端庄漂亮的脸上其实也带着不舍 再怎么成熟 热恋中的女人在这点上 其实都是差不多的 我 我送你到楼下吧 陈景忍不住开口说着 孔雪展颜一笑 好 走到酒店门口 孔雪这次倒是没在逗留 和陈景到了聚晚安后 转身就回往自己家 陈景则看着她的背影 小陈 这时 孔雪忽然喊了句 在陈景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大姐姐猛地回身 双手搂住了她的脖子 轻轻往下一拉 刹那间的双唇相处 便胜缺人间无数 这 才是大姐姐 要给大男孩的奖励啊 十几分钟后 孔雪才回了家 她端庄美丽的脸蛋上 倒是看不出什么异常 只是那双极漂亮的眼眸深处 都是幸福 还隐藏那么一丝回味 小陈不是就住在小区外面的酒店吗 怎么送了这么久 见着女儿回来 坐在沙发上的孔雯里 看了眼时间 稍稍有些疑惑地问着 孔雪文言 抿了抿唇没说话 周慧美促侠的一笑 你个老家伙 不懂年轻人的世界 就不要多问 母亲的话 让孔雪都不免有点羞涩 七双赛雪的脸蛋微红 妈 您说什么呢 孔雯里这下倒也明白了过来 心情复杂地 拿起水杯喝了口水 入口的滋味 是一言难尽的 爸 我给您泡茶喝吧 您要喝红茶还是绿茶 或者普尔 善解人意的孔雪 察觉到了父亲的异样 倒也知道原因 心里有些好笑 面上却问着 孔雯里很想说 泡杯苦茶吧 到嘴边去变成了 绿茶吧 孔雪点点头 没再多说其他的 把陈景今天带过来的绣牙茶 拿了出来泡好 这茶还不错 是小陈家乡的特产 孔雯里浅尝了口 开口称赞 是啊 小陈给你们准备礼物 也很用心 他还带了皮蛋呢 我记得我好像以前和他提过一嘴 唐城的皮蛋很出名 他应该是记在心里了 孔雪说起陈景 漂亮的脸上 总是忍不住绽放笑意 周慧梅也说着 小陈的为人处事 确实不像个22岁的小伙子 蛮沉稳的 小陈是不错 我现在倒是相信他以后 不会因为年龄差距 而对雪儿不好 或者带给来什么伤害 孔雯里喝了口茶 看似随意地说道 但他这话 其实就是在表明自己 已经认可陈景了 爸 谢谢你 孔雪虽说早就猜到了 但听到父亲真的说出口 他还是有些高兴和激动 周慧梅见着丈夫说着话 也叹了口气道 雪儿 其实就像我之前说的 我对小陈并不讨厌 只是觉得他太年轻了 担心以后你们的婚姻生活 会出现问题 稍顿 周慧梅脸上又浮现笑 不过从今晚的事情 还有一些细节上 我觉得 小陈应该不是那种人 他对你也是真心喜欢的 不然 最少价值20多万的古董 也不会那么坚持的 要送给我 而且你爸看人很准 他都同意了 那我也就同意了 周慧梅也挺有趣的 明明他自己心里也很是认可 甚至是喜欢陈景了 但可能因为之前的反对 现在这么快就同意了 这面子上有点挂不住 还要把丈夫拉出来垫背 孔雪自是心里明白 也只是走过去 挽住了周慧梅的胳膊 请你道 谢谢妈 你呀 既然选择了小陈 以后就要和她好好的 争取早点结婚生孩子 毕竟你年纪不小了 周慧梅同意了之后 呼的变得有点感慨 往前面对母亲的催婚催生 孔雪都是无奈的避而不答 但这次 她却是眨了眨眼 应道 其实我倒是没什么 不过还要看小陈的想法呢 她现在事业心挺重的 大姐姐就是大姐姐 那怕陈景从未说过这方面的话题 但孔雪依旧看出来了 自己的大男孩 现阶段的目标 是在事业或说赚钱上的 有事业心是好事情 不过结婚也是人生大事 你找个机会问问小陈 虽说你们才刚开始谈恋爱 但谈了半年一年的 也就差不多可以考虑结婚生子了 周慧梅对这一点还是蛮急的 孔雪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 主要她不想在这方面上 给陈景太大的压力 因为结婚不是简单的事情 婚房 装修等等都是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对了 周慧梅忽视想起什么 从身上把那块龙形猪手玉佩拿了出来 认真道 这块玉佩 你明天还给小陈 妈 孔雪有些疑惑 妈没别的意思 我仔细想过了 这块玉佩的价值是有点高了 你不也说小陈现在事业心挺重的吗 这玉佩还是让她拿去出手了 多赚些钱 周慧梅边说着 就边有点不舍地 把玉佩放在了孔雪的手中 这个喜爱收藏的中年妇女 其实是真挺喜欢这块学术研究价值挺高的玉佩 但不舍归不舍 周慧梅给的还是很坚决 告诉小陈 让她把这块玉佩收回去 等以后她事业成功了 再给我送更好的古董就是了 孔雪看着母亲 轻密地靠在了她的肩膀上 再次道 谢谢妈 哎 谢什么呢 妈就你这么一个女儿 小陈以后真成了我女婿的话 那就算半个儿子了 我支持下她的事业 不是应该的吗 孔雪笑容甜美地应道 小陈一定会成你女婿的 一日 陈景早早地起床收拾了行李 就到了孔雪家 小陈 快点进来吃早餐 是周慧梅给陈景开的门 她特地准备了早餐 陈景赶忙硬了声 又喊了句阿姨好 周慧梅瞧着俊郎礼貌的陈景 脸上忍不住露出了高兴的笑容 又伸手帮她提着行李 孔文理坐在餐桌边 或许是陈景还没到的原因 她倒也没动筷子 见着陈景笑着点头 小陈来了 叔叔好 陈景自也恭敬地问好 孔文理摆了摆手 这么磕套做什么 快做 尝尝你阿姨做的包子 味道很好的 陈景心里微动 她这回也感觉到 孔文理和周慧梅 对她的态度转变了 俨然已经是当做未来女婿了呀 小陈 这时 梳妆打扮好的孔雪 也从卧室走了出来 她今天穿着一袭浅灰色的短款风衣 搭配黑色高筒长靴 极为凸显气质和身材 尤其那一双修长笔直的长腿 尤为吸人眼球 孔雪一向不喜欢化浓妆 端庄美丽的脸上 只是化了点恰到好处的淡妆 便已经是天花板级别的颜值了 陈景都瞧得微微正了下 她真是觉得自己 不管看多少次都不会腻 也不会觉得 雪姐对自己没有吸引力了 或者说 孔雪对陈景的吸引力 外在只是占据一部分 除开颜值身材外 她的善解人意 温柔体贴 落落大方 甚至是生病时的小女生模样 都是陈景爱极了的 孔雪见着愣愣的陈景 脸上不免露出笑意 拉着她一起坐在了餐桌边 说着 小陈 尝尝我妈做的包子 我的厨艺都是 和我妈学的 周惠美准备的早餐还挺丰盛 包子馒头豆浆油条 还有鸡蛋和薄脆饼 倒是应有尽有 小陈 喝杯豆浆 周惠美笑呵呵地成了杯豆浆 放在陈景的手边 或许是因为已经在心里 认可了陈景这个未来女婿 周惠美的态度 转变得是真的快 甚至都让陈景 有种受宠若惊的感觉 谢谢阿姨 陈景赶忙双手接过豆浆 她的态度倒也摆得很正的 说什么谢谢啊 见外了 孔文理也拿起筷子 给陈景夹了个肉包子 虽没说什么 但这态度也是极好的 孔雪见着父母对小陈的态度 端庄漂亮的脸上 也都是满满的笑容 眼眸中也浮现出幸福的神色 真好呀 一顿早餐 陈景倒是吃得有点不自在 因为未来的岳父岳母 尤其是后者 真是太热切了 各种家菜成豆浆 弄得她这个早餐吃下来 自己都没怎么动筷子 两人的机票定在上午 吃过早餐后 陈景和孔雪就得赶紧出发了 因为孔雪还是经常回家的 所以周惠美和孔文理 倒也没有表现得太过不舍 当然周惠美这个做母亲的 还是拉着女儿说了好一会话的 两人提着行李出门的时候 周惠美还笑着对陈景道 小陈 以后有空就和雪儿一起回来 阿姨这段时间去学学你们串玉菜 到时候做给你吃 这话真是要让陈景受宠若惊得很 我也很喜欢吃香南菜的 口味还是有点不一样的 再说我反正闲着也没事 孔文理也在旁边说道 对 你阿姨空闲时间多 刚好给她找点事情做 嗯 那我一定和雪姐常回来 陈景还能说什么呢 只能是印象了 孔雪在旁边笑意盈盈地 看着父母和自己的大男孩 眼眸中的幸福和开心 已经是浓郁到化不开了 不久后 陈景和孔雪才离开了孔家 两人走后 孔家便就只剩下劳两口了 周惠美叹了口气 也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才回来了 为人父母自是牵挂在外的子女的 孔文理笑了笑 该回来的时候自然是会回来的 稍顿 她又想起什么 补充了句说 话说啊 你这对小陈的态度转变得可真够快的 难怪都说丈母娘看女婿 越看越喜欢了 周惠美白了丈夫一眼 倒也没反驳她这话 反而笑眯眯的道 你还真别说 我同意雪儿和小陈在一起后 还真是越看她越喜欢 形象好 有本事 还懂事礼貌 多好的女婿啊 以后让雪儿的几个姑姑大姨看见 只不定多羡慕呢 孔文理 现在不嫌弃 小陈年轻了 那当然了 小陈性格沉稳 那她的年轻就是优点了呀 倒也是 陈景和孔雪九点出头的样子 登上了飞往昌城的飞机 趁着还没起飞 孔雪看了眼手机 脸上忍不住露出笑意 小陈 我妈还真是越来越喜欢你了 刚还和我发信息 说我比你大 平时要多照顾你呢 陈景文言字也很开心 阿姨人很好 这是实话 周惠美这个未来岳母 确实是不错的 就算她之前反对陈景和孔雪在一起 但也只是 站在自家女儿未来婚姻生活的角度上去考虑的 这并不是什么错 嗯 孔雪也点点头 然后就从包里 把那块龙形猪手玉佩掏了出来 递给了陈景 小陈 我妈说 她把昨晚周惠美的话 如实地再说了一遍 陈景不免有些惊讶 心中生出感动来 紧紧握了下手中的玉佩 认真道 以后 我一定送给阿姨 一件很好的古董 好 我相信你 孔雪眸光中都是温柔 随即 孔雪挽住陈景的手臂 意味着她 有些感慨地说着 小陈 昨天还真是挺梦幻的 我还以为要花些时间 才能说服爸妈的 陈景秀着孔雪身上传来的阵阵幽香 轻声应道 我也没想到会这么顺利 不过 可能咱们 就是上天安排的姻缘 所以即使会碰到些困难 也能很顺利地度过 孔雪敏传一笑 对呢 上天安排的最大吗 稍顿 孔雪忽然想起什么 认真地问 对了小陈 叔叔阿姨对我是怎么想的 这话问出来 陈景脸上的笑意微顿了下 虽说之前她是告诉孔雪 吕太后和老陈都很喜欢她送的礼物 对她的印象也非常好 但很明显 聪明成熟的大姐姐是没有完全相信的 叔叔阿姨不太同意吗 孔雪见着自己大男孩的表情就明白了过来 眨了眨眼 虽是在问 但话里是带着肯定的 陈景稍稍犹豫了下 还是如是道 也不是不同意 就是也有点和孔叔周一样的担心 怕我们以后的婚姻生活会出现问题什么的 不过 他们也没有特别反对 而且我觉得 等我爸妈见着雪姐你以后 肯定也会特别喜欢你的 对这一点 陈景倒是非常的自信 或者说 她对自己的大姐姐非常自信 孔雪倾笑了声 明白了 我也需要像你一样刷刷好感度 倒确实是这么个意思 大姐姐和大男孩的这段姐弟恋 想要走到最后 两个人各自都需要面对和解决不少难关的 其实只要我妈同意了就行 她是家里的太后 我爸的意见不太重要 陈景也怕孔雪有压力 故意开着玩笑 孔雪扑斥一笑 忽视仰头 看着近在咫尺的陈景 听说你们穿鱼的男人都很怕 也很听老婆的话 你呢 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嗯 陈景稍稍想了下 先解设句 首先声明一点 我们穿鱼的男人不是怕老婆 只是尊重老婆 这是一种表达爱的方式 然后 陈景又有点认真地说着 不过 我愿意听雪姐你的话 哈哈 孔雪被她这模样可爱到了 忍不住伸手捏了捏陈景的脸 然后红唇轻轻吻了下她的脸颊 贴在她耳边 吐气如蓝 又带着点娇媚的道 我也愿意听你的话哦 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下午 陈景和孔雪结伴回到了昌城 这个假期 对两个人来说都是意义非凡的 因为这是 两人跨过了一些难关 甜甜恋爱的开始 虽说对这段相差六岁的大姐姐 和大男孩而言 往后可能还会遇到些难关 但就像孔雪在朋友圈观宣时说的话一样 从此以后 喜欢是不够的 只要爱着 只要爱着 那两人就能跨越一切的难关 除此之外 陈景在事业上的收获 也是非常巨大的 就算除开外婆的那件嫁妆 她这个假期 可以减落了两件价值都不低的古董 民国吴昌硕先生的《机械石印章》 以及明朝正德仿红山文化朱镕玉佩 这两件古董的价值加起来 最差也有个五六十万的样子 再加上外婆的嫁妆 那件明朝家境梯台 喜鹊花果纹盖河 如果三件古董都能够顺利出手的话 那陈景的身家 就已经在向四百万靠近了 这距离她不久前才定下的 赚到人生中第一个五百万的小目标 已经是相当接近了 路途不算劳累 回到天雪山小区后 孔雪先回自己的出租屋放好了行李 然后就拿这些清洁用具 到了陈景这边 六七天没有住人 房间自然是需要打扫下的 在这方面 陈景倒是没有想到 见着孔雪拿着清洁用具过来的时候 还有心猛 别看着了 来帮我一起打扫 孔雪撑了陈景一眼 脸上却带着笑意的喊着 陈景笑了笑 赶忙加入了大扫除 两个人忙活了挺久 先后把两个出租屋都大致打扫了下 最后都累着在孔雪的出租屋内 坐在沙发上休息 孤男寡女独处一事 关键本就是情侣 气氛自视渐渐暧昧和有趣了起来 陈景不时瞧着孔雪 然后悄悄地挪动位置靠近她 其实她这些小动作都被大姐姐看在眼里 眸中有些笑意和甜蜜 一点点啊一点点 没多久 陈景的手就放在了孔雪千细 又不失风雨的腰之上 手感那真是不足为外人道也 小陈孔雪忽视开口喊了声 陈景下意识抬头 然后一双白皙千细的手臂 就缓在了她的颈簸上 孔雪精致到极点的漂亮脸庞 也在刹那间贴近 双唇又一次相应 大姐姐也又一次的主动出击 陈景觉得自己作为一个男人 就算面对大姐姐 在亲密这种事情上 还是不能完全处在被动的 于是她也开始主动出击 很快 孔雪带着笑意的双眼陡然睁大 七双赛雪的脸颊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红透 直红到了那晶莹好看的耳垂 似要低下血珠来也似 却是原本大姐姐的领地 遭受到了来自大男孩的主动入侵 别误会 这个入侵的意思是蛇吻 而非其他 不过即使如此 也让两人心跳都在加快着 毕竟都是第一次经历嘛 也不知过了几分钟 血气方刚的陈景有些控制不住了 把孔雪压在了沙发上 双手也渐渐有些不老实了起来 嗯别 脸蛋晕红 气喘吁吁地说道 小陈 太 太快了 陈景终究还是沉温有定力的 他文言也赶忙收回了手 虽说有点不舍的 学姐 陈景坐正了身子 嗯 也不能说完全坐正 还微微弯着腰呢 孔雪听出了自己的大男孩 话中有些歉意 也坐起身整理着下有些凌乱的长发 笑意盈盈地打断他的话 好了 我就是觉得太快点了而已 不会怪你的 说实话 确实有点快了 毕竟两人是正经谈恋爱嘛 陈景其实也明白了这点 只不过年轻人嘛 容易上头很正常 小陈 晚上想吃什么 我给你做 孔雪整理好了头发 神色如常地转移了话题 似是怕陈景不好意思 陈景倒是没有不好意思 就是现在的状态有点尴尬 嗯 都可以 孔雪点点头 站起身来 就往卧室里走 准备换身衣服出门买菜 不过走了两步 他又想起什么 回身从沙发后面搂住了陈景 脸颊贴着脸颊的柔声道 别多想哦小陈 稍顿 孔雪也不知是不是故意的 声音里带着点魅惑和娇妹 以后啊都会给你的 陈景 这就是大姐姐吗 这谁顶得住啊 一日 国庆小长假正式宣告结束 打工人们也都带着不舍的 回归了工作岗位 陈景也早早地和孔雪一起吃了早餐 然后带着三件古董到了奈宝居 这会儿奈宝居也已经开门了 赵正边打着哈欠边在泡着茶 脸上也有带着点意犹未尽 看来即使是直接开店做老板 也同样有嫁后综合症 早啊赵说 陈景俊朗的脸上满是笑容的打着招呼 边把三个不算大的防护盒子放在了茶桌上 赵正先硬了声枣 然后目光就落在三个防护盒子上 嘴角都不由的抽出了两下 小陈 你先别说话 赵正猛的抬手阻止想要说什么的陈景 然后深呼吸了几下 自言自语道 小陈的运气好 有天赋 这是正常的 嗯 正常的 不要有挫败感 不要有挫败感 后半句话 赵正连着重复了好几次 好像在自我催眠似的 把陈景听得是哭笑不得 他倒也没想到 自己居然会让赵叔都心生挫败感了 但其实 赵正要是没有挫败感 才是怪事呢 就陈景这个简陋的速度和概率 估摸着十个有九个古董行的老前辈 都得有挫败感的 这才是真正的长江后浪推前浪啊 好了 赵正常出了口气 又道 你小子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一个国庆假期 简陋了三件古董 好吧 看来赵正的自我催眠作用不是很大 话里还是爆了粗口 陈景忍住笑 赵叔 我外婆的嫁妆可不算简陋 至于另外两件 这不您还没长眼 还不一定是真的呢 赵正文言差点又爆粗口 赶忙深呼吸了几下 你小子 那次拿着东西来给我看 不是真挺物件 嘿嘿 运气好 运气好 陈景也只能这么硬着了 赵正吐槽了两句后 还是拿出放大镜 挨个鉴定起了三件古董来 陈景便期待的边喝着茶 边等着赵正鉴定完 三件古董 以赵正的鉴定眼力 也花了些时间 才一一看完 放下手里的放大镜 赵正抬头看着陈景 面目严肃又认真地说道 小陈 我觉得 你未来真有可能成为 全国古董行的领军人物 不说运气 你这鉴定天赋 真是百年难遇 陈景文言赶忙道 赵叔 您这话太过誉了 他其实对自己 还真没这么大的自信 当然前提是 抛开鉴定神眼不谈的情况 毕竟 要是算上鉴定神眼的话 现如今全国的古董行中 就不可能有一个 能在鉴定眼力上 赵过陈景的人 赵正依旧认真 半点都不过誉 小陈 这三件古董 全部都是真品 你小子别和我说全靠运气 你要没看出点什么来 我是不信的 话倒说到这个份上了 陈景字也不好太过藏桌 赵叔 我确实是觉得 这三件东西都有一眼 不过还是不能完全确定的 锋芒态路自是不行 陈景的话有所保留 最主要的 还是他入行的时间太短了 现在就有些鉴定眼力 还可以用天赋和努力来解释 但这鉴定眼力如果太厉害 那就解释不清楚了 领先一步是天才 领先十步就是怪物了 但即使如此 赵正还是相当感慨和惊叹 这世界上啊 最可怕的就是 小陈你这种既有天赋还努力的人 你以后会达到的高度 或许是我根本就想不到的 陈景谦虚道 赵叔 您真的说的太夸张了 稍顿 他赶忙转移了这个话题 赵叔 除开这个盖盒之外 另外两件您给我估个价呗 踢彩盖盒之前 赵正就给估价过了 同时陈景心中也在暗自想着 下次再简陋 就不能再找赵叔帮忙看和估价了 因为他这频率实在是有些太高了 只不过陈景找赵正帮忙看和估价 最主要原因 还是想借助他的人脉和渠道 更快把古董出手 如果不再找赵叔帮忙的话 那他就得自己想办法出手了 这个过程肯定会有些麻烦 甚至是棘手的 但陈景也没办法 因为再这么继续下去 就实在是有些过于惊世骇俗了 另外 陈景也想试试建立自己的人脉和出手渠道 毕竟他总不可能永远都依靠着赵正吧 人啊 最终都还是得靠自己的 这吴昌硕先生的鸡血石印章 前两年在拍卖会上出现过类似的 价值应该是在三十五万到四十万的样子 赵正先是拿着鸡血石印章 饶有兴趣的把玩着 听到这个估价 陈景心中颇为高兴 又问 那这块玉佩呢 说到猪龙玉佩 赵正脸上也露出些惊讶之色 小陈 你这块玉佩很有意思啊 看起来虽说玉制一般 但明显是仿制的红杉文化遗迹中出土的朱玉龙 这玉佩的年代应该是明清时期的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陈景文言心里感叹了句 赵书还是赵书啊 这经验和道行都是足够的 这应该具备不小的学术价值吧 陈景倒也没掩盖 自己也知道这点 不然就不好解释 自己为什么要买下这块玉佩了 赵正不免惊讶 好小子 思维很灵活啊 能联想到这点的古董行人还真不多 他这句夸赞 陈景反正是不好意思印下的 便只是笑了笑 那赵书 这块玉佩大概能卖到多少钱 这个问题 赵正倒也稍稍思索了会儿才到 那就要看你卖给什么人了 这多数收藏家 肯定是不会对这块玉佩多感兴趣的 毕竟对学术研究感兴趣的人还是不多的 不过 你要是能找到搞历史学术研究的收藏家 那价值不会低 25万左右总还可以卖到的 赵正给出的估价倒是和陈景自己之前想的差不多 这让他有点高兴 这说明他现在也渐渐具备了估价的能力 当然了 想要达到赵正的估价能力 还是需要更多的经验积累和对行情的了解 之前就说过 古董本身也算是一种投资品 这投资品的价值是会随着行情而波动的 只不过绝大多数古董的价值波动不会太大就是了 搞历史学术研究的收藏家 陈景听得微正 心里有些范畴 这可不好找 不过车到山前必有路 陈景干脆先不去想出手预配的事情 转而问 赵书 那另外两件出手应该比较容易吧 赵书 这次又要麻烦您了 还是和之前一样 您帮我出手 我给您分成 不过这次可得是10%了 赵正点点头表示没问题 接而道 这件梯彩盖盒我拿分成 吴昌硕先生的印章就不必了 嗯 陈景疑惑的看着他 我还挺喜欢这枚印章的 38万卖给我吧小陈 赵正乐呵呵的说着 听到这话 陈景赶忙道 赵书 35万就成 行了 就38万 这吴昌硕先生的印章行情还是不错的 你要是拿到其他地方出手 肯定不只是最低估价的 赵正摆了摆手 不容拒绝地说着 陈景文言 犹豫了下 便也点头印下了 赵正是个说一不二的人 谈好了吴昌硕先生的印章 赵正又把目光看向那梯彩盖盒 心中早就想好了找谁出手 便直接道 这盖盒 李勋大师应该会很感兴趣的 我记得他很喜欢此类古董 我帮你联系他吧 陈景自是没什么意见的英式 虽说他也见过李勋大师 但要说交情 那还真是没有的 有赵正这个中间人 到时候李勋大师真有兴趣的话 谈价格什么的 也要方便很多 毕竟 三件古董中 这只踢彩盖盒的估价是最高的 70万到90万呢 陈景自然是想着 最后的成交价越高越好的 随后 赵正也不多耽搁 直接拿出手机 给李勋大师打了个电话 交谈了几句 又对陈景道 我就说他会感兴趣 约我们晚上见面详谈 李勋记都约着两人见面详谈了 只要物件没大的问题 那他多半是会买下踢彩盖盒的 两件古董 上百万的生意 几乎也就是一盏茶的功夫就出手了 就算抛开 赵正自己买了 吴昌硕先生的鸡血石印章不提 也可见他的厉害了 这就是在古董藏混迹了多年 并且混出了明堂的老江湖啊 陈景小达到赵正这种程度 只能说路慢慢其修远西 或是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还需努力 小陈 要是踢彩盖和成功出手 你小子要不要请我喝酒 赵正挂断了电话 乐呵呵地问着 呗 这酒萌子又开始了 陈景在喝酒这事上是真怕了他 赵叔 喝酒可以 但咱就是说 能不能适度 毕竟小罪遗情 大罪伤身啊 他本来想说 赵叔年纪也不小了 真得注意一下身体的 不过终究还是不太明说这种事情 言语委婉了许多 赵正喝了茶 你小子还年轻 不懂及时行乐的道理 我以前听过一句话 觉得说的很有道理 陈景听得好奇 便问 什么话 这人生七十古来西 十年少小 十年老弱 还有五十年 五十年再分成日夜 只有二十五年的光景了 再加上刮风下雨 三灾六病 人这一辈子 还能剩下多少好日子 所以 该奋斗时奋斗 该行乐时行乐 人这一辈子啊 来时去时都一样 过程就更显得重要了 或许中年男人 都有类似赵正这样的人生感悟 他此刻说来 倒也真有些唏嘘的样子 但陈景毕竟年轻 虽说能理解赵正华中的意思 但真要让他从中 找到几分感同身受来 也确实不行 二十二岁的年轻人 大好年华才刚刚开始 往后的日子 还长得很呢 不过 陈景嘴上还是硬道 赵叔 你这话说得在里 所以啊 今晚陪我喝酒 陈景 国庆假期后的第一天 大宝居一整天 都没有客人上门 因为晚上约了李勋大师见面 所以陈景特地抽空 到古玩街上四处转了转 把每天的三次鉴定机会 给用掉 虽说之前的两次 玄妙直觉 已经证明了 这昌城古玩街上 短时间内 是没什么 可以解漏的古董了 但上班时间 陈景也不好 跑到其他地方去碰运气 不过他心里还是想着 等下次可以用 玄妙直觉的时候 得向赵叔打听打听 昌城其他 有可能找到古董的地方 学姐 我今天会晚点回去 要去谈古董出手的事情 见着时间差不多 陈景先给孔雪发了条信息 孔雪回复得很快 好 如果有应酬的话 周庆假期捡漏了不止一件古董 字也是相当骄傲和自豪的 和李勋约定见面的地方倒是不远 就在古玩街附近的一间茶楼里 傍晚时分 陈景和赵正 抵达了这家名叫行运 装潢的颇为精致的茶楼 这个时间点 里面倒是没什么客人 李勋早就提前到了 点了好茶 还有核桃酥之类的中式点心 老李 久等了呀 李大师 陈景和赵正赶忙过去落座 又先后开口说着 李勋笑了笑 久等什么 我是早到了 边说着 他边给陈景和赵正倒好茶 三人喝着茶寒暄了几句后 李勋便将话引入正题 小陈 你还真令人惊叹 这才多久 竟又简陋了 陈景文言依旧谦虚地说着 运气好之类的话 赵正喝了口茶 没说话 而后 陈景便也顺势把小新带着的防护盒子 放在了茶桌上 李大师 您上眼瞧瞧 本来就是谈生意的 李勋确实也对那踢彩带和感兴趣 当即也不多说其他了 打开防护盒子 拿出随身带着的放大镜 便开始仔细鉴定了起来 李勋能有个鉴定大师的名号 字也不是图有虚名的 他鉴定这踢彩带和的速度 是要比赵正快上不少的 放下放大镜 李勋脸色带着些喜色 好东西啊 真是好久都没有看到过 品相如此之好的家境踢红漆器了 甚至比我自己收藏的几件踢红漆器 都要好上不少 李勋丝毫不令夸赞 也没有故意贬低这踢彩带和的意思 毕竟在场的三人都是懂行的 尤其是赵正 大家都了解这盖盒的大带价值 再怎么贬低也没用 陈景听到他这话 心中就是一喜 李勋无疑是看上了这件踢彩盖盒 后续要做的就是谈价格了 赵正这时说道 是啊 我当时看到的时候 也着实惊讶了一阵 木之类的物件 从明朝到现在 能保存的这么好的 确实是不多见的 李勋点点头 然后就看向了陈景 脸上带着笑意 小陈 不知道这件踢彩盖盒 你想多少出 这个陈景故作犹豫地硬着 但其实他根本就没想自己主动出价 而是在等着赵正把话头接过去呢 和李勋这种大市级人物谈价 他还做不到游刃有余 这还不像之前卖给李勋的那件青花瓷 价值相差不小 这得让赵正来谈 赵正字也明白 乐呵呵地接过话去 老李 咱们都知道 这件踢彩盖盒的珍贵 你到手之后 不管是收藏还是转手 肯定都是能赚的 以李勋的人脉和渠道 买下踢彩盖盒再转手的话 确实能卖出更高的价格 还是那句话 古董的价值 从来都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 会因为各种因素 受到或高或低的影响 这出手古董的人 同样会影响价值 听到赵正这话 李勋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 开门见山 老赵 这么多年的交情了 你和小陈直接说个十价 八十八万 吉利 这个价格是来的路上 陈景和赵正商量好的 估价是七十万到九十万 但喊价的时候 肯定是往高了喊的 太高了 李勋听到这个价格 立刻摇了摇头 显然超过了他的心理价位了 这点 倒也在陈景和赵正的预料之中 哪有人上来 就一口印下卖方开价的 七十八万吧 这个数字也很吉利 李勋紧接着还价 却是直接砍掉了十万块 老李 你这一下砍得有点狠了 赵正自然是不可能 接受七十八万这个价格的 陈景也同样如此 李勋应道 老赵 你刚才开的价也狠了 两个老狐狸说着 却都是忍不住笑了起来 这样吧 我出个十价 八十二万 李勋把手放在了梯彩盖盒上 面目转瞬变得认真了起来 赵正眯了眯眼 看了看陈景 然后说道 八十五万 就当提携后辈了 小陈的潜力也能看得出来 以后肯定能替咱们 昌城古董行带来荣耀的 说不定就能压过长安 摆脱万年老四的尴尬位置了 这不少行业和圈子 在各个省份城市之间 都是有着比较和排名的 比如某些产品的制造行业等等 古董行业如此 比的就是 各地古董行的结束人物 以及他们或是简陋 或是找寻到的古董 各地厉害的健保人物越多 出现的顶级古董越多 那古董行的排名 字也是更高的 这近百年来 公认的古董行业城市 前三如下 第一当然是公认的 龙头老大京都了 其次便是 身为六朝古都 历史底蕴及后的精灵 第三则是有着八百里青川 遍地是保之说的 秦省长安城了 而昌城 就处在老四 这么个相当尴尬的位置 甚至这二十年来 整个昌城古董行人才凋敝 竟出些类似高福那种人 隐隐有调到老五去的意思 说起这个万年老四的排名 那真可以说 几乎是所有昌城古董行 有志之士心里的痛 不知道多少前辈 想要压过长安古董行 冲入前三 说是夙愿也不为过了 李勋听到赵正提及这个 也是叹息出声 想要压过长安古董行 何其之难啊 小陈有这个前列 赵正认真坚定地说道 稍稍犹豫了下 他又补充道 其实这个国庆假期 小陈可不止 收获了这件梯彩盖盒 还简陋两件古董 都是真品 哦 李勋文言 不由面露惊讶 赵正话都说到这儿 字也就没再帮陈景藏桌 把另外两件古董 都简单说了下 最后道 老李 你要知道 小陈可才入古董行没多久啊 这份天赋和潜力 是不是有希望 给咱们昌城古董行 带来荣耀 押过长安古董行 完成近百年来 咱们昌城古董行 多少前辈 都想要达成的愿望 陈景在旁边听得有些发愣 他倒也听赵书说过 这各大城是古董行排名的事情 但没想到的是 这个排名 似乎赵正等人非常在意 这时 李勋也目入期待地看向陈景 如此看来的话 小陈确实有这个潜力 也罢 那就88万 这个数字极力 就算我这个前辈 给小陈的鼓励和动力了 也是希望你小子以后 真能带着咱们昌城古董行 冲入前三 李勋竟同意了赵正 最开始喊出来的价格 哈哈 好 放心 小陈不会让你失望的 我对他真的很有信心 有天赋还努力 赵正对陈景的夸赞 也是从不吝啬的 听到T彩盖和 最终成交价是88万 陈景自是开心的 但同时更多的还是疑惑 李大师 赵叔 我有些没听懂你们话中的意思 陈景忍不住开口问着 赵正文言拍了拍他的肩膀 小陈 你现在还没接触 前三古董行的人 等你接触过之后 你就知道 他们有多瞧不起 咱们昌城古董行的人了 这种排名的影响力 是非常大的 是啊 甚至会影响到各大拍卖行 在定宣传档次时的选择 同样价值的古董 前三古董行人拿到的宣传档次 肯定是比咱们要好的 李勋也面露些无奈和苦涩地说着 赵正点点头 又说了更多万年老四 这个尴尬排名 带来的各种憋屈和影响 只把陈景都听得有些不服气了起来 他虽不是昌城本地人 但确确实实是在昌城入的古董行 自然有着下意识的归属和荣誉感 赵正自己也越说越气 猛地拍了下茶桌 老子从入行开始就憋着这口气 憋了这几十年都快憋成乌龟了 但我自己天赋不够啊 老李虽是鉴定大师 但也还差了些 孝琛 赵正目光炯炯地看着陈景 认真又期盼得到 我在你的身上看到了希望 我相信你可以完成咱们昌城古董行数代人的夙愿 冲入前三古董行 李虽也道 对 碾压同辈 超越前辈 成为全国古董行的领军人物 那就真的有希望 陈景愣愣地看着眼前这两个中年男人 他们的眼中露出了宛若热血青年般的赤裂光彩和期盼 心底竟也有些热血沸腾的感觉 一如少年时 发誓要考出大山 改变命运之时 于是 陈景便问着 李大师 赵书 那我要怎么做 才能让咱们昌城古董行 冲入前三 赵书应道 首先 你要简陋 或者说找到几件价值数千万的顶级古董 成为杰出的鉴定人物 然后再去长安古董行 在他们的地盘 简陋总价值过亿的古董 让他们服气 这样 咱们昌城古董行 便能百年来首次成为前三古董行了 陈景文言 有些发症 简陋几件价值数千万的古董 在长安古董行 简陋总价值过亿的古董 想要达成这两点 那真是运气 能力 机遇 缺一不可呀 简直是难如登天 就这难度 难怪昌城古董行这么多代人 都未能完成这个夙愿 不 我确实是有希望的 陈景眸子闪过一抹自信 他身具健保神眼 靠着鉴定和玄妙直觉的能力 确实有可能做到赵叔说的两个条件 小陈 我知道这很难 不过你还年轻 肯定是比我们有希望的 如果你真的能做到 你小子会成为咱们昌城古董行 所有从业者的英雄 赵正坚他不说话 还以为是被难度吓到了 又开口宽慰着 谁知道 陈景护士开口问道 赵叔 那超过金陵古董行和京都古董行成为第一呢 又该怎么做 这话问出来 赵正和李勋齐齐正主 超过金陵古董行和京都古董行成为第一 这两个老江湖却是从来没有想过的 或者说整个昌城古董行都没人敢想过 但陈景 这个才二十二岁 初入古董行的萌新 居然问了出来 话语虽平淡 但其中的野望 听得赵正和李勋是心惊胆战 超过金陵古董行和京都古董行成为第一 陈景这话问出来 棱氏正的李勋和赵正好 半赏都正正无言 最后还是赵正咳嗽了声 小陈 你小子还真敢想 这能压过长安古董行 就已是极难的事情了 更遑论成为第一了 陈景自也知道其中的难度 光是压过长安古董行这一点 其实说来都有些天方夜谭 就只说第一个条件 简陋几件价值数千万的古董 这是个什么概念 陈景深具健保神眼和玄妙直觉 运气又好 到现在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 简陋过价值上百万的古董呢 那齐阳实验台是拍卖溢价上去的 算来有些勉强 上百万价值的古董 都已经极难遇到了 更何况数千万的呢 不过陈景依旧问着 赵叔 我就是好奇 您说说吧 人虽既好高骛远 但在有些事情上 野心大一些倒也没大错 只要实际行动上 连好高骛远便成 赵正文言摇头 小陈 心不要那么大 能压过长安古董行就可以了 他是很看重陈景 但还没到那么夸张的地步 李勋也同样觉得 陈景不可能做到 让昌城古董行成为第一 笑着道 小陈 想要压过精灵和京都古董行 确实是不可能的事情 除非你能找到几件国宝级的古董 或者找到那些传说中 话说到一半 李勋也摇头 现在说这些无用也太远了 你小子还得更加努力才行 见着两个老江湖 都觉得不可能 也不愿多说这事 陈景便只好在心中 暗自记下了李勋的半句话 国宝级的古董 那价值至少得过亿才行了 而且 还得有着巨大的历史意义 和艺术价值 这确实是有些太过困难和遥远了 陈景此刻也并未去深想 但他到底身具健保神眼 确实要比旁人多出了些希望的 说过这几个城市的古董嗓之争后 李勋便当场和陈景完成了交易 88万到账 陈景的身家再度上涨 心里自是高兴激动的 又想起个事 把那块龙形猪手玉佩拿了出来 李大师 这块玉佩的情况您也知道 不知道您认不认识 对这类具备学术研究价值的古董感兴趣的人 李勋先是好奇的 拿起龙形猪手玉佩瞧了瞧 道 纺制红杉文化的玉珠龙玉佩 这类古董还真是少见 不过想要找到感兴趣的人倒也不容易 他这话却是告诉陈景 自己也不认识感兴趣的人了 陈景文言 心中微叹了声 这块龙形猪手玉佩的出手 看来是不容易了 这时 李勋把玩了下龙形猪手玉佩 又道 对了 我早上刚收到个邀请 说不定就能找到对这玉佩感兴趣的人 交流拍卖会 陈景听得威正 旁边的赵正见他疑惑 解释道 就是行内一些有声望的收藏家 和健保名家牵头组织的 算是咱们的内部拍卖会 形式没有拍卖行的那么复杂 也没有用金 说白了 就是个交流展览以及交易会 这种内部的交流拍卖会偶有举行 赵正肯定会受到邀请 自也去过的 现在不知道 估计是还没邀请到他这边来 毕竟 李勋是大师 在昌城古董行的地位 是要比赵正高尚一些的 陈景点点头 那倒是可以 顺便也能仗掌见识 三人在行运茶楼喝了会茶 李勋晚上还有事情 便先行告辞而去 走的时候 还颇为殷切的同陈景说着 小陈 加油啊 你现在可是承载着 带领咱们昌城古董行 冲入前三的希望 至于第一什么的 李勋压根就没想过 不可能的事情吗 李勋走后 赵正就乐呵呵地 拉着陈景去喝酒 陈景实在拗不过他 只好陪着赵正在附近 找了家中餐厅 不过这次他时不时地 劝阻几句 好说歹说的 总算是没有喝得太醉 晚上十点出头 两人在路边等着出租车 对了小陈 后天那个交流拍卖会 其实也是个行内的社交场合 多数人都会带着亲属 你不是和你的大姐姐 在一起了吗 到时候最好也带着吧 趁着车还没来 赵正和陈景 叮嘱这些交流拍会的事情 陈景闻言烧冷 然后就反应过来了 这是华 下人的几个社交方式之一嘛 酒桌社交 风月社交 以及夫人社交 不然那些大人物的老婆 为啥经常聚在一起 打麻将逛街 还不是为了联络感情 经营人卖圈子 好 他有空的话 我就带着 陈景点头硬着 但他自然还是要看孔雪的时间 不久后 一辆出租车开了过来 陈景先让赵正上了车 然后自己又等了几分钟 才坐上车 回往天雪山小区 到了车上 陈景才有空拿出手机看了眼 孔雪自是发了信息 但不多 就两条 一条是八点多发的 是不是喝酒去了 少喝一些 一条是九点半发的 什么时候回来 用不用我去接你 陈景瞧着两条信息 心里微热 被人关心的滋味 是真的很好 另外 这就是成熟董事的大姐姐 知道男人有正事 就肯定不会过多的打扰 更不会因为男朋友 太晚回去就闹脾气 在车上了 快到了 陈景回了条信息 孔雪显示还没休息呢 几乎是秒回 好 那我给你泡茶 再弄点醒酒汤 陈景其实没怎么喝醉 刚想回复 不用弄醒酒汤的 但心底着实享受这种 被大姐姐照顾和疼爱的感觉 干脆黑黑一笑 把手机放下了 不久后 陈景回到了天雪山小区 静置到了孔雪的出租屋 孔雪穿着保守的分离式睡衣 长发挽在脑后 俏丽的容颜 显得颇为端庄 但那修长云衬 风鸾叠杖的身段 又让她在端庄中 增添了几分娇媚 先喝几杯红茶吧 孔雪抬手扶住了陈景 陈景此刻 那真是酒不醉人自醉 当下还真就轻轻 靠在了孔雪的玲珑身躯上 鼻尖竟是那淡雅好闻的幽香 心头则是火热一片 直烧的浑身都有些噪音 孔雪扶着陈景到沙发上坐下 给她倒了杯掐着时间泡好的茶 柔声道 我去给你端饧酒汤 这男人三分醉 演到老婆直流泪 在装醉这种事情上 多数男人的演技 都是奥斯卡级别的 这会儿 孔雪也觉得陈景是醉了 俏丽容颜上 都露出了几分心疼来 脚步匆匆地 把醒酒汤端过来 放在茶几上 还特地多拿了个勺子 小陈 能自己喝吗 要不我喂你 孔雪坐在陈景身边 轻声问着 这就让陈景有点不好意思了 伸手端起醒酒汤道 呃 我自己可以 嗯 看着自己的大男孩 把醒酒汤喝完 孔雪拿纸帮他擦拭了嘴角 问着 那几件古董都出手了吗 陈景点点头 出手了两件 我外婆的嫁妆 还有吴昌硕先生的印章 加起来 赚了一百一十多万万 嘿嘿 这个数额 是在扣除了 给赵正的分成后的 同时 现如今 已是和孔雪确定了关系 这话也就不是得意和炫耀了 而是在分享 或者说报告呢 孔雪文言也挺开心 那就好呀 小陈最棒了 稍顿 他又疑惑地问 那块龙行诸手玉佩 不好出手吗 嗯 有点麻烦 不过后天古董行 有个内部的交流拍卖会 到时候去碰碰运气 看看有没有人感兴趣 说起这个 陈景稍稍犹豫了下 看向孔雪 雪姐 你后天有空吗 陪我一起吧 好 孔雪几乎没有犹豫的 点头印下 又柔声道 刚好我也想见见你老板 你不是说他帮了你很多吗 到时候 咱们请他吃个饭 我也表示下感谢 他是想要感谢下 赵正对自家大男孩的 照顾和帮助的 陈景听得心里热乎乎的 目光灼灼地看着大姐姐 嗯 谢谢你 雪姐 听到谢谢两个字 孔雪称怪地看了他一眼 小陈 你再和我说谢谢 我可要生气了哦 说着 他还伸手捏了捏陈景的脸 下次不准再说了 记住没有 陈景黑黑傻笑 抬手捂住了孔雪 白皙柔软的御手 放在嘴边轻轻吻了下 好奇地问 雪姐 你为啥很喜欢捏我的脸啊 孔雪抿唇一笑 不告诉你 其实他也说不太上来 就是莫名地喜欢捏呢 两人甜甜蜜蜜地说了话话 陈景虽没怎么醉 但孔雪还是督促着他 早点回去洗个热水澡 好好休息 陈景自恃不舍的 但奈何自己要装罪呢 也只好乖乖地回了自己的出租屋 什么时候能搬过去就好了 陈景心里忍不住冒出这么个想法来 想到搬过去后的种种可能会发现的事情 那股造诣又开始满步全身 但就目前来看 陈景想要搬到对面去 肯定是还需要一些时间的 不说循序渐进 但顺其自然地等个契机 还是需要的 孔雪这边 他简单收拾了下茶具 又把玩起来的长发披散开来 宛若黑色丝绸般散落在靴间上 坐在沙发上 拿出手机发了条信息 梁主任 后天那个案子 你能不能帮我出庭一下 梁主任这会儿还没休息 很快就回复了 小雪 你是有什么急事吗 后天的案子你不是很重视的吗 孔雪抿了抿红润的唇绊 回复道 嗯 是有事情 那个案子的准备工作 我都做好了 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明天我和你交接一下 对面的梁主任依旧疑惑 特别重要的事情吗 能不能调整一下时间 很重要的事情 麻烦你了梁主任 孔雪没有半点犹豫 好吧 不麻烦的 你的准备工作做得那么好 我就帮你出个庭 有什么麻烦的 换个实习生来都行 又感谢了两句梁主任后 孔雪端庄漂亮的脸上浮现笑意 自语了句 不能让小陈失望 自然是很重要的事情 随后 他才起身回卧室休息了 10月中旬 昌城古董行内部举办交流拍卖会 几乎是把行业内有名气的收藏家 和从业者都邀请了 陈景虽没受到邀请 但有赵正的面子在 自也是能跟着去的 毕竟虽说是邀请制的 但对门槛 其实也没硬性要求 话说回来了 现在的陈景 在整个昌城古董行 其实还是没多大的名气 上次那齐阳实验台 还不足以让他真正扬名呢 毕竟其他人也不了解陈景 简陋齐阳实验台这事 多数人还是会下意识 归结到运气原因上 这天 陈景早早起床 换上了上次买的西装 简单打扮了下 这种社交场合 还是需要穿得正式一些的 这是赵正教给他的社会经验 整理得差不多 又戴上装着龙形诸首玉佩的防护盒子 陈景才出了门 刚准备敲门喊着学姐的时候 门倒是刚好打开了 小陈 孔雪喊了声 顺势就挽住了他的手臂 陈景看着孔雪 双眼都有些放光 他今天也同样穿得非常正式 长发盘起 身着一型米白色的长裙礼服 并非常见的陆坚士 风格偏保守 原本裸露出来的一双纤细的胳膊 披着丝巾掩盖着 脚下踩着一双白色高跟鞋 更显出了他高条有致的身段 学姐 你今天真美 陈景忍不住开口夸赞 孔雪涂了口红 显得有些亮晶晶的红唇清起 但只有今天美吗 他话中带着笑意 陈景乐呵呵道 每天都很美 今天格外的美 小陈你嘴越来越甜了呢 孔雪极漂亮的眼眸 都是开心的笑意 又上下打量了下陈景 认真道 嗯小陈你穿西装也很帅 不过这套好像不是很合适你 你自己买的吗 陈景和孔雪 边下楼边回应着自己的西装 是随意买的 孔雪眨了眨眼 点点头 倒是没多说其他 随后 两人开着孔雪的车 去往这次交流拍卖会举办的酒店 在昌城一家颇为知名的五星级酒店 陈景和孔雪到的时候 赵正已经先到了 正在酒店会场外面 等着两人呢 赵说 陈景带着孔雪 快步走了过去 先和赵正打了声招呼 又看向他身边的女人 问 这位应该就是婶婶了吧 女人看起来和赵正年纪仿佛 虽上了些年纪 但气质很好 面目给人一种亲切和善的感觉 年轻的时候 估计也相当漂亮 之前 陈景也在赵正朋友圈 看过他老婆的照片 你好 赵正老婆面带微笑的 和陈景问好 婶婶好 陈景言语中不乏亲切的印证 从社交关系来说 当各自的亲属都开始产生交集 关系字也是更进了一步 赵正乐呵呵的开口介绍了他老婆 叫做吴春竹 陈景自也是给赶忙介绍了孔雪 后者面上带着落落大方的笑 亲切中带着些敬意的问号 赵叔好 吴婶好 赵无夫妇打量了下孔雪 眼中却都露出赞叹之色 就孔雪这形象气质 见了他不赞叹的人确实也不多的 几人寒暄了几句 便跟着赵正走进了会场 这会儿人已经到了不守 整个会场布置的很是精致堂皇 人头攒动 三两成群 小陈 我带你去认识些人 赵正拉着陈景往会场中心而去 陈景回头看了眼学姐 孔雪嘴角带着浅浅笑意的冲着他点了点头 等两个男人走远后 吴春竹热情的道 小孔 我也带你四处走走 认识些人 他说的认些人自然是指的那些 跟着男人来的太太团了 见吴春竹的态度热情 孔雪便静止挽住了他的手臂 笑道 谢谢吴婶了 谢什么 我们家老赵很看好你家陈景啊 来之前就特意叮嘱过我了 我都还有点惊叹 他和赵正夫妻这么多年 还真从来都没有见过赵正对那个晚辈 如此上心和提携的说句夸张点的话 简直是把陈景当做亲儿子般对待 吴春竹此前和陈景没有接触 对他的了解也都是从赵正口中知道的 自然认知不足 心底疑惑是正常的 接而见着后 印象倒是不错 虽说年轻的过分 但看起来就容易让心生好感 那我替小陈谢谢赵说 还有吴婶了 你们都是极好的人 孔雪面带感激 相当认真的硬着 同时心底也为自己的大男孩感到骄傲 这能让人如此看重 本就是能力和本事 这边 陈景跟在赵正身边 在会场中辗转任人 赵正在昌城古董行混迹多年 本就地位不低 多数大佬都要给几分面子 故而对待陈景的态度也是相当不错 况且陈景在这种场合 自身的态度也摆得很正 彬彬有礼 说话谦和恭敬 几乎所有人对他的印象都不错 大敌也都记住了他的名字 期间 自也有之前在拍卖会上认识的人 这下倒算是加深了交流和印象 老赵 许久不见 风采一跤啊 有个约莫五十来岁 身形微胖的男人走了过来 先给了赵正一个大大的拥抱 赵正笑道 郑总 论极风采 谁能比得过你啊 两人寒暄了几句 赵正拉过陈景 给他介绍道 小陈 这是郑辉郑总 非常了不起的收藏家 这次的交流拍卖回他 可是发起人之一 陈景闻言 当时明白 这是个大佬 敢忙以晚辈里问好 郑总 这是陈景 咱们昌城古董行 非常不错的年轻人 郑辉先对着陈景点头致意 又道 能得老赵你如此夸赞 那定然是位少年英才了 不过他并未同陈景多言语什么 方才的话 也是客套偏多 说白了 现如今陈景的分量 还不够让他多么重视呢 这点陈景也心知肚明 倒也没觉得 有什么不对的 这旁人的尊重和重视 甚至是畏惧 从来都是靠自己的本事赠来的 他现如今混个脸熟也就行了 对了老赵 那个消息你听说了没有 郑辉把目光转回赵正 忽视压低了声音的问证 赵正微冷 疑惑的道 什么消息 你还不知道 郑辉文言有些惊讶 然后便解释道 我是听人说 全国古董协会最近开了会议 准备在年初开始整顿规范古董行业呢 赵正听到这话 神色也严肃了几分 这怎么个整顿法 具体我也不知道 现在上头消息透露的不多 但估摸着 是从古董店铺的开设资格上着手 你也知道 这几年古董行中不少店铺 竟用些坑人的勾当 郑辉说着 还举了个例子 就像高福那等人 什么坑骗人的套路都搞 弄得整个古董行的声誉都被败坏了 现在不少行外人提到古董行 几乎都要和骗子 坑人挂钩了 上头对这事是深恶痛绝 怕是要下狠手了 赵正赞同的点点头 这是好事啊 高福那种人 这些年确实太多了 就该好好整顿下 也好恢复咱们古董行的声誉 话是这么说没错 但据说上头这次要采取的是一刀切 对开设古董店铺的资质考核非常严格 只有通过考核的店铺 上头才会颁发合格证书 以后没有合格证书的店铺 怕是根本就没客人再去了 这样也好 以后被忽悠的客人少了 整个行业才能欣欣向荣 赵正倒是没有在意 郑辉口中说的考核 主要以他的能力 对于通过考核这事 确实也不需要担心 旁边安静听着的陈景 也同样没怎么在意 只是心里暗自想着 赵书现在生活的滋润 和他能够做到及时行乐 其实大半都依赖着那宝居 带来的稳定收入 那宝居要是出点什么问题 那他就难了 毕竟人到中年 又还有一家人要养 因此赵正肯定会全力去通过考核的 问题应当不大 郑辉虽说知道上头要整顿行业 但所知的消息也就这么多了 具体要怎么考核 他也不太清楚 因此说了几句后 就去准备着即将开始的拍卖会 小陈 一会儿等拍卖会开始 你就把龙行诸首玉佩拿上去试试 运气好的话 应当能够遇到感兴趣的人 赵正转而又对陈景说着 对他的事情还是相当上心的 这边 吴美竹也正带着孔雪 在会场中太太们聚集的区域走动交流着 孔雪本就聪明 社会阅历也足够 再加上交谈言语极有分寸 应付这种社交场面还是相当轻松的 甚至不少太太对他是相当有好感 都留了联系方式 约着他以后打麻将逛街了 这社交进度 倒是比陈景都快上了许多 吴美竹全程瞧着 心中都不免感慨 有这样的闲内住 男人想不成功都难 生得还这么漂亮 难怪小陈不顾年龄差距了 吴神 累了吗 我们去那边休息一下吧 孔雪见他沉思 柔和大气地问着 吴美竹回过神 也点头应道 好 刚好一会儿拍卖会要开始了 咱们休息会儿 就过去找他们 两人便说说笑笑地 往会场休息处走去 快走到的时候 忽悠到带着些惊喜的男生 从不远处传来 孔雪 孔雪 听到有人喊自己的名字 孔雪下意识寻声看去 吴春竹也是如此 见着孔雪转头看来 喊他名字的人 也立刻面露惊喜的 快步走了过来 孔雪 真的是你啊 我刚回国不久 还想着问同学 要你的联系方式呢 没想到会在这碰到你 这是不是缘分 听到这话 吴春竹先皱了皱眉头 抬眼打亮了下眼前这个男人 二十八九的样子 戴着金丝边眼镜 梳着油头 长相倒也颇为帅气 西装革履的看起来 倒有种成功人士的感觉 孔雪看到这男人 神色倒是没什么变化 只平淡道 是你啊 韩鹏 好久不见 这话能很明显的 听出客套的意思 但他的态度平淡 韩鹏却热情似火 满脸高兴 从我出国留学到现在 咱们得有四五年没见了吧 你还是这么的漂亮 韩鹏从出现到现在 就说了两三句话 但就从这些话中 吴春竹也听出了端倪 这明显是个喜欢孔雪的男人 把孔雪挡在了自己身后 这赵正把陈景当作子质对待 吴春竹自也夫唱妇随地 亲近孔雪 此刻很有些维护 这是我大学同学 孔雪的介绍很简单 就只给韩鹏定了个同学关系 您是 韩鹏依旧是满面笑容 那一双眼睛 几乎就没从孔雪身上挪开过 吴春竹对韩鹏的态度 并不怎么好 冷干地印到 小孔男朋友的婶婶 他这话相当有意思 听到男朋友三个字 韩鹏脸上的笑意 立刻僵了下 看向孔雪 你 你有男朋友了 我怎么都没听同学们说过 孔雪都没看他 只应道 刚谈的 不过是奔着结婚去的 吴春竹听到这话 和善的脸上露出笑容 好了小孔 我真有些累了 过去坐会儿吧 嗯孔雪微微点头 倒是没有再理会韩鹏的意思 挽着吴春竹走到了休息处 韩鹏正在原地 张嘴想要说什么 但最后还是什么话都没说出来 只是那金丝边眼镜后的双目中 闪过一抹阴霾 孔雪 老子追了你那么多年都不答应 我倒要看看你最后 选个什么人 韩鹏看了眼远处的孔雪 那端庄俏丽的容颜 极其出挑的身段 眼中尽是火热 然后挥手招了个酒店 安排在会场的服务员过来 总经理 有什么事吗 韩鹏示意他看了眼孔雪 低声道 看到那位女士没有 你帮我看着他先 看到他和哪个男人比较亲密 就打电话给我 他现在是酒店的负责人 要负责看着整个会场 毕竟今天这场古董行的内部交流 拍卖回来的大佬不少 可不能出什么差错 自只能找人帮忙了 女服务员虽有些疑惑 但还是老老实实的硬了声 毕竟这可是集团的大少爷 现在又管着酒店 自然得听话的 这边 吴春竹坐下后 就立刻问着 小孔 刚才那个男的是你的追求者 孔雪给他倒杯茶水 随意应道 嗯 大学的时候就开始追求我 后来出国留学去了 已经很多年没联系过了 吴春竹 我看他形象还不错 你大学的时候没考虑过 这个问题 他就是纯粹有点好奇 孔雪摇摇头 他是个花花公子 大学里一边追我 一边不知道谈了多少个女朋友 我怎么会考虑 以孔雪的心理小洁癖 自然对韩鹏的感官 是极其不好的 稍顿 孔雪眼眸中浮现笑意 又补充了句 再说了 他形象也没有小陈好啊 吴春竹文言倒也赞同的点头 那倒 确实是比不过小陈的 两人并没有多提韩鹏 又随意聊了几句其他 不久后 拍卖会准备的差不多 就见着一个六十多岁模样 头发花白 身穿唐装的老者 走到了会场的高台上 诸位好啊 唐装老者拿着话筒 笑意满满的说着 感谢诸位 能在百忙中来 参加这次的交流拍卖会 我们举办 这个拍卖会的初衷很简单 就是希望加强交流 希望咱们昌城古董行 能越来越好 越来越繁荣 说不定哪天就能压过 长安古董行 冲入前三 他的话说到后半句时 在场多数的人 却都是火沉默 或摇了摇头 显然没人觉得 有这种可能 这多年的万年老四 早把长城古董行中 多数人的心气都磨没了 唐装老者见状 心里也是暗叹了口气 继而转移话题 说起了些场面话来 会场中 赵正也叹息了声 对着陈景道 王老也是用心良苦啊 只可惜 唐装老者叫做王衡 乃是长城古董行的老姿贝勒 比赵正的资历都老 连他说起 长城古董行冲入前三的事情 底下都没人附和 可见其中的难度之高了 王衡说了几句后 这拍卖会 便算是正式开始了 形势并不复杂 有想要出手古董的人 自己拿着物件上去 简单介绍一下 感兴趣的人自然会喊价 见着拍卖会开始 吴春竹也带着孔雪走了过来 学姐 累不累 陈景牵住了孔雪的手 关切地问着 她是想着大姐姐穿着高跟鞋 站太久了 难免会累 孔雪极漂亮的眼眸中 露出一抹甜蜜 微微摇头 不累的 吴春竹瞧着两人 促瞎地道 你们小两口 还真是恩爱甜蜜呢 小陈也知道心疼人 不像某些人哦 赵正听得尴尬地咳嗽了声 那是小陈和小孔年轻 等和咱们一样老夫老妻了 那关心都放在心里去了 放在心里谁知道 还是说出来更好 吴春竹美好气地 瞪了赵正一眼 嗨嗨 拍卖开始了 小陈你可得认真看看 这古董鉴定啊 光是看书学习是不够的 还是要多看真品 这样才能积累经验和眼力 赵正虽说是在转移话题 但说的话 也确实是没毛病的 陈景点点头 相当认真地看了起来 这会儿已经陆续有人 拿着想要出手的古董 上去介绍了 各式各样的都有 也算让他占了些见识 今天这拍卖会 陈景倒是没多想其他的 就是来认识些人 顺便看看真品 孔雪瞧着自家大男孩 认真的模样 端庄俏丽的脸蛋上 竟是轻目 则在认真看着他 不远处 有个酒店的女服务员 见着两人亲密牵着手的模样 悄悄拿出手机 给韩鹏打了个电话 到底是行业内部的拍卖会 过程不复杂 也不正式 上去的人一个接一个 喊价的人不多不熟 而且都是喊完价后 在私底下交易 陈景瞧了话后 就准备拿着自己的龙形猪手 玉配上去碰碰运气 但他刚准备挪动脚步的时候 有个干瘦的男人 抱着块篮球大小 橙色灰绿的石头 先一步走到了高台上 干瘦男人抱着的石头 立刻引起了陈景的注意 毕竟刚才拍卖的物件都是古董 这抱着块大石头 自然有些奇怪 诸位同仁 不知道有没有对我这块翡翠原石感兴趣的 干瘦男人小心地 把那石头放在了摆台上 拿起话筒问着 翡翠原石 陈景文言威正 却是没想到 还有人拿着翡翠原石上去拍卖的 旁边的赵正也道 这老钱也真是急并乱投医 都把那块原石弄到这儿来了 赵叔 您知道情况 陈景好奇问着 嗯 那人叫钱青山 姑且算是个收藏家吧 不过他收藏古董 多是以投资为主 鉴定眼力还算不错 但听说前段时间打了眼 花了上千万买到件宴品 把身家都给败光了 还倒欠了一屁股债 古董行中 打眼是常有的事情 因为打眼导致倾家荡产的事情 虽然不多 但也总还是有的 陈景倒也不惊奇 只有问 那他现在是 那块翡翠原石 是钱青山之前在滇南瑞丽买到的 据说品项很好 里面有可能开出来好翡翠 他这人有点迷信 当时没有直接开 而是带回昌城 准备先去寺庙里上香祷告之后再开 结果他还来得及开 就先打眼破产了 现在 那翡翠原石 倒成了他的救命稻草 想要转手卖出去 赚些钱还债 这段时间 他跑了不少地方 没人有兴趣 毕竟有风险 陈景文言点了点头 倒也知道 为什么没人会买了 那钱青山卖的是翡翠原石 又不是翡翠 谁知道里面 到底能不能开出好翡翠 或者说干脆就没有 花钱买过来 自己还要承担钱打水漂的风险 旁人又不是傻子 孔雪也说着 赌石确实风险挺大的 还闹出过不少官司 高台上 钱青山见着没人说话 又接着道 诸位 我这块原石是找了瑞丽一个赌石高手看过的 他说 极有可能开出中高端的翡翠 你们看这表面都浮着绿呢 我买来花了十八万 现在只要十万块 会场中一片沉默 钱青山有些急了 价钱还可以再商量 我也知道有风险 但回报率也很高的 如果开出了好翡翠 那 那最少也能赚几十万 他现在欠了一屁股债 已经是担不起其中的风险了 毕竟要是没开出好翡翠来 那他就得彻底完蛋 只想着转手卖出去 好歹保证有钱赚 会场中依旧是一片沉默 在场的都不是赌石界的人 有几个会愿意去承担这种风险呢 虽说收藏买卖古董 也有打眼的风险 但打眼说到底是自己的鉴定 眼力不济 可赌石哪有什么眼力可言 几乎就是纯靠运气 毕竟翡翠元石又不像古董 有历史留下来的痕迹 可说有迹可循 钱青山健壮 脸色有些发白 身形都有点站不稳了 他现在被债务压得喘不过气来 再不赚一笔钱周转 估计都要去自杀了 这边 陈青本也没动什么心思 但看了两眼那篮球大小的翡翠元石 有可能开出价值几十上百万的翡翠 倒也可说是简陋了 那我的健保神眼 应该也可以鉴定着翡翠元石吧 陈青心里这么想着 还真有点好奇能不能鉴定了 念及至此 陈青拉着孔雪往前走去 小陈 陈青应道 我还没见过翡翠元石呢 凑近点瞧瞧 我看看没什么 但别想着买下来 赌石风险很大 终究不好 孔雪微微点头 同时还柔声劝阻了句 陈青自然应了声势 然后就走到了高台底下 双眼凝神 看向了那篮球大小的翡翠元石 动用了健保神眼 下一刻 金色的光芒出现 围绕着那块翡翠元石转了几圈 然后回到了他的双眼前 化作了一排排鉴定文字 此物为翡翠元石 此物特点 所谓的翡翠元石 就是才刚开采出来 表面还有着一层风化石皮的石头 不过大多数的翡翠元石中 都是没有翡翠的 仅仅只有少数中才会存在翡翠 此物价值 这块翡翠元石内部 有一块成年人拳头大小的金丝种翡翠 成丝状分布 如同发丝般 一缕一缕 有的成条状 片状 有的深有的浅 金丝种翡翠 多为透明至半透明 重水好 质地细腻 位属高端翡翠 价值颇高 看到双眼前开始出现鉴定信息 陈景心中先到了句 果然能够鉴定 然后细细看着信息 眼中逐渐露出欣喜之色 这块元石里面 还真有翡翠 陈景虽说不懂翡翠 也不知道什么样的翡翠价值高 但健保神眼给出的信息中都说 这块元石里面的什么金丝种翡翠 是高端翡翠 价值颇高 那指定不便宜 这块元石 是可以剪的漏啊 有漏可以剪 陈景自视不免激动高兴 当想收回目光说些什么的时候 他突然发现 这次鉴定完后 双眼前的文字并没有立刻消失 而是散作一团金色光芒 继而渐渐聚合成三个极大的文字 记得神 陈景威正 有些不明所以的 看着眼前这三个眉头末尾的大字 这似乎是健保神眼 想要呈现什么信息出来 但又不知道 为什么呈现的不全 是神眼出什么问题了吗 陈景心头微秃 不由的担心了起来 健保神眼出现的玄奇又莫名 他虽早就做好了 某一天 这神眼又莫名消失的准备 不然平时也不会那般 努力勤奋的提升 属于自己的鉴定眼力 但如果现在健保神眼 就出现什么问题的话 那陈景还是有些难以接受的 毕竟他自身的鉴定眼力 还不够厉害 就在陈景担忧之时 双眼前的三个大字 又消失不见了 他赶忙沉心感受了下 发现还是能够感受到神眼的存在 这才松了口气 没出什么问题 那就是 神眼要给我呈现什么信息 可为什么只有三个字 完整的信息又是什么 健保神眼突然出现 记得神 这三个莫名其妙的大字 陈景心中是冒出了极多猜测的 但现在不是能细想的时候 他强行压下心中的疑惑 把目光投向了那块翡翠原石 旁人不敢买 因为不想承担其中的风险 但他却是完全不用担心这点 毕竟已经知道 原石中是有翡翠的 还是高端的金丝种翡翠 如此 陈景自然是动了心思 稍稍思索了下 陈景就准备抬手喊架 但手还没完全抬起来 就被孔雪拉住了 小陈 你想买那块原石 孔雪柔声问着 陈景知道 雪姐觉得赌石有风险 不太想让她买那块原石 便道 嗯 我总觉得那块原石能开出来好翡翠 他没办法和孔雪解释 只能这么说了 孔雪闻名 秀眉微皱 小陈 不能凭感觉 就去买那块原石的 你又不懂赌石 风险很大的 即使是表示反对 大姐姐声音依旧柔和 雪姐 我想试试 你相信我 我不会亏的 陈景握住孔雪的手 看着她极漂亮的眼眸 相当认真地说道 孔雪见她如此 微微抿唇 叹了口气 那你就买吧 不过你得答应我 要是没有开出好翡翠的话 以后就不能赌石了 大姐姐知道劝不住 并不固执地反对 她知道自己的大男孩 年轻气盛 想法活泛 或是感觉新奇 或想碰碰运气 索性便只是想着 让陈景买个教训也好 还是那句话 大姐姐是可以等着你成长 期待着你成长的 陈景笑道 好 我答应雪姐 不过 我肯定能开出好翡翠的 对这点 她倒确实信心十足 随后 陈景便抬手喊道 我有些兴趣 咱们能想谈一下吗 台上的钱青山 本来都已经绝望了 听到陈景这话 她第一时间 甚至在怀疑自己 是不是出现幻听了 好 这位 这位先生 咱们详谈 说着 他赶忙抱起那块翡翠原石 走下了高台 会场中的人见着 居然有人对原石感兴趣 纷纷好奇地看向陈景 因为方才跟着赵叔混了的脸熟 多数人倒是都认出他来了 然后 这些老江湖老前辈 倒也没觉得多惊诧 年轻人嘛 想要碰碰运气也正常 谁年轻的时候 还不觉得自己是独特的 别人不行 自己说不定就能行吗 倒是赵正见着陈景 居然要买翡翠原石 带着吴春竹快步走了过来 劝道 小陈 你怎么想的 赌食风险很大的 吴春竹也道 是啊 小陈 还是别买了 说着 他还冲着孔雪道 小孔 你也不劝劝他 孔雪浅笑下 应道 没事的吴沈 他想试试 他想试试 你就让他试啊 哪有你这么关着男朋友的 我和你说 吴春竹没好气地 准备说些什么 赵正忽视开口打断 小陈运气一向不错 试试倒也行 他也是忽然反映过来这茬 要说对陈景的运气 有多好这点 他可以说是最了解的人 当然主要还是人空雪 都同意了 他们劝两句也就算了 再多说就不太好了 吴春竹文言 倒也不好再多说什么了 这边 钱青山已是抱着翡翠原石 满脸惊喜地跑了过来 这位先生 一看您就是个有眼光的 我这块原石 绝对能开出好翡翠来 他这话倒是没错的 只不过心里肯定是没有嘴上 说的这么自信 老钱 真要像你说的这样 你怎么自己不去开了 赵正文言 摇摇头说着 钱青山这才看到赵正 脸上有些尴尬 赵老板 我 我这不是 钱先生 我们还是谈谈价格吧 陈景见状轻笑了声 转移了话题 谈价格 钱青山微冷 疑惑道 先生 我刚才说了十万块啊 贵了 陈景神色不变 又道 钱先生 您这块翡翠原石风险太大 我虽然有点兴趣 但十万块有点贵了 又不是正经的拍卖会 陈景自然要砍砍价的 他还不到有钱到十万块的价格 眼睛都不眨一下 就阴下的地步 至于钱青山现在面对的禁语 话说的难听和现实点 陈景和钱青山非清非故的 他又不是圣母 凭什么要去考虑他的禁地呢 再说了 陈景买下他 这块翡翠原石 本也算是在帮他了 先生 十万块真不贵啊 我可花了十八万才买到手的 钱青山听到陈景要砍价 立刻大喊了起来 这时 孔雪忽视开口道 钱先生 今天除了我男朋友之外 怕是没人对你这块翡翠原石感兴趣了 大姐姐这话意思很明确 钱青山便宜一些 至少还能有钱赚 硬咬着十万块不松口的话 那就一毛钱都赚不到 陈景文言 看了眼身边的孔雪一眼 心底满是说不尽的爱意和高兴 他很清楚 孔雪对他买下翡翠原石的事情 肯定是反对的 但就像吴春竹说的那样 即使反对 孔雪也尊重他的意见 甚至是惯着他 这会儿也帮助砍价 这样的大姐姐 又如何能让人不爱呢 这面对孔雪的话 钱青山无言以对 犹豫了半想才咬牙道 最多最多再便宜一万块 不能再多了 陈景立刻道 八万 这数字极力又是个整数 之前赵正说过 这钱青山颇有些迷信 他听到陈景又砍了一万块下来 本想要拒绝 但转念想着 自己最近确实运气太差了 现在有人买这块原石 倒是有点转运的意思了 倒不如就八万块卖了 来个彻底转运 他倒不是不想 还个八万八千八百八十八什么的 但陈景话里还加了个整数 摆明了不给他再讲价的机会 此刻虽钱青山是卖家 但实际主动权是握在陈景手里的 他着实也怕陈景不买了呀 念及至此 钱青山便点了点头 那就八万块 如此 陈景最终以八万块 买下了那行高端金丝种翡翠的原石 虽说不知道那成年人 拳头大小的金丝种翡翠 到底能价值多少 但八万块肯定是有的赚的 只是看赚多赚赚少罢了 买下翡翠原石后 钱青山把原石 装在一个小行李箱中给他后 欢天喜地地走了 八万块钱 虽说没办法解决他的债务 但对现在他的来说 真是救命钱了 有了这笔钱 他也就能想办法周转一下 总不至于绝望到要去自杀了 因此 钱青山对陈景是千恩万谢 特地留了他的联系方式 说什么以后一定要报答他 对这点 陈景倒是没怎么在意 还暗自想着不说什么报答了 万一以后 钱青山知道原石中真有高端翡翠 不反过来记恨 他都不错了 照说 咱们昌城有什么地方可以开原石 钱青山走后 陈景便询问着赵正 一般来说 想要开翡翠原石 就只有滇南的地方才可以 不过咱们昌城倒还真有地方可以 有几家珠宝店是有开始设备的 赵正说着 又想起了什么 补充道 以前是没有的 也就是这两年 那些富二代搞出来的 还会专门从滇南运原石回来 供人赌石呢 其中有个你还认识 陈景文言也想起了个人来 许玲 对 他家就是珠宝行业的 一会儿等拍卖会结束 一打个电话问问他就行 应该没问题 许玲便是上次逗区区时认识的富二代 说起来 他还让陈景简陋区区 赚了三十万呢 虽不说上市多好的朋友 但勉强还算有些关系 随后 陈景又趁着拍卖会还没结束 拿着自己的那块龙行诸首玉佩 上台去简单介绍了一下 倒是引起了不少人上台瞧了瞧 但最后喊价的人却没有 估计都是 没怎么见过 这种具备学术研究价值的古董 所以才想看看 陈景不免有些可惜 现在看来龙行诸首玉佩想要出手 还真是有些麻烦和困难 没事的小陈 孔雪握住了陈景的手 柔声安慰道 改天我帮你问问沈景 看他们拍卖行 或者他认识的收藏家感不感兴趣 沈景在新世纪拍卖行工作 认识的收藏家肯定是不少的 这倒也确实是个办法 再加上现在关系到位了 陈景也就没有拒绝 只是道 嗯 要是沈景能帮忙出手的话 到时候我给他分成 不用 请他吃顿饭就好了 孔雪笑了笑 还是要的 我估计以后要找沈景帮的忙还不少呢 毕竟他在拍卖行工作 这免费帮忙次数多了 说不定要影响他和雪姐你的感情 陈景对这一点倒是相当坚定 毕竟不是至亲关系 这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更不能一味的索取不给回报 他这话 倒是让孔雪微微震了会儿 然后才认真道 也是 这事情倒是我想差了 他方才只想到了 自己和沈景的多年友谊 倒是没有考虑到 陈景终究不同 就算陈景现在 对沈景来说 也可以说是自己人 但两人之间的纽带是他 他自己的事情 可以让沈景免费帮忙 他也能免费帮沈景的忙 可陈景不一样 大姐姐和大男孩的对话 倒是落在了赵正夫妇耳中 两人对视了眼 脸上却都带着几分笑意 这对姐弟恋的相处方式 还真是相当不错 事情商量着来 也都能替对方考虑 作为一起过了半辈子的过来人 真正地做到恩爱一辈子 这时赵正也道 这段时间我也多帮小陈你打听打听 谢谢赵说 谢谢赵说 陈景和孔雪默契的一口同声 继而相视一笑 眼眸里都是甜蜜爱意 拍卖会结束后 自是安排了宴会的 时间也掐得很准 刚好就是午饭点 赵正带着陈景和相熟的大佬们 坐了一桌 也好让他在酒桌上 在和这些大佬熟悉下 而吴春竹则带着孔雪 坐在了太太团一桌 也同样给他介绍着自己的人脉圈子 值得一说的是 因为孔雪自身职业的原因 太太团们对他都存了几分刻意结交的心思 在酒桌上各个态度热情又亲切 有些话说来很现实 但事实也确实如此 这律师本就是和医生 警察 老师一样 是在社交场合上比较受欢迎的人 因为这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麻烦是 多数都是需要用到这些人的关系的 虽说律师要比后三者稍微差点 毕竟一般人没事 也不会遇到法律上的麻烦 但万一呢 因此真要说起来 孔雪今天帮陈景在古董行内经营的人脉关系 倒是比他自己都要好的 会场门口 韩鹏拿着手机翻看着上面的资料 金丝边眼镜下的眼中逐渐露出了不屑的神色 大学被开除 穷乡僻壤出来的穷小子 什么垃圾玩意儿 也想高攀孔雪 痴人说梦 刚才那女服务看到孔雪和陈景很是亲密后 立刻就给她打了电话 韩鹏抽空观察了下陈景 倒也没有轻举妄动 而是偷偷拍了她的照片 花钱找人去调查她了 以韩鹏家里的势力 陈景又不是什么特殊人物 一些简单的基本资料 比如出身背景 被昌城大学开除的这些资料 倒是很快就调查到了 了解了陈景的资料后 韩鹏也就没了顾忌 放下手机挥手招来个服务员 看到那桌坐的那个男人没有 过去帮我喊他出来 就说我找他有事 韩鹏指了指陈景 服务员文言点点头 赶忙走了过去 这位先生 我们总经理找你有事 服务员来到陈景身边 低声说着又指了指站会场门口站着的韩鹏 陈景威正 你们总经理 他看了眼韩鹏 发现并不认识 你确定没喊错人 陈景不免疑惑地问了句 服务员点点头 表示没有 陈景心下实在奇怪 又看了看韩鹏 确定他也在看自己后 稍稍犹豫了下 便起身走了过去 旁边的九萌子 赵正这会儿又合开了 倒也没有注意到陈景的离席 而孔雪则和吴春竹坐在另外一桌 他也正脸上带着落落大方的笑意 和这些太太们聊着天 同样没有注意到 陈景走到会场门口 又仔细打量了下韩鹏 确认自己不认识这个人 不免疑惑地问 你好 你是 韩鹏推了下眼镜 脸上露出些轻蔑笑意 自我介绍一下 比然韩鹏 孔雪的大学同学 陈景文言微冷 他从对方的语气中感觉到了些敌意 面上则不动声色地问 韩先生 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韩鹏冷笑了声 陈先生 倒是没有什么大的事情 只是来奉劝你一句 这人啊 得要有自知之明 他也不多废话 直接道 你配不上孔雪 就不要当的他了 陈景眉头立刻紧皱 立刻明白了对方的目的 面无表情地道 韩先生 我配不配得上学姐 不是你说了算的 确实也不是我说了算 只是我觉得 你应该去照照镜子 孔雪的父母都是名校毕业 他外公是魔都大学的教授和副校长 外婆也是教师 你一个大学被开除的人好意思高攀 孔雪的家庭背景 确实是极好的 可以说得上是真正的书香门第 陈景眼中闪过了寒意 你调查我 还有 孔雪那么好的女人 就应该得到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一切 就你现在的身家收入 你给不了 韩鹏没有回答陈景的质问 继续说着 当然了 或许孔雪甚至他家里人都不在意这些 但你作为一个男人 你真的好意思和他结婚在一起 你不怕让他们家因为你被嘲笑 书香门第的大家闺秀 嫁给了一个大学被开除的渣渣 则则 他们家都会沦为笑饼的 韩鹏面露讥讽 听我一句劝 不要因为你让孔雪被人嘲笑 有点自自知之明 就主动和他分手 只有我才配得上孔雪 我叫韩鹏 我父亲叫韩月 你可以去查查我的出身背景 我可以给他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一切 身份地位等等 哼 这时 陈景忽视冷笑出声 他这一笑 倒让韩鹏微震了下 按理说 这会儿 陈景不应该是 被他打击的无言以对才是吗 看你这样子 应该是追求学姐很久了吧 陈景俊朗的脸上也带着笑 韩鹏微微皱眉 那又如何 怕你不知道 我和你说一下 我和学姐其实才认识不久 但我们就已经两情相悦了 你自以为配得上学姐 可他为什么不喜欢你呢 这话 陈景也带着讥讽 你 韩鹏面目瞬间猙獰了下 差点没稳住情绪 但这家伙 还是有些城府心机 冷哼了声 我不知道 你是怎么把他骗到手的 但只要你和他分手 我可以给你一笔钱 他见陈景不是那么好对付 索性开始用钱砸了 对他这种富二代来说 其实这才是用的最顺手的一招 一千万 只要你和孔雪分手 我可以马上给你 听到这话 陈景吃笑出声 哼 做梦 你现在不同意 以后再后悔 可就不是这个价格了 韩鹏见他拒绝 心中暗道可惜 嘴上如此说着 他不觉得 陈景一个穷乡僻壤出来的穷小子 真能抵挡住这种诱惑 现在只不过是情绪激动 才拒绝的这么果断 等冷静下来后 肯定会后悔 陈景却静止转身走了 他没有必要 再和这韩鹏多说什么 见着陈景走远 韩鹏掏出了手机来 关闭了录音 自语道 还真是可惜 他刚才说的给钱的话 其实是用心险恶 都不用陈景答应 只要他稍微有点心动迟疑 那韩鹏就会把这段录音 拿给孔雪听 韩鹏虽说和孔雪接触不多 但毕竟追求了这么多年 也稍稍知道些他的性格 是个眼睛里柔不得沙子的人 如果陈景真因为 前而想要和他分手 那孔雪肯定会对陈景非常失望 到时候 脑子的散财童子 虽说这次有些可惜 但韩鹏心里依旧觉得 自己有希望让陈景和孔雪分手 他根本不觉得 以陈景的背景 能解决他刚才说的两个问题 被大学开除没有学历 身家也不够丰厚 这两个问题 只要一天不解决 那陈景作为一个男人 心里就永远会有两根刺扎着 看你能得意到什么时候 韩鹏轻笑了声 他觉得自己只要耐心地等待就行了 至于从孔雪那边去突破 韩鹏则根本没想过这种可能性 毕竟 不用在大学里追求了孔雪好几年都没成功了 这边 陈景回到酒桌上 拿起面前的酒杯一饮而尽 俊朗的脸上神色有些凝重 他拿出手机查了下韩鹏和韩岳这两个名字 韩岳 好喜集团董事长 房地产病酒店业大亨 公司市值上千亿 个人身家近百亿 韩鹏 韩岳独子 好喜集团董事 看着查到的资料 陈景一只手紧握成拳 眼中闪烁着一些东西 不得不说的是 韩鹏确实给了他极大的压力 同时 刚才韩鹏所说的那些话 在一定程度也确实有道理 学姐家是书香门第 而他因为大学被开除 真要说起来 就是个高中毕业罢了 即使周惠美和孔文理 现在认可了他 或许孔雪的外公和外婆 也不会反对 但有些事情 孔家可以不在意 陈景却不能不在意 似陈景这般出身贫苦的人 往往会呈现出两个极端 一个是非常自卑 一个是自尊心极强 陈景无疑是属于后者的 他不想和学姐结婚后 被人说配不上孔雪 也不想因为他 让孔雪乃至整个孔家 遭受嘲笑 他陈景 一定要堂堂正正 没有任何人能挑剔出 半点问题的和学姐结婚 学历 身家 这两个问题想要解决 其实是殊途同归的 赚钱 成功 现如今这个社会 金钱在某种程度上 是和社会地位挂钩的 如果陈景也能有百亿身家 甚至是更多 那学历的问题 也就迎刃而解了 因为昌城大学会求着他 把学习信息恢复的 如此想着 陈景双眼中闪烁着的东西 似乎化作了两团熊熊燃烧的火焰 有种叫做野心的东西 在火焰中被催生了出来 而且是极大的野心 下午一点左右 宴会也就差不多结束了 赵正这个酒盟子 在这种场合 倒也有着分寸 虽说也喝得挺起劲 但并没有喝醉 他也还记着 下午要和陈景一道 去许玲那边开翡翠原石呢 毕竟 赵正和许玲 还是要更熟悉一些 之前就说过 陈景对于情绪的 自我调整能力很强 他现在基本恢复了心态 但野心的种子 已经埋进了心里 他此刻的事业心 或者说 想要赚钱的心思 是要比任何时候都要重的 宴会结束后 陈景便联系了许玲 对方听说 他要开翡翠原石 还颇有些惊诧 不过也很爽快地答应帮忙 给了他一家珠宝店的地址 表示自己过去等他 许玲家里是珠宝行业的龙头之一 虽是以售卖珠宝为主 但黄金这些也都涉及 在全国开设了不少珠宝店铺 名字叫双木珠宝 因为都喝了些酒 所以一行四人 是打车去往位于 昌城市中心的一家 双木珠宝店 陈景等人到的时候 许玲已经是在珠宝店门口等着了 哈哈 陈兄弟 赵老板 许玲颇为热情地迎了过来 陈景和赵正子 也是都是笑着打了招呼 陈兄弟 想不到你对赌师也感兴趣 寒暄几句后 许玲就把目光 落在了陈景提着的小行李箱上 陈景笑了笑 应道 倒也不是感兴趣 就是看到一块 就想着碰碰运气 许玲点点头 边带着几人往珠宝店走 边说着 赌师还是很有意思和刺激的 正所谓一刀穷 一刀富 一刀披麻布 没有切开之前 谁也不知道 原石里面到底有没有翡翠 或者翡翠的质量如何 我之前跟着家里去滇南 还有缅甸都玩过赌师 那边很多人以此为生 而且确实也意思 所以就在咱们昌城 也弄了个堵石的地方 可惜玩的人不算多 言语间 许玲带着四人 走进了珠宝店后面的仓库 这仓库不算大 对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 还有城堆的翡翠原石 大大小小 各式各样的都有 这会儿 还有几个人在哪挑选着 仓库角落 则摆放这一台原石切割机器 有个老师傅坐在旁边抽着烟 应该是负责切割的 陈兄弟 我瞧瞧你的翡翠原石是啥样的 许玲带着几人 走到切割机旁边 饶有兴趣地问着 陈景点点头 打开了小行李箱 露出了里面篮球大小的翡翠原石 许玲赶忙蹲下身 戏瞧了两眼 说着 看起来好像还不错 刘师傅 你怎么看 他抬头 问着抽烟的切割师傅 刘师傅吐出口烟 应道 看表面是不错 不过这原石没切开之前 一切都不好说 陈兄得花了多少钱到手的这块原石 许玲起身好奇地问着 陈景自适应了价格 八万块的话 只要能开出稍微好一些的翡翠 肯定是有的赚的 许玲这么说着 又看向刘师傅 麻烦刘师傅 把这块原石开了 陈景来这儿就是开原石的 文言也道 麻烦刘师傅了 那刘师傅熄灭了烟头 也不多说什么 起身抱起原石 半点不耽搁地准备开原石了 周边几个来堵食的人见着 这边有人开原石 也都好奇地围了过来 哟 这块原石看起来有点意思啊 是不错 不过有点小 就算能开出来翡翠 也不一定多大 大小不重要 只要是高端翡翠 那怕是只能做两个耳环的大小 也有得赚啊 几个人七嘴八舌地讨论着 连带着陈景身边的孔雪 都稍稍有点紧张地抿了抿唇 他自是希望那原石 能开出来好翡翠的 反倒是陈景 脸上虽也装出了几分紧张神色 但其实心里是淡定得很 剑宝神眼是不会出错的 刘师傅是老手了 很快就开始切割了起来 他先是从原石的侧面 切了一刀下去 哦吼 没了 好像没戏了 却见 第一刀切下去后 原石被切割开的两面 都是灰白色 没有半点的绿色 许玲健壮都微微摇了摇头 说道 陈兄弟 好像 他倒并没有把话说完 但其中意思表达得很清楚了 小陈 没事的 本来就是碰碰运气 孔雪挽着陈景的胳膊 冲着他展颜一笑 陈景心中淡定 面上则道 嗯 不过还没切完呢 还不一定就没戏了 这边 刘师傅情绪没什么波动 又从另外一边切下了第二刀 而这次展露出来的两面 依旧不见绿 只有灰白 见状众人更是纷纷摇头 给这块原石判了死刑 赵正也说着 小陈 看来 你小子的运气 只有在古董上有啊 这在赌石上不太行 以后还是别想着玩这些了 风险太大 他倒是没有安慰 只是在规劝着陈景 刘师傅 麻烦再往里些 再切一刀 陈景对着赵正笑了笑 又开口说道 刘师傅点头应试 切下了第三刀 而这一次 在被切掉的一块滑落后 众人齐齐眼前微亮 一抹盈盈绿意闪烁了下 卧槽 有了 还真有啊 不过就剩这么点没切了 估计体积不大 陈景见状 嘴角稍稍上扬 道 刘师傅 继续 那刘师傅也不多言 娴熟地操纵切割机器 很快就切出了原石中的翡翠 一块呈现不规则椭圆形 约莫成人拳头大小的翡翠 刘师傅 脸上的神色 都逐渐变得惊讶无比了起来 这 这翡翠好像 好像质量很高啊 有人吞咽了口唾沫 惊得结结巴巴地说道 刘师傅拿过旁边的水管 仔细冲洗了那翡翠 随后拿出手电筒 照射在上面 瞬间 那翡翠在灯光的照耀下 亮起一抹鲜艳的翠绿色 散发着荧光眼似 隐隐成半透明状 其内部有着翠绿的丝状分布 那翠丝十分幼细 思路顺直平行 具有明显的方向性 显得精致细润 美轮美奂 在场众人 除开不懂翡翠的赵正夫妇 还有孔雪之外 有一个算一个 全部都看着那块美丽的翡翠 瞪大了眼睛 呆愣当场 还真开出来翡翠了 赵正虽不懂翡翠 但看着周围 这些人的表情 自也猜到了什么 有点惊讶和难以置信地说着 陈景乐呵呵地道 赵叔 看来我在赌誓上的运气也不错呀 赵正 他突然有点不想 这块翡翠好像是金丝种翡翠啊 这属于高端翡翠了 那刘师傅文言也惊叹出声 这不仅是金丝种翡翠 还是质量很好的顺丝种 你们看这里面的 翠丝顺直有章法 半点都不杂乱 而且重水非常的好 质地细腻 练习 杂质几乎没有 质量非常的高 这刘师傅明显是在场最懂的人 听他这么一说 周遭为官的人越发震惊 我的个规规 我还是第一次亲眼看到 有人开出金丝种翡翠来 这位小兄弟的运气是真好啊 听说金丝种翡翠 是制作手镯的上家选择 他这块翡翠的大小 能做两个 甚至是三个手镯了 这是要发啊 妈的 我这辈子能不能开出这种高端翡翠啊 孔雪听着这些议论 极漂亮的眼眸 也不免带着惊讶地 看着自己的大男孩 陈景冲他眨了眨眼 说着 雪姐 我就说我不会亏吧 是是是 我的小陈最厉害了 孔雪瞧着他有点得意的样子 既觉得好笑 又觉得真是可爱 要不是这里人多 他是真想伸手捏捏他的脸 这边 许玲从刘师傅手中 拿过那块翡翠 拿着手电筒细细照射着观察了下 然后目光有些热切的道 陈兄弟 你这块金丝种翡翠 肯定是要出手的吧 当然 我拿来也没用啊 许玲闻言面露喜色 那你卖给我们双木珠宝吧 咱们之前也合作过 我不会坑你的 陈景虽说和许玲接触不多 但也知道这个富二代的性格还是不错的 豪爽大气 为人处事都有一套 行啊 我自然信得过许兄弟你 许玲点点头 转身和那刘师傅 低声商量了几句 开口说着 陈兄弟 你这块金丝种翡翠的质量很高 大概能做出三个手镯 现在市面上质量极好的 金丝种翡翠手镯的价格 虽说挺高的 不过考虑到后续的制作营销等成本 他言语稍顿 我给你150万 怎么样 这个价格说出来 赵正夫妇和孔雪都齐齐正亡 却是完全没有想到 那块翡翠居然价值这么高 倒是旁边几个看热闹的人 并不惊讶这个价格 毕竟多少都懂点形 只是羡慕的眼睛发红的看着陈景 陈景听到这个价格 稍稍犹豫了下 便直接印下了 行 成交 因为早就知道 原石中的翡翠是金丝种翡翠 所以在来的路上 他就悄悄查过了价格的情况 这翡翠和古董不同 大致还是有个定价标准的 总的来说 许玲开的150万这个价格 肯定是没有坑他的 当然 许玲买过去制作成手镯 也肯定是能够赚更多的 不过那就和陈景没有关系了 就像许玲话中所说 即使把那块翡翠制作成了手镯 还需要营销等等手段 才能高价卖出去呢 陈景现在如今 可没有半点相关渠道和手段 哈哈 陈兄弟爽快 许玲闻言高兴的笑着 又道 还麻烦陈兄弟稍等片刻 我叫人去准备个合同 说着 许玲把金丝种翡翠 放在陈景手上 急匆匆的去了 陈景接过翡翠 心里其实还存着点事情 他双目凝神 看向手中的翡翠 想要看看 剑宝神眼会不会出现什么样反应 之前神眼突然浮现出 继德神三个大字 就是在鉴定了原始之后 陈景心底是有点怀疑 是不是和这块翡翠有关 虽说这种怀疑不大 因为他没有感觉到 两者间有什么明显的关联 事实也确实如此 剑宝神眼面对着金丝种翡翠 没有出现丝毫的异常反应 那就是神眼本身的问题了 继德神这三个字后面的字 按理推测的话 应该是个眼字吧 继德神眼 那后面是什么呢 陈景心里暗自猜测着 这时 孔雪看着那金丝种翡翠 眨了眨眼道 这翡翠看起来确实很漂亮呢 难怪价值那么高了 陈景闻言收回心思 笑着道 雪姐 你要是喜欢的话 我给你买个金丝种翡翠手镯 或者就这块翡翠做的 到时候让许兄弟留一个给我 孔雪极漂亮的眼中露出些甜蜜 应道 不用 我不太喜欢戴手镯 旁边的吴春竹忽是咳嗽了两声 赵正闻声就问 怎么了老婆 嗓子不舒服 一会儿我去给你买点药啊 哼 吴春竹哼了声 对着孔雪说道 小孔 还是你眼光好 找了小陈这么好的男人 不像我啊 这话听得孔雪哭笑不得 即使是他 也不知道该怎么接 好在吴春竹那话 本就是故意说给赵正听的 也没想他说什么 转而又道 不买手镯也行 但我最近看上了一条项链 就几万块钱 哎 也没个人给我买的 鲁迅先生说过 国人都是喜欢折衷的 几十万的手镯不行 但几万块的项链 还是没问题的 赵正立刻道 老婆 我给你买 一会儿咱就去 谢谢老公 吴春竹立刻喜笑颜开地 抱住了赵正 要不是人多 估计都得亲他一口 也得亏没亲 中年夫妻亲一口 噩梦都得做半宿 当然了 老两口其实是蛮安安爱的 一大把年纪了 还搁这儿撒狗粮 陈景和孔雪都还好 旁边几个看热闹的 和刘师傅 是人都看傻了 不是 这羡慕陈景开出 高端翡翠就算了 还得吃一把 陈年狗粮是吧 几人等了会儿 许玲就拿着 两份合同走了过来 陈兄弟 你看看合同有没有问题 许玲脸上带着笑的 把合同递给了陈景 陈景刚想伸手接过 孔雪却抢先一步 我来看吧 见着孔雪接过合同 许玲还稍愣了下 赵正笑着道 小陈女朋友是律师 这倒是专业对口了 是吗 许玲点点头 倒也没说什么 毕竟她准备的合同 没有半点问题 孔雪拿着合同 看得很仔细 一自然是因为职业习惯 二则格外的伤心 趁着孔雪 认真看着合同的时候 陈景也没打扰她 干脆走到仓库 堆放着翡翠原石的地方 看了起来 今天还剩下两次鉴定机会 她是想着 干脆都用了 另外 陈景还想看看 再次动用鉴定神眼 还会不会出现异常 比如呈现其他的字样来 见着陈景去看翡翠原石 照着目光微动 似乎想到了什么 许玲也同样神情闪烁了下 陈景并不懂 怎么看翡翠原石 对比起鉴定古董来 这翡翠原石 只有看得足够多了 才有可能积累出一些经验来 但就算有经验 也极有可能会失守的 还是那句话 古董鉴定是有迹可循 赌尸真是运气成分极重的 事实也确实如此 陈景挑了两块 比较大的翡翠原石鉴定了下 结果自然是没有收获 里面是空空如也的 同时 剑宝神眼也没有再出现什么异常 这就让陈景心中更是疑惑了 剑宝神眼到底想要给他什么信息呢 就目前他能推测出来的 记得神这三个字后面 大概率是一个眼字 而根据整个语境来往后推断 记得神眼 后续有可能是提出什么要求 或是需要代价 记得这两个字的后续 几乎是在明示 陈景得了这堪称神妙的剑宝神眼 是肯定需要付出 或是完成什么要求的 但目前给出的信息 陈景自是不可能猜到更多的了 不管是什么要求或是代价 只要我能完成或是承受得起 我必须要承受 陈景在心中暗自发狠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陈景也能做好剑宝神眼 提出要求的心理准备 就现阶段而言 剑宝神眼对他实在太过重要 尤其是在因为寒鹏那些话 而滋生出巨大野心后 寒门 社会底层 一代就想要逆袭 若不借助剑宝神眼 确实是宛若登天的难度 等陈景没什么收获走过来的时候 孔雪也把合同看得差不多了 让许玲有些没想到的是 她还真指出了几个问题 虽都不是什么大问题 但却是交易完成后 有可能出现问题的一些点 许玲听完孔雪指出的问题后 不免惊讶到 我们这儿的合同 还都是找业界有些名气的律师弄的 没想到居然还有问题 陈兄弟 你女朋友专业能力很强啊 陈景文言有些骄傲的道 那当然了 孔雪则柔和大气地谦虚着 还好 我只是平时处理这种商务案件比较多 经验丰富而已 随后 许玲又跑了一趟 把孔雪指出来的几个问题给修改了 并且准备以后 双木珠宝的这种类似合同 都按照这个标准来了 重新弄好合同后 双方签字完毕 许玲就立刻让双木珠宝的财物 给陈景打款 150万 即使扣除了税款 陈景现如今的身家 也差不多达到了500万 差的也不算多 倒也可以说 她已经达成了自己此前定下的目标 只是现如今 陈景心里并没有多兴奋 因为野心变大 路途也就显得更长了 只是往前走了一步 又如何能够多高兴激动吗 倒是旁边的赵正 反倒高高兴兴地嚷嚷着 要陈景请喝酒 然后就被吴春竹 狠狠地掐了几下腰间软肉 就知道喝酒 中午已经喝过了 今天不准 显然对于赵正的酒萌子行为 吴春竹还是有点意见 那 那就下次再喝 这顿酒先记着 赵正善笑了声 这对话倒是完美体现出了赵正的家庭地位 交易完成 虽许玲也喊着陈景几人晚上吃饭 但考虑到中午都喝了些酒 便是婉言拒绝了 不过离开双目珠宝的时候 许玲把几人送到了门口 忽视对陈景道 陈兄弟 我看你对赌食有点兴趣 过两天 我准备去滇南赌食 你要是想去的时候 就给我打电话 陈景文言 眸光微动地应道 好 有兴趣的话 一定给你打电话 挽着他手臂的孔雪 抿了抿唇 显然想说什么 但当着许玲的面 他并没有立刻说出来 等几人坐上了出租车 赵正先道 小陈 我看你刚才去看那些翡翠原石 就知道 你小子动了心思 不过小陈 赵叔多说一句 刚才那块原石 能开出金丝中翡翠 确实是你运气好 但赌食的风险很大 你不是每次都能运气这么好的 赌食也是赌博 赌这种东西 一旦沾染上了 后果很严重的 赵正这些话 倒都是非常有道理 说的也很正确的 但前提是 陈景没有健保神眼 但有着健保神眼 再深的他 再加上玄妙直觉的能力 只要足够谨慎 不要过于贪心 赌食的风险 对他而言是不存在的 我知道的赵叔 健保神眼的事情 陈景自不可能说出来 所以也只是认真点头英式 赵正文言 也没有再多说什么 他该说的都说了 如何选择 还是得看陈景自己 人的这一生 其实就是在各种选择中度过的 到底什么样的选择才是正确的 只能靠自己去思考 用最后的事实来证明 在车上的时候 孔雪全程没有说话 只是和陈景食指向扣 偶尔谋带爱意的 看看自己的大男孩 但陈景能感觉出来 他也有话要对自己说的 不久后 赵正夫妇先下了车回家 陈景和孔雪十来分钟后 也到了天雪山小区 两人依偎着走在小区里 今天的天气还算不错 微微透着冷意 道路两旁的树木叶子泛黄 时不时吹来的凉风 裹挟着树叶飘飘凌的落下 在空中打着转 似乎写出了一个秋字 小陈 孔雪微微低头 看着自己和陈景的脚步 发现有些不齐 便稍稍停顿 让步履变得和他同步 然后轻声喊着 嗯 雪姐怎么了 陈景知道他有话要说 孔雪整理了下 散落在鬓角的一缕青丝 归拢到小巧精致的耳后 然后柔声道 你想去滇南 对不对 他也看出来 自己的大男孩 对赌士动了心思 陈景稍稍沉默了下 应道 是有些想法 他怎么能没有想法呢 韩鹏那些话 让不仅让他滋生了野心 更让他给了自己极大的压力 陈景已经不满足于 自己现在的赚钱速度 他想要更快更多的赚钱 获得一笔原始资金 然后开创属于自己的事业 纵然 陈景现在的赚钱速度 其实已经是很多人都望尘莫及了的 尤其是以他的出身背景和资源 但他还是觉得有些慢了 就像目前这个阶段 简陋古董需要机遇 而且 真正价值极高的大陋 更是可遇不可求 而赌士则不同 只要那些原始中有高端翡翠 靠着剑宝神眼 以及玄妙直觉 他就能快速赚上一笔钱 当然了 并不是说 陈景就要放弃古董行 彻底跑去赌石了 他其实很清楚 古董行才是自己的基本盘 多的就不说了 简陋古董的上限 也远超赌石 再如何珍贵的翡翠 还能贵过国宝级别的古董不成 陈景现在先去赌石 只是想要赚一笔块钱 让自己的压力不那么大 同时也是考虑到 能更好应对剑宝神眼后续 极可能要提出的要求 或是代价 去滇南一趟 赌石赚上一笔钱 是陈景现阶段 从各方面考虑之下 都得去做的事情 但这些原因和理由 他没办法告诉孔雪 只能说着 学姐 我觉得我在赌石上的运气还不错 就想去试试 孔雪文言 端庄俏丽的脸上露出一抹笑容 我知道 其实趁着还年轻 多尝试更多的可能性 是好事情呢 他先是赞同了陈景一句 然后再道 但是 赌石终究风险很大 而且有成瘾性 我有些担心 你到时候会上头 不会的 陈景认真地硬道 孔雪顿住脚步 极漂亮的双眼 看着自己的大男孩 带着点宠溺的道 那你想去的话就去吧 不过你要答应我不能上头 如果亏得多了就得收手 赚了的话 也不能太贪心 陈景心里微热 忍不住探手 把他搂进了自己的怀里 嗅着孔雪发间的忧香 说着 放心吧学姐 为了我们的未来 我知道分寸的 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孔雪贴着自己的大男孩的胸膛 翘立脸庞上 带着衣脸的说着 稍顿 孔雪又补充道 其实这些年 我也有些积蓄 以后买房装修什么的 我都可以帮你分担的 所以小陈你真的不用 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陈景闻言 心中一片柔软 把怀中的大姐姐 抱得更紧了几分 只是她的压力 是没办法和孔雪说的 就算明知道孔雪会劝慰她 但还是那句话 有些事情 孔雪和孔家可以不在意 可陈景不能不在意 两人温存了会儿 见着远处有路人走来 才都有些不舍地放开了对方 继续缓缓回往 两人出租屋所在的楼层 路上 孔雪又开口说着 对了小陈 之前在宴会上 我遇到一个大学同学 说起来 他以前还追求过我 听到这话 陈景神情顿了下 他知道 孔雪说的是韩鹏 不过之前 韩鹏单独找到他的事情 学姐应该是不知道的才对 那学姐这会儿说起韩鹏 是为什么呢 和他接触过 联系方式也都是拉黑了的 孔雪柔和的唇线 掠起一道浅浅的弧度 笑意淫淫的诱导 陈景文言 倒是明白过来孔雪 为何突然说起韩鹏了 这是在让他放心呢 即使是在孔雪不知道 韩鹏找过陈景的情况下 大姐姐也会把事情告诉他 只是为了让他完全放心 情侣之间的信任 不就是这么一步步建立起来的吗 学姐 你真好 陈景忍不住发自肺腑地说着 傻样 孔雪冲着他眨了眨眼 温柔中带着满满的爱意 一日 陈景到奈保居的时候 就给许玲打了个电话 告诉他自己要去滇南赌食 许玲似事早就猜到了 直接答应了下来 还帮陈景订了机票 时间订在了两天后 而陈景则准备趁着这两天的时间 稍稍去了解一下赌食方面的资料等等 虽说到时候肯定是全靠健保神眼的 但一些基础性的知识 能知道总还是好的 小陈 你真准备去滇南赌食 这会儿店里没什么客人 赵正喊着陈景过去喝茶 又开口问着 陈景点点头 嗯 想去碰碰运气 我是不知道你小子是怎么想的 你最近可以赚了不少钱 但我感觉 你好像很急着赚钱似的 是不是生活上遇到什么困难了 稍顿 赵正诱导 要是遇到困难了 就和我说 多都不说了 几百万我还是能够借你的 赵正混迹古董行多年 靠着那宝居的稳定收入 再加上自己偶尔简陋 他自还是有些积蓄的 赵叔 我没遇到什么困难 就是想趁着年轻 多赚点钱 陈景闻言 心下很是感动的说道 多赚钱也不用这么急吗 赌时有风险 不一定就能赚的 赵正喝了口茶 忽是想起什么 接着道 说起来 你小子要是能捡漏一件 国宝级别的古董 那不知道得赌到多少块 那金丝种翡翠 才能比得上呢 陈景苦笑道 赵叔 这国宝级的古董 是那么容易捡漏的吗 能当得上国宝二字的古董 最差最差 也是价值过异的 少见到堪称稀释其真了 行吧 劝不住你 赵正摇摇头 转而认真道 不过你去归去 一定要注意安全 滇南和缅甸禁 那个国家有些混乱 切记不可太过招摇 嗯 我知道的 谢谢赵叔 陈景点头映下了 随后 两人喝了几杯茶 陈景招呼了几个客人 就发现 赵正居然也少见的 拿出了鉴定类的书在看着 这让陈景有点惊讶 因为以赵叔的鉴定眼力 看书什么的 其实已经不能提升了 赵叔 您这是 陈景不免疑惑地问着 赵正应道 闲着没事 巩固一下 我去打听了 上头确实要整顿古董行 虽说不知道具体情况 但据说到时候 针对古董店铺开设的资质考核很严格 看来赵叔对这件事情 还是很重视的 陈景心里暗自想着 倒也正常 那宝居 要是拿不到古董协会 颁发的合格证书 那基本就等于废了 这肯定是赵正不能接受的事情 赵叔 放心吧 以您的鉴定眼力 肯定没问题的 陈景随意地说了句 一天就在陈景了解赌识 和赵正看见宝类的书中度过了 陈景下班后 赵立在古玩街中四处逛了逛 并没有发现什么具备简陋价值的物件 同时健保神眼也没有再出现什么异常 但这反倒让陈景心里有些悬掉掉的 因为他很清楚 或者有感觉 健保神眼后面肯定会呈现出 既得神后面的字样信息 与其这样干巴巴地等着 还不如早点完全把信息呈现出来 这样陈景也好早做相应的准备 见着时间差不多后 陈景便打了车回往了天雪山小区 在附近的菜市场买了些食材 上午的时候 孔雪就发信息告诉了他 今晚沈景会过来吃饭 到时候顺便把让他帮忙出手 那龙行猪手玉佩的事情说了 沈景似乎挺喜欢吃穿鱼菜的 这次又特地让孔雪告诉陈景 让他做几道穿鱼菜 就在陈景买菜的时候 沈景已经是到了孔雪的出租屋 哇 小雪你好像更漂亮了呢 沈景一见到 孔雪就表情夸张地说着 孔雪好笑地硬道 还不是老样子 又不是小姑娘了 还能女大十八便不成 沈景抱住她的胳膊 又仔仔细细地打量了 她好一阵才道 不不不 是真的变得更漂亮了 气色更好了呢 说着 沈景嬉笑了起来 难道这就是爱情的滋润吗 去你的 孔雪没好气地伸手点了点 闺蜜的额头 但极漂亮的眼眸中 似乎也有点思索 她其实最近也觉得自己 不论是在生活上 还是工作上的状态 都特别的好 爱情真是个神奇的东西 当然 得是大姐姐和大男孩 这种甜甜如蜜的爱情才行 还趁着小陈还没来 你快和我说说 她到底是怎么搞定你父母的 在手机里 你说的也不详细 沈景坐在沙发上 兴致勃勃地问着 孔雪浅浅微笑了下 看了眼时间到 晚上再说吧 我得去做饭了 哎呀 等会小陈来了 让她去做吗 你先给我讲讲 孔雪摇头 不行 小陈工作一天了 她一个人做饭 不累啊 说着她也不给沈景 再反驳什么的机会 静止走进了厨房 沈景撇了憋嘴 七 说的你自己 不是工作一天了似的 你就宠着你的嫩草吧 不久后 陈景也到了 沈景兴冲冲地去开了门 沈景 沈景微笑地打着招呼 又扬了羊手中提着的食材 道 买了几个 沈景你喜欢吃的川鱼菜 沈景点点头 夸赞道 不错不错 你对我这个红娘的态度 可比小雪儿好多了 因为沈景现如今 和孔雪已经在一起了 沈景对其的称呼 也就变得随意了起来 唉 小辰 你们现在进行到那一步了 趁着沈景换鞋的时候 沈景眼眸微转 好奇地促暇问着 沈景微正 玄机哭笑不得了起来 沈景 这我可不好说 这有啥不好说的 我可等着小雪儿 生个可爱的小宝宝给我玩呢 沈景倒是大胆咧咧地说着 听到她跳跃性极强的话 沈景张了张嘴 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生个可爱的小宝宝什么的 且不说这个结果 这中间的过程 都得沈景搬到孔雪这边 来了才行啊 和沈景开了两句玩笑后 沈景便也走进了厨房 和孔雪两个人忙碌了起来 沈景站在厨房门口瞧了会儿 见着自己帮不上什么忙后 又有些百无聊赖的 坐在客厅上的沙发 看着电视 谈恋爱就真的那么好吗 沈景单手称 在下巴上 想起刚才孔雪的状态 有点好奇和羡慕 她和孔雪差不多大 其实也挺渴望爱情的 但就是一直没遇到 和是有感觉的男人 七 我才不要谈恋爱呢 我要做独身主义 为了自己而活 沈景摇了摇头 不再去想些有的没的 吃饭的时候 沈景便和沈景说起了帮忙出手 龙行猪手玉佩的事情 沈景了解了下具体情况后 也很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并且表示不要什么分成 但沈景和孔雪 对此都相当地坚持 还是那句话 这毕竟是沈景的事情 她是不好让沈景免费帮忙的 沈景接着小两口 坚决的态度 只好无奈地道 行行行 我分成还不行吗 不过不用10% 5%就好了 我就是帮小陈你问问 后续具体的交易 你自己去谈 行 麻烦沈景了 沈景点点头 倒也没什么意见 说完龙行猪手玉佩的事情后 孔雪又问了问沈景 什么时候去滇南 知道是两天后 便认真严肃地说着 小陈 滇南靠近缅甸 那边有些地方挺乱的 你自己要注意安全 知道没 孔雪倒是也想到了这个问题 沈景应道 嗯 放心吧雪姐 而且我是和许玲一起过去 他们家在那边 还是有些势力的 不会出问题的 那还是要小心些 遇到什么情况 首要是保证自己的安全 孔雪依旧担心 关切地叮嘱着 旁边的沈景听得好奇 问了句 小陈你去滇南做什么 去赌石 赌石 你怎么会想到去赌石的 这个风险蛮大的 你很缺钱吗 沈景相当疑惑不解 沈景应道 没有 就是想去试试 那可得有分寸险 别投入太多 沈景劝了两句 也就没再多说 转而想起了什么事的说道 对了 我们新世纪 今年成立十周年了 准备在年前 弄一个周年拍卖会 规模非常大 宣传力度也是 前所未有的 说着 沈景看向陈景 小陈 你要是手里 有什么价值高的古董 到时候可以拿过来拍卖 以这次拍卖会的规模 和宣传力度 只要古董不错 溢价成交 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周年拍卖会 没有 陈景稍稍有点遗憾地说着 不过想到 年前拍卖会才举办 中间还有点时间 他又补充了剧 现在没有 有的话 我联系你 好 这次机会难得 尽量别错过了 我可以帮你拿到我全线以内 最好的宣传资源 沈景颇有点认真的说道 晚饭过后 三人喝了会茶 沈景一般 过来孔雪这边 都是要留宿的 所以陈景早早地 也就回了自己的出租屋 等陈景过去后 沈景慵懒地半躺在沙发上 忽视感叹了句 哎 我估计要不了多久呀 我就不能睡小雪你了 正在收拾茶具的孔雪威正 然后就明白过来 沈景话中的前台词 知道他想要调侃自己 因此故意不接他这话 沈景见状 嬉笑了声 自顾自的道 因为再过段时间啊 就只有小陈能够睡咯 你个死丫头 是不是不调侃我 两句就浑身不舒服 孔雪好气 又好笑地瞪了眼 即使他不接话 也要强行调侃自己的沈景 哈哈沈景 开心地连连大笑 深夜 孔雪和沈景 躺在卧室的床上 轻声聊着天 说是聊天 但主要是孔雪在说 沈景饶有兴趣的 在认真听着 这会儿孔雪 正和他说着 之前沈景获得周惠美 和孔文李 认可的具体过程 沈景对这点 是真的相当好奇 主要沈景 获得认可的速度 着实是大打出乎了他的预料 就这样 我爸妈就同意我们了 尤其是我妈 同意之后 态度转变得很快 对小陈极好 沈景文言 嬉笑着道 这就是俗话常说的丈母娘 看女婿越看越喜欢 稍顿 沈景脸上露出点感慨的说着 小陈是真的很厉害啊 难怪第一次登门 就搞定了叔叔阿姨 小雪儿你 真是捡到宝了 孔雪眨了眨眼 毛子充盈着温柔 是啊 我也觉得 我捡到宝了呢 七 得意什么 沈景有些小吃醋的说着 我这个好闺蜜 难道就不是你的宝了吗 你也是 好了吧 孔雪有些好笑的硬着 沈景嘟盪了句真敷衍 有了男人就忘记了闺蜜 当然 这只是玩笑话 他转而问着 对了 小陈要去赌食 你为什么同意了 赌食风险很大的 陷进去倾家荡产的人可不少 说起这个孔雪 其实也有点无奈 他的想法 倒是和沈景差不多 我知道的 不过小陈想去试试吗 他还年轻 什么都想尝试一下是正常的 而且我相信 以小陈的性格 不会陷进去的 他有分寸的 啊 沈景听得威正 继而吐槽道 他想去试试 你就让他去试啊 有些过分了 这知道 小陈是个有上进心 有事业心的男人的 也就算了 要是不知道的 就你这宠他的样子 怕都得以为他是 被你养他的小白脸了 孔雪眨了眨眼 静说道 如果小陈不想那么累 我养他也不是不可以 沈景瞪大了眼睛 拍了拍额头 完了完了 孔雪我看你是彻底沦陷了 爱情果然是最可怕的东西 调侃了两句后 沈景神色忽视正了正 说道 哎小雪 我认真和你说下 我感觉小陈去赌食 除了想要试试之外 可能也有压力大的原因吧 我觉得他心里藏着事情了 听到这话 孔雪精致漂亮的脸上 也有点忧愁的道 我知道 我早就看出来了 我也尽力在缓解他的压力了 大姐姐总是善解人意的 这点体会在各方各面 之前孔雪同陈景说 以后买房装修什么的 他都能分担之类的话 自然不是无缘无故的 但是作用不大 小陈他 孔雪犹豫了下 还是道 小陈的自尊心很强 沈景应了句 男人自尊心强是好事 随即 他脸上露出促暇笑意 低声道 要我说 既然在钱这些方面 你缓解不了小陈的压力 那可以从其他方面 孔雪有些不解 其他方面 沈景脸上露出坏坏的笑容 就是那些方面 小雪儿 你不会不懂吧 见他这个表情 孔雪自然是明白了 下意识抿了名好看的唇绊 七双赛雪的白皙脸颊 也泛起了羞红 称怪道 死丫头 胡说八道什么呢 沈景不一 这怎么是胡说八道了 男人吗 难道不喜欢那些事情 我觉得 你真可以试试的 小陈绝对喜欢 毕竟我的小雪儿 漂亮的没边了 身材更是没得说 孔雪脸颊飞红一片 她再怎么成熟 但此前并没有过这种经历 此刻自然害羞的不行 所以心里也觉得 沈景说的话有些道理 我 那个 孔雪气气哀哀哀的 不知道该说什么 不是 你害羞什么 这不是早晚的事情吗 孔雪被沈景说得急了 干脆道 哎呀 那种事情总得看 看机会和气氛吗 等 等小陈从爹南回来之后再说 哼 沈景差点笑出鹅叫声 又道 真没想到孔大律师 还有这么扭捏的时候 一日 孔雪早早起来做了早餐 三人吃过之后 才各自去上班 陈景准时抵达了那宝居 刚走进店里 就看到赵正愁眉不展 脸上满是忧愁的 坐在茶桌边正正出神 赵说 您这是 怎么 陈景赶忙走过去问着 赵正却依旧在出神想着什么 竟没听到陈景的话 赵说 陈景大声喊了两句 赵正才猛然回过神来 看向陈景勉强笑了笑 小陈来了呀 陈景见他如此 心中不免有些担心 赵说 您到底怎么了 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嗯 赵正宁重的点点头 上头关于开设古董店铺的资质考核内容下来了 听到是这件事 陈景有些压然和难以置信的道 赵说 难不成以您的鉴定眼力和资历都很难通过 他见着赵正正满脸愁容的样子 自然顺势想到了这种可能 我倒是没什么问题 赵正摇摇头又叹气道 关键是上头要求每家古董店铺 需要一名健保师和二级健保学徒 才能拿到古董协会颁发的合格证书 健保师 二级健保学徒 陈景有些疑惑 他此前没听过这两个称谓 赵正解释道 这是为了这次资质考核 古董协会特地设定出来的 算是针对咱们这些从业者的一个等级制度 具体分为一级健保学徒 二级健保学徒 健保师 健保大师 还有健保专家 这一级级的划分虽说比较笼统 但大概也能区分出 健定眼力的高低 这倒是没什么 可问题是 真要细究起来 二级健保学徒的健定眼力 在现实生活中已经算是不弱的了 咱们昌城古董行 能达到这个二级健保 学徒要求的人不多 我现在上哪去找一个二级健保学徒 赵正言语中都能听出一些怨念 陈景心中则满是疑惑不解 细问道 赵叔 考核是什么时候 还有这个二级健保学徒 要怎么样才能算 考核在半个月后 赵正先应着第一个问题 陈景一愣 问 不是说年初吗 怎么提前了 哼 赵正听到这话 却是冷笑了声 又道 上头这次整顿行业的决心很大 力度很强 他们也担心考核的强度太高 具体落到行业中会出现问题 所以就先挑了个城市当做实验品 前三古董行自然不用被当做实验品 排名太靠后的 又担心体现不出太多问题 就只有咱们这个万年老四 不上不下的好欺负呗 所以昌城古董行提前考核 提前考核 昌城古董行被选中当做失措的实验品 这还是陈景第一次具体地感受到 昌城古董行这个万年老四的尴尬 以及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 他心底也有些愤慨和怒气 但并没有说什么 只是把两者都深深藏在了心里 那赵说 二级健保学徒呢 又要具体达到什么要求才算是 陈景转问着 赵正倒了杯茶 如消愁喝酒般的一饮而尽 那因为忧愁似乎都显得更加 藏老了几分的脸上 带着苦恼的给陈景详细解释了下 古董协会设定的这个职业等级划分 简单的说 还是依据个人的鉴定眼力来考核 一级健保学徒 需要在三件东西中 找出藏在里面的两件真品 这还是比较简单的 毕竟三选二 考核用的古董也都相对好鉴定 只要在古董鉴定上入了门 基本都能通过 甚至运气好的话 蒙也能蒙过 而到了二级健保学徒 难度就陡增了 需要在十件东西中 找出五件真品来 看似是五五开的一半一半几率 但因为基数上去了 这其中的难度是不小的 毕竟只要错一件 考核就不通过 陈景听的也是暗自择舌 难怪赵正会说 这二级健保学徒 放在现实生活中来 鉴定眼力已经不弱了 昌诚古董行中 能达到的人不多 至于更高一级别的健保师 则是二十件中找到五件真品 健保大师三十件中找到五件 而最高级的健保专家 难度堪称恐怖 需要从五十件 几乎难辨真艳的 顶尖纺织品中 找到十件真品 按照赵正的说法 现如今全国古董行 能达到健保专家 这个级别的人 怕是不超过两位数 赵正能明确肯定的一个人 就只有上次 在新世纪拍卖会上 帮了陈景一把的陈古教授 他的鉴定眼力 肯定是能够达到专家级别的 只可惜 这陈教授并不能说 是昌诚古董祥的人 他是考古学家 有些超多奇外的意思 不然的话 昌诚古董行 也算有个能震场面的人了 听完了赵正的详细解释 陈景的眉头 也逐渐皱了起来 他现在明白 赵正为何如此忧愁了 古董店铺想要通过考核 除开他这个健保室外 还要一名二级健保学徒 而陈景现在达不到 二级健保学徒的要求 赵正心里很清楚这点 即使他很看好陈景 觉得他是百年难遇的天才 可天才也是需要成长时间的 陈景终究入行的时间太短 积累太薄 陈景从来都不是个 会高估自己的人 他也明白自己 现在达不到二级健保学徒的级别 即使是靠着健保神眼 也是如此 十件东西 健保神眼只能帮他排除三件 就算运气好 直接找到三件真品 但剩下的两件真品 还是得靠他 自己本身的鉴定眼力 去从七件东西中鉴别 这难度还是不小的 赵叔 陈景张嘴小安慰两句 又不知道该怎么说 赵正见他也跟着忧愁 反倒是笑了起来 我没事 左右还有半个月时间 我找找看 说不定就能找到个 二级健保学徒帮忙 这话说的乐观 但陈景能明显感觉出来 赵正心里绝对不是这么乐观的 长城古董行 能到达二级健保 学徒级别的人本就不多 现在考核在即 诺大哥 古董行不知多少 古董店铺急了 在这种情况下 怕是所有二级健保学徒 都变成了香饱饱 想要找来帮忙不容易 多半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若只是如此也就罢了 关键上的还有规定 就算通过了考核 得到了合格证书 一旦被人举报 恶意坑骗人 就会被终身取消资质 在这条规定之下 赵正不仅要付出巨大代价 找到一位二级健保学徒 还得保证 其人能够信得过 其后续还得给好处 让他不要故意做出 牵连到那宝居的事情 这种种限制 赵正心里能乐观起来 就有鬼了 那宝居对赵正很重要 他不能失去那宝居 这间在长城古董行 颇具名气的店铺 是他混迹古董行多年 付出了不知多少 才做出来的成就 此外 现在不多常说 在职场上 有家室有女儿的中年人 可以随意指挥大骂 因为他们不敢唱反调 而年轻人没有羁绊 和养家糊口的压力 反倒是骂不得 这本也是现如今这个社会 中年哪个苦楚心酸和无奈了 陈景明白这点 他思索了片刻后 认真的说道 赵叔 你要是相信我的话 考核的时候带上我 我会尽全力通过 二级健保学徒的考核 赵正文言 有些欣慰的笑了笑 这倒是没问题 考核不限定古董店铺的人数 你到时候考个一级健保学徒的也不错 不过二级 对你来说还有点难度 再过个半年一年的 倒是可以 显然 赵正并没有把希望放在陈景的身上 陈景见状也没有再说什么 因为说的再多 现在都是空话 他该做的要做的 也必须去做的 就是到时候全力通过 二级健保学徒的考核 帮赵正没有后顾之忧的 保住奈保居 赵正对陈景的恩情 他是一直记在心里的 现在有机会报答一二 自是要全力以赴 陈景的眼力要求确实不低 但他也不是全然没有希望达到的 总的来说 这二级健保学徒的眼力要求 是能够靠着大量的学习达到的 再加上陈景有健保神眼在身 还剩下半个月的时间 他只要拼命学习阅读 大量的古董鉴定类书籍 还是有希望通过考核的 对于学习看书 陈景还是有些自信的 因为这是他以前最骄傲 也是唯一能拿得出手的东西 或者说寒门贫苦出身的学子 其实多数是如此的 对了 你这次去滇南赌食 准备去几天 这时 赵正转移了话题 陈景应道 一个周左右吧 也可能更久 到时候看情况 滇南陈景还是要去的 不仅是因为早就和许玲说好了 而且到了滇南后 实际上看书学习 提升鉴定功底的空闲时间 是要比平时多的 毕竟陈景每天就三次鉴定机会 他也只会在有鉴定机会的时候 才去赌食 因为这样才能保证没有风险 如此的话 赌食的时间花不了多少 剩下的时间都可以用来看书学习 反倒是在耐保居上班 总还是要时不时招呼客人 也比较难静心下来 嗯 记得注意安全 赵正点点头 再次关切地叮嘱了句